破产盲眼千金和陌生男人一夜 关于意外还上了他的子 而男人居然是这座城里最可怕的子 他想把自己的子恶杀在苗胎里 密搜老旧的邮轮上 陆志玲不顾一切往前跑 身后的男女马上追赶上来 死瞎子 跑哪去了 男人是说过要照顾陆志玲一辈子的人风筹 女人则是日夜跟在他身边的康护大花 狗男女曾多次虐待陆志玲 更过分的是一个月前 他们把他卖给了退国首付的长子 那个形势暴虐 阴毒很烂 惹上他就绝无活路的搏 陆志玲知道他们想利用他肚子里的孩子 再去额搏 此刻他颤颤巍巍缩在老旧船舱的某个角落 好不容易从两个魔鬼手上逃了出来 如果今天逃不掉 那就彻底完蛋了 此时鞋子踩着枯叶的声音传入了陆志玲耳朵 也许是盲人发达的听觉 他一下子听出了脚步声不属于风潮和大花 此时他只想起身逃跑 突然一股清冷的木质箱冲向鼻尖 男人带着几分凉薄的嗓音自他头顶上方落下 陆小姐 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重 这熟悉的声音瞬间将陆志玲拉回了那个男人 将他抢去豪躲了的硬 陆志玲脸色瞬间煞白 转身就想逃跑 不料伯望一把拉住他的手 紧紧扣在了怀里 他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随后陆志玲被强行拖上了一辆家常的房车 他跌坐在真皮座椅上 狭小又陌生的空间让他不敢发出一丝声声音 突然他的脚被捉起了 别碰我 陆志玲克制不住的低声惊呼 只见他对面的伯望玩味的笑着把玩着手中的玉泥 真是可怜 伤成这样 我都心疼了 伯望突如其来的温柔让陆志玲更害怕 他不知道男人到底想干嘛 此时车外等候的管家到你们来 他们是特意过来询问陆志玲肚子里的孩子父亲到底是不是伯望 看到这话 陆志玲难堪到耳根发红 那一碗是他的初音 这一点想必当事人伯望再清楚不过 这样问难道是特意来羞辱他 去伯家名下的私人医院疗养 伯家的孩子不能随随便便留下 陆志玲努力调整呼吸开口道 伯先生 一个月前是风潮和大发射的局 和我无关 我绝对没有攀附额前的意思 陆志玲哀求伯望放过他 他跟伯望保证从此再配搏消失 并且他身体不允许流产 说罢他的脚心一阵剧痛传来 伯望用棉签狠狠戳进他伤口 看着他痛到惨白的脸 伯望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这么说你还是无辜的了 可惜 我伯望不信世上有打不掉的胎 男人是举国文明的豪门变态恶神 只因女人怀上了他的子 他便想打掉他的腰子 伯望镜子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陆志玲虽然看不见 但匕首的尖锐似乎能刺穿他的心脏 随着刀剑渐逼近 他咽了咽口水往后退 刀剑从他胸前轻轻划到了腹部 只见伯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我还没见过女人的内脏 应该比男人的长得秀气 陆志玲若大磕的汗珠瞬间往下谈 这是来自死亡预告的恐惧 难道这个变态的男人要生坡了我 我怎么会遇上这种疯子呢 说起这个疯子还真的有段故事 伯望原本是首富伯家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长孙 却因五岁一场车祸事故失踪 二十岁才被伯家意外巡回 当时他已经成为了 独场里狗辣嚣张的把手头子 回归这五年他变得加厉 放浪行海 凭一己之力承包了博家所有的黑量 人人都知道惹上博望绝无活路 陆志玲希望给陆家留下最后一点血脉 他用颤抖的嗓音一次次求饶 恐惧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博望突然一愣 只见鲜血滴落在陆志玲的裙子上 陆志玲徒手握住了博望手中的匕首 我不想死 求你放过我 下一秒他却被博望恶狠狠推在地上掐住了博 我可没那么好心 此刻他狭长的眼中露出了一亩变态的兴奋 就在刀尖正要落下之际 一声少爷把他叫住了 管家淡淡说道 老太太打电话来请您不要乱来 还有让您和陆小姐尽快完婚 博家的孩子必须堂堂正正出生在博家 博望瞥了一眼管家后一声失笑 是我疯了还是老太太疯了 竟然要我取算计到我床上的女人 老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死相逼 他以博望难堪的视频威胁 只见管家淡定的拿出了手机 博望一把夺过了手机 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他表情瞬间凝固 此时快要窒息的陆之灵 好不容易能吵析 一阵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他努力睁眼 眼前有一道虚影转头看向他 虽然男人的五官看不清 可是他感觉到他的视线 犹如万丈深约 深得可怕 哪怕一眼都能让他粉身碎乎 他心生乱意不由地往后退 突然博望一把抓住陆之灵纤细的手部 闭脸邪恶询问管家 老太太定下日子了吗 老太太定下了三天后 您和陆小姐打婚 好 我去 博望的大手捏住了陆之灵的下巴 他温柔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变态告诉他 陆小姐 多吃点饭 养足精神 也好让我以后慢慢玩 落魄蚌眼千金被迫嫁给豪门变态恶手 不料婚礼当天新郎却另有其人 陆之灵被安排住进了国家名下的私人疗养院 管家带着律师冷漠的出现 看来陆小姐已经做好当国家少奶奶的准备 在陆之灵听来这话时嘲讽他贪怒虚荣 在过去一年里被蜂巢伤害的时候 他试过求救 可最后还是被认为是无理取暴 在蜂巢身边尚且插尺难飞 更何况现在落入了全是滔天的博家 于是他平静地反问 我逃得掉吗 管家沉默了片刻后拿出了两份文件 一份是婚前财产公正书 另一份则是博望和陆之灵的私下协议 协议大概意思就是 只要孩子是博望的 那么婚姻可以维持到哺乳期 也就是说一旦哺乳期结束 他就得滚蛋 管家当即给陆之灵念完协议 对他丝毫没有反应管家语气 突然严厉了些许 陆小姐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要不是老太太看中你腹中博家的骨肉 像你这样敢先人套我们大少爷的 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现在你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陆之灵突然开口道 把外面孩子们玩的玩具买给我 我就同意签字 管家一脸差异 并敢肯定这女人是个傻子 那就是个不值钱的破玩意 三天后婚礼会场丁克一致 国家老太太丁玉君正在大发雷霆 只因伯望静缺席了自己的婚礼 这是伯望父亲的红颜知己 玉云飞来到丁玉君身边轻声说 老太太 伯望胡闹 您别气坏身子 幸好今天的来宾都是自己人 不会传扬出去的 走个行事就好 丁玉君气得不行 新郎都没来怎么走行事啊 玉云飞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陆之灵 确认了他是个瞎子 便更小声建议老太太随便找个人代替行李就行 反正他嫁进来也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只要孩子安然无恙便可 不曾想这些话都被陆之灵听了进去 丁玉君皱着眉探向陆之灵 见他手握口花 温顺乖巧的模样 表示实在不忍心 见状玉云飞继续说 他就一破落户的女们 能嫁进伯家都是抬去他 经过玉云飞再三劝说 老太太妥协了 在众人一样的眼光下陆之灵 和一位身形高大的女佣完成了婚礼仪式 仪式结束后 女佣把陆之灵送回婚房并请他早点休息 说大少爷有公事今晚不回家了 随后便推门离去 确认女佣离开后 陆之灵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瞬间 随后缓缓摘掉头沙感叹道 瞎了五年 没想到复明后还要继续装瞎子 累了一天他一头就栽进床里 虽说婚礼上新郎故意不出现 洞房花竹叶 新郎未归 对新娘来说都是七尺大乳 但对陆之灵来说那是值得庆幸的事 此时他看着手中小狗模样的童妻 回忆着小童妻的男人 他是出自于清大师手的生肖童妻 当年吵到了天价 被宠爱他的爸爸买下来当他的生日礼物 如今陆家败了 人没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抢走了 那天在疗养院 他一眼就认出了孩子们手上的正式词 时隔五年 他再次摸到陆家的旧物 不禁落下来悔恨的泪事 五年来他浑浑噩噩一事无成 既然现在他复明了 那么一定要拿回陆家失去的一切 男人就是变态本派 绿茶只想跟他打不可 他却要玩打地数 国家的别墅里一个泳池派对正在进行中 五彩斑斓的灯光 心快悦耳的音乐 恶挪多姿的身影 一片欢声笑语 可一切似乎都跟博望无关 此刻他只关心那个跟他激情过后 并怀上了他的宰的女人陆志玲 他死死的盯着手机 直到信息那头管家告知他 陆志玲只是要了一个不值钱的玩具 就爽快签字了 听到自己只值一个破玩具 他一脸不爽 我他妈那是被当猴耍了 忽然一位身材火辣的比基尼小茶 坐上了博望的大度 并一脸狐媚的挑逗着他 我少 怎么不下去玩呢 只见博望不发一语的灌了一杯红酒 郑凡真的看不见了 不好意思 小茶还真的看不见 他冲着博望柔柔一响 开口就说起了博望的声势 还Q到了他早逝的母亲 博望直接抬起小茶的下巴 一位深长的表示 你想玩什么呀 小茶眼看博望挺通情达理 一点也不像外界传的那么可怕 他便想抓住机会吊住他 下一秒他用指尖 在博望结实的胸肌上打圈圈 表示只要和博少在一起 玩什么都可以 还强调了自己喜欢玩刺激的 博望起了起身 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脚 玩打地鼠怎么样 下一秒只听到阿医声 小茶已被博望推下了勇士 想在他身上找存在胆的女人 博望见多了 但是小茶偏偏触碰到他的逆铃 这是在找死的边缘来回摩擦 紧接着一叠厚厚的钞票 散落在了小茶附近 小茶见状兴奋不已 没想到票子来得那么快 在他得意忘形之际 一记黑色皮鞭狠狠抽到水面上 不知道何时博望手中 生出了一根黑色皮鞭 他表示谁抢到皮鞭打到这个地数 钱就归谁 打得越多钱就越多 小茶瞬间傻眼 金龟没掉到反而吃了鞭 泳池里的一群顽固纹身后 马上蜂拥而止 场面一度适合 伴随着于训镇 淒厉惨叫闹剧持续进行中 真的找死也不挑日子 只见博望变态的仰天大笑 此时博望的小弟李明怀 带着一答厚厚的资料出现 旺哥 仔细审问过那两个人了 他们确认陆志玲那晚之前和之后 都没有别的男人了 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明的 博望拿过资料 眉头紧锁审视着 眸光里似乎泛起一缕 蠢蠢欲动的杀影 新婚夜新郎跟绿茶玩得不亦乐乎 新娘却在婚房倒头就睡 指引两人糟狗男女仙人跳被迫协议结婚 泳池边上一声声淒厉惨叫响涉心境 打地鼠的游戏持续进行中 只见小茶咕爹喊娘的哀唬着博望放过来 可博望丝毫不为所动 此刻他死死盯着手中的照片 李明怀把风潮和大花五花大绑并教训了一顿 审问后得出了结论 陆志玲肚子里的仔一定是博望的 看到照片里的风潮和大花被揍成了猪头 连博望都感叹李明怀这手段够黑的 都是跟旺哥学的 还有根据风潮交代 仙人跳没有嫂子的手柄 嫂子是无辜的 而且嫂子还经常遭到这两人的虐待 要不我去给嫂子报仇 只见博望抬眸盯着李明怀 如果眼神能刀人恐怕李明怀都被千刀万挂 嫂子 李明怀心底一惊不由的后姐都凉了起 原本以为博望都跟陆志玲结婚了 那他肯定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没想到拍马屁竟然拍马腿上了 博望把照片塞到李明怀手上警告他搞清楚状况 他只是个生孩子的工具员 被吓到腿软的李明怀立马道歉 表示只是单纯觉得陆志玲是无辜的 博望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 他表示没有人在足够利益面前一直无辜 而且他一定要撕开他的皮看看他的真人 另一边在偌大的新房里陆志玲已入睡 只见他眉头紧锁嘴里喃喃道 不 不要 他做梦了 那年他作为家族唯一的小公主降临到这个世上 有疼爱他的爷爷 宠爱他的父母 还有六个从小到大都爱护他的哥哥 爷爷还发花 将来谁掌管陆家陆志玲说了算 梦境颠倒 记忆交错 此时漫天大火 数不清的火星子迸射出来 小七 你要好好活着 不 你们快逃出来 突然热浪爆炸般营炼冲向陆志玲 他一下子高烫的从梦眼中醒过来 一身冷汗 眼角寒泪 久久未从梦境里清醒过来 他沉默了许久低谋紧紧握住手中的小狗铜器 他发誓陆家失去的一切 总有一天会全部拿回来 破产盲眼千斤凤子嫁入豪门 妥妥上演一场豪门力劫戟 无视多嘴咙咙 制作任性小叔 清晨陆志玲衣着整齐坐在床边 美德宛如一卒优美的画作 此时女佣将扶生推门而尽 大少奶奶 我来扶持您喜宿 可当我看到陆志玲的那一刻 他差点惊掉下巴 陆志玲不仅换好了衣服 而且他还有种说不出来的好看 大少奶奶 你已经换好衣服了 陆志玲淡淡一笑道 我只是眼毛 并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说完他抬了抬手 故意露出了手上的伤痕 营造出一种瞎子生活中 难免有各种磕磕碰碰的假象 看到陆志玲受伤了江扶生一场紧张 大少奶奶有宝宝啊 不要乱动 就让扶生服侍您 见状陆志玲说道 小伤 回头你帮我找个手杖就不会受伤了 江扶生只好答应陆志玲 随后扶起了他往外走 因为现在是用早饭时间 顺便可以见过各位太太 博家格局大的离谱 走廊长得似乎走不到尽头 不时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经过 对这个突然嫁入博家的盲女表示好奇 其实更多是瞧不起 甚至还不想上前问候 毕竟博望的荒唐人尽皆知 大部分人认为他很快就会换掉这个刚进门的新娘 一群爱嚼舌根的长舌妇 独生回头给了他们一个恶死很的眼神 让他们自己体会 并安慰陆志玲表示 大少奶奶您是老太太清点的长孙媳妇 野里那群人瞎避避 没想到陆志玲淡定从容表示他没关系 此时他在福生眼里就像一枚皎洁的月光 陆志玲想着以后在博家更便利生活 便好奇询问江福生博家的格局 这位大少奶奶真不是普通人 被奚落成那样还有心情问起博家格局 随后江福生便一一介绍了博家的格局 博家主楼有六层 其中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住的是三楼 其他楼层就是其他的少爷小姐住的 后院还有各种运动场 大剧院 训兽场 这一切也挺符合豪门配置 没什么特别之处 反而陆志玲更在意博家复杂的人际关系 别的先不说 就博望父亲的两位红颜知己 一个是著名女星玉云飞 生了一子一女后入驻国家 另一个是博父的秘书夏美琴 也是母凭子贵踏进了豪门 然而两人一直被对外宣称是家人 是知己 没有实际的名分 也不知道今天要见的是哪位太太 在江福生的搀扶下两人终于来到了饭厅 突然一个篮球像是故意要砸像陆志玲一样凌空飞来 江福生大喊着 小心 可陆志玲仍然平静往前走 随后轻松躲过了飞驰而来的篮球 此刻江福生已经吓出一身冷汗 而陆志玲却淡定问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看陆志玲安然无恙 江福生也松了一口气 死瞎子 只见小男孩恨得咬牙切齿冲陆之玲喊道 滚出我家 女人是戏精本精 嫁入豪门第一天就开始装瞎开挂 敢把小少爷踩在脚下 不惜得罪公共的红颜知己 只因他有个人人惧怕的活颜忘老公 志玲完美躲过了篮球的攻击 男孩瞬间恼羞成怒 怎么就没有砸死你这个瞎子 小小年纪一脸阴险不辣 就因陆志玲大着肚子嫁给了魔王 他要教训这个不要脸的心 男孩是国家的小少爷伯真 从小就被惯得任性妄为 是妥妥的混世魔王 他来以后也会跟博望一样是个杀神 但是这一切似乎跟陆志玲毫无关系 他今天要做个盲眼的龙子 只见他一脸无辜的表示 刚才有人说话吗 生气性陆志玲没有听到 博真尖酸刻薄的话 于是想带他继续往前走 被无视的博真气得后 牙槽都要咬坏了 他把腿拢在陆志玲前面 恶狠狠的瞪了一眼扶生 示意他不要多嘴 江扶生脸色苍白 担忧的看向陆志玲 嘴里呜呜呜呜的低声提醒陆志玲小心 眼看陆志玲快要被自己绊倒 博真一脸得意 谁料下一秒陆志玲一抬脚 狠狠的踩在了博真小小的脚背上 博真瞬间痛的嗷嗷叫 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整个范困 夏美琴闻声立马冲上天 你猜我儿子做什么 博真立马躲进夏美琴怀里出唧唧 见状陆志玲立马抱歉的表示 我眼下我看不见 下一秒他的表演再次证明了盲人是看不见的 只见他故意在博真的腿上再踩上一架 这会博真哭得更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不见 夏美琴虽然很生气 但是更心疼儿子 他立马让人叫医生 这会根本没功夫搭理陆志玲 陆志玲一如既往的淡定从容 而江福生都为他捏了好几把汗 因为得罪夏妇人不死也会脱层皮 陆志玲反问道 博旺在这个家地位怎么样 得知了他才是这个家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更不需要担心 既然都嫁给了博旺 那就好好利用一下这位博家大少 福生扶着陆志玲到空桌前准备坐下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志玲来坐这里 陆志玲空洞的眼神看过去 这女人就是婚礼当天建议老太太 用女佣带替新郎的人 也是大明星玉云飞 伯父的另一位红颜知情 她绝对比夏美琴那种小虾米更有心机 看来重头戏就要上演了 温婉乖乔小媳妇制斗 嚣张跋扈婆婆和心机深沉婆婆 全凭她是个盲人 豪门媳妇不好当 陆志玲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可以坐下干饭 饭桌对面玉云飞一脸慈眉善目看向陆志玲 志玲 你还记得我吧 以后你就叫我玉依吧 你不用担心刚才发生的事 是小珍太顽劣自食恶务 只是你下一这个人平时就把她儿子宠上天 她要是闹起来 估计老太太也不放眼里 更别说是你了 不过你别怕 玉依不会不管你了 陆志玲是个聪明人 知道玉云飞嘴上说着漂亮话 实际是想挑拨她跟夏美琴对立起来 只见陆志玲简单的点点头感谢玉云飞的好 继续将一块奶糕放进嘴里 然后告诉江福生 这个不错 帮我再加一块 陆志玲继续当个快乐的干饭人 玉云飞看不懂陆志玲 明明刚刚被刁难完 跟没事人一样 莫不是勃忘取了根木头入门 这是一个女佣走到玉云飞身边 并轻声告诉她 查到了先生今晚回博飞机 还预定了丰林区酒店 预计近期不回家 保密行程 夏美琴都不知道 听到这个消息 玉云飞面上一喜 压低声音道 给我订酒店房间 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切 都被陆志玲听见并看见 玉云飞这是要去偶遇博真龙 自从夏美琴生了儿子以后 博真龙对玉云飞就更冷淡 怕不是看在她为他生了一二一米份上 早就提出分手 她要去挽回这个男人的心 就在此时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是夏美琴 她发疯式的朝陆志玲走来 陆志玲 你踩了我们家小珍还吃得下饭 正当夏美琴伸手要抓陆志玲时 陆志玲慌慌张张站了起来 随后一副委屈的快哭的样子 向夏美琴道歉 对不起 夏姨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边说边后退并撞上了玉云飞的庸人 那混乱之间庸人手上的手机瞬间落地 夏美琴贴了一眼手机屏幕 突然像看懂了什么似的 她目光锐利看向玉云飞 疑惑的 好好的 你定从邻居酒店做什么 玉云飞本想说要去看音乐会能打消夏美琴的猜疑 可夏美琴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 此刻夏美琴已经没心思料理陆志玲 只见她不发一语转身离开 估计也是想在背后默默放大招 玉云飞看着夏美琴离开的背影 顿时被气得内心偶血 回头白了一眼半是不利的庸人 废物 手机都拿不好 庸人满脸冤枉了 是大少奶奶突然撞了上来 好了 闭嘴 陆志玲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表示不是故意的 见状玉云飞连忙安慰道 志玲别怕 她走啊 咱们是一家人有空场联系 玉云飞知道如意算盘打不响便起身离开 陆志玲站在原地看着玉云飞离开后终于挺直了腰板 地旁的江湖声还信有余计的表示 大少奶奶 您运气真好 夏美琴平时嚣张跋扈 被她盯上肯定没好裹足时 陆志玲伸手捏了你耳朵 嘴角勾起了一米淡淡的笑 是啊 我运气真好 既然解决了这些麻烦 接下来就是该承知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了 破产盲眼千金被卖给了豪门变态恶少 当所有人以为她必死无疑时 她竟然活着上门寻仇 暴打施虐着 江北第一人明月 陆志玲被江湖声搀扶着往里走 正当两人走到某诊室外 里面传来了小心翼翼的声音 博先生 使用鞭子需要控制力道 不然会反伤自己 陆志玲现在对博这个字特别明淡 闻言不由地停下脚步并侧目看去 屋内一个医生正颤颤巍巍的帮一个男人 包扎着血肉模糊的手 而男人坐在了医生对面 从陆志玲的角度看 虽然无法看清男人的长相 但他还是大胆猜想男人是不是博望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音 毕竟江北那么大 姓博的也不一定就是博望 他瞬间收回视线继续往前走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303病房前 正当江湖声要伸手敲门之际 陆志玲竟熟练地抓住门把直接打开了门 江湖声瞪大了眼睛不由地怀疑陆志玲是看得见的 病房里一男一女包扎地跟着木乃伊式地躺在病床上 伤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另外一位憔悴的中年男人站在窗边触了声 听到开门声后中年男人回过头 看见陆志玲后瞬间眼眶泛红 前后双膝跪 头重重地磕在地上 小姐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老爷和夫人 让我禽兽不如的儿子伤害了你 不然被行了个大理的江湖声受损过惊 可陆志玲却一脸平静 下一秒他放开了江湖声的手 并绕过跪在地上的中年男人 竟自往病床方向走去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没有一点盲人的感觉 病床躺着的是半死不活的风潮和大 风潮被打断了一条胳膊 身上还有多处肉眼可见的鱼青 风潮看见陆志玲的那一刻震惊不已 毕竟能在活颜望不忘手中没有人能活下来 陆志玲讽刺地笑道 亦不意外 惊不惊喜 看到我还好端端活着 躺在隔壁病床的大花也有气无力低声怒吼着 死瞎子 你怎么还活着 只见陆志玲嘴角露出一门邪魅的笑 当然是为了站在你们面前当面寻仇 还要感谢你们二位 让我当上了博家少奶奶 风潮和大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二 这个震惊的消息把他们吓得眼珠子都快滚出来了 陆志玲把玩着手中的手杖气氛有点阴森 别太激动 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拜二位所赐 所以只要我陆志玲活着的一天就不会忘记二位的大恩大女 喝吧手杖一挥 粉粉落在大花受伤的腿上 只见大花一声惨叫过后瞬间晕死过去 豪门少奶奶的秘密被女佛发现了 女佛能否活过今晚 陆志玲上门寻丑狗男女被吓得魂飞魄散 随着手杖一共滚下去 大花痛得嗡嗡嗡 他不得不找个T4鬼 说一切都是风潮搞的鬼 包括把陆志玲卖给了佛王 风潮听到大花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他气得都快炸了 只见陆志玲谋光阴陈略带杀气 别着急 两人都有份 风潮和大花从来没见过陆志玲这种表情都快吓尿 下一秒风潮马上装孙子向陆志玲道歉并求饶 陆志玲根本不想听他废话 手杖一挥 重重打在了风潮那条蛇了的胳膊 并方以淒厉惨召此起鼻子 看完了陆志玲一系列的神操作 江福生顿时心底一惊 没想到少奶奶天使面孔下还有魔鬼的灵魂 下手也推中了 见风潮和大花已经昏死过去 陆志玲收起了手中的手杖 朝跪在地上的风筝走 全程低头不发一语的风筝此刻表示 小姐打得好 就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他竟然瞒着我欺辱了小姐名那么久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他眼神里充斥着懊恼和悔恨 陆志玲并没有责怪风筝的意思 因为五年前要不是风筝的好心收留 他早早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风筝是个忠仆 他说为了报答当年陆志玲父母的恩惠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陆志玲蹲下想扶起风筝 可风筝依然认为是自己的错 他老泪纵风表示 会给先生和太太在天志玲一个交代 陆志玲太了解风筝的忠仆之心了 他无非是想杀掉他们再自杀 心思被看穿的风筝一下子愣住 陆志玲告诉他 只要收集这些年风筝带他到不同医院看病的病例 应该够把他送进去吃牢饭 此时的风筝已陷入了无限自责中 他深知这些都不够偿还对陆志玲的亏钱 但陆志玲不会让风筝为了一个风潮赔进去半生 他拍着风筝的肩膀告诉他 既然要偿还那就换一种方式 陆志玲表示他要重振陆家 但是他毫无根基 需要有人帮忙 风筝没想到自己的罪人身份 还能有帮到陆志玲的机会 他自责之余还有些许感动 风筝看向陆志玲发现了什么事 小姐 你的眼睛 陆志玲笑道 风叔 我能看见了 风筝激动万分表示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忽然砰一声传来 江福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害怕的下意识后退撞到了病床脚上 思玲和风筝同时看过去 此时江福生像开了震动模式一样贴在了门上 大少奶奶不是瞎子 他要重振陆家 那他嫁入国家是要干一票大的 甚至都想象过自己的108种死法 陆志玲嘴角微微微起了一抹看不懂的笑 渐渐朝江福生走去 既然你听到了那就没办法 强大的压迫感随之起来 江福生小小的身躯已经缩成了一团 随着陆志玲的逼近他发出风潮同款的哀嚎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会叫的 我真的会叫的 陆志玲缓缓朝江福生伸出手 没想到下一秒 江福生直接被吓得灵魂粗鞘昏倒在地 一个病房瞬间就昏死过去三个 陆志玲有些无奈的暗了暗太阳许 感叹到真是不惊吓 男人是暴虐成性的豪门变态恶伤 可没想到他的童年竟如此凄惨 结婚一周陆志玲忙前忙后复仇打怪生计 博望却顾着在外玩乐 两人一直井水不放河水 可今天陆志玲突然向江福生打听起了博望 大少爷跟传闻中一样 虽然长得俊美 但是脾气暴力 不过博家内部有个奇怪的传言 据说博望五岁那年车祸时失忆 兜兜转转被一个屠库收养 在屠库家受尽非人的虐待 更甚的是把他当成牲畜一般关进狗笼里面 听了博望的惨痛 童年陆志玲突然茶都喝不下 这是虐童吧 幸好没几年 那屠宰场一场大火 把那屠库烧没了 大少爷才逃了出来 眼看陆志玲打听博望的事 江福生竟以为陆志玲喜欢博望 这想法着实天真 只见陆志玲冷笑道 不服你 你想多了 好了 言归正传 这五天下来你跟我学的泡茶手法会了吗 我有在认真做补剂 只是步骤虽学会 但泡的茶依然难喝 陆志玲淡淡告诉江福生 慢慢来 不用着急 短时间内学个形式就不错了 陆志玲的优雅淡定让江福生看淡了 他仿佛像几天前在医院那样 安静地解释自己的事情 他装下不是为了在博家谋取利益 而是不想惹麻烦 徒增烦恼 他只是想借博家重生 收回陆家的老乌剑 没有威逼没有利用 让江福生直接就上了嘴船 突然江福生问陆志玲 要收回陆家的老乌剑 既要花钱又要处理 又苦又累 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陆志玲逼某眼神透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他回忆起陆家23口人被活活烧死的惨状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消失已久的物件重回陆家 不过你刚才说到重点了 确实需要钱 陆志玲顿时心生一计 你说 老公不回家 老婆是不是该给他送点什么东西过去 江福生一听 果然你还是关心大少爷 喜欢大少爷的 江福生别傻好房 陆志玲那是要去圈钱的 闹市区里一辆豪车停在了江北城最大的黑桃会所前面 陆志玲乔装打扮从车上下来了 江福生捧着茶叶跟在身后 两人大步走到黑桃会所路口处 门口两位小哥哥端着盘招呼着 欢迎光临 还随手给陆志玲发了两朵粉色的小龙花 陆志玲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江福生立马上前警示 今晚黑桃举办Ping Queen总决赛 用来贴在你看中的牛郎之女身上 看着手上的花陆志玲比一道 还牛郎之女 真会玩 小福生 突然一个熟悉又讨厌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个油腻的黄毛朝两人走 他叫寂静 伯旺的跟班之一 妥妥的一枚花花公子 江福生立马鞠躬问好 接二少爷 黄毛轻浮的口气挑逗道 哎呦 都那么熟了 叫我敬哥哥 黄毛以为他过来给伯旺送东西 他好心告知江福生 伯旺今天不在 下一秒江福生展开了浮夸的演技 故意高声道 大少爷不在啊 家里给他送了点茶叶 他不在怎么办 这只黄毛余光挑到了旁边的陆志玲 他不要脸的上前拉起陆志玲的手 美女 要不要一起喝点啊 女人只应给傅少煮了一杯茶 就赚了几个亿 不知道是他茶一过 还是傅少人傻钱多 这天陆志玲带着江福生来到了黑桃会所 刚进门就被傅少寂静缠上 非要请陆志玲去喝饮料 江福生立马上前解味道 他是我们老太太最最喜欢的主持人 不如让他为您煮杯茶吧 你听到是老太太的人 寂静脸色大便后退了几 险些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正好江福生给了台阶 他就顺着想 好吧 那就替我泡杯茶吧 正好可以行行酒 两人跟随寂静来到他的卡座 随后陆志玲一套行云流水的煮茶功夫 谁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 此时傅少们还谈起了不忘 说他前段时间发明了一个有趣的打地鼠游戏 玩游戏那女孩已经看了两位精神科了 随后一阵怪异的笑声随之想起 陆志玲听着手中的动作顿了顿 可细想后还是做生意重要 便继续手中动作 一会公布茶饮之后 原本酒气冲天的会所 瞬间茶香四溢 继二少爷 请 寂静端起茶杯 细品了起来 吞香丝滑的甘味直入喉咙 让他不得不为之惊讶 连酒都醒了 随后看向陆志玲 国家的茶叶果然名不虚传 地旁的人马上起哄 旺哥不在 你这拍马屁给谁看了 滚滚滚 喝你们的茶去 小福生 这个茶给我一些可好 我可以带回去给我奶奶 他老人家一定欢喜 见生意上门了 江福生机智地亮出茶罐上的小卡片 想买茶也请到归期楼 找风阵风老板 众人纷纷记下地址 随后前来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 陆志玲自小跟金鱼茶道的 二伯母学艺 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 赚钱虽难 但是利用博望的圈子 赚钱就容易多了 陆志玲眼看附上门 对自己的茶都感兴趣 他知道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他告知江福生先去趟厕所 后再里面 陆志玲按照 只是走进了一条婚案走廊 这里异常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走了好一会都没找到厕所 正当他要往回走时 旁边的房间里传出了细微的声音 他透过门缝看去 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站在里面 男人正仰头喝着饮料 一手插着裤带 侧脸如雕塑般精美 不由得让看的人醒目飞飞 原来男人也可以长得这么妖精 志玲猜想他大概是江福生口中的牛郎 看相貌 身材 气质 八成是今晚的压轴极品 此时男人发现了门外的动静 他回眸一个犀利的眼神 谁 男人堂堂豪门哨 却被老婆误以为是夜总会偷拍 随手就打赏了两朵小花花 陆志玲透过门缝看到房间里的男人 不禁感叹他的盛世每年 还有妖精般的身子 瞬间就看傻眼 此刻他别对想不到这男人 竟是他的活颜王老公不忘 博望似乎察觉到门外的一样 他瞬间投去凌厉的目光 结果门口却空空如影 也许是错觉吧 随后博望双手插都大步离开了房间 并没有发现藏在门后的陆志玲 博望离开后陆志玲终于松了一口气 回想起男人凌厉的眼神 还是忍不住打了个毒素 看来也是个见过大风大浪的牛仔 下一秒他盯着手中的小花花 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把花贴在了博望的房门上 心里还预祝他早日当上黑桃会所的头发 贴完小花花后陆志玲便转身离开 一小时后万众瞩目的牛郎之女总决赛即将开始 博望刚走进会场 经理连连鞠躬问好 还客客气气的为他准备了上座 可显然博望并不是来看比赛的 一脸阴沉的模样更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随着他的登场 全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在场的众人在他面前跪成了瘾 博望没有表情的扫射了底下的一群人 手中肆意的把玩着两朵小花 他想知道这两朵美丽又刺眼的小花 是谁放在他房门上的 结果在场竟没有一个人知晓 可是大伙都知道摊上大事 经理立马把会所里所有监控都掉出来 也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家伙竟敢得罪活颜王 今天要是不找出罪魁祸首恐怕要出人命了 就在此时博望瑞丽的眼神似乎发现了什么 监控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了 他质问道 那是谁 寂静颤颤微微表示 博哥那是您家女佣小扶生和您家老太太的主茶师 今天过来给您送茶的 一旁的富少也连忙复合 对对对 我也记得 博望从来没见过这个主茶师 他一脸好奇他到底是谁 陆志玲虽然乔装了一番还戴了口罩 可有种熟悉感是曾经有过亲密接触的伯望所忘不了 此刻他大带猜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陆志玲 他狠狠捏紧手中的小话 顺怒的起身 准备回家揪出羞辱他的小狐狸 眼盲协议妻子错把活颜王老公当年了 老公气势汹汹回家找他算账 却意外发现了他喜欢自己 可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 夜幕低垂神山伯家格外清朗 庸人们抱着一幅幅画从走廊经过 陆志玲被江福生搀扶着正要回访 看到画的瞬间 他好奇为什么藏画里掺杂着一些不是名画的画 江福生告知他 那些画是大少爷小时候画的 那时候他记住名字长老先生 三岁学画 四岁得奖 说到对江福生有点感慨 可大少爷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为此老太太非常伤心 就在此时江福生收到游逆富少寂静的短信 江福生读完信息后震惊到 大少爷今天在黑桃会所大开杀戒了 不是不在吗 江福生继续说道 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 把大少爷当成了牛郎 把投票花贴他门上 大少爷当场就发飙了 这零被挤一凉 这熟悉的情景 他想到了自己贴的那两朵花 完了完了 前两次见博望势力都没恢复 压根没看清他的模样 没想到这次误打误撞进还闯破了 他身体一将低声问江福生这个事情严重吗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也传言当年博望在北岛做打手的时候 被强迫当过牛郎 当时那几个强迫 所以没得好下场 所以这个狗胆子的家伙必死无疑了 此刻陆志玲平静的声音透露着几分诡异 你猜我的投票花哪里去 江福生更是恍然大悟 原来你就是那个狗胆子了 那你还是赶紧逃命去吧 可陆志玲知道逃不了 冷静下来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于是他开始设起水果压惊 江福生呆呆看着这个十两金元的孕子 片刻后陆志玲打了个宝格 他想知道这么绝情的博望会对什么人有利润 大概对心爱之人吧 可少奶奶你 江福生突然说不下去 做他深爱之人没可能 那么深爱他之人总可以了吧 他一脸隔一似乎已经知道破解死局的房子 于是伯家大门砰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走了进来 庸人见识大少爷立马上前迎接 并表示已经为他备好了夜宵 可不忘看都没看他一眼 镜自往里走 庸人愣了一下 大少爷这是要回婚房 此刻他缓缓抬眸 看向三楼的某处 目光忧沉 薄唇勾起了一抹邪魅的影 今天晚上应该很有意思 不意会他来到了婚房门前 里面传来的陆志玲和江福生的声音 大少奶奶你让我带茶楼的主茶是给少爷送茶 我没有办法 很对不起 他不再又不是你的错 但是福生不明白你关心大少爷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 他对我有误解 我的关心只会让他不舒服 可我单纯想让他喝点茶 节节酒 气氛都到这里 江福生故意提高音调说道 大少奶奶 这个家人人都说你是账度攀附 可我看你像是喜欢大少爷 此刻门外的薄望听得一清二楚 此前陆志玲对他大多是惧怕 今天听到喜欢这个词让他久久缓过神爱 男人是个超帅的蛇精病 只因女人说非他不嫁 他就想赶掉他的妖子 薄望怒气冲冲回家寻仇 却意外发现陆志玲爱慕他的秘密 此时他不动声色站在门外偷听 其实那都是陆志玲故意说给他听的 目的让这个风梯大佬看在他是他爱慕者份上能放过他 只见薄望低头露出轻蔑的笑 他恐怕觉得那只是陆志玲想在博家站稳脚跟的可笑手段的 房里的陆志玲沉默了一会 突然传来了淡淡一信 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习惯 小时候学画就被一幅叫出生的话吸引了 还吵着要拜师 后来被告知那是博家长子的话 也是个小孩 于是我又吵着 陆志玲预言又止 江福生好奇追问到底吵着什么 陆志玲不好意思的顿了顿回答道 吵着 要嫁给他 薄望被陆志玲的语出惊人吓得震惊了三秒 马上回过神 心想着这勾搭人的路子倒是别出心裁 不看脸 不看家事 看上话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薄望实在没耐心听下去 他转身推门进了房间 江福生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一脸恐惧看向这高大的声音 大少爷 出去 薄望一副冷漠的样子缓缓走向陆志玲 随后凑到了陆志玲身边 大手捏住他的脸 我要和我的爱慕者好好说说话 见状江福生拭去的夺门而出 陆志玲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呆滞的眼神让他看上去多了愤青了 就这样薄望冰了他虚极 然后他伸手松了松了领带 语气充满了讥讽和不幸说道 和我说说那幅话怎么让你飞我不嫁了 陆志玲一脸紧张表示 就是觉得话很有趣 薄望吃笑一声反问道 没见过鸭子生蛋 又在他低头的瞬间 目光落在茶几上的水果刀 陆志玲接着卖力演出 脸色略带着娇羞与兴奋 见过 只是你画里的小鸭子破壳的 第一时间看到的是海边的日出 听到的是鸡蛋破裂的声音 与此同时薄望已经拿起水果刀 缓缓朝他走开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 陆志玲努力保持着阵地 远处海滩上还有一只 从沙里冒来的小螃蟹 整幅画小鸭子破壳是核心 但其实画面全是出声 此刻锐利的刀尖 在距离陆志玲褐色的瞳孔 只有0.5公分处停下 可他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动摇 甚至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微笑 就连清晨的太阳也是 所以才觉得有趣 此刻薄望的笑意凝固在唇边 真瞎子 黑桃会锁的人不是他 他随手抽走了小刀 嘖嘖了两声 变态老公想让我死 仅仅因为我主动吻了他 陆志玲完美的演出看上去 似乎骗过了薄望 他嘖嘖了两声后 扔下了手中的刀 力愿落地的清脆声音 让陆志玲缩了缩肩膀 并一脸恐惧表示 什么声音 话音刚落一只冰冷的大手 突然就掐住了他的响 粗暴地让他快要窒息 就在他呼吸快要停顿时 薄望竟然没有继续发难 他改成捏住陆志玲的下巴 用拇指倾抚着他的唇半 低沉的声音中 透露着诡异的温柔质问道 听一幅画就喜欢上网 到现在陆志玲才真正明白 薄望最可怕的地方 是喜怒不幸与俗 他永远猜不透眼前的男人 不知道下一秒是安然过关 还是烈火焚身 面对眼前强烈地逼迫他没得选 给自己强力的人设要保持住 他坚定回答薄望 对 我就是喜欢你 喜欢画过那幅画的你 薄望被他坚定地告白 弄得神色一度 然而陆志玲刚想俯上他脸的手 突然停下来并卑微道 但是我知道我不配 我也知道你不相信 些人跳不出我设计的 你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长子 我只是个落魄的残疾人 还有孩子的事 若不是我不能流产 也不会给你惹这一麻烦 我确实喜欢你 但我没有非分之想 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关心你 协议时间一到 我绝不纠缠 陆志玲的卑微 连作者听了都掉泪 可薄望却无动于衷 甚至还更不愿相信 见状陆志玲声音开始哽咽 若大客的泪珠瞬间滚下 来真大 薄望顿时没了笑语 谋色阴沉死死盯着陆志玲 不然他伸手握上他的后脚 直接将人带进怀里 他低头吻向他的唇 狠狠地汲取他的一缕芬芳 陆志玲眼神里略带闪烁 他怀疑他在试探他 陆志玲没有一点反抗 只是长劫微微颤抖 脸颊渐渐染上飞红 下一刻等待他的 将是薄望更肆意的掠阻 陆志玲深知自己没有退路 于是他伸手搂住薄望的后脚 主动回应了他的我 薄望没想到他真敢 他推开了他 此刻寂静的空气中 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 薄望强行压下内心的欲望 看向陆志玲 真的这么喜欢我 陆志玲低头委屈表示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说再多也没用 那我让你去死呢 薄望低沉的嗓音 听起来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陆志玲瞬间吓上 几经艰难活了下来 难道这么快 就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她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女 为了欺骗男人 她不惜对自己插刀 薄望每次见陆志玲 都要跟她玩命 望仔你是想虐死大家吗 薄望低谋看着陆志玲的反 她吃笑了一声 随后转身出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陆志玲 可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是不是就证明陆志玲逃过了一击 片刻后将福生小心翼翼推门进来 过关了没有 刚看到大少爷去了书房 毕时半回应该不会过来 闻言陆志玲才松开 一直握在身侧的双手 此时她的手已经血肉模糊 手心的刀片被鲜血覆盖着 女人狠起来也没男人什么事 陆志玲像是不怕疼一样 用纸巾简单地擦拭着手上的血迹 将福生看着都心疼 并拿出药箱帮她处理伤口 陆志玲担心自己在薄望面前漏起 才会采取极端的方法 不惜伤害自己 不过一切都是她精心设计好的 故意让伯旺看到了水果刀 就是猜准了伯旺肯定会拿起刀对着她 她很聪明但也很心机 在知道伯旺回家的第一时间 就策划了这一切 先前在房里跟江福生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给伯旺挖坑 伯旺也不负所望掉进了她挖好的坑 伯旺明显相信了她会因为一幅画 就暗恋了她失敬 读到这作者怎么觉得旺仔有点狠 即使伯旺查清了录像里的人真的是她 她也会说那是喜欢她才送的花 而不是侮辱 这样子伯旺也不会对她进行歇斯底里的抱 短时间内陆之灵的周祥计划 让江福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直呼之灵你太厉害了 随后陆之灵让江福生交代 风阵做梁朵小龙花扁黑桃会所那边交差 这样她完美的计划才能画上句号 江福生感叹她厉害的同时 也心疼她对自己太狠 陆之灵苦笑道 我对自己下手总比伯旺对我下手好 可是她吸引得太逼真了 江福生不得不怀疑她是真的从小时候就喜欢上了伯旺 只见陆之灵虚了一声 让她冷静 那都是假的 眼淡 暗恋伯旺是不可能的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爱上她恐怕玩的都是心跳 因为她是上一秒可以跟你拥吻下一秒要你死的人 陆之灵好奇伯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此刻陆之灵还不知道 也许从她的一句喜欢开始 伯旺就开始渐渐陷入她的柔情里不能自拔了 男人无视女人 甚至在她面前不穿衣服洗澡 只因女人是个瞎子 书房里伯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翻看旧屋 管家敲门进来给老太太传话 请大少爷今晚留下 明天早上带上大少奶奶陪老太太吃早餐 好验被安排的伯旺马上就拒绝 那我替老爷子和老太太去准备两条绳子挂宁门口 又是这一招 伯旺是下大的 他抬眸完威地看向管家 那你告诉老太太 掉的时候舌头伸长点 正好可以把那个女人吓死一起带走 管家闻言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接话愣在了原地 还不走啊 让我请你吗 滚出去 是 我现在就走 伯旺没有像以往摔门离去 那就证明他同意住下 眼看能跟老太太交差的管家开心的像个二百斤的胖子 新房里陆志玲坐在沙发上搅着一碗冰糖燕污 由于用力不大 勺子碰到隔着纱布的伤口 隐隐的抽筒让他放下了勺子 看来要经营好自己喜欢伯旺这个人设还真的不容易 就在此时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 陆志玲知道是伯旺 可他又假装不知道地问 是谁 伯旺一眼就看到了他缠着纱布的手 隐隐有血色透出 再看看旁边的水果刀 瞬间明白了他应该是剪刀的时候受伤的 你大小脑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也能受伤 看似毒蛇的伯旺其实还是关心陆志玲的 只是他还没发现而已 陆志玲一脸娇羞表示 特意给你炖了冰糖燕污 你喝吗 伯旺谋色意了 难道这女人打听我的行踪了 于是质问陆志玲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住下 陆志玲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死人家 但他并没有理他 镜子朝着浴室的方向走去 边走还边松开领带 随着伯旺的衣物一渐渐落地 一具高大又完美的肉体在陆志玲面前显雾无垠 吓得他马上撇过了脸 可是他还忍不住偷瞄了几眼 伯旺的身材确实很完美 手臂曲线微微鼓起 洗澡水滑落在流畅的背肌上 实在太诱人了 此时伯旺似乎感受到什么似的 骤然回头一个眼神沙 陆志玲强忍着内心的躁动扮演一个正常瞎子 眼看陆志玲呆呆坐在沙发上 他也没想太多 陆志玲虽然不喜欢伯旺 可是实色性能 很难不为之所动 冷静冷静 还是吃口燕窝压压压惊 昏暗的灯光 清脆悦耳的流水声 男人激进完美的肉体 气氛暧昧到极点 只可惜我只能是个瞎子 女人看到一丝不挂的男人 虚然看麻了 还想跟他一同就起 伯旺很快就洗完香香走出浴室 出来时只穿了一条灰色的家居裤 上半身赤裸着 半湿的发丝 身体下微张的脉搏 无度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陆志玲轰动的眼神暗藏着内心的躁动 该死的伯旺身材为什么这么好 紧张得他把手中的燕窝窝得更紧 伯旺低眸似笑非笑了看向他 你还不会以为五热了我就会吃了 陆志玲一脸茫然 什么 没有 连回答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累了一天的伯旺没打算跟陆志玲继续探讨下去 于是转身朝着床的方向走去并说道 你收一下你的小心思吧 叫我这里吐不了什么的 完了完了看样子伯旺今晚是要住下 陆志玲强装镇定放下手中的碗 最后一次试探一下伯旺是否真要住下 我帮你铺床吧 陆志玲现在的人设是从小喜欢伯旺的人 所以他还硬着头皮问了他习惯睡哪一边的床 此刻慵懒地躺在床上玩手机的伯旺玩味一想 你是想要跟我睡同一张床 陆志玲心里的答案是否定的 碍于人设 他作死地问了一句 可以吗 不料伯旺竟爽快答应 可下一秒他又吓唬他 要是你不怕睡醒肠子留一床 你上来啊 伯旺这欠揍的嘴迟早让你追气火葬着 听到伯旺这么说陆志玲仿佛松了一口气 那我今晚就睡沙发吧 他熟练地为自己在沙发铺了一床 跟伯旺到了一声晚安后他在沙发躺下 一到深夜陆志玲压根就睡不着 因为房里躺了个定时炸弹 他转身本想好好规划规划规七楼的发展后续 睁眼瞬间看到伯旺没有盖被子 他想到了伯旺要是感冒发烧还得住家里 想想都可怕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定 他决定了要做点什么 只见他坐到床边在伯旺身上摸索人 对 此刻他是个盲人 他不能是看见他没盖被子 只能摸到他没盖被子 才能顺理成章为他盖上被子 确认伯旺已经睡着后 他拿起被子准备为他盖上 可下一刻伯旺竟突然睁开了眼 你们猜伯旺接下来会做什么 男人是禽兽本兽 人渣本渣 半夜不睡觉 让怀孕的盲眼娇气跪在地上为他数 陆志玲正在给伯旺盖被子 伯旺阴沉的双眸死死盯着陆志玲 四肢的一紧紧攥住了被子 顿了半秒呼吸 故作镇定继续给他盖被子 伯旺没有出声 只是慢慢把手伸向陆志玲 大掌在他脖子前停下形成了虚拖的手势 哪怕再往前就可以轻易结束陆志玲的姓名 完事后陆志玲摸索着回到沙发上 简直不要太可憑 陆志玲死死抱着枕头怕得瑟瑟发抖 心想着要是伯旺长期在家 怕不是被看穿就是被吓死 过了许久陆志玲快要入睡之际 昏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我睡不着 你给我数数 吓得陆志玲从沙发上弹坐起来 此时伯旺已经坐在床边面对着陆志玲 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陆志玲敏感的听力怎么就失灵了 完全没有听到伯旺爬起来的动静 你还没睡啊 伯旺不耐烦表示 睡不着 你听不懂吗 此时陆志玲内心肯定在骂他 睡不着不会灌自己几瓶安眠药啊 死电态 只见他双手抱着枕头 挤出一抹笑容 那你回床上躺好 我给你数 咱们要下一命 伯旺一把将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直接将他拖到了床边 陆志玲还没来得及想今晚是否要同床共振 就被伯旺狠狠按压在地上 伯旺你简直不是人 竟然让一个看不见的孕妇坐在地上 自己却往床上一趟 舒舒服服盖上被子 随后还舔不要脸的发号失灵 开始吧 陆志玲实在没有办法 他缓了缓 配合的开口 一只羊 两只羊 突然伯旺眸眸显一股幽暗的杀意 看向陆志玲 我有让你数羊吗 陆志玲一下子想起了江福生 说过伯旺那些年的惨痛经历 他不止对牛郎有阴影 对羊也有阴影 他马上改口 一 二 三 伯旺若有所思的双眸盯着陆志玲久久不放 四十五 四十六 伯旺骤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捏起陆志玲的下巴 语气里充满了暴力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财富 爱上风批大佬后 睡觉都是只能在地上 若一戒备的伯旺死捏着陆志玲的下巴 你到底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现在说出来没准能留你一条活 要是以后被我查出来 会让你生不如死 陆志玲万万没想到一个告白们能生出这么多时段 陆志玲深知已经无法回头 他温柔地表示 我不需要得到什么 只希望你能永远开心 可是伯旺并不相信陆志玲 他低沉的嗓音里透着骇人的凉意 你知道硫酸胶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吗 见过被打的大小便失禁的赌徒吗 这个男人真的变态 字字句句都在威胁 陆志玲内心不禁颤抖 但他还是要更努力维持着表面的瓶颈 他轻轻握住了伯旺的手 伯旺 我已经签了你给的协议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伯旺冷笑一声 人的本性是贪婪的 协议是控制不了躁动的心 我在你眼皮底下能翻出什么花来 在这期间如果我有问题 你随时可以处理我 不是吗 伯旺看着他纤细的手许久没有说话 心想着一个盲人确实也翻不出花来 于是他躺回了床上 命令陆志玲继续为他手术 陆志玲下意识摸了摸 被伯旺捏出了血印的下巴 可在伯旺眼里 他就是一两花痴在回味 伯旺只能继续有气无力鼠腰 47 48 40几 50 70 71 已经后半夜了 陆志玲又困又累 数着数着他眼皮子都垂下了 此时伯旺还没睡 他看向睡着的陆志玲 难得大发慈悲没有叫醒他 就这样静静看着他彻夜未眠 在地板睡了一夜的陆志玲 起来腰酸背痛腿抽筋的 他舒展筋骨的同时 眼神竟对上了坐在床上的伯旺 他像急了一头盯着猎物的 眼睛红通通的 他是早醒了 还是没睡啊 到底盯了多久 他要继续留在这 我恐怕会精神衰弱 在外人眼里 他们是凤子成婚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那是一场被设计的意外 然而对于豪门而言 那就是一桩愁 清晨伯旺犹如猎犬般 死死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颤抖的内心 有点不知所措 他努力地维持盲人的平静 他摸索着找到了手杖 他打算去御室洗漱 就在此时门外 传来了江福生的声音 大少爷 大少奶奶 老太太请你们过去用早餐 陆志玲很自然地凑到床边 温柔地叫伯旺起床吃早饭 江福生的及时出现 让陆志玲松了一口气 餐厅里老太太见到 许久才现身的伯旺 就开始给他驯化 一天天也不知道忙什么 连陪爷爷奶奶吃个早饭都没时间 伯旺对于这样的事 已经稀以为常 他不发一语缓缓作息 老太太则被玩伯旺 接着给陆志玲加了个尖鸡蛋 语气慈爱了许多 你有宝宝 要多吃点 谢谢奶奶 陆志玲配合地笑了笑 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他知道老太太对他好 仅仅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下一秒老太太微笑道 志玲 听说你收集了风潮和大花的罪证 准备告他们 陆志玲知道肯定瞒不过 伯家强大的情报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太太竟然命运销毁了证据 阻止他复仇 然而他无力反抗 只能默默接受这个结果 我明白了 奶奶 从刚开始一直装哑巴的伯旺 突然不懈地讽刺道 你明白什么呀 老太太是怕你跟我的丑闻 闹得人尽皆知 被看穿心思的老太太 深感不悦看向伯旺 我是为你好 为你们的孩子好 要是被人发现 伯家继承人是被要出来了 孩子将如何自处 文言陆志玲有点意外 老太太竟想让他的孩子继承伯家 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 既然老太太看中这个长孙 完全可以找个 门当户队的高能千金 就在他存衣之时 老爷子向海东班附会老太太 对对对 要是让别人知道 王志玲一下子没绷住 直接咳了出来 他听到的是什么 伯旺不行 地旁的伯旺脸色瞬间铁青 他眼神充满了杀意 看向老子 脑子行 脏话都飙了出来 是玉君说你身边没个女人过夜 老爷子得了老年痴呆症 没了当年吃炸商场的影子 留下了一身憨 他接着口无遮拦说道 我大孙子真厉害 第一次上战场就搞出人命 果然是做将军的料 伯旺的脸色更加难看 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临 老太太让下人马上带走老年子 免得要上演一场人伦草 下一秒老爷子一点都不会脱彩 随后老太太笑盈云看向两人道 等你们的孩子生下来 我会亲自教养 伯旺 伯家该是你的 奶奶一定为你争取 只见伯旺不屑地低笑一声 我的 老太太脸色一将表示 你笑什么 伯旺一双黑毛里透着丝丝玩味 要帮 是不是也该帮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是 伯旺勾存一笑 老子想死 你帮我一把呀 破产盲眼媳妇生活不易 在家要制斗婆家人 在外还要手撕黑心大白脸 伯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看向老太太 老子想死 不如你帮我 老太太彻底将在哪 伯旺没再说什么扬朝而去 陆志玲沉默坐在位置上 余光瞟到了眼眶放红的老太太 眼睁睁看着伯旺离开 难道因为伯旺又黏流落在外 她对她的愧疚 可是这神情似乎不止这些 伯家也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忽然陆志玲的手被抓起 老太太激动万分表示 志玲你一定要好好生下孩子 陆志玲温顺点了点头 因为她本来也没有不胜的权利 不过一想到 博家的两位夫人 为了尚未做的迷死我婆 老太太还想培养她的孩子 成为继承人 想到孩子还没出生 就被卷入争拳风波 她不禁心疼地摸了摸肚子 实在不忍心把她留在国家 早饭过后 陆志玲来到了坐落 在郊区的龟七楼里打卡上班 看到风阵把茶楼打理得 仅仅有条她灰心一想 并对归七楼的后续发展 制定了一些计划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陆志玲一正 目着双眼看去 一身名牌的女人 缓缓朝她走 陆志玲一眼看出了 她便是地产发家的公家千金 跟她做过半年同学的工资画 工资画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看向陆志玲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陆志玲表示茶楼是我开的 一听堂堂路家七小姐 做着不入门的小声音 工资画今的表情都走样 红唇张着 眼底分明藏着几分嘲讽 哎呦 我都忘了陆家的人早就死光光了 就剩一个 这方果然来者不善 只见陆志玲淡淡说道 谁家网上数一数 没死过几个人呢 陆志玲看似 没反驳实际对的工资画 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 工资画发现正在说话的 陆志玲眼神空洞 看东西没有一点焦距 她不禁抬手在陆志玲面前晃了 你看不见了 你瞎了 是啊 所以请原谅我看不见你是谁 我是工资画 你的老同学 她轻蔑地打量着陆志玲 一副同情她的样子 不过细想了一下 陆志玲一个落魄盲女 怎么开得起这茶楼啊 她的视线突然注意到了 旁边对陆志玲为命是从的风筝 她猜想中年老男人是她的老公 想到这工资画心里 恐怕已经嘲笑了她上万年 白莲历来羞辱女主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让所有人都看到她出囚 当然工资画也不例外 只见她拿出来一张邀请函 表示周末家里要举办过外山区儿童捐款 仇募晚宴 希望陆志玲和老公一起去 说罢便把邀请函塞给陆志玲 大家猜猜陆志玲会不会收下 昔日财阀千斤惨遭绿茶同学白眼 她不但没有生气还要给她送领 只因为她要拿回爷爷奶奶的定情心意 工资画为了羞辱陆志玲 邀请她参加家里举办的慈善募捐晚宴 陆志玲推开了邀请函拒绝了她 可工资画并没有放弃 她表示知道她困难不捐钱也没关系 就当老同学聚会 陆志玲微微醋眉 似乎有点抹不开情面 她勉强接过了邀请函 随后转头对服务生说 拿份礼盒装的好茶 一会工资服务员将包好的茶地 到了工资化手上 她得意地笑到你客气了 心里却暗暗嘲讽着陆志玲昔日的大小姐 居然也会恭为人 风水轮流转 深得让人大快人心 这有什么客气的 同学一场 送你点茶叶而已 陆志玲本来微笑说着突然话封一准 不过你也知道我困难 相信你肯定不会白拿 那就收你的成本价 工资化略显尴尬问道 多少钱 不多 三十万 文言工资化吓出了狗 什么 一点破茶这么贵 你是在宰我吗 陆志玲却淡定地表示 我的茶叶都是上等的好茶 专门为高端客户准备 成本自然就高 陆志玲说着说着 把邀请函还给工资化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么募捐的事就算了 工资化不甘心 好不容易抓住 可以羞辱陆志玲的机会 为了看热闹三十万 他也愿意花 只听到低一声 三十万活不够的 刷完卡 陆志玲微笑着送走工资化 工资化拎着茶叶袋子出门 越想越肉痛 风筝看到陆志玲受委屈了 眼眶瞬间放红 他劝说陆志玲不要参加晚宴 因为他看出了工资化的不还好意 可明知道工资化 就想让他当众出丑 陆志玲也决定了一定要出席 因为他发现了邀请函上 有一件陆家旧物 爷爷和奶奶的病情佛珠手串 爷爷在手上带了一辈子 当初陆家破产 他都舍不得摘 是奶奶硬扯下来拿去抵钱的 奶奶说老物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家人还在 只是没想到一场道 人全没了 陆志玲说着说着有点哽咽 他紧紧捏着邀请函 现在手串就在面前 他必须把握机会 明知道龙唐辅穴也要闯闯 三天后 工家花园别墅灯火聪明 照亮了整条马路 陆志玲和风阵坐着出租车抵达工家 陆志玲正要下车 风阵担忧劝说他 小姐 要不还是算了 陆志玲微笑看了他一眼 试试吧 万一没人跟我抢了 风阵于心不忍说道 我不是担心拍不到手串 而是担心里面所谓的上流之人 陆志玲知道他在想什么 可是他已经躲了五年了 他既然选择了不再躲 那么这么一天迟早要来临 说罢他直接下车 风阵知道陆志玲心意已决变 马上跟上去扶着他 陆志玲微笑着对陆志玲说 请问您是 陆志玲站在那挺直了腰杆 一字一字说出 江南长陵区陆家 陆志玲 破产盲眼千金参加慈善晚宴 众人错把仆人当成他老公 无情地嘲笑的 而他真正的老公却在一旁看热闹 陆志玲十多五年 第一次用江南长陵区陆家的身份 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人群中的几个女孩兴奋不已 他们想看看这个陆家小姐 现在落魄成什么样 看样子早就准备好 要怎么嘲笑陆志玲 寂静朝宣闹方向看去疑惑的 陆志玲是谁啊 江北还有我继二少不知道的人物 旁边的富少连忙科普 那是几年前一夜倾他 就剩一个女儿活着的陆家 好想看谈当年K国第一名门千金长什么样 突然寂静似乎想起什么事 你说的可是江南陆首尊 江北百兽杯的那个陆家 他以为陆家已经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还有个女儿 直接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寂静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 沙发上的伯旺不知道何时睡醒了 眼上没有一点表情 寂静立马狗腿的凑了上去 旺哥 听说了吗 陆志玲来了 一起凑凑热闹啊 此时一个单薄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陆志玲一身青纱长裙 低头长发轻轻拢在耳后 净显江南女子的婉约 是别有一番出城的气质 伯旺坐在那没动 只是侧过脸 一光微微飘到了陆志玲 寂静也看了过去 长得不错呀 只可惜这眼睛瞎了 此刻薄望抬眸看了一眼寂静 眼神里似乎有一股让人不吓人的杀人 就在这时一袭红裙的公资话 上前挽住了陆志玲的手 志玲 你怎么才到啊 我都等你很久了 看得出来他那是迫不及待想看陆志玲出城 公资话轻易地说着 突然视线就落在陆志玲身后的风阵 于是大声说道 你老公也来了 来来来 里边一起坐 话音刚落 整个客厅一片哗然 是瓜众人无不朝白发斑斑的风阵探去 陆家小姐嫁了个老头 怎么就那么不挑吗 风阵被气得快原地爆炸 我只是个仆人 请公小姐不要误会 公资话愣了一下 随后一副秒懂的样子 你家这位挺会顾及你的面子 不过爱情不分年龄嘛 对吧 对于公资话的误会陆志玲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直到 我坐哪里 随后公资话把陆志玲带到角落里一个冷清的位置坐下 明显他就是故意的 还说位置虽然冷清 但同学们肯定都会过来找他酗酒 其实公资话内心都盼着大家过来嘲笑陆志玲 果然第一波嘲笑他的人来了 两个女孩语气里竟是轻蔑 资话 你怎么对陆志玲那么好啊 以他现在的身份 公家能邀请他 他就该感恩戴德 还找自己老公假扮仆人 陆志玲 多年没见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重 陆志玲随着声音看过去 对眼前的两人似乎没什么印象 依稀记得同一个班的 然而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幼稚的人 风批大佬可以容忍众人羞辱女孩 就不允许小跟班觐觎他 只因他跟他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天使慈善往会上 陆志玲出现后马上变成了话题中心 两位心精女同学尚胆着羞辱他 公资话假意上前几位道 明依 果子 别这样 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归不容易 他要是坦坦荡荡不装大款 我们也就尽他三分 结果还在摆大小姐架子 资话 我们见多这种人了 为了点钱就棒老头子 小心他会像吸血虫一样 吸附在你身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风震大怒了 就想上前撕烂他们的嘴 却被陆志玲及时拦下了 两位误会了 我眼毛 风叔担心我的安全才陪我来的 我并没有装什么 面对连番的奚落 陆志玲没有半点愤怒 好像当他们说的话就是放屁 没有看到昔日大小姐跳起 两个女孩非常不爽 其中一个女孩拉来了 捧着捐款箱的女佣 冲陆志玲喊道 既然你来做慈善 不捐个十万八万都不像话了 应该的 陆志玲站了起来 从口袋里拿出了五百元现金 摸着头进了箱子里 两个女孩都傻眼了 陆志玲你打发叫花子 工资话边看热闹便提醒她 箱子上有二维码 现金贷不够 可以扫码 陆志玲淡淡说道 慈善看的不是钱多少 有心就行 两个女孩彻底被激怒了 陆志玲 你别再在这丢人现眼了 这里根本不是你能来的 识相点就自己走 宴会听顿时一片死寂 所有目光都投向了陆志玲 风阵十分担心陆志玲 可他却淡定的还反过来安慰她 风叔 没事 此时有人扑呲笑出声 真没想到K国第一名门千金 竟是这副德行 想必今晚的目的也是来巴结有钱人的 还有这种死赖着不走的人 真可笑 刚才发生的一切勃忘都尽收眼底 此刻他慵懒的坐在沙发上 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看不出一点情绪 可心底却浮现了恨铁不成钢的老母亲心态 没骨气 被人侮辱成那样也不反击 不知死活的寂静音声附和着 对啊对啊 浪费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了 本来还想跟他玩玩吗 此刻博望眸光为暗尽显一丝暴力的杀意 下一秒寂静的手一阵疼痛随之起来 手 我的手 旺哥 你怎么这么疼 没什么随便看看而已 只见博望玩味的拍了拍寂静的脖子 一位身长说道 比小子的脑袋和脖子连的挺结实的 寂静吓得都快尿裤子 脸色瞬间煞白 压根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得罪这位祖宗 于是连忙下跪讨好的表示 该会拍一个最稀罕的宝贝送给博望作为生日礼物 博望缓缓坐直了身体 薄唇微钩 怕什么 我只是夸你脖子长得好诶 细竟被吓得都灵魂出窍了 你他妈这是人想出来的夸奖词吗 女孩抱揍了同学的爸爸 只因他想老牛吃嫩子 天使愁慕晚宴的拍卖环节正式开始 陆志玲期待万分坐在台下等着爷爷的手段 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土肥人的声音 一位油腻大叔色咪咪盯着他 陆志玲礼貌性问好 可王志诚对他似乎有所同目 打听陆志玲书读得怎么样 陆志玲淡淡回答道 家中变故便没再读书了 文言王志诚感慨道 太可惜了 你那么优秀的孩子不该被埋没 要不叔叔帮帮你 陆志玲一下子就看破王志诚的意图 他举起了带了婚戒的手谎的话 谢谢叔叔 不用了 况且我已经结婚了 王志诚回头看了一眼风筝不屑的笑容 你说这个老头啊 你还年轻 他怎么可能满足得了你 这样 婉宴过后叔叔带你去逛街买几个包 说着便抓起了陆志玲的手 见状风筝立马上前拉开了王志诚 你别太过分 王志诚回头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看了过去 你就是一个开破茶楼的 最好给我识相点 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文言风筝怒火冲天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把我们家小姐当什么了 陆志玲劝风筝冷静后 他故意提高音量 多谢王叔叔厚爱 不过我没那么大志向要挖阿姨的墙角 陆志玲的话引来一桌人的目光 纷纷议论了起来 王总的色心未免也太大了 王志诚的脸瞬间就挂不住 他瞪着陆志玲道 你别给脸不要脸 就一双破鞋还装什么千金大小姐 陆志玲并没有被激怒 但定表示叔叔何必恼羞成怒 买卖也要你请我愿了 不是吗 王志诚越说越来劲了 你也配跟我谈买卖 谁不知道你家有穿破鞋的历史 当年就是你爸看不过你妈在外面乱搞 才放了一把火 结果把全家人都烧死 下一秒只听到一声惨叫 王志诚被盘子砸中了 餐具并并砸在王志诚身上又落下了鱼声 摔了一地下 自己迎见巴布的全世界跟你一样 王先生 小孩子都知道因侠爱而造谣是件可耻的事情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疯批大老霸气护气 一出手就撕碎了色批老男人 面对王志诚对父母的羞辱 顾志玲终于忍不住抡起盘子砸向了他 王志诚没想到居然被一个瞎子打了 他恼羞成怒抄起椅子想朝陆志玲砸去 此刻陆志玲是个瞎子 所以面对危险他无法闪躲 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正准备接受这狠狠的遗迹 突然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挡在了他身前 王志诚手中的椅子就这样从男人的手臂上落 他用身体帮陆志玲挡住了椅子 眼看被坏事的王志诚更是愤怒不已 冲他喊道 你他妈是谁啊 睁大你的太和金狗眼看的 他是这座城里最可怕的活颜王伯旺 是伯旺 是那个跟他不熟的老公 陆志玲瞬间震住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他选择装作不认识 只见王志诚马上就怂了 低头鞠躬道歉道 伯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伯旺松了松领口 漫不经心问道 你是在问候我吗 此话一出王志诚立马吓得腿软 连忙指向一旁的陆志玲 是他 我骂的是他 死瞎子乱扔盘子 幸好我帮您挡了 不然就砸您身上 伯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陆志玲身体站得笔直 眼神空洞 嘴唇抿出一股孤轻的冷意 手中的婚戒尤为显眼 哦 你是在问候我丈母娘 伯旺慢悠悠从陆志玲身上收回了事情 饶有兴致看向王志诚 猎人整个江北书我最在好 一张椅子哪里够啊 不如让老子给你上一课 王志诚捉摸不透伯旺这话的意思 是帮他教训陆志玲 还是借着名义教训他 想了想 他万分黄瞳表示 伯尚 不用了 只见伯旺薄纯微波玩味一笑 怎么 看不起我呀 王志诚自知躲不过 便自作聪明把陆志玲拉来当替死鬼 伯尚 我帮你把这个破鞋拉来了 你教训他吧 殊不知他原本也就羞辱了陆志玲父母 现在一具破鞋连带把伯旺也掠了 下一秒碰一声伯旺抬脚狠狠踢到王志诚的腿弯 随后伯旺一脚接着一脚把王志诚踹趴在里 王志诚被打得头破血泥 声声惨烈的哀嚎求饶 可伯旺仿佛还不过瘾 他朝桌子的方向勾了勾手 只见寂静上前将原先王志诚要给陆志玲喝的红酒递了罐 并提醒伯旺酒里加料 伯旺握过酒杯毫不犹豫朝脚下的人 红如血的酒缓反轻下 没过王志诚的眼睛 鼻子 辛辣过脸 他连声惨叫想去贿主 男人以为女人是恋爱吗 殊不知那是他强力的人设 喜欢他 没有的是 伯旺狠狠教训了一顿王志诚 不堪重负的王志诚早早就昏厥在底 伯旺薄唇微勾露出不屑一笑 似乎还没捡气 见识过伯旺的狠利陆志玲后几乱不经意料 片刻后龚家人看伯旺似乎已消气 这才上前 伯上 对不住 都是我们招呼不周 我们这就把人赶出去 明请上座 只见伯旺贴了一眼陆志玲 懒得动了 说着便在陆志玲旁边坐下了 陆志玲有些意外 龚家人更是惶恐不安 这位也怎么回事 尚未不坐 非要坐末位 此时寂静揣摩着伯旺的心灵 大声道 行了行了 赶紧打扫干净 该吃吃 该玩了 别扫了旺哥兴致 灯光再度按下来 拍卖继续 陆志玲也坐下了 伯旺就坐在他的左手边上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扣着桌面 传来的压迫感几乎将他围得密不透风 有些人设一旦经营了 就要经营到底 否则容易出事 陆志玲暗暗吸了口气 伸手摸索过去 拽了一下伯旺的衣袖 伯旺 是你吗 伯旺低头瞥了一眼他的手 又看向他呆滞的双眼 语气冷冷道 干什么 陆志玲笑得有点羞涩 开心 伯旺沉默了一会儿 你该不会以为我替你出头吧 别做白日梦了 陆志玲摇了摇头 没有 我只是见到你很开心 说爸爸就飞快把手收了过去 伯旺大带今晚是无聊了 突然他贴到陆志玲旁边 漆黑的眸死死盯着陆志玲 低沉的嗓 带了几分信念 要是姓王的那一下砸在你身上 现在的你更开心 陆志玲笑着应了一声 没露出半点害怕 依然笑得很开心 我望目光凝了凝 一时没了话 可我遇上就这么高兴 拍卖还在进行中 陆志玲估摸着很快就到手串出场 于是扣了扣手指 给风阵一个暗示 让他一切暗示计划进行 站在他身后的风阵收到了指示后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扬声道 45万 在场所有人都匪夷所思 觉得这45万就是开玩笑的 只见陆志玲安静坐着 他希望按这个计划 总能拍下爷爷的手段 所有人都以为女孩棒了的金竹老王 其实他才是幕后的大棒 正在拍卖的是 价值连城的明朝古画 站在陆志玲身后的风阵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叫价45万 惹得众人无不是嘲讽他寒陈 随着别人压架风阵 默默放下号码牌 陆志玲依然安静坐着 接下来出场的好几件 价值连城的拍品 他都让风阵举盘了 让所有人都以为 风阵只带着45万 陪小情人来找乐子 此时台上主持人道 下一件拍品是 公老爷子特意捐赠的 极品齐楠木 沉香佛珠手串 陆志玲呼吸一顿 他等的这一刻终于来了 大家都知道 极品齐楠木非常罕见 而打磨成这样子的手串就更难 不过现在手串上有点小瑕疵 所以价值稍稍打了点折扣 有人问道 是什么瑕疵啊 有一颗佛珠上 有个小孩子的牙印 可能是上一位收藏者 没有保管好 陆志玲安静地听着 对于这个牙印 他最熟悉不过 五岁的时候 六哥骗他说 爷爷的手串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 他抓起手串 毫不犹豫咬腻 虽然齐楠木并不坚硬 但是他用错了力道 当即就崩掉一颗门牙 见得他哇哇大哭 爷爷不但没有怪他 还给他买了真正的巧克力 最后六哥也挨了一顿打 原本以为这段记忆已经模糊 可看到手串那一颗记忆格外清晰 陆志玲再次试一封证据牌 封证想都没想 又举起手中号码牌 扬升到四十五万 之前嘲笑过他的女同学 又抓住了机会羞辱他 这手串怎么着也要个两百万 你要着也找个能耗的金主啊 地址喊四十五万 有灵友整是想笑死我们吗 哎哟 忘了你是瞎子 能找到冤大头已经不错了 此话一出引起一大片嘲笑声 此刻陆志玲一脸快要气炸的模样 只见他愤怒地站起来 一手抢过了风筝手中的号码 高声喊到一百万 风筝瞬间被吓得灵魂出窍 一脸欲言又止得难堪 此刻勃望靠着一背 侧目看他 无动于衷地勾唇微笑着 没有任何要帮助他的意思 破产盲眼千金在拍卖会上怒刷一百万 眼都不带眨一下 粉粉打脸大白脸同学 陆志玲愤怒地站了起来 一百万 全场一片哗然 嘲笑他家族没落 还打肿脸装千金大小姐 此刻最想看陆志玲笑话的工资话 居然站出来为他说话 志玲是我的老同学 希望大家给个面子 就让他以一百万拍下手传 吃瓜群众给足面子公家的同时 也在等待陆志玲的出球 只见陆志玲站在那 长节微垂 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 只是握着号码牌的手掺了衬 一锤定音 随着拍卖垂落下 主持人宣布 博主手传归陆小姐所有 陆志玲抬眸看向拍卖台 他成功了 心头大事终于落下 随后工作人员捧着佛珠手串 和契约书朝陆志玲走 陆小姐 感谢您为山区儿童献的爱心 工资话露出一缕邪魅的笑 就在他以为要上演一场 金丝却大打金主的戏时 陆志玲却从容不过开口道 封书 刷卡吧 风阵笑着低了低头 是 小姐 根本没有了之前的慌张 全场一片寂静 工资话不敢相信的 快步来到陆志玲面前并调侃道 志玲 你一下子花那么多钱 你家那位该为难了 毕竟你好不容易才棒上的 话音未落 风阵已经刷完卡 签好字 把手串捧到了陆志玲面前 语气冷冷到 钱是小姐自己赚的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陆志玲将盒子抱进怀里 心跳加剧 他终于把爷爷一辈子 最宝贝的东西拿回来 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 他缓缓抬起头面对着工资话 我的钱确实不多 这不是多亏了 工同学给我送的三十万 人傻钱多的工资话顿时醒悟了 原来他早早就被套路了 陆志玲先是从他手中 轻易拿到了三十万 再来拍卖会上 一直叫价四十五万 让众人以为他只有四十五万 还算到了他要看好戏的心态 最后轻轻松松 就以一百万拍走了 价值至少两百万的手串 陆志玲你算计我 怎么会呢 我是在献爱心 陆志玲笑得坦然 一手抱着盒子 一手慢慢竖起来 露出无名纸上的戒指 对了 丰叔真的是我的长辈 工同学你误会了 陆志玲这回才慢悠悠解释着 似乎是说给旁边那位 存在感激强的男人听的 我已经结婚了 我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 是我非常喜欢的人 我望慵懒地坐着 眸色突然暗响 心里疑惑着 陆志玲这个时候把他抬出来 是想趁机坐视 博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获得更多的好处吗 女人利用男人在拍卖会上脱身 只因男人是人人惧怕的活颜王 谁都不敢打他注意 我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很喜欢他 博望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单手指着下巴 欣赏着陆志玲的表演 他觉得陆志玲是想通过 做事博家少奶奶身份捞好 其实陆志玲只是单纯 想说点好话给博望听 让他不再为今晚的闲言碎语 找自己麻烦 工资话这回已经气得脑袋嗡嗡的 听到陆志玲的话 他不禁咬牙切齿道 不知道你先生是哪位名门大少 我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很珍惜我现在的婚姻 如果你在造谣 此刻博望眸色阴沉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他猜测陆志玲不是图谋更大 就是爱的盲目了 陆志玲拿着盒子朝众人浅浅弯腰道 在风阵搀扶下他来到博望面前 轻声道 博望我先走了 眼看陆志玲快要离开了 工资话愤怒地让保镖抓住他 当我工资话是冤大头啊 额前又额手串 想走是不可能的 此刻博望放下酒杯 慵懒地起身 在陆志玲身旁直接擦过 带着一阵淡淡的木质箱 博望这是要离开 见状工家的保镖一个个的 放在原地 陆志玲灵机一动正好可以利用博望 于是他摸索着追了上去 博望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走 谁都不敢追上去 只敢在私底下嘲笑他 陆志玲这个花痴 谁都不敢靠近火炎望博望 他却凑上去 难道他以为博望是在保护他 片刻后陆志玲在风阵陪同下 终于顺利走出了工家 而博望早就不见了踪影 陆志玲并不失落 反正也就借他的事走出工家 小姐 车叫好了 好 陆志玲紧紧抱着怀中的盒子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真好 又收集到一份陆家的温暖 女人和男人结婚几个月 女人竟是第一次去男人家 陆志玲抱着手串盒子沉浸在幸福中 久久未回过世 突然江福生来电话 陆志玲立马将喜悦分享给他 江福生得知陆志玲用一百万板下手串 开心的快起飞 不枉他为此还提前许了生日愿望 陆志玲笑道 福生 谢谢你 还为我提前许了生日愿望 你的 话音未落 一辆豪车朝着他飞翅 吓着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边对着手机笑道 生日 我一直记着 已经开走的豪车突然到了回来 停在陆志玲面前 他震了一下 把怀里的盒子抱得更紧了 此时车后座的车窗被缓缓按下 国王坐在里头若有所思盯着他 目光掠过他怀中的盒子 语气里透着一抹捉摸不透的深沉 被人踩了一晚上骨头就为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明知顾问吗 只见陆志玲点了点头 嗯 怕他误会钱的来源 他马上解释道 我开了家茶楼收益还不错 博望又调侃道 把你的所有钱都砸进去 他漆黑的眼眸看着满脸喜悦的陆志玲 良久他才淡淡开口道 上车 司机极有眼力的下车 扶陆志玲上车 陆志玲没有拒绝 也不敢拒绝 因为他知道拒绝博望会死得很 上车后陆志玲问博望 我们去哪 博望表示回去睡觉 说着便抱着双臂往后靠 不再搭理他 此时公家大门前一众吃瓜群众目睹了所有 无不目瞪口呆 陆志玲居然上了博望的车 他们关系不一般了 吃不到的葡萄总是酸的 工资化的脸色已经轻了又绿 这有什么 到头来他也会像其他小明星一样 玩腻了就被博望抛弃 车子行驶的飞快 无声穿过各个街区 陆志玲发现车子不是开往神山博家的方向 他现在是盲人 他不能说 他转眸看向博望 窗外的光闪过他睡着的脸庞 格外好看 你这双瞎了的眼睛能看到什么 博望突然出声 却没有睁开眼 仿佛堵定了陆志玲就是面向的自己 我不看了 陆志玲缓缓扭过头去 放下车窗 顺着沿路的花坛望去 远处是看不见镜头的水面 这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 这里难道是 这里的风好特别啊 我们到哪里了 他装作随意问道 司机表示 边上是青江 大少奶奶您闻到江峰才觉得特别 青江 陆志玲重复着这两次 有些恍惚 再过不远就是陆家 五年来陆志玲第一次感觉离家那么近 而时机又是那么远 他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到陆家 变态恶少终于忍不住要对怀孕娇气下手 陆志玲坐在博望车里独自欣赏着青江的风景 过了许久青江消失在他视线 车子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大门停下 陆志玲战战兢兢下车跟在博望身后 地将停 整个江北最贵的小区 陆志玲猜想这是博望的私人住所 可他却不知道博望为什么要带他来 陆志玲一脸懵逼问道 我们不会神杀了吗 只见博望回头瞥了一眼陆志玲 嗓音低沉 进来聊聊 陆志玲顿时停住了脚步 他到底要聊什么 心里不禁有点发毛 见陆志玲一动不动的 博望有些不悦地拧了拧眉 随后一把抓住了陆志玲拿着手杖的手 手杖随之落地 博望 你要带我去哪里 陆志玲被动地被他带着走 不敢有一丝不满 嗚一声 博望将他带进来一个黑灰色调的卧室 瞬间又把门踢上了 黑暗中陆志玲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博望把他逼动在门后 一把搂住他纤细的腰肢 下一秒他感觉到唇上一肚温热 博望肆无忌惮吻他 他的吻十分强烈略带着攻击性 又冰凉的床榻上 博望不由分说地栖身而上 贪婪地嗅着他身下那股迷人的气息 随后他的大手俯上他的手脸 试图扯掉他的裙子 他该不会要 不行 陆志玲以最快的速度冷静了下来 双手攀在了博望的肩膀上 靠过去轻轻吻了一下他的脸 然后迅速推开了他 空洞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气 博望 不要 幽暗中 博望只起了身子 低眸瞧着陆志玲白嫩嫩 眼底克制的欲望 让他看起来疯外阴郁 封批大佬想跟盲眼娇妻贴贴 娇妻却卑微请求他找其他小宝贝 幽暗中 博望缓缓凑到陆志玲面前 暗沉的眸光中带着阴郁 陆志玲 我没问你要不要 陆志玲轻声表示 我怀了你的孩子 才两个月不到 这样子很危险 可我今天就想要 博望嗓音按哑毫不讲理 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吗 怎么 怕死了 陆志玲伸出双臂 还着她的脖子 纤细的指尖埋进她的发肩轻柔着 如果能让你特别开心 我当然愿意 可我知道并不是这样的 博望冷笑了一下 你一个瞎子还能知道我开心不开心 我虽然看不见 可我能感受得到 陆志玲双目无神看着她表示 你讨厌我 是不可能英文我而开心的 博望捏着陆志玲的下巴道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懒得找其他女人了 下一秒她勾唇玩味一行 讨厌你跟在你身上找快感 是不冲突的 快去找 别的 陆志玲心想着 神色随之黯然 片刻后她苦笑了一声 如果我够聪明的话 今天就答应你 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可是不忘我希望你能找一个 真心相爱的人相守一辈子 而不是因为意识冲动 让自己陷入更加孤独寂寞的境地 更何况我不想你比现在还要讨厌我 陆志玲的声音苦涩 情深 卑微 连自己都听麻了 说吧 陆志玲伸手摸索着找到了手创盒子 她紧紧抱住盒子 用手支撑着坐了起来 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没等她起身 立马又被博望捞了回去 博望从后面抱住了她 贴在她耳边低声道 我说让你走了吗 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 陆志玲身体不经意将 我只是个瞎子 你值得更好的人 无所谓 关了灯都一样 说着博望低头吻了她纤细的搏梗 要逃不掉了吗 陆志玲身体有些颤抖 黑暗中凌乱的呼吸 似乎更能激发博望内心的欲望 只见她肆意吻着她后背的每一寸肌肤 就在此时手机响起 微光刺破了黑暗 博望停下了动作 用下巴抵着陆志玲的肩 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电话 就这样在黑暗中静静待着 手机那头的人真的很有耐心 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在铃声响起的第四遍 博望拿起了手机并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 博望告诉她上次说的南洋路 你去解决一下 变态老公太会脑本 今天又是博望自我攻略的一天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上次说的南洋路 你去解决一下 博望搂着陆志玲 漫不经心道 不去 睡女人哪 陆志玲想咬死她 此时对方语气皱了 你可以不去 只要你不归惑你母亲的遗产 这话让陆志玲听出了 对方正是博望的父亲 博士集团最高决策人博真荣 只见博望直接就挂掉电话 黑暗中她的脸显得格外阴沉 片刻后她松开了陆志玲站了起来 陆志玲暗暗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又逃过一劫 啪 博望随手开了灯 突如其来的灯光有些刺眼 只见博望低眸静静看着陆志玲 她眼神呆滞 脸色飞红 发丝凌乱 被扯坏的衣服露出了胸前的一片血脉 让人忍不住的冲动 博望舔了舔唇 此刻真的没那么想出去 突然她的视线落在陆志玲怀中的盒子上 镜子走向了陆志玲 陆志玲不禁心里一紧 把盒子抱得更紧了 下一秒博望一把抢过了盒子 陆志玲震了一下 她又想干什么 只见博望打开了盒子并取出手串 佛珠 她撵着佛珠问她 陆志玲一场紧张又不敢表现出来 她点了点头 对 是佛珠 特地请普爵四大师开过光的 博望微微勾唇一笑 你那么宝贝 还以为是哪位大师的设计 原来也就是一串开过光的佛珠而已 是是是 不是什么宝贝 王购赶紧还我 陆志玲内心十分不安 生怕博望发神经把手串扯断 她解释道 手串是爷爷奶奶的定情信物 爷爷带了一辈子的宝贝 所以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定情信物 博望只勾勾盯盯着陆志玲 你胆子不小啊 陆志玲一脸懵逼 这个家伙在想什么 这个和我的胆子有什么关系 明显她已经把手串 当成陆志玲送她的生日礼物 并带在了手上 发着善心道 今晚我要是活着回来 说明你的佛珠有点用 你的手串我就收下了 陆志玲瞬间愣在了原地 收了 博望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汤一声博望关门离开了 留下独自凌乱的陆志玲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花了大价钱得来的手串 博望竟然一副施恩的口吻就收了 更何况自己也没说要送给他 那是爷爷的手串了 三家千亿的豪门少爷 竟被妻子当成了客行 陆志玲摸索着想追出去拿回手串 他走出客厅后已经轰无一人 很明显博望已经走远了 不然门口传来冰一声 他看过去 屏幕自动亮了起来 寂静的脸出现在里面 只见寂静拍了拍手中精美的脸 旺哥 看 今晚公家最有价值的宝贝 千年古剑 染过人血 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陆志玲站在那不敢出声 寂静等了一会没有等到回应 不禁叹了口气 旺哥 快放我进去啊 生日礼物要当天收下才有意义啊 剑还是没人回应寂静才博望 大概睡着了 他头疼喊道 得 白跑一趟 不宜会寂静离开 屏幕也自动按下来 今天是伯望生日 陆志玲突然想到了在公家前的马路上 他跟扶生打电话提到了生日 伯望的车开过去了又到回来 很明显他是听了后半句 以为他甘愿受辱拍下来的手穿是送给他的 绝绝子 这是什么天大的乌龙啊 陆志玲懊恼着想离开着 可当他按门锁的那一刻发现需要人于事 也就是说伯望不带他走 他还走不了 这样回不去只能等伯望这个克星回来 于是陆志玲找了个南向的露台 他站在露台边上 双手支撑着脸靠在栏杆上 摇摇的万家灯火向漫天星子倒映了下来 是那么美 也是那么遥不可及 再不远就是江南 那个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他忍不住想知道陆家古宅现在怎么样 和爸爸妈妈一起种的小树应该长高了 还有后庭的小石桥 从前四哥 六哥爱在上面跳跳跳 早就出现裂痕了 也不知道现在坏了吗 陆志玲明静地靠着露台凝视着远方 带着笑意的眼渐渐变红 他好想回到陆家古宅 平平静静地过完一生 忽然碰一声把陆志玲吓得回头一看 原来伯望回来了 他满头满脸都是血 脸色惨白 只见他跌跌撞撞走了进来 随后伸手接了一杯水 也不管身上的伤 仰头就喝 喝得特别急 水顺着他的脖梗躺下 目入他的衣领 伯望 是你回来了吗 陆志玲出生 伯望目光一明 似乎没想到他还没走 转头看向他 安安静静地一抹身影 似乎等了他很久 他招手示意陆志玲过去 闻言陆志玲朝着他的方向 缓缓走了过去 眼盲娇气是妥妥的一枚眼狗 他居然觉得快死的老公很性感 伯望声音杀哑道 过来 只见陆志玲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朝他走去 没东西拦着你走快点 伯望嫌弃他走得太慢了 一把将他拉进怀里 由于用力过猛 自己差点没站住 摇摇晃晃的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伯望把手搭在他肩膀上 勾唇邪魅一笑 怎么 你是在等我死 还是等我回来 当然等你回来啊 陆志玲心想你不回来我也出不去了 陆志玲用尽全力扶住了伯望 说话都吃力 你站好了 我去叫救护车 不用叫 你帮我包扎一下 我都看不见怎么给你包扎呀 陆志玲皱眉道 一手拉住他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勉强扛住了高大体型的他 那就不弄了 伯望无所谓道 我去洗澡 说吧 他松开了陆志玲的手 亮亮呛呛往里走 边走边滴血 陆志玲真怕他就死在自己面前 到时候自己变成了第一嫌疑员 想了想他还是跟了上去 他靠在浴室外探头看了看 只见伯望整个人都筋疲力尽 直接就翻进了浴缸里 满地的血脚印 乳白色的浴缸也被蹭得全是血 像极了凶暗现场 陆志玲不禁心里一产 此刻只见伯望起身拿起了花色 有没有医疗箱 伯望有气无力地抬眸看了一眼陆志玲 淡淡说道 在你身后 陆志玲假意摸索了半天 找到了医疗箱并取出了纱布 又回到了浴缸旁 他问伯望伤口在哪需要帮他清洗伤口 只见伯望高举着花洒 往自己头上浇了下来 很快他就将自己浇得湿透了 水顺着凌乱的发丝 躺下他精致的脸庞 整个人都是湿答答坐在浴缸里面 衬衫全部都贴在了身上 胸口伴着沉重的呼吸高低起伏着 不得不说 此刻的伯望也太性大 看得陆志玲小鹿乱撞 没来得及回过神 伯望已经在陆志玲面前脱下了衬衫 露出了线条完美的后背 只是此时的背部全是刀伤 有身有浅 身的伤口甚至能见肉 看着让人毛骨悚然 女人好心为男人包扎伤口 男人却变态到想在他身上划两刀 伯望身上的伤看上去十分害羞 陆志玲打开了点符 本想给伯望处理伤口 怎料伯望一把夺过了 要毫不犹豫往身上浇下去 即使痛得脸色都惨白 也没有停下来 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了 见状陆志玲瞬间目瞪口呆 看着他把整瓶药都倒完了 并扔了瓶子 接着倒在浴缸里闭上眼睛 似乎打算要睡在浴缸里的样子 陆志玲无奈拿出了纱布问道 你哪里有伤口 我帮你包扎一下 伯望却闭着眼慵懒拒绝道 不包了 麻烦 陆志玲没有多想 直接就摸索着找到了他的伤口 伯望睁开了眼 侧目看着他那只在自己身上游走的手 陆志玲弯着腰继续为他的伤口伤药 他的发烧有意无意地在他眼前晃动着 香气撩动 勾得他一阵口干舌燥的 忽然他痛得呼吸一顿 陆 知 灵 伯望死死盯着他狠狠按压他伤口的手 不好意思 他边道歉边按了按他的伤口 我看不见 这儿有伤吗 我给你包扎 陆志玲笑得有点诡异 似乎他是故意的 他戳了戳伯望的伤道 伤口在这吗 见伯望没出声 陆志玲拉开了纱布帮他包扎了起来 谁让你平时那么粗暴 终于逮到机会报仇 接下来他照葫芦画条 在伯望身上乱摸一桶 摸得伯望都想把他丢进浴缸里 可下一秒他又死死按住他的伤口 痛得他直翻白眼 差点些菜 片刻后陆志玲把所有伤口都包扎好了 他抬手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珠问道 还有其他伤口吗 伯望从浴缸坐了起来 我身上没有了 随后他凑到陆志玲面前 语气里带着一丝丝变态道 我倒挺想在你身上划两个口子 让你知道按下去有多疼 对不起 我看不见 只能这样子找伤口 要被伯望知道自己故意的估计今天小命不保 陆志玲连忙道歉着 只见伯望直接拿起了剪刀 将刃尖贴在他皮肤上黄黄滑动 像是在抚摸 他眼神里透着一股细血 别说这些没用的 我被你弄得那么疼怎么能过去呢 不是喜欢我喜欢到无法自拔吗 那就体验一下一起痛了 他用着似乎是宠溺的语气说道 手里的剪刀却往下用力 陆志玲不禁心里一颤 这个变态 偏情了 雨停了 包扎完又行了 男人身中十多刀 还想着要跟女人完成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陆志玲不敢动 却感受到了剪刀尖冰冷贴在他脸上 就要刺破他漂亮脸蛋的时候 他机智地往后退了腿 你的伤口处理好了 伯望看到剪刀没有粘到一滴血 显然有点失望 下一秒陆志玲取来了浴袍 弯腰替伯望披上 你快起来吧 别着凉了 伯望对了个 扔掉了剪刀 随后站了起来低眸看向陆志玲 他想到了陆志玲好像从进门到现在都没问过 他是怎么受伤的 难道他就不好奇老公去打家劫舍 还是杀人放火了 你就没什么话要说的吗 说吧他顺手就退去湿透的裤子 陆志玲瞬间吓傻了 他在瞎子面前也太肆无忌惮了 见状陆志玲只好伸手帮他系上浴袍的腰带 然后语气温柔又心疼道 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就算我跟你一起痛 你的痛也不会减少 可心里却想着你这个大变态做啥跟我也没有关系 伯望低眸看着他 一时间没了声音 陆志玲淡淡道 时候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片刻后陆志玲把伯望扶进房间 抱着他的肩膀让他在床上躺下 还细心为他盖好了被子 此时他的视线落在了伯望手上的手串 他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佛珠没事 一定要找机会把手串拿回来 此时陆志玲突然开口 伯望 你能给我开锁权限吗 继续待在这会影响你休息 但要是你不嫌弃我打扰的话 话音未录 伯望一把拉住了陆志玲的手 陆志玲直接就跌进伯望怀里 勾唇露出一抹邪魅的形式 走什么 继续做 做你大爷 陆志玲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 不行 你伤得太重了 下一秒伯望轻轻吻了一下陆志玲的额头 低声笑了一下 显得那么苍白 我伤重 你怀孕 正好共赴极乐 陆志玲内心十分抗拒的 要付你自己付 我可不付 但是碍于人设怎么也得装一下 于是他捧着伯望的脸 在他的额头轻轻亲了一下 柔声道 不行 我要你好好的 不知道伯望是不是感动了 他沉默了半想 陆志玲接着表示 就算我死 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最后在这伯望 祝各位宝子六一快乐 过产盲眼千金 放着身价上亿的老公不爱 一心只想倒失业 不知道是被陆志玲的话感动 还是伯望太累了 他没有强行把陆志玲留下 门口有卡 滚吧 陆志玲打开手杖摸索着离开 好 那你好好休息 关门前看了一眼 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伯 心里有点担心他的伤势恶化 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 不过他真的无所谓死 陆志玲低声说了一句 勃望生日快乐 然后关门离去 闻言勃望突然睁开眼 漆黑的眼眸四一身弹 是那么深不可测 一日陆志玲跟往常一样到茶楼打卡 陆志玲坐在靠窗的位置休闲喝着茶 风筝面色凝重告诉他 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客户推定了 陆志玲仿佛早就料到这个结果 他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风筝非常担心表示 早知道晚宴走的时候就避其锋芒 避不过的 有时候人的恶意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随后陆志玲站起来并宽慰风筝 风疏 不用担心 江北并不是他公家一家不大 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沆血一气 小姐的意思是 今天跟季老太太约好了喝茶 应该快到了 他要好好利用季家给茶楼造势 早就听闻季老太太极恶如仇 最重要的是他跟公家老太太不对付 所以说找帮手他最适合不过 就在此时窗外传来了停车的声响 想必是季老太太来了 陆志玲拄着手仗微笑着 示意风筝一起出去迎接 只见两位打扮时髦的老太太有说有笑迎面走 我去 合着两人还是闺蜜 陆志玲深知没有退路 他调整一下情绪 淡定跟两位老太太问好 季老太太好 我老太太好 季老太太好奇陆志玲怎么听出了丁玉君的声音 回头一想也是 我家也在用他家的茶叶 我家老太太意味深长看了一眼陆志玲 沉默了半想开口道 是啊 我们家茶叶是用这家的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很期待小老板的本领 看丁玉君没有要拆穿他的意思 陆志玲微笑站在那 两位 里边请 陆志玲将两位迎进了古色古香的包厢 她开始泡茶 为了不让人看出眼盲的问题 她目光焦距不在茶上 但依然每道工序都做得很完美 季老太太非常欣赏陆志玲表示 本想请她到家里做事 可是她非要自己创业 我只好常来照顾这里的声音 陆志玲谘道 哪有 是我本事不够 还想再磨练磨练 茶泡好 风阵帮忙将茶送到两位老太太面前 适时叹了一口气 现在不一样了 等过几天茶楼关了门 我们小老板无处可去 不知道季老太太还愿不愿意收留 闻言季老太太一脸震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旁门媳妇自力更生 老夫人却认为她会令家族蒙羞 季老太太一脸震惊问道 茶楼开得好好的 关什么门 在风阵的解释下 季老太太得知那是工资化倒的 愤怒到拍桌怒吼道 什么人啊 那大嗓门差点把丁玉君吓过去 连忙劝说她一把年纪得稳重点 季老太太表示这事我就帮定了 非要给点颜色老绿茶和小绿茶看看 她答应让陆芝林跟季家拍卖行合作 见目标达成陆芝林立马站起来 并鞠躬感激道 谢谢季老太太 我一定好好做事 绝不给您丢脸 年轻人就应该有这份不怕垮的斗志 现状丁玉君固游地摇了摇头 冲闺蜜道 你也太草率了 你家拍卖行经手的可不是一般货色呀 和一家小茶楼合作 放心 这孩子她懂 上次我家老二媳妇得了个宝贝花瓶 让我长长眼 我差点看走眼 得亏这个孩子提醒 才发现是个高仿货色 现在这个事情又扯上公家 能气气那个老太婆的是我就愿意干 丁玉君意外看了看陆芝林 因为她清楚这个老闺蜜 一向眼高不轻易夸人 这孩子十分聪明 只可惜眼睛不行 不然我都想给我孙子撮合撮好 我严丁玉君顿时觉得头上一片青青草莓 冷冷的 你年纪大了 眼神也差了 人家戴着戒指呢 年轻人戴着玩玩的吧 见纪老太太全然不在意 丁玉君瞬间一副吃了香的表情 那可是我家伯望的媳妇 纪老太太聊开心了 茶也喝多了 不一会就起身去上厕所 风阵领着纪老太太出门 包厢里只剩下丁玉君和陆芝林两人 丁玉君看了她几眼开口道 我知道你在外面开了家茶楼 我以为你只想有点收入 没想到你要亲自煮茶代客 你现在怀了伯望的孩子 眼睛又看不见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 陆芝林淡淡道 我只是想自力更生 丁玉君沉默了片刻 如果你觉得伯家给的钱不够 我再给你家 你现在这样子抛头露面的 就是在丢我们伯家的你 陆芝林并没有示弱 他表示您不说 我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丁玉君见他明顽不灵 皱起了眉头 你还能难一辈子吗 为什么不能 我又做不了一辈子的伯家大少奶奶 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有别的心思 陆芝林继续从容表示 自己早就看懂了国家的意思 国家这样子的高门大户 一般娶心腹都得拜宗祠 祭祖先 可我并没有 婚礼也只有寥寥可数的亲朋好友 更重要的是新郎也不在场 对你们来说 我就是一个生产的工具 被看穿心思的丁玉君 瞬间有点愧疚 可看懂一切的陆芝林 非常坦然面对 他也知道到了时间 就要离开国家 所以开茶楼的是陆芝林 跟国家少奶奶没有关系 希望奶奶成全 陆芝林的解释把话都堵死 丁玉君竟无言以对 他也没有想到一个落魄的千金 能把事情想得那么通透 陆芝林摸索着茶具轻声道 茶呆凉了 我帮您再道一杯 此刻丁玉君突然伸手握住陆芝林的手 一脸羞愧的模样询问陆芝林 当初是不是并不想嫁入国家 有钱有言的豪门大少于盲言女孩而言并非良品 当初女孩嫁给他只是因为怕死 陆芝林并不是传言说的贪图荣华富贵 而是个自立自强的好孩子 丁玉君羞愧之余还有点心疼 孩子当初你是不是不想嫁入国家 陆芝林低头没有正面回答 想起伯望当时那副药升抛了他的架势 他淡淡道 我没得选 文言丁玉君哽咽着表示 是我们国家委屈了你 其实也不委屈 归七楼的生意还多亏了国家 丁玉君心里也清楚他的茶室真的好 才得到他人赏识 既然话已说开丁玉君也没继续为难陆芝林 你想做陆芝林就好好做吧 奶奶不说了 陆芝林没想到丁玉君这么好说话 他连忙感谢他的成全 看着乖巧懂事的陆芝林 丁玉君于心不忍道 其实我不是嫌弃你的身世 是我知道伯望根本不是良太 你们的婚姻我以命相逼他才认识 我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突然陆芝林手机响起 丁玉君无奈道 你先接电话 抱歉 陆芝林接通了电话 你好 哪位 过来 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陆芝林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伯望 伯望再也没有出声就挂断了电话 陆芝林顿时傻眼 这是什么情况 见状丁玉君也是一脸愕然看向陆芝林 伯望太可怕了 他得罪不起 于是朝丁玉君礼貌地低了低头 奶奶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丁玉君也知道伯望找他便没有留他 好 去吧 丁玉君一脸若有所思看着陆芝林离开的背影 临走前风阵还担心他没吃午饭 赶紧给他送上便当 小姐 你怀了宝宝不能饿着 记得吃饭 很快陆芝林来到了伯望家里 他推门走进空荡荡的大厅并喊了一声 伯望 我来了 你在吗 但许久都没有回应 陆芝林开始想象他该不会挂了吧 同时卧室里传出了不耐烦的声音 这边 陆芝林摸索着走到他的卧室 一推门 只见伯望整个人趴在床上 上半身没有穿衣服 裸露在外的被激显得格外幼义 陆芝林都忍不住多看了街 实在太妖孽了 万万没想到杀人不眨眼的变态少爷 还是个黏人的小妖精 离开了老婆一秒都活不成 陆芝林接到了伯望电话 第一时间赶到了递江亭 卧室里的伯望裸露着上半身趴在床上 看到伯望很哇塞的身在 陆芝林都看上了 果然色令致昏了 片刻后他才回过室 并开口问道 你伤好点了吗 后来有看医生吗 不过看他身上纱布的状态 很明显三天过去了 他都没换过药 你怎么这么啰嗦 说着伯望有些烦躁 从床上只愣着坐了起来 过来给我换药 看来伯望也不是个正常人 找个瞎子来给自己换药 在我看来伯望就是想见陆芝林 换药只是个借口 陆芝林在床头柜放下便当合 随后陆芝林转身出去找药箱 回来时 伯望靠在床头似乎又睡过去了的样子 他走过去在床边坐下 眼看纱布已经结出血架 拆下来一定很痛 随着纱布的撕开 隐隐的疼痛随之袭来 可伯望还是习惯性地忍住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陆芝林看着傲娇又倔强的伯望 他也没有像上次一样故意整他 很快满是血架的纱布被换下 好了 随后陆芝林甩了甩类坏的 此时伯望睁开了眼死死盯着陆芝林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下一秒陆芝林下意识扭头 躲开了他的眼睛并关心道 你是不是这几天都没吃饭啊 你有伤不吃饭不行的 你会撑不住的 死不了的 突然他的视线落在了床头柜上的便当盒 他立马就把便当盒拿到了自己怀里 陆芝林想解释已经晚了 伯望已经打开了便当盒 第一层是吃的 第二层是药 伯望好奇问道 怎么那么多药啊 陆芝林惊呆了 这回乌龙又大了 这应该是丰输的药 但是他没有解释 只见伯望翻了翻 拿起一盒降压药看向他 我看上去像有高血压吗 陆芝林一脸无奈表示 没有也没关系 都是一些常备药 有备无患吗 闻言伯望随手就把高压药丢掉 并调侃到我的身体 你都来来回回摸了那么多遍 像是需要降压药的吗 你都白摸了吗 这个傻子谁告诉你高血压是摸出来的 变态大佬总在老公面前吼吼 背地里还不是乖乖听老婆话 伯望调侃陆芝林都摸了他上百遍 怎么就看不出他没高血压 陆芝林内心想你是傻子 你说的都有道理 碍于人设只好乖乖表示 我知道了 伯望没在说什么 拿起筷子准备干饭 陆芝林瞬间愣走 这个变态要在床上吃饭吗 陆芝林强迫症发作 看着伯望吃 他身上像长刺一样的难受 他立马转过身 暗暗告诉自己看不到就没事 你看他似乎要走伯望冷冷的 我让你走了吗 陆芝林只好乖乖坐了过去背对着伯望 可是陆芝林明导的听力即使不堪 也听到伯望咀嚼的声响 实在受不了了 只见他伸手抽走伯望手中的筷子 轻声道 不要在床上吃东西 伯望匪夷所思的看着他 你在管我吗 陆芝林解释道 在床上吃会消化不良 去外面吃吧 外面没桌子 去露台吧 你在房间待了三天都发霉了 正好吸收一下新鲜空气 此前还没人敢命令这位活颜王 陆芝林竟敢 伯望眸色彻底冷了下来 讽刺笑了笑 陆芝林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我叫你过来只是觉得你好用而已 不想待就滚蛋 听到好用而已 陆芝林瞬间松了一口气 多怕被伯望喜欢上 他苦涩地弯了弯嘴角 没有半点怨气 声音还是一如既往体贴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还有伤 不要生气动物 影响恢复 不过你不喜欢我在这 那我先走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说吧 陆芝林转身就往外走 他一秒都不想待在这 伯望沉着脸坐在床上 陆芝林一走 偌大的房子又恢复了一片死气沉沉 伯望停下手中的动作 骂了一句娘亲后从床上爬了起来 片刻后他听话地端着饭盒来到了露台 正午毒辣的阳光照进露台 肆意洒在伯望身上 他像一具俯师一样 站在那显得过敏又贪婪 豪门媳妇本是个工具人 老夫人却把他当成亲人 归期楼和技嘉合作的消息传出后 生意明显好转 陆芝林也变得忙碌起 经过上次的谈话 丁玉军开始频繁来查楼 不光喝茶 还喜欢找他聊天 距离拍卖会越来越近 陆芝林交代风阵和福生 要严选安保人员 目前的防盗设施他不满意 需要更好的 风阵提醒道 再升级就超预算了 陆芝林解释这次压根 就没想过要赚钱 他只希望能圆满完成拍卖会 而不是勉强完成 毕竟没有人想要一个 勉强完成的合作活 说吧陆芝林转身并一眼 就撇到了丁玉军 心想着他怎么又来了 风阵凑到他耳边提醒他 小姐老太太来了 陆芝林惊讶之余 带着点欠一筒 奶奶 您来了怎么不早叫我 丁玉军笑着道 不想打扰你工作 看你忙了半天 都没坐下来过 累吗 难得继老太太赏识 我不想他失望 随后陆芝林跟着丁玉军坐下 丁玉军还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 喝杯茶吧 对了 刚刚秦医生把你最新的运检报告给我看 说你贫血 最近怎么样 还好 不影响正常生活 丁玉军心疼道 做事归做事 身体一定要照顾好 我知道了 谢谢奶奶 陆芝林捧着茶杯喝了起来 丁玉军一脸满意看向陆芝林 他似乎开始慢慢喜欢这个通透又聪明的孙媳妇 其实他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告诉陆芝林 明晚伯旺父亲回家吃饭 他希望陆芝林跟伯旺一起出去 陆芝林这么一想 这意思是 奶奶 您让我通知伯旺 你们是夫妻 当然你来通知 陆芝林怀疑丁玉军是不是记性不好 上次分明说好 时候一到他就离开伯家 怎么就一口一个夫妻说呢 陆芝林本想以两人不熟来拒绝丁玉军的请求 没想到丁玉军让陆芝林当他面打电话给伯旺 陆芝林猜想伯旺肯定不接他电话 他拨通了电话 想了好几声后 伯旺都没有接电话 陆芝林心里松了一口气 正当他要挂掉电话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干什么 陆芝林瞬间傻眼 事情不该这样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伯旺会接自己的电话 区区的安保队长居然敢撬江北城头号恶霸想想 难道伯旺又会绿了 伯旺接了电话 干什么 陆芝林惊讶万分 下一秒温柔开口道 我是陆芝林 明晚你父亲回来 奶奶让我叫你回神山吃晚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 接着只听到拨弄打火机的声音 许久才传来伯旺慵懒的声音 明天的事情 你再说 今天的饭信给我送来 说完他便挂掉了电话 陆芝林无语极了 他看了一眼丁玉军尴尬地笑了笑 丁玉军已经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眼神似乎又误会了什么 陆芝林想解释 我可没有每天给他送饭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丁玉军就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 你去找他吃饭吧 我先回去了 明晚记得一起回来 我等你们 陆芝林深深叹了口气 他寻思老太太隔三差五就上门 早晚识破他装下 看来要找个合适的时机恢复势力 想想明晚的家宴也是挺烦的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关 伯旺又要使唤他这个瞎子 去给他送饭 他走进厨房 却看到了一脸饭花痴的江福生在颠手 陆芝林忍不住问他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江福生一听眼睛立马亮了 关掉我 兴奋道 我今天遇到了我学生时代的男神 陆芝林也好奇 他一天都待在茶楼 上哪遇男神 就那个安保公司的对手 李明怀 江福生说着说着脸都羞红了起来 多年不见他还那么帅 陆芝林大概知道是谁 但是对此人没太深印象 毕竟今天见的人太多了 而且他只需要他们背景干净即可 江福生想到李明怀说自己单身更是乐了起来 可过了一会他低头嫩嫩不乐表示 李明怀像是喜欢陆芝林 吓死了 这是什么大瓜 陆芝林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陆芝林表示不太可能 两人甚至没说过话 江福生接着道 他问你结婚了 怎么不见你老公来帮忙 你身边异性多不多 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也就江福生这单纯的头脑才觉得那是喜欢 陆芝林看来这分明就是在打探他 陆芝林皱了一下眉头 那你怎么回答 我多机智啊 我直接就把他喜欢你的小心思扼杀在摇篮里 我告诉他你从小就喜欢你老公 身边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喜欢想你老公 天哪 江福生硬生生给他弄了个恋爱脑的人设 陆芝林想了想也是算了 他轻轻敲了敲江福生机制的小脑袋瓜 赶紧做菜 我还要去给伯望送饭 也不知道伯望今天抽了哪门子的邪风 风批大佬多一步轻易相信人 派人监视自己的老婆意外发现了他是个恋爱脑 黑夜里林子里传出了一声惨叫 林子边上伯望靠在白色跑车上 李明怀把男人死死按压在地上 冷冷的 还敢跑 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在求饶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监视伯少了 求伯少放了我 我什么都愿意为您做 文言伯望没有说话只是扭头瞥了眼男人 你这个狗东西能为我们旺哥办什么事 最多当个人肉杀包松松筋骨 只见被揍成猪头的男人还在苦苦哀求 伯望默默看着他痛苦的脸 半想才出声道 也是条人命 别太过了 伯望的意思大概就是留一条命 可以继续打 一顿暴揍后 李明怀把先前伯望看的资料给他继续送上 此刻男人突然抱住了伯望的大肚 伯少 我真的不敢了 求您放过我吧 只见伯望不耐烦皱了皱眉 还鸡腿轰轰一脚把男人踢飞了 随后他继续翻开资料看了起来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李明怀搞不懂伯望怎么就对这卫生子工具如此上心 但还是如实交代 大少奶奶嫁进伯家之前 几乎没出过门 人际关系一片空白 不可能被人收买 你父亲的那两位又忙着上眼征服劲 没空搭理他 所以目前来说大少奶奶清清白白的 您不用担心他是谁的眼 伯望突然谋色阴沉 也就目前为止 他从小就明白人的本质是善变的 所以他不相信任何人 看着看着伯望突然定住 资料有一处内容他看得十分认真 原来李明怀把自己跟江福生聊天的内容连原本本打印了出来 李明怀干得漂亮 伯望看到这 不经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佛珠手串 接着他再往后翻了几页 看到陆志玲的资金流水 除了茶楼的基本运营开销 唯一的大头就是买几品沉箱手串的一百万 除此外陆志玲甚至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 伯望突然抬头看向李明怀 眼神浮现了一股淡淡的杀意 如果资料有一处错 你也不用活着来见我 保证没错 旺哥 李明怀挺直腰杆 后背直冒冷汗 啪一声 伯望把资料按在李明怀胸膛 继续给我监视 李明怀抱着资料表示不理解 牵手什么 伯望勾唇冷笑了一声 当然监视他什么时候被跑 盲眼娇妻千里迢迢给封替老公送他 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你说气人不气人 伯望转身就想走 忽然想到什么事 回眸瞥了一眼倒地的男人 并对李明怀说 你下手太重了容易造杀孽 赶紧把人送医院吧 是 我马上把他扔进青江卫鱼 只见伯望冷冷道 长长而去 留下李明怀傻乱在原地 难道真的送医院 望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性啊 另一边在递江亭 给伯望送饭吃了闭门羹的陆志玲 正准备离开 陆志玲看上去心情不太美丽 心想伯望这个死变态 肯定故意耍他 就在此时电梯门突然打 伯望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陆志玲背下的差点不会好好走路 还好平时他把瞎子二字刻进骨子里头 一秒就吸睛上身 他用手杖指路继续往前走 陆志玲渐渐靠近伯望 他身上独特的木质箱也随之落在他鼻尖 他正想停下来之急 伯望的胳膊突然横在他身前 握住他的一侧肩膀往后带 这猝不及防的一拉 让陆志玲瞬间跌进伯望怀疑 伯望 伯望低眸看着他白皙的小脸 眸色阴沉 你怎么知道是我 闻出来的 陆志玲又闻了一下 你身上怎么有血腥味 你又受伤了 伯望顿时觉得陆志玲很神奇 他是斗子吗 怎么闻得那么准 他看了看衬衫上的血迹不以为然道 别人的 伯望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 他的嘴唇快要贴上他的脸 慈性的嗓音不变醒目 不耐反等 要走了 陆志玲柔声道 不是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待在你家 便当和我放在门口了 只见伯望玩味勾唇 这么听话 我不想你不开心 说着他拉了拉伯望的手 想让他放开 然而伯望却将他抱得更紧 是吗 那走吧 陆志玲以为自己可以离开自己 伯望又把他拽了回去 他实在搞不懂伯望这个变态 到底想干什么 作用千亿资产的豪门大少女 居然丧到三天两头都喊死 伯望强行把陆志玲带了回家 只让他傻乎乎看着自己干饭 只见伯望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看着手机 陆志玲看着伯望妖孽般的脸有点上头 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看着他吃饭 他想找个借口离开 就在此时伯望赤笑了一声 笑得甚至有点讽刺 原来他手机里正播放着一则 听起来如此耳熟 不就是之前伯父在电话里 让他去解决的地方吗 伯家在K国财雄是大 但是风铃区经济一直被其他几个财团控制住 然而伯望生日那晚浑身是伤回来 接着伯氏集团就改变了风铃区固有的格局 不得不说大财团之间的争斗背地里都很肮脏 陆志玲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寻常 他难以置信看向伯望 难道这么多年来这些肮脏事都是伯望做的 如果是那样一切就说得通吗 身为伯家长子形势荒唐很厉 却没有多加管束 除非伯家需要他的狠辣 还有可能随时推他出去顶罪 越往下想越是可怕 陆志玲不经心里大起了寒战 啪一声 伯望放下手机继续干饭 陆志玲敏唇淡淡道 明晚晚宴 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回去 我和奶奶说 文言伯望立马坐直身体 抬眸看了一眼陆志玲 那脸臭得跟个大响似的 你知道什么 看他这反应陆志玲似乎又猜对了 陆志玲一脸茫然表示 什么知道什么 我只是想你身上还有伤 家厌人多 带上应酬我怕你累坏了 博王没有说话直勾勾盯着他 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片刻后博王割下筷子 他伸手捧住他的脸 温热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白嫩的脸庞 嗓音温柔 勾着余月 这么关心我 那不如陪我一起死好了 博王到底对这个世界有多厌恶 开口闭口都要死 冲踢老公居然想打掉怀孕娇气给他陪葬 只因他一个人下地狱太寂寞 这么关心我 不如陪我一起死好 面对博王的危险发言 陆志玲不知所措 怎料下一秒博王直接伸手掐住陆志玲的脸 他痛到表情都猙獰但不敢喊出声 只见博王冷冷道 怎么了 不愿意啊 当然不愿意 我想活着 博王吃笑了一声 语气带着讽刺表示 就这还敢说喜欢我 活着有什么不好 有日出 有山川河流 有万物生长 博王勾纯露出一抹邪恶的笑 语气里充满了变态的戏许 还有你瞎掉的眼睛 死了的全家 你高高在上的同学 你想打打不掉的台 陆志玲 五年来 你分的亲人间还是地狱吗 轰荡荡的屋子里博王低沉的声音 像尖刀一般 在陆志玲的心脏进进出呼 陆志玲恍惚了 他回想起五年前的大路 仿佛又在他面前 面对一个个离去的家人 他是那么的无能为力 好一回他才缓过神 博王的话太治愈了 博王冰冷的大手 顺着他的脸摸到他的脖子 继续捕获道 其实死很简单 烧炭 上吊 跳河 或者我在你这开道口子 马上就结束这一切了 说着说着 博王狠狠掐住了陆志玲的脖子 他的样子很认真 仿佛下一秒陆志玲就要命丧他手 陆志玲屏住呼吸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我一个人走怕寂寞 你陪陪我 说吧博王修长的手指瞬间收紧 陆志玲顿感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要活着 不管人间还是地狱 我都要在这里占一席之地 为什么 家人都不在了 如果我也不在了 谁会记住他们 陆志玲抓上博王的手 突然柔声道 因为五年前 我没寻死 才遇上你 单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活着很好 陆志玲的回答似乎打动了博王 只见他把手从陆志玲的脖子上抽走 随后陆志玲握住博王的手 博王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过去太痛的话 你可以斩断 从新开始生活 你还有未来 男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打掉女人 女人却还是忍不住心疼他 博王听完陆志玲的话 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 你是在跟我畅想未来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陆志玲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不配陪你走到最后 我只希望你能再等等 等一个让你觉得活着很好的人 和你一起幸福走下去 博王没什么表情盯着他 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半想他站了起来 我累了 去睡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 陆志玲终于从博王家走了出来 进了侦夫 他终于扛不住地扶着墙 他心有余悸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夫妻节奏混乱 魏里也是翻江倒海的 博王阴晴不定 一言不合就要嘎掉他 陆志玲都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现在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顺利熬到生在 活着真的太难了 一日神山博家 先生回来了 江福生紧张嘻嘻喊了起来 志玲 你真的不下去赢一下吗 毕竟是博家大儿媳 不去迎接会被说闲话 陆志玲并不这么认为 他知道他就是暂时待在这个家的 他没必要去刷存在感 去了反而会让他丢脸 他果断躺下 我还是好好休息 等着开席 好好做个干犯人 话因为落房门就被敲响 大少奶奶 老太太请您下去 好吧 不能再睡了 片刻后陆志玲打扮得体来到了餐厅 厅里已经摆上了差不多十张大圆桌 一群人都在鳄鱼凤城博争容 称赞他风铃区这个案子干得漂亮 国大哥 听说你家儿子博堂二十岁了 还在国外留学 是时候让他回来集团学习 毕竟继承财团光靠学历是不够的 你懂什么哪里是留学 那是建立社交圈去了 新闻不是说有个叫妮丽莎的公主 跟他告白了 哈哈 合着我们博堂少爷是要去做赋卖 陆志玲看着这一片欢声笑语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国家的光鲜亮丽 非地里的黑暗勾当权都是博望承担了 然而这些所谓的亲人没有一个看好他 甚至觉得他就是耻辱不值得被提起 旁门习赎不易当 第一次见公公如同兽刑现场 陆志玲打扮得体来到餐厅 知灵 来了 丁玉君从博真龙旁边站了起来 知灵来 给你父亲敬茶 现场顿时压屈无声 陆志玲虽然不情愿 但是在众目睽睽下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只见博真龙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丁玉君使了个眼色 让文管家立刻端上泡好的茶 知灵 茶在你的右手边 你父亲在你的正前方 你敬个茶吧 多双眼睛一直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只好速战速决 双手端起茶杯 恭敬地到伯真龙的面前 父亲 请喝茶 伯真龙脸色又沉了几分 视线从陆志玲身上一晃而过道 菜都上了 先吃吧 玉云飞立刻附和道 是啊是啊 先吃饭 见伯真龙无视陆志玲 丁玉君语气皱了 真龙 这是伯旺曲的太太 是我和清灵看中的长孙系 你作为父亲结婚不到场已经很失灵 只见伯清灵直冲着陆志玲乐喝道 对对对 志玲很好 而且人长得漂亮 母亲 伯真龙心想老太太到底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瞥了一眼陆志玲 发现他一态倒是不错 碍于母亲的颜面 他随后伸手接过陆志玲的茶 轻轻抿了一小口 敷衍道 志玲是吗 身体怎么样 怀孕了注意多休息 我挺好的 谢谢父亲 陆志玲本想默默离开 等一下 丁玉君叫住了他 只见他一挥手 一列佣人整齐走了进来 每个人都端着托盘 盘里还有一杯茶 看来老太太早有准备 你和伯旺婚礼办的仓促 没机会给各位长辈进茶 今天正好可以补上 众人一脸愕然 伯旺做出凤子成婚这种荒唐是不奇怪 怎么现在老太太也跟着呼上了这位大少奶奶 随后丁玉君亲自带着陆志玲 给在场的长辈都进了茶 进完茶众人纷纷入座 丁玉君把陆志玲拉在自己身边坐下 还特地让厨房炖了枸杞红枣乌鸡汤 给他补气血 谢谢奶奶 陆志玲本想当个透明人 这下好了都变成所有人的焦点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在此时夏美琴突然阴阳怪气到 志玲 原来你是老太太的心肩宠 难怪在家可以横行霸道 听他口气似乎陆志玲踩他儿子的那时还没翻天 眼盲娇气在家族长辈面前霸气护肤 夏美琴阴阳怪气讽刺陆志玲 有人撑腰就是不一样 丁玉君面色一冷 你又胡说什么 夏美琴心疼抱住八岁的儿子 小真的腿上次被他踩得肿了好几天 闻言陆志玲连忙道歉 夏姨 对不起 我眼睛看不见 以后我尽量不出房门就是了 一旁的玉云飞憋不住开始煽风点舞 哎哟 志玲有身孕也不能天天闷在房里头 玉云飞这么一说 夏美琴反而成了坏人 夏美琴瞪着大眼睛装着一脸无辜道 我可没说要关着他 是他自己嫌自己碍事的 见状陆志玲赶紧站起来再次跟夏美琴道歉 随后丁玉君示意陆志玲坐下 并严厉看向伯真 那天的事我知道 你是当事人 你说谁对谁错 突然被老太太点名 平时任性惯的伯真也有点害怕并站起来 奶奶 我知错了 夏美琴一脸难堪坐在哪 心里那是敢怒不敢言 此时伯真突然开口问道 我大哥呢 他怎么没回来 陆志玲表示不忘身体不适 在地将停休养 文言伯真讽刺道 还以为你多大本事嫁入我们国家 老公连家宴都不跟你一起回来 看来是不想见到你 此刻偌大的餐厅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陆志玲也沉默了 伯真的话似乎也提醒了某人 只见伯真龙的脸色那是越来越差 臂旁的二叔公叹了一口气道 真龙也不是我想说你 你太由着伯望了 夏美琴和玉云菲立马一唱一大为伯望打起原场 伯望估计真的不舒服 一会让秦医生去看看吧 他一直住在外面 也是我们这些长辈没有关心到位 就算再不舒服 父亲回来了 爬也要爬回来啊 再说他那的形象是不舒服吗 此时旁边有人皱眉道 听说前些天他在公家拍卖会上 把王老大羞辱了一番 黑套会所的老板也被他踹得吐血了 此刻现场像及时伯望的讨伐大会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在降到伯望 面对众人对伯望的指责与羞辱 伯真龙也是默默听着并没有为伯望平反 陆志玲安静的坐着脸上没有表情 毕竟伯家的事是非非与我无关 可是这些人太过分了 伯望虽然暴力很辣 但也不至于对家族一无是处 他看不过去了 哼 一声清脆的声音 陆志玲手中的勺子扔回蝶中 抬头面向二叔公的方向 语气三分清冷七分克制 二叔公 伯望是真的不舒服才不能回来 他受伤了 在那块伯家刚拿下的南洋路的地受伤了 全场再度寂静 陆志玲话里有话的 懂的人大致都懂 众人面面相去 神色各异 伯真蓉反应最大 脸黑得像锅底似的 语气清冷道 你在说什么 男人本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长子 却经常遭受家人族人的谩骂和唾弃 只因他是这座城里人人惧怕的活颜王 陆志玲看不过去为伯望处辞 伯真蓉愤怒了质问陆志玲什么意思 面对伯真蓉的威压陆志玲并没退去 他挺直了腰胆表示 我只是向二叔公解释伯望并非故意不孝 不要误会他 伯真蓉脸色更显阴沉 突然庸人惊讶的声音传来 大 大少爷 众人错愕转头 伯望缓缓朝着众人走来 薄唇勾着邪气的弧度 似笑非笑看着众人 陆志玲顿时愣住 他压根没想到伯望会回来 伯真有些兴奋站起来 大哥 你回来了 夏美琴立马拉着伯真 强行按着他坐下 只见伯望漫不经心走到陆志玲旁边拉开椅子坐下 陆志玲观心道 你伤好些了吗 还没死 索性就爬着过来了 伯望边说边看向一旁的二叔公 就在此时夏美琴一脸不怀好意开口 伯望来得正好 文管家汤好吧 端上来给伯望补补 好的 看到伯望回来陆志玲瞬间松了一口气 毕竟在他面前大家应该不会再说什么难听的话 片刻后庸人端来了一个大碗宫 直接摆在了伯望面前 碗里满满是汤 汤是奶奶色的 里面有各种鲜蔬和肉 可是味道怎么 陆志玲隐察觉不对劲 只见伯望死死盯着眼前的汤 脸色渐渐阴郁 伯望 这是你父亲特地让厨房为你准备的羊汤 只见玉云飞笑嘻嘻勺勺了一小碗汤递给伯望 陆志玲一脸震惊于不紧 伯真容是怎么回事 自己儿子对羊有阴影他难道不知道吗 在伯望面前数羊都不行 这个父亲竟让他吃羊肉 此时伯望坐着一动不动 身上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冷 眼睛再也没有一丝温度 是火山爆发前夕的瓶颈 眼瞒娇气味就封批老公 居然睁眼说瞎话 整个餐厅一片死寂 坐在席面上的人也不敢吭声 只是默默看着伯望 丁玉军叹了一口气 正想说话 却被伯真容打断了 连那不知一提的过去都无法面对 你能做什么大事啊 下一秒玉云飞立马把羊汤端到了伯望面前 让他趁热喝 不要辜负他父亲的一片心意 他不怀好意搅拌着羊汤 随着汤的晃动一只羊眼睛浮现在汤里 陆志玲瞬间一股反胃涌上来 伯望低谋盯着那只羊眼睛一动不动 伯真容忍不住呵斥的 伯望 你想干嘛 简直目中无人 只见伯望冷笑一声转身就想走 气得伯真容轻惊暴露 立马下令让文管家拿下伯望 丁玉军想出面为伯望求情 伯真容态度强硬说什么今天也要教训伯望 随后保镖直接拦住了伯望的去了 陆志玲担心追了上去 步子有点急 忽然伸手捂住嘴想是要吐的样子 伯望低谋幽冷看着他 薄唇勾起一抹邪恶的笑 既然你们不想好好吃这顿饭 那就都别想吃了 下一秒他的脖子先了 瞬间羊汤羊肉见得众人浑身都是 二叔公脸色铁青站了起来 手颤颤微微指向伯望 伯望 你简直是忤逆不道 夏美琴也护着伯真站了起来并讽刺道 大少爷可真不得了 玉云飞拿了纸巾凑到伯真容身边为他擦拭着衣服 陆之灵一副难受的模样解释着 奶奶你别怪伯望 羊汤的胃实在太删了 我闻得不舒服 他是想帮我拿圆点 他是无心的 纵人无语 心想果然是个瞎子 就伯望刚才那个手起碗落的动作 那叫掀桌子 拼玉军马上get到了陆之灵那时在为伯望解决 细心梗筋再次上线 老公我要轻轻告报举高高 晚宴让伯望这么赢了 我正容器的要对他动用加法 陆之灵机智解围 拼玉军瞭懂并立马上前握住陆之灵的手 之灵奶奶知道不是伯望的错 都怪文管家 把那么删的东西放在孕妇面前 可怜的文管家无辜躺枪 我太难了 快回房休息 这里奶奶会处理 随后陆之灵摸索找到了伯望 他捏了捏伯望温热的手心 按时他表演开始 只见陆之灵凑到离伯望很近 老公咱们一起走吧 说着说着陆之灵轻易地挽上伯望的胳膊 像小狗一样在伯望身上蹭呀蹭呀 一个声音 你赶走你的试试 狗腿都打断 伯真龙怒目而视 几个保镖一拥而上 陆之灵顾不上众怒悔了 他一下子贪婪倒在了伯望怀里 紧紧抱住他的腰 仰头柔声道 你陪我 伯望低谋看着他 猴杰不由自已地滚动了一下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难受 是吗 下一秒伯望忽然勾唇 必把将陆之灵横抱了紧 不好意思 我老婆太黏人 就先回房了 说完伯望抱着陆之灵就走 气得伯真龙后 牙槽都要咬坏了 上 把这个不孝子拦住 保镖们犹犹豫豫跟了上去 想拦又不敢拦 好了 丁玉君严厉盯着伯真龙 真龙 这个家你做主 财团也是你做主 那么知灵的肚子 我这个老太婆能做主不 母亲 伯真龙欲言幼稚 知灵怀的是我第一个宝贝大重孙 不容有任何闪失 若大家有不满 我老太婆给大家赔不试 丁玉君那时越说越激动 看着老太太淤尊将贵给众人道歉 小辈们谁敢接受 尴尬相识一笑表示 老夫人您说的对 咱们都听你的 此时一脸阴险的玉云飞心 想着下一次肯定能整死不忘 变态老公爱恼 妻子只是穿得短了点 她就以为她要向他扑 管宴结束刚洗过澡的夏美琴 在捣持着自己 心腹庸人给她通风报信 夏夫人 先生没有去玉夫人呢 去了书房办公 夏美琴笑得有点讽刺 玉云飞自作聪明 在蒸笼面前挑适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肯定气得直舵 不过今天倒是挺奇怪的 老太太对陆之灵 那个态度跟之前不一样 竟然拉着她进茶 明显是看伯望不成器 打起了重孙的注意 文言庸人赶紧附和 夫人说的有道理 毕竟伯家向来都是船长子 接着还怂恿夏美琴 要做点什么 此时在沙发玩游戏的伯真 突然冒出一句 你们可真是无聊 夏美琴起身怒斥伯真玩游戏 让她赶紧去练肌剑 好在父亲面前多表现表现 伯真无语翻了个白眼道 这个家本来就是大哥的 搞不懂你们两个小妾在抢什么 听到小妾二字 夏美琴气疯了 伯真反国 你和玉亦都没结婚证 放在古代就是妾 夏美琴自信满满 我年轻貌美 你父亲迟早要娶我 伯真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自己的妈妈 是谁给你的自信 我都八岁了 父亲要娶你早就娶了 说不定过几年家里再来个心愿 你就和玉亦一样 夏美琴背对的那是个哑口无言 伯真还劝夏美琴 还不如好好抱紧伯望的大途 这样能在这个家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夏美琴不懈抱人大途 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就要看两边厮杀 他坐享其成 伯真受不了妈妈的天真不想跟他废话 只见他摇着头站起来直接往外走 夏美琴却被气得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破儿子 敢请我给自己生了个爹 三楼 遇事里路之灵正在洗澡 他回想着刚刚家宴的一切 心有余计 他现在是彻底得罪了伯真蓉 算了 这闲事不管也管了 不想了 陆之灵关掉水 拿起浴巾擦拭 随后换上红色的短睡袍 心想伯望今晚应该没理由待在家 他安心推开浴室的门 结果瞠目结舌的营 只见伯望静静一头坐在床头 可怜的陆之灵今晚又要睡沙发了 等等 伯望手上是什么东西 陆之灵快要气炸 这个伯望带着我的佛珠 玩着我的同气小狗 还真会挑 不是我视如命的东西都不拿 此时伯望也留意到陆之灵 他抬眸朝他看去 他静静站在那 一身红色睡袍 显得娇艳无比 伯望眸色皱变深沉 嗓音微微沙哑 故意的 又穿这么短的睡衣 嘴上说配不上他 对他没任何妄想 还不想着办法勾引他 一进来就要先洗澡 但是不要太明显 男人是一只大脑虎 随时想把女人抓住吃掉 伯望看到陆之灵穿着短睡衣 马上进入脑补状态 这个女人想泡我 嘴上说不行 身体倒是诚实 看上去伯望很期待会发生点什么 怎料下一秒陆之灵转身就离开 我下次多买几件像样的睡衣吧 伯望傻眼 说好的勾引啊 怎么 怂了 走什么 过来啊 伯望像照小狗似的换 陆之灵无奈走到伯望面前 伯望直勾勾看了陆之灵几秒 随后分开他那两米的大长腿 坐 陆之灵尴尬问道 坐哪 让你坐你就坐 伯望语气有点不耐烦 陆之灵内心十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这家伙又想占我便宜 想让我做他大腿 他尽量压抑着想打人的冲动 保持温柔道 我看不到 但是我感受到你动了 伯望你别气负我 被戳破的伯望丝毫没有心虚 连稍稍后仰 伸手松了松衣领 慵懒又性感 这算哪门子欺负啊 只是让你坐腿上 更何况我还没在你身上躲 伯望的虎狼之词让陆之灵瞬间红了脸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说着伯望伸手拉住了他腰间的腰带 下一秒伯望稍稍使劲 陆之灵直接扑向了伯望 陆之灵呼吸一顿 伯望 我有身孕 拒绝的意思有点明显 伯望眸色阴沉了几分 嗓音低沉道 陆之灵 不要在我面前玩玉琴故纵那一套 趁我现在想睡你 识相点 陆之灵往后退了一步 腰带散了下来 缠在伯望修长的手指尖 他连忙站好用手收紧睡袍 坚定地摇了摇头 伯望 不可以 伯望面色又多了几分轻了 我这人没什么耐心 不会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你确定吗 好家伙 处处勾引 却又不敢动真格 眼看伯望似乎要爆发 陆之灵内心慌得一脾 担心得罪伯望以后又没好日子 他立马开始哄他 伯望 你在我心中实在太重了 我不愿意拉着你下转 哪怕短暂的欢愉也不行 我只希望你跟足以相配的人 共度余生 见伯望不为所动 陆之灵画风一转 笑得有点好看 还有我也不喜欢羊肉 太删了 所以不喜欢的东西 就算这辈子不去碰也不可惜 漂亮 这画里有画的 伯望眸色迅速变身 死死盯着陆之灵 根本就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眼盲媳妇豪门生活危机四伏 躲过了大脑 又来黄鼠狼 伯望的眼神深不可测 根本看不出他心里的小九九 两九 他语气略带嘲讽道 陆之灵别太自以为是 你不懂我 可我希望你好 呵呵 你的希望能坚持多久 一个月 一年 伯望冷笑着从床上站了起来 转身就走 并随手扔掉手中的铜器小狗 喷一声 门砸得有点重 伯望生气了 不过躲得一天算一天 陆之灵缓缓松了一口气 今晚终于不用睡沙发了 第二天 陆之灵一大早就想出门上班去 视力朦胧地将浮身不理解 为什么要那么走 陆之灵解释 毕竟昨天晚宴他备受瞩目 难免会遭人嫉妒 惹不起的人 还是躲得好 更何况离拍卖会没几天 要好好优化细节 江浮身认同点了点头 有道理 刚到楼下 一个庸人就朝他们走过来 大少奶奶 玉夫人有请 还是走慢了 庸人将他们领进一个漂亮的偏厅 玉云飞坐在里面 身旁还站了一个熟悉又意外的身体 公资化 他怎么也在这 只见公资化没了平日的嚣张把扶 战战兢兢缩在那看着玉云飞 见陆之灵进来 玉云飞立马笑着看去 之灵来了 快坐 陆之灵缓缓走过去 虽然知道玉云飞肯定不怀好 但他还是保持着微笑 玉云 听到这话 公资化惊恐万分 陆之灵什么时候又攀上博家这门路的 看来今天又要撞枪口上了 玉云飞热情拉着陆之灵坐下 表示为他准备了Wire这一记的新品 让他随便挑 话音刚落 庸人接二连三推出了一杆又一杆的漂亮衣服 看得人目不暇接 公资化简直就是看傻了 陆之灵一边感谢玉云飞好意 一边婉拒她表示 我衣服够穿了 不用破费了 文言玉云飞笑出声 女孩子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吗 玉云给你的心意 不准不要哦 不知道要哪几件的话 玉云替你做主 那几件压轴的全给你留下 陆之灵沉默了 很明显玉云飞这么做事有意拉拢她 豪门媳妇宁愿与狼共舞 也不愿意接受婆婆的好名 玉云飞又是名牌衣服 又是价值千万的珠宝 铁了心就想拉拢陆之灵 奈何陆之灵是少有的人间清醒 玉云 我不能夺人所好 送你 我可不心疼 玉云飞一个劲把珠宝和王陆之灵手里塞 之灵 我初次见你便觉得咱们有演员 你以后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可以跟玉云说 见陆之灵继续沉默 玉云飞猛地抬头看向公姿化 听说公姿化欺负过你 你想要她怎么样 玉云替你出气 此时音乐声音过大 公姿化根本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但光这一眼 就让她吓得腿软 呼吸都凌乱 陆之灵捏了捏手中的珠宝盒子 玉云飞煞费苦心 又是送礼又是替她出气 事好的意图太明显 所谓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到时候玉云飞肯定会让自己做一些违心的事 迟早就会走上国家争权夺利的道理 想到这她毫不犹豫将珠宝和地回给玉云飞 谢谢玉云厚爱 只是这手链太贵重我不能受 陆之灵的拒绝让玉云飞语气骤变阴冷威胁道 之灵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有些人你根本没本事把握住 国王就是一头从烂泥里爬出来的狼 狼身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性 别说前途 到时候连小命都不过 陆之灵云淡风轻笑了笑道 多谢玉云提醒 说罢便在江福生搀扶下大步离开 公资化看着这场变故有些摸不着头脑 好一会她凑到玉云飞身后 小声问道 玉夫人 陆之灵和博家有什么关系啊 玉云飞微笑着讽刺道 现在的小姑娘太浮躁了 以为自己拿捏住国家大少爷就了不起 公资化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那晚公家晚宴后 陆之灵被博望睡了 现在妄图攀高枝 同时她想捉住机会要让陆之灵身败凝利 陆之灵和江福生走出了偏听后 突然停了下来 拒绝玉云飞以后日子恐怕不好过 此刻陆之灵想到一个能破局的人 走 去老太太那 此时三楼上博望正以着栏杆默默看着陆之灵 她暮色忧沉 甚至怀疑陆之灵已经在背叛她的路上 她拿起手机并冷声吩咐 查一查 玉云飞找陆之灵都说了些什么 眼盲媳妇得罪了公共的情愿 变态老公也怀疑她背叛了自己 连唯一对她好的奶奶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豪门生活她只能靠自己 丁玉军似乎早就猜到陆之灵要来找她 提前清空了查试 之灵 我明白你过来的意思 在博家我可以护着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希望你能帮助博望拿回本该属于她的义气 陆之灵顿了一下 她万万没想到丁玉军是在这等着她 博望好歹是名正言顺长子长孙 博家的将来理应落在她身上 奈何她这些年活得太浑浑了 丁玉军意味深长看着陆之灵 你是在陆家长大的 应该很清楚一个继承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你帮我改变她 老太太能想出这主意 相信是因为上次博望主动给她打电话 误会两人的关系 陆之灵想都不想果断拒绝 奶奶很抱歉 我恐怕办不到 可丁玉军态度坚定 我活到这把岁数 不会看错人的 一句话下来陆之灵的嘴直接给堵住了 突然丁玉军拉着她的手 郑重开口 之灵 就当奶奶求你了 只要你能做成 你就是博望的太太 博家未来的女主人 我和爷爷亲自替你开宗词 让你拜祖宗 陆之灵抽走被拉住的手沉默了 丁玉军看她这态度 声音有些哽咽 你明明和我一样都心疼博望 怎么不愿意出手帮她们 两久丁玉军再次开口 你心疼博望 但是心不在博家 是吗 陆之灵无话可说 去吧 丁玉军摆摆手 没有再为难她 卢自坐在茶室看着相框 默默落泪 看着老太太有些勾楼的背影 陆之灵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心里五味杂陈 但没有回去 随后打开手杖往外走 飞七楼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场拍卖会 陆之灵站在二楼栏杆前 往下看 拍卖会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风筝声音压不住的喜悦 第一次在茶楼办拍卖会 大家觉得很新鲜 很满意 同时风筝也知道陆之灵搭上技家拍卖行 其实都是为了收集更多陆家旧物 陆之灵点头 因为总不能天天等着像公资话那样送上门的机会 在拍卖界搭上点关系 打探消息也方便 只要今天办好了 路子就能走得广 一定能把小姐想要的都寻回来 希望如此吧 变态老公突袭爱妻的工作现场 只因他太无聊 拍卖会有条不紊进行中 陆之灵站在二楼栏杆前看着下方 此时江福生和李明怀正好走 当福生看着李明怀 脸上写满了喜欢 为了给福生制造更多机会 陆之灵告诉风筝 安保公司后续让福生去接派 小姐 你太宠他了 还给他假公济私的机会 陆之灵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 看到江福生仿佛就看到以前的自己 无忧无虑 没心没肺的开心 恐怕自己以后也不再有 突然楼下一阵喧闹 只见几个标形大汉走了进来 跟在后面的时 吊耳郎当的寂静 名牌加身的公资话 陆之灵一下子就认出了两人 但他不明白两人为什么会来 寂静突然往后看去像是还有什么人要来死的 只见博望缓缓走了进来 他今天的打扮有点上头 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慵懒性感 陆之灵都看魔证了 久久才回过神 最近肯定是看他身体看太多次了 出现幻觉了 竟想这些有的没的 健壮风阵自动请应要去招待他们 陆之灵摆手 算了 还是我去吧 季静站在茶楼里 看着里面犹如梦回江南的布置 很是惊喜 不忘调侃公资话 比他们家的天使仇目会有情调多了 公资话脸色瞬间难看 才多大点地方 小家子气就是小家子气 扯什么情调 公资话的大小姐脾气 季静表示难伺候 分明是他非要拉人来的 现在又嫌弃 旺哥 你说呢 我旺没搭理两人 抬眸看了一眼楼梯放下 此时陆之灵扶着扶手走下来 一袭长裙竟险江南女子的婉约 在风阵搀扶下 他来到三人面前 伯先生 季先生 龚小姐 几位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吗 季静一下子看直眼了 原来你就是归七楼的小老板了 实践伯望侧目看他一眼 暮色有些凉 陆之灵笑了笑 三位是想做包厢 还是看看藏品 我往冷冷到 随便做 不要太显眼的地方 好的 我来安排 我忘得突然造访 我真只是随便来的吗 疯批大佬看兄弟撩自己老婆 居然还能冷静地喝茶 陆之灵将三人带到了角落的八仙台座下 给他们表演了一次盲人煮茶 寂静安静欣赏着 看着陆之灵煮茶的一举一动 仿佛在哪见过似的 陆之灵赶紧不能过去 可能我长得大重脸吧 请姬先生尝一尝我们的茶 可还入眼 说着他捧着茶杯送到了博望面前 第二杯递给季静 公姿化冷笑了一声 眼睛瞎了也懂仙公为谁 陆之灵你比在学校的时候 更懂人情事故啊 季静皱眉 行了 姿化 一条手串而已 没必要一直揪着不放 随后冲陆之灵笑 别理他 大小姐脾气 没关系 陆之灵表现相当大度 季静看他也是一脸欣赏 表示回去跟家里人说 下次弄点好过来 半个更盛大的 季先生满意就好 满意 茶满意 人也满意 博望抬眸看了一眼 季静没有出声 下一秒慢悠悠拿起茶杯 此时他手腕上的 沉香佛珠手串特别嫌疑 公姿化看见脸都绿了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玉云飞那么重视陆之灵 他不止爬上了博望的床 还让他带他买的手串 此时季静也看到了 博望腕上的手串 差点没被茶枪死 他看了眼博望 又看了眼陆之灵 仿佛一下子恍然大悟 喝茶这种无聊的举 旺哥平时都不屑 今天却说来就来 果然有猫腻 随后凑到博望耳边脱口而出 旺哥 真睡了 博望漫不经心看向季静 眸光深沉 真不真有什么要紧 你记少爷满意才中的 闻言季静下的灵魂出窍 旺哥 我嘴见 我也就见过他两回 每次都在你身边 博望挑了下眉 那你想见几次 季静求生欲很强 立马怂 一次都不想 一次都不想 季静害怕死在博望手上 突然压低声音暧昧道 旺哥 我和姿华在楼下喝茶就好 您和陆老板上楼上做做 陆之灵耳朵好 听得清清楚楚 他怀疑季静说的做和 他想的不是同一个字 现场戏分有些许尴尬 陆之灵浅笑着 我去准备一些吃的拿过来 却被季静阻止了 陆老板 旺哥喜欢清静 你连我们旺哥上包厢吃去 一旁工资化白了一眼季静 你怎么像的拉皮条的 说的那么难听 不就上去吃个东西 是吧 旺哥 博望坐在内部说话 只抬起一双漆黑的眼 看着陆之灵 浑身透着一股 令人捉摸不透的懒惊 变态老公来茶楼不是喝茶 而是心事问罪 博望将茶杯放在桌上 指尖一转 茶杯旋转起来 现场的紧扣胆压的 让人喘不过气 博望绝对是故意 目的想看看陆之灵的反应 假如他拒绝会不会 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陆之灵心底一触 最终无奈开口道 博先生啃伤脸吗 博望伸手暗停了茶杯 站了起来 陆之灵好想打死 寂静这个嘴欠的娇 随后两人来到二楼休息室 陆之灵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博望一双漆黑的魔扫 试着整个房间 然后冷冷道 叫我上来干什么 瞧你说的 像是我强迫你上来似的 他一点也不想叫你上来的好吗 陆之灵强忍着抱走的内心 温柔笑了笑 不是你想见我吗 无事不登三宝殿 陆之灵也不会傻到 以为他单纯来喝茶 只见博望冷哼了一声 我想见你 博望伸手捏了捏陆之灵的下巴 动作暧昧 声音嘲弄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陆之灵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感觉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随后马上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应该找我有事 博望沉默了一回 随后在一旁的沙发坐下 边吃着小甜点边问 你这茶楼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 37颗彩钻都不用 陆之灵有些意外 他居然什么都知道 博家真的到处都是眼睛 天上不会白掉线米 若我收下他的东西 往后必定受他控制 玉云飞在博士财团任有高位 他也是个大方的人 从不亏代替他办事的人 陆之灵表示 就算玉云飞给的再多 他也不愿参与博家的斗争中了 原因 陆之灵很清楚 玉云飞紧紧冲着 他是博望妻子的身份了 不管是联合 还是要算计 如果最终是伤害到你了 我都不愿意看到 博望低笑了一声 阴阳怪气表示 我可是不会给你送37颗彩钻的油 我说过了 能遇上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陆之灵这片人的功夫真的日渐增长 所以就算3700颗彩钻 也买不到我对你的真心 文言博望直勾勾盯着他没有继续追问 男人堂堂 活颜王居然在眼盲娇气的土味小情话中唾沫 博望死死盯着陆之灵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他才缓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伸手拉住他的脖子 必把将他扯到自己面前 语气冷冷道 那我就等着看 你这块天上的馅饼究竟是不是白掉了 什么鬼 博望这新奇的脑回路是怎么回事 忽然楼下一阵喧哗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就知道你们这种小茶楼信不过 竟然公然在这卖假货 尊明就是嘲笑我们不识过 还有人起哄着要报警 江福声冲了上来 直灵 不好了 好多人说咱们的藏品是假货 陆之灵异常淡定 有多少人在闹 起码一半 还有一半等着给交代 好 我去看看 陆之灵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 回头面向博望 温柔交代 那你先在这里休息 试的喝的桌上都有 我先下去一躺 博望冷冷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自己也像个孩子一样被照顾 陆之灵淡淡一笑 难道像个孩子一样被处得不好吗 博望脸色略带羞涩 谁他妈要当个孩子 我是要当你孩子爹的人 此时楼下 众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围着风筝吵着要赔钱 寂静和公子化在一旁看着 目视他期待已久的模样 他回头看了一眼寂静 嘲讽道 看来这回你们技家看走眼了 气静皱了皱眉 开始担心技家拍卖行的声誉 内心开始咒骂陆之灵 都攀附上旺哥了 还干出这种事 也不知道旺哥会不会出面 就在此时陆之灵从楼上慢慢走了下来 他冲中人点了点头 从容微笑道 各位稍安勿躁 我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见状有人气势汹汹上前 你哪根葱啊 陆之灵正想开口 公子化假一仗一相助 拦在陆之灵身前 你们有话好说 陆老板是个瞎子 你们不要欺负他 公子化的阴险一下子表入无语 陆之灵也瞬间明白公子化特意跑来 就是为了这一出 随后公子化拿来其中一位收藏家的藏品 各位所有藏品都有专业机构鉴定过 不可能有假 让我帮大家看看 之灵你这个有点过分啊 这个是赝品呀 说着说着他走到陆之灵跟前 低声讽刺道 这些藏品虽说上千万 但如果要赔偿起码翻十倍 而且这个事情你赖不到技家头上 我看你要棒几个男人才够赔 陆之灵一手夺过了公子化手中的藏品 他淡定地告诉大家 这个的确是个假货 公子化这种跳梁小丑的角色 他似乎早就看穿了 这局一点也不高明 眼盲娇妻被千年大白连欺负 而变态老公净税成了小香猪 陆之灵早早就看穿公子化那不高明的局 现场闹事的人更凶 表示拿真货来了也不换 毕竟这波操作太非 必须报警处理 陆之灵却表示不能报警 公子化笑得不反好意 你没做亏心事 还怕警察不成啊 陆之灵面向季静 认真而言诉道 季先生 借一步说话吧 季静有些犹豫 公子化起哄道 捅了娄子害怕了 想悄悄拿真品出来换 当没事发生啊 文言 大家更是不依不饶 不行 你不能走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季静也道 有什么话 陆老板就在这说吧 那好吧 陆之灵不再坚持 转头叫人 封书 只见风筝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打开了上面的监控视频 清晰看到了藏品 被两名安保人员 瞒过其他人的眼偷偷搬走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小偷想用高科技 换掉原本的监控 还好我留了一手 公子化听得后牙槽都快咬碎 但强忍着没有发作 小型拍卖会搞得这么谨慎啊 陆之灵一脸坦然道 谁让我穷 赔不起 此时李明怀出来道 季先生 那两位安保人员 是我们公司资深老员工 一向都没有问题 我怀疑这次他们是收到了 巨大好处才干出这种事 于是暗中调查何人指使 藏品还在吗 风筝又打开了另一份视频 只见偷东西的两人 把脏物带去给一位中年男子 而该名接赃的男子 王兴 45岁 任职于公室房产 车也是公家的 这信息量绝绝子 风筝看向公子化 大大声说道 公家房产 那不就是公小姐你家吗 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公子化 议论纷纷的 难道这是贼喊抓贼 寂静脸色一沉 愤怒看向公子化 我当你是朋友 你竟搞我家拍卖行 公子化连忙撇清关系 跟我无关 我不认识什么王兴 更不知道他搞这些 公子化恼羞成怒喊了起来 我现在就回去请我父亲亲领门户 说吧 他领起包头也不回离开 更像是落荒而逃 陆志玲看现场气氛也缓和了 他慢慢解释不让报警的原因 就是怕藏品会被当成证据留在警局 众人也纷纷赞同他的做法 接着风筝拿出了提前备好的礼盒 送到每个人手里 小小心翼不成敬礼 我们老板说了 以后诸位再次光临茶楼 踏水终身免费 众人显得有些许尴尬 毕竟先前都在骂陆志玲 陆志玲站在寂静面前 寂先生 麻烦您回去帮我跟寂老太太说声抱歉 今天是我的疏忽 公子化针对的是我 千万不要影响了寂公两家的感情 寂静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请陆志玲放心 错不在他 是公子化放魂 还表示今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好 陆志玲笑着回答 今天刺激又痛快 公子化这个大麻烦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搞事了 事情告一段落 天色已晚 当陆志玲回到休息室 国旺已经等到睡着了 风批大佬的睡颜太诱人 眼盲媳妇差点爱上他 解决了麻烦事 陆志玲一身轻松回到休息室 国旺已坐在沙发上睡着 这睡颜绝了 冷脚分明的脸 角色而无害 让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陆志玲不忍心吵醒他 转身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下 戴上耳机听歌 就这样安安静静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国旺醒来的时候 看着陆志玲坐在楼 安静地像一幅画 他不自觉地嘴角微微上扬 脸颊泛红 卧槽 这是心动的信号吗 国旺看了好一会 他调整一下坐姿 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陆志玲转头看向他微笑 你醒了 国旺低沉应了一声 他同时注意到窗外的天色 他挺意外竟然睡到了黄昏 陆志玲摸索着倒了杯水递给国旺 喝点温水吧 看你睡着了 我记得你比较容易醒 就没敢给你盖毯子 没着凉吧 国旺瞬间想起了那个陆志玲 给他盖被子 被喊去鼠羊的夜晚 国旺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他都忘了有多久没睡满四个小时了 陆志玲看着国旺光喝水 也不提接下来的安排 陆志玲想下班了 可是又不好开口感人 就在此时他想到了丁玉君 索性开口 奶奶想你了 今晚要不要回去陪他老人家吃饭 伯旺谋色一沉 你这是给我安排事情 陆志玲轻声细语表示 只是提议 你不喜欢就算了 你饿了吗 想吃什么 我让扶声做 伯旺哼一声过后扭过头 看向窗外 陆志玲有点猜不透这家伙要干嘛 一小时后 梧桐院丁玉君开心的下厨 他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大孙子主动回家陪他老人家吃饭 此时伯旺坐在沙发上将电视遥控起 暗了一遍又一遍 看来他是后悔听陆志玲的话回家 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老顽童爷爷居然劝孙媳妇戒掉他的大孙子 气得大孙子想跟他干一家 陆志玲邀请伯旺回家陪爷爷奶奶吃饭 神山伯家 丁玉君高兴坏了 大孙子好不容易回家吃饭 他亲自下厨给他整起来 客厅里暖黄灯打在伯旺身上 显得格外温馨 可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 过于温馨的家庭生活 他反而觉得无聊 博清凌跟陆志玲在玩三打白骨精 忽然他指向伯旺 那他不能取戏精 他没戒赢 他让你肚子里有了小宝宝 他太赢 荡了 陆志玲飞线 老爷子 你不能仗着你有阿尔莫茨海莫症 就丧心病狂地开车呀 博旺薄纯勾起玩味一笑 老爷子 你儿孙成群 几岁借得赢呢 去去去 博清凌一脸嫌弃 志玲是女孩子 你这满嘴跑火车的 真没礼貌 博旺眼神瞬间力气加重 室内气温骤降 爷孙俩战争叙事待发 见状陆志玲赶紧拉开博清凌 爷爷 咱们接着玩吧 博清凌点了点头 志玲 那你接什么呀 接旺吗 陆志玲尴尬笑了笑 我不出家 不用接那么多 更何况他一接凡人 没那么清新脱俗 博清凌又接着语众心肠劝说 你还是接旺吧 我这个大孙子坏得很 你接了吧 以后就跟我和裕军玩 博旺眸色一尘看向陆志玲 陆志玲有点无语 立马开口解释 爷爷 这个旺是旺语的旺 博清凌真的看热闹不嫌是大 我知道啊 可你心里想的不就是我大孙子博旺的旺吗 说吧老爷子挺有诚的 像是看透一切的模样 陆志玲瞬间更无语了 眼盲娇气为风批老公受伤 而他却在一旁懦不作声 爷爷让陆志玲戒掉博旺 陆志玲哭笑不得 吃饭吃饭 别玩了 奶奶 我们这就来了 餐桌前丁玉军一脸感动 忍不住握住陆志玲的手 声音有点哽咽 志玲 你是好孩子 谢谢你 谢谢 只是一顿饭而已 看把老太太给激动了 茶楼的是我听纪文月说了 她一个劲猛夸你 丁玉军边说边给陆志玲加菜 你真的聪明又细心 陆志玲谦逊道 这本是我该做的 博旺你也多吃点 这个牛肉我炖得特别烂 只见博旺把碗收了回去 不用给我夹 丁玉军有些失落收回了筷子 一旁博清凌看不过眼 举起筷子就想教训博旺 陆志玲下意识伸手挡住了 博清凌的筷子重重打在了她白皙的手 立刻两条红红印记 瞬间整个餐厅陷入一片死寂 博旺抬眸看向陆志玲 眼神里充斥着寒意 快拿药膏来 丁玉军着急站起来喊道 埋怨博清凌 老头子 你下手怎么这么重呢 博清凌一脸委屈 坐纳不敢吭声 身为瞎子多年的陆志玲 面对这种小痛小伤似乎习惯了 奶奶 我没事 和老太太心疼孙媳妇 表示必须上药 此时丁玉军瞥了一眼博旺 博旺 你来给志玲擦药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 陆志玲尴尬拒绝 并打开药膏擦了一点在手背 博旺就默默看着没懂 博清凌有点内疚 志玲 你真的没事吗 陆志玲笑了笑 爷爷 我真没事 吃完饭 我们继续玩皮影戏 文言博清凌开心的像个小孩 这一夜梧桐院嬉笑声延续到很晚很晚 然而有人可要坐不住 六楼下美情房间里 心腹庸人给她通风报信 陆志玲把老爷子老太太哄得那叫一个开心 还有连大少爷都乖乖听她话 更重要的是老太太开始密谋继承者的事情 文言下美情期的后牙槽都要咬碎 都到这接骨眼了 玉云飞怎么就不急呢 自作聪明的心腹庸人则建议她尽快出手 还可以嫁祸到玉云飞头上 可她却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就想等玉云飞出手 与此同时玉云飞房间里 她也从庸人嘴里得知了同样的消息 她怪公子化那蠢货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她也想着按兵不动 想办法挑起陆志玲和夏美情的矛盾 让夏美情先动手 她好坐收渔翁之力 变态老公时刻都在挠 分明是威风的错 她却说她在撩她 从无从院出来 陆志玲称得有些难受 她小心翼翼跟在博望身后 想等她进了主楼 自己再走一走消消失 陆志玲逼着头 突然撞上了一堵肉墙 博望回头死死盯着她 漫不经心开口 你走路不看路啊 瞎子是能看路的吗 瞧你说的鬼话 陆志玲揉了揉被撞疼的额头 我本来就不看路的 忘了 你是个瞎子 博望淡淡的 可她又似乎察觉到什么事的 打量了一番陆志玲 我怎么觉得有时候 你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闻言 陆志玲心里一紧 她恢复视力一段时间后 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清晰 可能就会越装越不像瞎子 她抬头不做苦涩笑一些 是吗 可是我已经忘了一个正常人 是什么样了 此时博望看向陆志玲随意问道 五年前瞎的 陆志玲轻轻点头 嗯 突然她抬头仰望天空 今天是十五 月亮是不是特别圆 她试图将博望的注意引开 闻言 博望才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还行 此情此景陆志玲回忆起 以前陆家的传统 每逢十五月圆之夜都是家族团圆日 自从五年前的那场道 她就没吃过一顿团圆饭 俗自一人干饭了十几年的博望 不理解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庭温暖 她调侃陆志玲矫情 可能吧 此刻一阵微风轻轻徐来 吹动了陆志玲的发烧 落在博望的手掌心 同时吹进了博望的心 陆志玲 博望突然大声叫她 陆志玲收回视线面向博望 眼神虽然空洞 可在月光下她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博望没忍住咽了咽口水 又立马郑重警告 不给睡 就别踏马乱撩 放完狠话博望转身就走 陆志玲又被她雷到恍惚傻愣原地 莫名其妙 她什么时候撩她了 那晚过后 陆志玲的日子还算太平 博望不知道在忙什么 再也没有回过神山国家 陆志玲如往常 每天往龟七楼打卡 龟七楼生意也越发兴旺 有钱有钱的陆志玲 开始慢慢寻找陆家老屋姐 经过几天调查 终于有了大哥的老婆的线索 旁门少奶奶为寻找大哥的老婆再次涉嫌 这次背叛她的人居然还是身边的人 陆志玲查了很多资料 终于查到了大哥的老婆 收在一家摩托车展览馆 她激动又忐忑来到了展览馆 此时展览馆工作人员 把他们拧到了西边的休息室 陆志玲表明来意 可工作人员却表示 二楼展厅的摩托车是展示用 不出售 陆志玲坚持 希望能见到老板当面谈 可工作人员告知 老板在东边VIP室里会客 陆志玲则表示愿意等 工作人员离开 陆志玲看向二楼展厅 他一眼就看出了 曾经属于大哥的那辆摩托车 所有的回忆瞬间涌现眼前 小时候 爷爷问他 想让谁当陆家接班人 他想都不想就说 当然是大哥 在陆志玲的记忆里 大哥成熟稳重 十分照顾弟弟妹妹 是做大家长的不二人选 不过这样的大哥也有叛逆期 那时候大哥拿着大学期间赚的第一笔钱 买了一辆重型摩托车 宝贝的 还特意给他取名老婆 大哥说过车的本身不贵 但是他经过几度改装已经超神 当时他还说要是不继承家业 一定是个改车高手 这辆摩托车是大哥最喜欢的 他提起这车 眼睛会发光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买回来 大少奶奶 刺激张叔感谢陆志玲 让他进来喝口水 没事的 张叔 今天辛苦你送我们过来 应该的 应该的 此时江福生正在一口接着一口 吃起了小蛋糕 边吃边分给张叔 张叔 您也吃 这里的蛋糕还不错 张叔看了一眼江福生 神色复杂接过了蛋糕 随后江福生站到小桌边上吃个不停 张叔看看他 又看向背对着自己的陆志玲 下一秒 砰 一声中响 陆志玲连忙回头 就见江福生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而张叔站在旁边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水晶讲座 忽然他转过头来 一双浑浊而星红的眼智勾勾看向他 陆志玲虽然内心慌得一脾 但表面依然保持着淡定 堂堂配国第一财阀的长子 竟然甘愿做家族的走狗 中边的VIP是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满脸惊恐 跪在地上 男人声声求饶 博少 我就一个开摩托车展览馆了 您要问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道 博妄痴笑了一声 看向李明怀 做事谨慎点 先查查怎么样才更像自杀 语气随意的像是在谈论天气 李明怀上前薅着男人头发 并提醒博妄道 妄哥 写封一书 看上去更像哦 男人颤抖的声音 别别 求求你们 博妄冷冷的 写血书 好嘞 收到命令的李明怀 立马掏出小匕首 在男人的手心划开一个大口子 血滴答滴答 男人通到喊妈妈 疑问道 写血书划手指头不就好了吗 划错了 不好意思 再来一刀吧 李明怀你是出来搞笑的吧 男人脸色惨白做最后挣扎 博少 您为博家做那么多肮脏事 那个位置也不是为你准备的 您何苦为您弟弟做嫁衣呢 自古以来配绝都是死于土 博妄谋光阴沉沙一浮泻 男人瑟瑟发抖 下一秒 博妄一踩脚将他本受伤的手 踩在了地上摩擦 一声声淒利惨叫 博妄谋里透着凉意 大老板 你不过瘾 要不让你的家人陪你一起玩 文言男人乖乖认命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三分钟后 李明怀拿到一份绝密资料 翻了翻道 那几家果然对风铃去不死心 这份资料上交 把后半句话吞进肚子里 这几年 博妄为博家扫清无数障碍 可博士却没给他分半点几分 有时候都替旺哥觉得亏 可博妄似乎不在乎这些 连资料都懒得看一眼 究竟自往外走 与此同时西边休息室 陆志玲看见了江福生倒地 张叔拿着胸气 他内心慌得一批 表面强装着镇定 想着要趁张叔不注意逃走 他往门口方向摸索着上前 福生 怎么了 什么东西倒了吗 身后的张叔表情猙獰看着他 他坚信一个瞎子 就是跑 也跑不快 就在此时 陆志玲一个箭步往前冲 张叔立马追上 站住 没两秒 陆志玲被捉住了 眼盲娇气被歹徒劫持 还眼睁睁看着亲爱的老公 从眼前走过 难道他就要交代在这了吗 陆志玲转身就想往外跑 张叔立刻冲上来抓住他 下一秒一把匕首抵上他的脖子 张叔威胁他不许乱叫 否则直接送走他 陆志玲不敢轻举妄动 配合着张叔 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 你对福生做了什么 张叔表示他没事 毕竟他不是来害他 陆志玲一下子就听出张叔言外之意 就是来害自己的 他反问张叔 跟他无冤无仇 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 我也不想 张叔说着突然一顿 手臂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匕首更用力抵着他 别出声 此时陆志玲眼神突然一亮 落地玻璃上渐渐映出一个奇长的声音 博望双手插都走在外面的走毛 后面跟着一个穿连帽衣的奶 陆志玲想张嘴叫博望 可是张叔将他勒得更紧 别动 再动真的要嘎掉你 忽然 博望停了下来 低头看向地上 不知道看什么 怎么了 旺哥 连帽衣上前问话 陆志玲惊了下 这声音 李明怀 安保公司的队长 他是博望的人 难道博望故意安排他来监视我 就在此时博望弯下腰捡起了几缕头发丝 随后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看向落地玻璃 眸色漆黑 可是很遗憾 这玻璃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这一刻陆志玲多么希望博望能感应到他 救救他 博望站在落地玻璃前 看着眼前深色的玻璃 抬手摸了摸腕上的佛珠手串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下一秒 博望转身离开 陆志玲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博望和李明怀离开 张叔勒着陆志玲将他强行带到窗边 他低谋看去 只见博望他们已经上车离去 看着那车离开 张叔终于松了口气 也松开了勒住他脖子的手 陆志玲立刻拼命呼吸 接着张叔紧紧捉住了陆志玲双手 随后拿出了绳子将他双手捆绑起来 温柔着手中的匕首向着他 情绪激动 走 跟我走 不要乱叫 否则 我立刻赶了你 眼盲娇气生死一线 疯批老公一无所知离开 还自行脑补老婆不爱自己了 博望坐在车后座拥懒瞇着眼 忽然问道 展览馆的休息室玻璃是不是只能从里面看到外面 这冷不丁的问题抛出 李明怀有点摸不着头脑 想了一会回答 对 外面看不到里面 我们待的那个VIP试一试 李明怀以为博望担心打人的时候被看到 下一秒博望却冷笑了一声 是吗 怎么了 旺哥 嘴上说喜欢 继继看到他就开心 这见到了连声招呼都没有 就算看不见 身边的跟屁虫将服声也会告诉他 博望讨厌陆志玲无视他 越想越不爽 回去 他冷冷开口 李明怀不明所以 但还是调筹回去 另一边陆志玲坐上了张书的车 他试图挣脱绳子 奈何无果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起码也得先搞清楚张书的目的 于是他开口试探他 张书 你是不是需要钱才绑架我 张书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搭理他 陆志玲尝试一边引开张书注意力 一边打开安全带的搭口 张书 你可怜可怜我呀 陆家只剩我一个人了 要是我出事 我们陆家就彻底没人了 文言 张书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掠过异母不仁 沉默了一会回答道 大少奶奶 你就当一家团员吧 去了阎王那批我的名字 什么罪我都愿意守护 听这话的意思 张书是要杀我 此刻陆志玲脑子里飞速运转 想到了一切有可能要害自己的人 思来想去最可能的就是伯家的人 由于老太太的态度转变 所以有人坐不住了 那到底是玉云飞还是夏美晴呢 他得知道 张书 我知道你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起码 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呀 知道 张书狂踩油门 表示只有用他的死 才能换家人好好活下去 他劝陆志玲不要挣扎了 陆志玲震惊 张书这是要跟我同归于尽 他知道不能再继续拖下去 于是艰难地解开了安全大口 陆志玲想开车门逃跑 张书发现了 于是他狂打方向盘 就这样高速行驶的车子 在路上走路摇晃 下一秒像是张书故意 车子一下子就冲进了大海 不 我不想死 陆志玲眼神里尽是害怕 冲批老公在生死关头 还不忘攻略自己 老婆太爱我 舍不得我去死 车子一下子往江里冲 不 我不想死 陆志玲眼神充满了恐惧 车子已经从六十度往下转 张书昏死过去 冰凉的江水渐渐涌进车内 陆志玲望着底下 像是要吞没车子的江水 眼睛渐渐泛红 悲凉冷笑了起来 他那么努力活着 难道就要交代在这儿 他不甘心 泪水不由地从他苍白的脸上躺下 脖子上的西瓜汁渐渐渗出 就在陆志玲绝望之际 一辆黑色越野车凌空飞出 狠狠砸在了陆志玲所在的车上 陆志玲坚然睁眼一看 驾驶座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回 突然一个矫健的身影 从快要沉没的越野车车窗冲出 踩上他这边的引擎盖 博望 真的是博望 他漆黑的双眸往车内看 看到陆志玲那一刻 他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陆志玲 还真是你啊 见到博望那一刻 陆志玲破防了 泪水模糊的双眼 根本分不清是感动还是心动 下一秒博望伸出他两米的大长腿 踹向岛中锅里 人利落钻进车内 将水瞬间涌进车内 陆志玲的身体随着车身晃动 根本不受控制 眼看自己被绑了双手双脚 根本跑不了 车子快要被淹没 陆志玲不忍拖累博望 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 博望 你快走 生死攸关 他甚至不敢犹豫多一米 冰冷的将水刺鼓 正吸着他沉入 忽然他的手臂被人一把抓住 将他生生从水里攥了出来 他错愕抬眼看去 就见博望正看着他 漆黑的眼血尽他看不懂得复杂 陆志玲 你真的这么想我活着 就爱我爱到这份上了 服了 这个时候这个疯子 还有闲情意志谈论这些 他刻意刺激他 走啊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难道要和我死在一起吗 要是平时博望肯定会来一局 你配吗 可是今天博望似乎很不一样 他提起他的双手 眸光里充满了变态的戏血 是啊 跟我死在一起是不是很高兴啊 袍门变态恶哨终于要栽在破产野芒千金手里了 博望眸光里充满了变态的戏血 是啊 既然老天愿意收武 人要懂得成绩 这男人果真变态 随后他递谋逆向陆志玲 跟我死在一块 高不高兴 陆志玲麻木 倒在了博望怀里 便由江水逐渐抹上来 他苦涩笑了起来 博望 你说我们的尸体会随着江水飘到江南部 江南 车子渐渐沉入江流 陆志玲也没想到最后要和博望死在一起 突然一个黑色的四脚钩从天而降 直直吸在车门边缘 疯一声 车门直接被吸飞 博望抱住他猛的起身 随后博望化身超人一个剑步抱着陆志玲飞了出去 接着一个翻滚 他倒在了他怀里 两人躺在了岸边草地上 陆志玲缓缓睁开眼 阳光刺痛了他的眼 正是这痛感他意识到自己是活着 旺哥 李明怀 那个豪门变态恶哨终于要栽在破产野芒千金手里了 博望眸光里充满了变态的戏剧 是啊 既然老天愿意收吾 人要懂得成绩 这男人果真变态 随后他低谋逆向陆志玲 跟我死在一块 高不高兴 陆志玲麻木 倒在了博望怀里 便由江水逐渐抹上来 他苦涩笑了起来 博望 你说我们的尸体会随着江水飘到江南部 江南 车子渐渐沉入江流 陆志玲也没想到最后要和博望死在一起 突然一个黑色的四脚沟从天而降 直直吸在车门边缘 框一声 车门直接被吸飞 博望抱住他猛的起身 随后博望化身超人一个剑步抱着陆志玲飞了出去 接着一个翻滚 他倒在了他怀里 两人躺在了岸边草地上 陆志玲缓缓睁开眼 阳光刺痛了他的眼 正是这痛感他意识到自己是活着 旺哥 李明怀 那个一直监视他的李明怀朝着他们飞奔而然 陆志玲知道眼睛的事不能继续隐瞒下去 迟早会穿帮 他反应极快地做出痛苦的表情 闭上眼睛 我的眼睛好疼 博望一脸紧张地看向他 怎么了 他断断续续解释 好像被针刺一样 又好像有白光 博望眼里略过一抹意外 你能看见了 陆志玲摇头 不知道 博望毫不犹豫同抱起他 博望沉生说了句 闭上眼睛 什么都别看 就抱着他直接往上走 陆志玲没有听话 他偷瞄着眼前的男人 他一头短发全湿了 水珠顺着下河线滴下来 陆志玲内心涌现着一股复杂的情愫 要不是他 今天他就要沉入青江了 博望 谢谢你 随后博望抱着陆志玲上车 这一遭让本就贫血的他更是精疲力尽 只见他迷迷糊糊昏睡过去 头已经倒在博望肩上 李明怀偷偷从后视镜看了一眼 博望没有推开他 他立马瞄懂博望 让他监视陆志玲的目睹 那就是早早喜欢上人家 怕人家出事呗 当时车子掉头回到摩托车博物馆 门被踹开时 里边只有一个昏迷不醒的江湖声 地上的血迹斑斑 博望脸色一沉 转头就走 等他追下去时 博望已经开着车走了 而且那么高的斜坡 说冲就冲下去 说什么生子工具 分明就是手掌心的宝贝 这回望哥恐怕要栽了 眼盲娇妻复明第一眼 却故意把别人认成自家老公 变态老公当场猝死 这一觉陆志玲睡得很沉 梦断断续续做了好几顿 最后在一阵强光中苏醒过来 有人正在扒他的眼皮 欣喜的男生从他头顶上方传来 望哥 有反应 他的瞳孔真的有反应 陆志玲定睛看去 穿着白大褂的秦医生站在他病床旁 季静正惊喜看着自己 他怎么会在这 陆志玲缓缓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低眸看了看自己的手 从今天起 他再也不用装下了 你看得清吗 他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寂静 故作疑惑 你是 博望 文言寂静差点被过去 你他妈瞎呀 不爽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一只大手从后面绕过并盖住他的眼睛 陆志玲的头硬生生被他往后扭 博望一脸阴沉盯着他 之前为了装瞎 他几乎没啥机会对焦他的眼睛 就会好了 四目相对 他才发现他的眼睛生得极其好看 性感的能射人心魂 陆志玲静静欣赏着博望 片刻后 他笑着开口 博望 你长得真好看 陆志玲的眼睛没了先前的目染 多了从来没有过的神采 整张脸显得更好看了 博望有点看傻了 下一秒竟然害羞到转头就走 陆志玲有点茫然 怎么了 难道眼睛被看穿了 博望一走 寂静屁颠屁颠紧随其后 边走边解释 陆老板 我不是专程来看你 只是陪奶奶来开药 碰巧听说你受伤了 奶奶非要让我来看看你 我对你没意思 绝逼没意思 寂静你也太自信了 寂静冲出病房 就看到博望靠在走廊的墙壁 嘴里叼着烟 正准备点火 寂静顿时呆住 博望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 难道是被陆老板给迷住了 要出来冷静冷静 可惜想了一下 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忽然博望扭头看向他 眼神透着丝丝凉意 寂静的腿顿时发热 旺 旺哥 博望轻笑着 寂静 你很会站位啊 毕竟刚刚陆志玲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他 我们的旺仔猝了猝 寂静连解释都开始语无伦次 我奶奶让我回去绣花 不 煮茶 不不不 洗脚 对 让我回去洗脚 旺哥 我先走了 说吧 寂静像唐弄似的往外跑 我们旺哥吃起醋来太可怕了 风批大佬又沉浸在自己的美色中 不能自拔 他肯定看到我帅气的脸紧张了 病房里秦医生询问陆志玲还有没其他不是 陆志玲没有回答访问 福生怎么样啊 他轻微脑震荡 还在昏睡 不过问题不大 闻言陆志玲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的肚子 秦医生告知 胎儿没事 好好休养就会好起来 陆志玲滚动着眼珠子 戏得眼到位 秦医生 我的眼睛为什么又看见了 秦医生解释 五年前 你遭到了重创导致神经压迫失眠 这次又是一次重大刺激 可能复复的症晚 不过具体情况要检查了才知道 陆志玲白点了点头 交代完秦医生离开 伯旺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 他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拉开床边的椅子坐下 然后直勾勾盯着陆志玲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 可之前是装瞎 不会直视到他的目光 现在四目相对 伯旺的眼神太具压迫感 随时让人窒息 陆志玲坐直了身体 有些拘谨笑了笑 伯旺 你受伤了吗 伯旺看着他身体绷直的样子 眼角莫名染上一抹得意 薄唇勾了勾 你紧张什么 有吗 陆志玲尬笑了笑 就在此时 伯旺突然向前轻声 双眸直直凝视着他 嗓音忧尘 你比以前紧张多了 陆志玲呼吸一顿 可能我才负名 有些不太适应 伯旺突然想起那幅画算个屁 他的盛世美颜才是王道 陆志玲肯定被他的美色给震慑住 他随意往以备依靠 散漫而慵懒 那就尽快适应 别一副被勾了魂的模样 论自我攻略 还是得我们旺哥呀 陆志玲有点搞不懂他想什么 不过好像安全门混过关了 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想到了青江边上那生死一线的阴影 开口问 张叔怎么样了 挂了 伯旺语气随意 像是挂了一只蚂蚁似的 陆志玲醋了醋眉 张叔应该受人指使才对我下手 对方是冲他肚子来的 也是冲伯旺来的 文言 伯旺看向他 怎么 想我给你报仇吗 这话一出 陆志玲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不过以伯旺对他和肚子里孩子的态度 他应该懒得费神出手 想了想 陆志玲摇头 你和伯家关系已经很僵 不能因为我的事在破坏你们的关系 不过你说警方查得到雇兄之人吗 伯旺只笑了一声 你指望警方给你查 你也太天真了 伯家势力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陆志玲沉默了 伯旺说的对 伯家势力确实能让真相石沉大海 不然伯旺上前捏住陆志玲的下巴 他渐渐贴近他的脸 难道两人要发疼了吗 下一秒他低沉的嗓音在陆志玲耳边响起 陆志玲 睡一次 老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袍门少奶奶终于认清现状 他要开始反击了 陆志玲 睡一次 老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陆志玲满脑子飘的都是伯旺走之前说的那句话 他是他婚礼上没有出现的老公 也是他差点沉浆的救命恩人 他处处看不起他 派人监视他 掐他脖子要他陪他一起死 完了他还想睡他 要不是他说完就走 都想问问他是不是精神分裂 陆志玲深吸了一口气 片刻后他来到某病房前 他透过玻璃往里望去 江福生正躺在病床上 还没有苏醒 江福生的父母坐在一旁暗自抽起 小姐 你不能再在伯家这种痴人的地方待下去 风筝好心劝说陆志玲 伯家内部关系复杂 万一你动了他们的力 势必会忍来报复 陆志玲转头看向他 我知道 这一次运气好 我忘敢来救了他 那下一次 怎么办 简直都不敢想象 风筝劝陆志玲最好趁现在离开国家 等国家有了新的重长孙 再回江南也不迟 陆志玲沉默了片刻 再看了看昏睡中的浮生 他淡淡道 小时候 爸爸总告诉我 被欺负了一定要毫不犹豫还手 那是因为有陆家撑腰 今时不同往日了 风筝说着说着红了眼 陆志玲侧目看向他 没人撑腰 我就自己给自己撑腰 谁打我一耳光 我就还他十耳光 风筝愣住 小姐 你拿什么还 陆志玲有了决定 回到神山国家 陆志玲直奔无同怨 此时丁玉君正忙碌着 为陆志玲顿不平 摆弄这个那个的 就在此时陆志玲出现在门口 丁玉君正着 乖乖 你怎么跑了回来 随后赶紧上前扶住了陆志玲 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去医院看你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快跟奶奶说 丁玉君满满的关切 陆志玲有点感动 他摇了摇头 奶奶 我还好 你的眼睛 丁玉君见他盯着自己看 难以置信 陆志玲微笑着告诉丁玉君 自己看得见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丁玉君喜极而泣 赶紧拉着他走进客厅 怎么了 看你这副模样是有话要对我说吧 丁玉君边问 边拉着他坐下 奶奶 你之前说的是 我答应了 我会帮助伯旺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丁玉君有些意外看向他 很快就明白了 他是这次绑架被逼好了 当然老太太心里还挺愧疚 要不是自己态度的转变 他也不会被人盯上 陆志玲表示会帮助伯旺 但是他并不想开宗辞败祖宗 只想要陆家在江南的老宅 财团大老板的女人们被绑架 他怀疑是自己儿子干的 陆志玲表示想要陆家在江南的老宅 陆家老宅自从陆家出事后 一直被挂在拍卖网上 十八亿 闻言丁玉君欣然答应了他 不但老宅替他买下 甚至伯家少奶奶的位置也为他留 陆志玲不敢奢求太多 只想要陆家老宅 丁玉君看他坚定的态度似乎明白了什么 好一会才开口问 你对博望到底怎么想 就在此时大门被敲响 下人火鸡火燎敢来传话 老夫人 不好了 出事了 御夫人和夏夫人被绑架了 闻言陆志玲第一时间想起了在医院博望和他说过的话 他说要给他报仇 难道他真的动手了 丁玉君震惊从沙发上站起来 陆志玲陪着丁玉君往主楼去 大厅站了两排穿黑西装的保镖 只见博针戎怒火中烧在迅滑 说 人怎么没的 保镖队长颤颤巍巍上前交代 夏夫人去世首室 两点四时 要去洗手间 十分钟没见人出来 我们进去找 然后人就已经不见了 御夫人在慈善宴会场巡视 说累了要休息 两点四时进了休息室 二十分钟后就消失了 闻言陆志玲陷入沉思 两人同一时间同时消失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这消息一旦传出 国家丑闻又要添一桩大 博针戎眼看着一群没用的废物 转头瞪向闻管家 还愣着干什么 把伯望给我叫回来 叫伯望回来给你找人呢 丁玉军看向自己的儿子 不仅不瞒试探上一句 听这话 博针容器不打一出来 指着陆志玲道 他前脚出事 云飞和美琴后脚就不见 不是伯望干的还能有谁 陆志玲一脸无辜 求我干嘛 我亲 你知道我请的保镖是什么水平 整个江北 能有本事悄无声息将人劫走的 也就只有活死人 陆志玲听过这个组织 里面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高手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之前网上出现过他们一个侧影的照片 个个戴着连衣帽和白面具 这形象让陆志玲不禁联想到了李明怀 而李明怀又是伯望的人 难道这个组织是伯望的 就在此事文管家上前告知 伯望不接电话 博针容怀疑他是做贼心虚 丁玉军乱条斯里拿出了手机 什么做贼心虚 那只是你自己猜测的 于是他也拨打着伯望电话 可是对方不在服务区 尴尬了 丁玉军还是在为伯望说话 他手机肯定没电了 伯真容瞬间炸锚 他不傻怎么可能相信这个鬼扯的理由 就在母子俩争论不休的时候 陆志玲电话响起 他一看伯望来电 后悔没调成静音 他似乎不愿意伯望站在风口浪尖上 丁玉军回头看向陆志玲 看来伯望找到充电线了 面对母亲的睁眼说瞎话 伯真容气得说不出话 下一秒他怒气冲冲指着陆志玲 接 开免提 风批大哨霸气为娇气报仇 不惜与富豪亲爹对着干 伯真容火冒三丈指着陆志玲 接 开免提 陆志玲战战兢兢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伯望低沉的声音传来 跑哪去了 你去医院了 他震了下 怎么 我不能来啊 伯望声音更沉了 陆志玲 你别忘了 我走之前说过什么 我来讨筹码了 文言陆志玲慌的一品 生怕他下一句就说他绑了两位夫人 他赶紧先出声 伯望 你快回来 家里出事了 听到这话 电话那头没了动静 好一回伯望才问 你在神山 嗯 奶奶和父亲都在 正在查 话音刚落 伯望挂断了电话 此时伯真容目光灵力命向陆志玲 询问他伯望刚刚说的讨筹码是什么意思 陆志玲脑子一片空白 他哪好意思说出口 睡一次就给他报仇这种话 最后他把心一合 索性不回答 伯真容见被无视 冲陆志玲怒吼 我问你话呢 伯望是不是说要去搞云飞和美情 陆志玲有点不知所措 难道要被发现了吗 他有些难堪支支吾吾交代 不是 他是让我好好养好身体 再来讨 讨筹码 说完 他刷一下耳根都红了 这没说啥又像是说了啥的样子 让伯真容的那股火音生生化成了尴尬 不敢再继续追问下去 但小时候 伯望回来了 一身气息凌厉肃杀 脸色冷得厉害 他近来就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陆志玲 见他安然无恙目光才微患 陆志玲抬眸看向伯望 瞧他担心的样 伯望难掩内心的开心 随后朝伯真容走去 在他对面坐下 见伯望这么快就出现 伯真容一时顿着 骂人的话也卡在喉咙出不来 伯望拥懒往后依靠 漫不经心道 这两女人跟你太久了 估计你也溺了 我重新帮你找两个 伯真容一巴掌狠狠拍在桌面上 你扯淡 赶紧把人放了 伯望吃笑了一声 什么意思啊 跟我有关系吗 此刻伯真容很想给伯望胖揍一顿 可想到了两个女人 还是忍了下来并解释道 警方在张叔的车里发现了遗书 知灵之前骂过他 他怀恨在心 想跟他同归于尽 这跟云飞和美情没关系 文言陆知灵大大的无语 这边的跟个真的一样 他自问从来没有骂过张叔一句 陆知灵很明白 这只是伯真容为自己的女人开脱的说法 毕竟叱咤诈商场多年的老狐狸 这点猫你也能看穿 就是想掩盖真相而已 我望懒杨杨总刺道 是不是都无所谓 就算我女人今天真的沉了将 必失两命 我也不会怪两位 小妈 伯望边说边包起橘子 伯真容气的五官都扭曲 你要真这么想 怎么会急匆匆回家呢 伯望淡淡道 我回来吃个橘子 伯真容深深吸了一口气 伯望 怎么说他们也是你弟弟妹妹的母亲 退一万步来说 这是传出去 伯家脸面无光 不就等于你脸面无光吗 伯望不慌不忙吃这橘子 那我派两个人给你 帮着一起找找 下意了一副 莫不关心的模样继续吃橘子 这橘子真酸 烟薄真容怒了 他拍桌而起 伯望母亲的遗产威胁他 把玉云飞和夏美琴放了 听到这 伯望手上的动作停下来 低着头 眸光深沉 似乎是暴风雨前夕的冷静 柔弱娇气霸气护肤 把财阀公公对得哑口无言 看着伯望低谋眼神忧深 陆志玲隐不安 下一秒 啪 只见伯望将橘子狠狠砸向桌面 橘子真酸 稀碎稀碎的 他冲伯真容怒吼 你拿我母亲的遗产来换那两个女人的命 他们也配 此时伯真容眼里掠过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咬着牙道 他们不能死 那你放心 如果是我做的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死 说着伯望双手按在桌面上 冷笑着看向伯真容 动了我的女人 我怎么会让他们只是死那么简单 伯真容难以置信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 伯望眼神充满了玩味的戏血 接着慢悠悠道 我养了一匹藏偶 吃生肉长大的 你敢 伯真容脸都僵住 伯望突然勾唇一笑 我一个狗龙子长大的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父亲别紧张 我只是说如果落我手上 说把伯真容立马命保镖把他捆起来 眼看着保镖一拥而上 伯望伸手要掏枪 就在此时陆志玲冲到了伯望身边 哎哟 我肚子疼 捂着肚子靠向伯望 我头也好晕 伯望 你送我去医院再看看吧 伯望一手搂住了陆志玲的腰 另一只手缓缓放开腰间的枪 今天谁都别想走 伯真容不傻 一下子就看出了陆志玲的意图 丁玉军立马站了起来 你干什么 志玲胎像不稳 他要是不看医生 我的重长孙怎么办 伯真容烦透了 命人带走陆志玲 此时陆志玲却护在伯望身前 理直气壮看向伯真容 父亲 伯望是成年人 您不能禁锢他的自由 眼看一个比一个豪横 伯真容气的后牙槽都要咬碎 我是他父亲 我就有这个资格 陆志玲距离力争 就算警察来了 也要讲证据 伯望根本没理由绑走御仪和下仪 你就是那个理由 伯真容狠狠瞪着他 感觉下一秒就要做他事的 陆志玲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怎么我就成了理由呢 父亲您说过我沉江的事 是张书一人所容 跟御仪和下仪无关 我和伯望都清楚 所以更不会对他们做什么不好的事 看着女人为了自己跟父亲枪声 伯望薄唇微钩 将人搂得更紧一些 陆志玲接着劝说 父亲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争论的时候 得齐心协力找人 丁玉君示意两人赶紧去医院 然而一旁的伯真容 被刚才陆志玲的机制反驳对的气部打一出来 最后也只能警告伯望 要是两人不能安然无恙回家 肯定找他算账 伯望没有说一句话大步往前走 志玲 等等 丁玉君突然把人叫住了 他拖住陆志玲的手 仿佛有什么要交代 没等伯望反应过来 丁玉君就把陆志玲从伯望怀里抢走 伯望一脸不情愿看着丁玉君 你想把我支开 说就是 反正你等着就是 就这样伯望乖乖在一边等着陆志玲 男人本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长子 却一夜之间遭父亲咽起 背后的原因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丁玉君将陆志玲带回梧桐院 翻箱倒柜拿出了一个木匣子 意味深长看了一眼陆志玲 既然你答应帮奶奶这个忙 那么有些事情 你得知道才能更好办事 陆志玲点了点头 表示做好了吸收信息量的准备 伯望跟他父亲关系很强 即便我在中间周旋 他也是很难当上这个继承人 其实真龙从前很疼伯望的 文言陆志玲意外 因为从伯父现在的行为 哪一点都看不出他喜欢伯望 丁玉君说着 将木匣子推到陆志玲面前 里面是一组结婚照 照片里伯真龙年轻帅气 旁边穿婚纱的女人更是美得不可放物 这是伯望的母亲 七血 陆志玲本以为曾经当过明星的 玉云飞已经共母 没想到他根本不及七血八分 难怪伯望能长得如此妖孽 你知道为什么伯唐和伯真都是从木 而身为伯家长子 伯望名字为什么没有木梦 望者 望想也 当年真龙对七血一见钟情 非亲不娶 七家同意了这门婚事 可七血本人不愿意 因为当时他在博外已经有男朋友 为此 年轻时候真龙做过很多混账事 陆志玲没想到伯真龙还有这么一面 死缠烂打还是强取豪夺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戏码 伯真龙都上演过 当年老爷子对他也是屡试加法 最后他还是不肯放弃 说到这丁玉君突然垂眸 后来我这个老婆子只能舔着脸 去求七血嫁给真龙 最后经过一个晚上考虑 七血也就答应了 这么一说伯真龙是小三强行上位啊 婚后两人过得还不错 长子出生他高兴的什么似的 取名伯七 同妻同婴 也寓意七血终究还是七夕在他这棵树上 没想到后来真龙发现七血偷偷见钱男友 两人关系一下子恶化 还改了长子的名字 伯七变成了伯旺 他不肯放过七血 将人软禁在家中 初世那天 七血带着五岁的伯旺准备和那个男人私奔 出了意外 七血当场死亡 伯旺从此失去了消息 听完陆之灵觉得手中的照片有些沉重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族人都以为真龙恨七血给他戴绿帽子 连带讨厌伯旺 所以伯家不可能交到伯旺手中 其实并不是那样 真龙对七血的感情很复杂 毕竟这么多年他身边那么多女人 可族谱上妻子只有七血这个名字 既然如此 父亲为什么会让伯旺替伯家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丁玉君意外陆之灵会知道这些 但其实这都是伯旺主动要求的 因为他想从父亲那拿回母亲的遗产 父亲为什么会同意 做这些放不上台面的事换母亲的遗产 他就不担心伯旺出事吗 丁玉君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眼神充满了哀怯 希望陆之灵把伯旺从黑暗的深渊里拉出来 陆之灵知道伯旺现在的形势 他在财团一枚股权 二枚直位 很难出头 丁玉君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些问题他早早考虑过了 可伯旺他没这个能力 陆之灵疑惑了这又是怎么说呢 伯旺他整整失踪了15年 这15年里他过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或许在黑暗中他长袖上午 游刃有余 与之相反 有光的地方 他脚下全是荆棘 几乎寸步难行 文言 陆之灵是上天派来治愈伯旺的 但是他却说留在他身边的时间有限 陆之灵从梧桐院出来 身后还跟了一群身穿黑西服的保镖 他一抬头就看到伯旺的车还停在原地 顿时愣住 隔着挡风波里他对上伯旺漆黑深邃的双毛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丁玉君跟他说的伯旺服务 五岁出车祸失忆后辗转到了屠宰场 从那开始他就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白天宰杀清洗牲畜 夜晚睡狗笼子 后来一场大火烧了屠宰场 他趁机逃了 流浪在北港街头 以乞讨为生 为了混口饭吃 小小年纪就混成了很辣凶残的赌场打手 二十岁的时候却惨遭好友背叛 差点被人乱棍打死 听着最后一口气逃到了江北 奄奄一息之际被伯家认回 伯旺回到伯家那时候才二十岁 不巧爷爷那时候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经常为了照顾爷爷 就忽略了他 到后来两人也就越来越疏远 伯旺遭到了太多的背叛 所以他不容易相信人 只要发现你有一点不对劲 他就会跟你划清界限 可他现在信任你 芝林 能把他拉出来的只有你 陆芝林看着伯旺 他都怀疑伯旺真的信任他吗 毕竟他还找了李明怀监视他 难道这不是怕他背叛他吗 傻站着干嘛 伯旺突然开口 陆芝林深呼吸一下收敛心思 走到车前浅一笑 我以为你走了 伯旺看着他身后的保镖问道 怎么回事 奶奶派来保护我呢 伯旺不屑笑了笑 人家有心搞你 给你一支军队也没用 陆芝林很认同伯旺说的 从张书这事就可以看出 都是老熟人了 说杀我就真的来 一点防范都没 不过还是留着吧 奶奶说这批人信得过 我也没那么多好运气 次次能等到你来救我 文言 伯旺抬眸看了他一眼 忽然道 让他们站成一排 陆芝林虽然有些莫名 还是赵左 保镖们听吩咐 站成了一排 伯旺眼睛锐利向音乐 扫视着每个人 九 这几个可以留下 其余不要 听到这话 陆芝林好奇问伯旺 是会看面相吗 知道哪些人会忠诚 伯旺转模像看傻子一样看他 这世上不存在绝对忠诚的人 下一秒伯旺故意大声冷冷道 留下脱家带口的 你要出事 就让他们的家人给你陪葬 好让你死得没那么憋屈 保镖们听了身体不惊一将 陆芝林也是愣了一下 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 随后陆芝林上车了 他心里憋着一句话 今天一定要说 伯旺 说 我赔不了你很长时间 在这段有限时间里 我绝对不会害你 背叛你 风批老公不顾娇妻怀孕 数月把车开上了高速 结果娇妻吐成狗 陆芝林上车后跟伯旺坦露心声 我赔不了你很长时间 在这段有限时间里 我绝对不会害你 背叛你 与其每天战战兢兢道 不如一次性说清楚 要是伯旺能放下更好 文言伯旺沉默了片刻 忽然一脚踩下油门 处不及防的枷锁 陆芝林吓得死死捉住了安全带 不到半小时两人抵达医院 陆芝林被伯旺强行攥着往前走 伯旺两米的大长腿 踢开了病房的门 随后伸手搂住了陆芝林纤细的腰 陆芝林凌空旋转了半圈 伯旺抵住关好的门 低下头吻上了她的唇 没有什么潜尝极致 只有吞没而知的战有欲 她的手似一抚上她的背脊 陆芝林错愕抬眼 伸手想推开 却不经意撩过她衬衫下巴 指尖处碰到她结实的腹肌 伯旺停了下来死死盯着她 陆芝林则一脸娇羞又尴尬 随后伯旺坏笑一声 这么迫不及待 说着 她将陆芝林摁倒在病床上 眼看要乱套 陆芝林连忙推开她 不行 伯旺 真的不行 说的 我做到了 你敢赖账 伯旺当她玩玉琴故纵 陆芝林 睡一次 老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这话从头到尾她没说过一个字 她也没给反驳的机会 所以玉云飞和夏美琴的失踪 真的是伯旺干的 陆芝林正想要说什么 伯旺一个翻身躺在床上 将陆芝林抱在上面 抢在陆芝林开口前 她先说 怀孕了是吧 那你在上面 我不压着你 这总行了吧 伯旺 你流氓 你正常吗 陆芝林尝试挣扎从伯旺身上支愣起来 伯旺 你等等 我有话要对你说 做完再说 伯旺不耐烦抬手按住她的脑袋压下来 这一案 陆芝林突然一阵晕血 反胃感猛然冲了上来 伯旺满脸飞泻 死死盯着她 陆芝林连忙无阻 并冲进洗手间 大时刻吐 吐完她树了树 此时一道高大的阴影站在她身后 伯旺眼神充满了力气冷冷的 看见我就想吐啊 怀过孕的都知道孕吐只是正常孕气反 而这位疯批大直男老公 竟然以为娇妻是看到自己就想吐 看着陆芝林吐成口 伯旺眼神略过一抹灵力 看见我就想吐 陆芝林连忙摇头 不 不是那样的 伯旺冷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她误会了生气了 红不好了 陆芝林赶紧追了出去拉住她的手臂 孕吐很正常 我有时候走着走着都会突然反胃 这个跟你没关系的 下一秒伯旺突然伸手掐住她的脖子 将人问在墙上 低谋逆向陆芝林 眼神浮现着一丝丝要杀人的力气 嗓音低沉而横 陆芝林 不是第一次了 老玩这套有意思吗 老子不陪你玩了 懂吗 伯旺的手粉狠用了下力 然后松开走人 没走两步 她腰间多了一双柔软的手臂 伯旺步子一顿 低谋看向紧紧抱住自己的双手 陆芝林整个人都贴着她的后背 声音温柔 我真的不是欲擒故纵 我也真的希望你能找到那个足以与你相配的人 而且我 说着说着陆芝林哽咽 我什么 伯旺冷冷问道 没有甩开她的手 而且我不想你看到我最难看的一遍 随后两人来到窗边的小桌子坐了下来 陆芝林满脸囧阔把手机递给了伯旺 手机屏幕上是一些运气安全知识 前三个月后三个月容易流产 什么运吐可能引起尿失禁 尿失禁 伯旺眸光一鸣看向陆芝林 陆芝林显得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伯旺这个变态能不能行 就在此时伯旺突然开口 去换裤子吧 陆芝林挣住了 太干大了 这个可恶的男人 这又是什么清奇的脑回物 看着陆芝林一脸不自在 伯旺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陆芝林一个机灵 立马起身 没什么 我去换 虽然刚刚他并没有那个症状 但是为了让伯旺相信 他还是含泪冲进洗手间换了身衣裤 他猜想大带经过这次 伯旺再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欲望了吧 伯旺将手机扔在桌上 你要和我说什么 闻言 陆芝林暗暗松了一口气 抬眸看向他 我不想只做那个挨打的人 我要打回去 伯旺薄唇微钩 表情诡异 死死盯着陆芝林 猜猜接下来伯旺要说什么 怀孕娇妻向疯批老公撒娇 疯批老公顿事关顺向绵羊 可下一刻又秒变大灰狼 伯旺看着陆芝林沉默了一幕 好 你要什么 手 脚 还是器官 心脏 肠子 陆芝林听了差点又引起运动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缓缓的 吓人诛心 说下去 陆芝林摸着肚子 不管谁要杀我 冲的都是我的肚子 既然想要继承人的位置 我偏不要他们得逞 伯旺 你去拿吧 只有你得到那个位置 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安全出生 伯旺听着 失笑了一声 何必这么麻烦 孩子出生 他要是不想活正好 要是想活 我替他把挡路的人扫一下就好 此刻陆芝林对伯旺有点无语 作为父亲怎么能说这样子的话 这些年替自己父亲干见不得光的事就算了 以后还要替孩子继续吗 不可以 陆芝林大声呵斥 你作为父亲 不能只是一把枪 子弹也有用完的一天 你必须是坚不可摧的高楼 能为孩子遮风挡雨 伯旺突然皱眉 什么叫子弹用光 你在质疑什么 那晚是你一直求饶 我才放过你 伯旺你满脑子都是什么黄色肺灵 陆芝林尴尬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在伯家时间只有两年不到 以后陪在孩子身边的只有你 如果你不能安然护他长大 他怎么办 伯旺听着这话 心口莫名一股烦躁涌上来 好一会 他开口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安然护他长大 陆芝林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那我直说 你别生气 首先你一直活得压抑又悲观 我担心你自己都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其次 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一直在黑暗中游刃有余 被绊脚是迟早的事 听到这 伯旺突然明白了老太太找他并不是收拾行李那么简单 老太太自己办不到的事 他就找你来办了 说着伯旺站了起来 眼底竟是阴冷 真等你们来为我操心 我伯旺早投胎八百次 陆芝林也跟着站起来 态度坚定 一个人连光都没碰你 凭什么说那温度一定会灼伤自己 文言伯旺冷哼一声 你是觉得我不敢 陆芝林接着用激将子 对 你就是在怕 陆芝林挺直腰杆 字字扎心 你躲在自己的舒适区久了 即便不喜欢这个舒适区 你也不愿走出来 不然你怎么分不清人间还是地狱 怒一瞬间染上伯旺的眉梢 完了完了 陆芝林不禁身体一焦 他深呼吸了一下 突然扑进伯旺怀里 伸手还住他的腰 声音温柔响起 伯旺 让我陪你试试好不好 你不是无聊吗 就当我陪你打发打发时间了 本来火气已经冲到伯旺头顶 这一声撒娇突然就降了下来 伯旺一把抓住他的手 将他摁在墙上 大手从他的背挤摸到腰部 性感而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打发时间是吧 做到死更有意思 要不要试试 怀孕娇七千里寻夫 却发现老公躲起来睡大觉 身边还有美女相伴 伯旺紧紧搂住陆之灵的腰 眼神里浮现着几分戏虚 做到死更有意思 要不要试试 此刻陆之灵深刻体会到伯旺是个疯子 他没敢吭声 生怕又刺激到伯旺 见陆之灵颤颤巍巍 伯旺冷笑了一声 陆之灵 你也就这点胆子 说吧他转身头也不回往外走 他一走 陆之灵须拖得跌坐在椅子上 想想都后怕 仿佛答应老太太的事有点草率了 就在此时手机信息音响起 丁玉君发来了信息 提醒他抓紧时间搞定伯旺 陆之灵知道搞不定伯旺 就没有江南老宅 同时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面对各种风浪 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上午他找遍了伯旺的私宅都没找到 最后还是拜托丁玉君才找到的伯旺 于是当天下午陆之灵顶着大日头来找伯旺 这次伯旺跑得有点远 都跑到海上去了 前面白色的豪华游艇 还没靠近 陆之灵就听到上面传来扎尔的狂欢声 穿着比基尼和泳裤的男男女女 站在外面手舞足蹈 不一会寂静发现了陆之灵 有些惊讶 陆老板怎么来了 我找伯旺 旺哥正在睡觉 要不你下回再来呗 闻言陆之灵以为伯旺不想见自己 才躲起来睡醒 他也不废话 直接抓住大游艇的栏杆 头往里面探 随着海水的荡漾 陆之灵站得摇摇晃晃 看着在场的人胆战心惊 寂静先开口 陆老板你这是做什么 很危险的 陆之灵抬头恶狠狠看向寂静 我怀孕了 你应该不想我在你们组的局里一尸两命吧 闻言寂静慌的一体生怕出事 连忙安排人将他放上去 陆之灵上了游艇 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 镜子穿过人群往里走 八卦的寂静集冲冲跟了上去 你怀孕了 谁的呀 我老公的 陆之灵随口回答 卧槽 多久了 两个月 气静都听傻了 算了下时间 那不是公家宴会之前就有了吗 这么爆炸性的信息 直接感激警察的外交里面 突然感叹道 旺哥与众不同的众口 陆之灵推门而进 里面的男男女女 毫不避讳的各种不雅行为 陆之灵表示辣眼睛 终于在乱七八糟的光线中 找到了坐在角落的伯望 伯望靠在沙发上单手撑着头睡着了 光线略过他的脸 冷峻感油然而生 敞开的衣领 迷人的锁骨微露 整个人显得性感又放荡 就在此时一旁 一位比基尼美女 小心翼翼一位伯望盖上坛子 陆之灵沉默看了过去 那女人立刻敏感看向她 语气充满敌意 你是谁 陆之灵反问 你又是谁 此刻似乎能感受到陆之灵 一丝丝的粗意 这个男人太过分 竟然当众羞辱自己的怀孕娇期 只因娇期劝她回家继承千亿家产 陆之灵盯着伯望身边的女人 心里粗意犹然而生 见状季静连忙赶走那个女人 那女人撇了撇嘴 心不甘情不愿离开 季静看向陆之灵与众心肠劝说 陆老板 我很欣赏你 所以跟你说句肺腑之言 这个圈子玩玩就行 别太往上赶 到时候吃亏的肯定是你 可是陆之灵表示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等到博 季静生怕又惹得博望大发雷霆 想让陆之灵离开 可陆之灵坚持 只见他走到一旁空沙发坐了下来 直接给季静整不会了 随后陆之灵拿出隔音耳塞塞进耳朵 静静地欣赏着博望的盛世美颜 就在此时刚才那个比基尼美女又跑到了博望身边 还在他身边搔手弄姿蹭来蹭去的 眼神里尽是挑衅看向陆之灵 随后指尖在那厚重的红唇上抹了一下 直接蹭到博望雪白的衬衫领子上 满脸毒蛇般的贪婪 还伸手俯上博望精致的脸庞 心想着要是能调到博少这种大人 都要少奋斗几年 突然博望睁开大眼睛 他冷冷看了一眼身前的女人 俯人一个机灵 博博少 下一模 博望一个大嘴巴子 女人飞出了两名远 你他妈犯什么剑 女人一声淒厉惨叫打破了场上的喧闹 众人的眼光纷纷投向了这边 只见女人躺在地上哀嚎 博望沉着脸靠回去 目光幽冷 突然看到了陆之灵端端正正坐在那 视线对上 陆之灵朝博望走去 一旁的寂静拼令摇头示意陆之灵不要过去 在手中的面筋纸上 走到博望面前 弯下腰捏住她的衣领 轻轻擦拭上面的口红印 博望懒懒靠着沙发 眼神深沉看向陆之灵 完全挺不出她的形 陆之灵边擦着口红边说 能跟你聊聊吗 博望薄唇微勾冷笑了一声 陆之灵你胆子怎么是小时的 上个床推三阻四 却赶在她面前避避个不停 陆之灵继续温柔劝说 既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就要尝试改变 博望甚至都佩服她的勇气 他抬手握住她的后颈 将她扯到一旁 先是拿出冰桶的烈酒 然后一脚将冰桶踢飞 冰桶真可怜 无辜受伤 冰块洒落一地 来 给陆小姐铺条路出来 博望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你陪我玩 我就考虑考虑 怀孕娇气被人羞辱 疯批老公近在一旁看热闹 博望眼神里掠过一丝变态的戏许 来 给陆小姐铺条路 文言一群顽固像是疯了一样 拿来的几桶冰拳都撒在地上 扑出一条冰露 博望变态行径 让陆志玲心底部尽一场 只见博望兴致勃勃勃看向她 来 走一遍 我就考虑考虑 陆志玲深知走上去她脚就废了 更何况现在她还是个孕妇 她连忙摇头 博望根本没给她说不得全力 她抬眼冷冷看向陆志玲 是不是觉得我就你一次 你就蹬鼻子上脸了 陆志玲委屈道 我没这么觉得 此时有人立马起祸 来来来 美女 旺哥给你开条件事给你机会 别不知好歹 几个男男女女上前 有抓住陆志玲手臂的 还有帮她拖鞋的 有种逼良为娼的济世诞 陆志玲大声呵斥道 放开我 可瘦弱的她根本不是那么多人的对手 她眼神充满哀怯看向一旁的伯望 但她依然懒懒靠在沙发上无动鱼中看着 丝毫没有要救她的意思 陆志玲心都凉了半截 知道伯望冷漠 但是不知道伯望这么冷血无情 开心的时候可以玩命救她 不开心可以玩她的命 她错了 老太太也错了 伯望就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狼 她没办法把她拉出来 反而会被她拉进地狱 走啊 有人推了一把陆志玲 她亮枪差点摔了下去 她勉强稳住了自己 旺哥玩你是看得起你 懂事的话就自己扒光躺在冰上 逗我们旺哥乐一轮 此时新的一轮起哄又开始了 众人喊着让她扒光 陆志玲一脸狼狈站那死死盯着伯望 或许是时候放弃了 这个男人已经没救了 她转身就想离开 结果被一个猥琐男扯住了她裙子的吊带 顺手将两块冰丢进了陆志玲的胸前 胸前的布料瞬间湿透 寒意渗进皮肤 只见猥琐男色咪咪盯着她 美女来玩吗 伯望看着眸色猛的一尘 被羞辱的男堪 愤怒全都涌了上来 陆志玲脸色苍白 手死死捂着胸前的一片春光 另一只手狠狠给了猥琐男一个大鼻动 被打的猥琐男恼羞成怒 扬起手准备还手 结果一把水果刀飞了出来 直中猥琐男的手掌心 猥琐男撕心裂肺的惨叫 全场肃静 众人错愕看向伯望 刚刚那刀明明就在伯望手上 现在她一双眼阴沉地看着众人 得罪封批大佬只会受点皮外伤 可得罪封批大嫂真的有可能命丧当场 看着陆志玲受屈辱 伯望这个变态又于心不忍 她用水果刀刺穿男人的手掌 男人嗷嗷惨叫 血淋淋的手掌 陆志玲见了还是不解恨 毫不犹豫在男人掌心的刀用力拔了出来 西瓜之狂飙 见了她一脸 男人再次惨叫 陆志玲扔掉刀 抄起酒瓶朝男人的脑袋狠狠砸了鬼 男人当场痛冰了过去 见识了陆志玲的狠辣 在场所有人顿时压去无声 此刻伯望甚至连坐姿都没变 但是看地上男人的眼神 仿佛就像看一只卑贱的蝼蚁 在场的人全是猛逼脸 不是说好的耍女人吗 怎么就坏人了呢 而陆志玲眼睛都不眨 转身走进了卫生间 她冲洗着脸上的西瓜汁 看向镜中的自己 眼睛有些放红 她强忍着那抹被羞辱的酸涩 她调整了一下呼吸 随后便推门走出去 外面已经被清场 只见伯望慵懒坐在沙发上抽烟 陆志玲快步朝她走了过去 站在她面前扬起手 内心想给她十万个大鼻动 若不是她挑起 她也不会受到七尺大的 博望抬眸逆向她白皙的手 眼神里充满了凉意 但依然坐在那丝毫没有多余的反应 为了在博家能好好活着 她暂时不能与疯子为敌 最后陆志玲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 缓缓把手收了回去 作死的博望眼皮轻撩并挑衅 怎么 不打了吗 舍不得呀 对 舍不得 陆志玲随口敷衍了一句便转身离开 她一刻也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 此时此刻博望有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了心头 她挂满黑线的脸似乎随时要爆发 但最后她也只是默默看着陆志玲离开 猎七一时爽 追七火葬场 博望终究还是抵不过陆志玲的柔情夜席一夜 凌晨台上凶残的拳击比赛如火如荼进行中 可丝毫勾不起博望的兴致 她脑海里萦绕着都是陆志玲说过的话 一个人连光都没有碰 凭什么说那温度会灼伤自己 让我陪你一起试试好不好 拳击赛结束 寂静邀请博望到他家喝点82年的饮料 没意思 回去了 博望拒绝后头也不回直接离开 留下寂静傻愣在原地 旺哥今天反常啊 不到三点就回家 凌晨三点的递将挺安静的可怕 博望到家门前 发现脚边放了一个白色袋子 他冷冷看了一眼并抬脚踢倒 里面放了一张银行卡 一罐茶叶 还有一张纸条 清理淡雅的自己一眼就看出是陆志玲的 纸条中说他知道自己建月了 银行卡里的钱用来陪他沉浆的车 不够的会慢慢还 茶是有助睡眠的安神茶 还细心附上了服用说明 最后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他 博望眼神顿时按了下 死死盯着茶罐上的最后四个字 助军好梦 心里莫名涌上了一股难受 此时医院里的陆志玲沉沦在梦里 几个哥哥带他到河里抓鱼 打打闹闹 说说笑笑 突然一条黑的发光的大鱼从水里跳起来 下一秒直接缠在他脖子上 他快要窒息并用最后一口气喊出救命 可哥哥们完全没有听到 挣扎着在黑暗中睁眼 突然他对上了一双恶灵的眼 病下的身体一僵 大声喊起来 救命 下一秒嘴巴被冰冷的大掌捂住 这熟悉的木质香 一个不悦的声音置他头顶落下 是我 叫什么叫 陆志玲坐了起来错愕看向他 下意识缩了缩身子 只见博望坐在床边脸上写满了不爽 陆志玲颤巍微微道 你怎么来了 博望冷冷回答 怎么我不能来啊 陆志玲没在动 眼神尽是委屈 我以为你还在生气 陆志玲心里害怕 急了以为博望是来报复他的 见状博望捏住了陆志玲下巴 你是在怕我 陆志玲一把拉住博望的手卑微道歉 并表示从此不会再打扰他的生活 博望冷笑了一声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陆志玲回答的小心翼翼 生怕又把博望这个变态惹我 陆志玲 你的血真甜 封批大佬一言不合尽把怀孕娇气给咬 经过上次的屈辱 陆志玲对博望更加小心翼翼 并表示再也不会插手他的生活 见状博望冷笑了一声 用力捏住了陆志玲的下巴 陆志玲你挺有意思的 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此刻陆志玲敢怒不敢言 到底谁有意思 他惹不起还不能躲吗 非得追来医院 难不成真的要弄死他呀 陆志玲抿着唇不发抑郁 见状博望更不爽 谁让你闭嘴啊 陆志玲受够了 他使劲推开了博望 只见陆志玲全缩成一团 是那么弱小那么卑微 博望 我是喜欢你 我也知道都是我一厢情愿 况且经过游体迷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我不会再爱你眼了 话音刚落博望忽然吻上他的唇 面对博望强烈的掠夺 陆志玲试图挣扎 但却无济于事 仿佛越是挣扎 越是想贴近他怀里 博望的吻带着强烈的侵占性 陆志玲快要喘不过气 下一秒舌间一股疼痛 血腥味在两人的唇间迅速扩散 暧昧而疯狂 陆志玲痛得心里嗷嗷叫 却看到博望疯了一样在回味 陆志玲 你的血是甜的 在寂静的夜里 他甚至听到了他的吞叶声 真的变态到极致 他的呼吸也跟着混乱了起来 陆志玲甚至无法挣脱博望 他一下子瘫软在他温热的怀里 博望就这样静静地抱着陆志玲 就像一对亲密的恋人 病房里的空气一片死寂 突然博望开口 还想不想是 眉头眉尾的一句 是什么 陆志玲眼中略过一抹恶然 仰起头正好对上他好看的下颌线 你改变主意了 博望低下头只勾勾盯着他 漆黑的双眸更显深邃 陆志玲脑子里转动起来 闪过无数的想法 不管如何 博望同意争气成人的位置 对他和肚子里的宝宝而言都是百利无遗憾 想着想着 他更加柔顺贴近他的怀里 紧紧抱住他 笑得简直不要太开心 博望 太好了 陆志玲察觉到他的意图 没来得及闪躲 博望就轻轻吻上他的额头 我要抢这个继承人的位置 你就这么开心啊 不知道还以为是你要做不加继承人的位置 陆志玲笑着表示 当然开心 为了更好帮助博望 陆志玲决定出院后搬进地将停住 闻言博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现在你到床上来更快 虽然病床不大 但也够用 陆志玲顿时傻眼 博望这个变态到底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黄色肺羊 总能把他的话歪歪到歪太空 冲批老公吃醋吃到女仆头上 只迎交气给女仆也送了同款小花花 陆志玲希望出院后搬过去跟博望一起住 博望兴奋到满脑子都是黄色肺羊 陆志玲连忙解释 我搬过去肯定不会不要脸跟你住一间房间 只是单纯想近距离照顾你 博望伸手抬了抬陆志玲的下巴 陆志玲微微张着唇 舌尖破出了点鲜红 我清理一下 你就敢动搬我那去的念头 真要让你搬进去 你会不会动更深的心思 旺仔这自我攻略真的随时上线 可是陆志玲是真实的人间清醒 他不会对博望有什么非分之想 况且他知道博望只是一时兴起 那个吻没有任何意义 博望你放心好了 你单身 不属于我 听完陆志玲的一番话 博望眉头紧锁 内心一股不明所以的烦躁涌了上来 随你 博望心想既然他要是 那就索性陪他玩玩 随后陆志玲又提出 你那房子有点空 我能置办一些家具吗 博望明明就宠着陆志玲 却又随口说出随你 陆志玲笑着伸手拿起一条宝毯 时候不早了 你就别回去了 早点休息 明天再聊 说吧 也没等博望回答 他就镜子走到角落里的沙发坐下 关掉灯准备睡觉 博望傻坐在床上 突如其来的黑暗让他面色沉默了0.08秒 明明不大的病床此刻显得空空荡荡 妈的 他这是跑来抢病床呢 博望 算你还有点觉悟 知道还不算太晚 他双眸转动逆向角落的人 以为他会把他叫到床上睡 结果他竟然没有 直接拉过被子躺下睡觉 等在醒来时 已然是天亮 此时淡淡的花香萦绕在博望鼻尖 他转头看去 只见枕边有一只黄色玫瑰花 他拿着玫瑰缓缓坐起了身 面无表情盯着 正在泡茶的陆志玲见他醒来笑了笑 醒了 博望捏着手中的玫瑰 询问道 什么意思 我在医院花园摘的 希望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博望是笑了一声 不懈地转了转手中的玫瑰 就凭一朵小破花就有好心情了 是我三伯母说的 他喜欢养花 和我三伯一花定情 所以后来三伯母就说 每天醒来看到一只花 一整天心情都会好 不然他想到当年大哥 耗光了三伯母一花园的花 气得三伯母直哭 说到这陆志玲笑得更是开心 每每提及家人陆志玲眼里都有光 我望这个家伙听了一大段话 就只听到四个字 一花定情 不愧是我望哥 很会抓住你 瞬间又开始攻略自己 陆志玲对我用情置身啊 还说自己清醒 就在此时 江福生拿着伯望同款玫瑰花 兴奋冲进了病房 并感谢陆志玲送的小花花 伯望脸色顿时按了下来 直勾勾盯着江福生手上的花 怒吃到 把花扔了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 吓得江福生不禁身体一讲 扔 伯望语气冷到能杀人 可怜的江福生和小花花都被吓念了 我现在就去 陆志玲也不知道伯望 为什么突然发那么大怒 他以为他不喜欢玫瑰花 只见伯望手一松 玫瑰花随之落地 接着伯望站起来 用四十四码的大脚 直接将玫瑰花拧了个粉碎 陆志玲就这样默默看着 也不知道说什么 随后伯望低谋眼神里 略带一抹杀意 陆志玲你记住 不要给我和别人一模一样的东西 陆志玲俨然没察觉伯望那是吃醋 只是单纯觉得变态不好惹 他温柔地笑着答应伯望 以后不会了 袍门大哨满身西瓜汁回家 富豪父亲不但不关心 反而满腔怒骨 陆志玲告诉伯望 早上奶奶打过电话来 他说你父亲要把你母亲的遗产捐赠 我觉得御医和下医应该回去了 陆志玲意思很明显 就是告诉伯望该放人了 文言伯望脸色阴沉 谋色略过一抹杀意 为了帮伯望洗脱绑架嫌疑 小机灵鬼陆志玲上线 他晃了晃手中的化妆箱 大家猜猜他要做什么 另一边神山伯家书房里 伯真龙让文达马上通知律师 他要跟律师商量遗产捐赠具体事宜 好的 我这就全 伯真龙坐在书桌前 抬手揉了揉眉心 两久 他闭上眼 含恨般自言自语 你反骨 你生的儿子也反骨 我们俩到底谁不放过谁 忽然 门被用力推开 只见文达激动地扑了进来 先 先上 御夫人和下夫人回来了 文言伯真龙脸色铁青 手回来了还是脚回来了 文达听到都傻了两秒 人回来了 此刻伯家大厅里 衣服凌乱的御云飞和下美琴坐在沙发上 像是被吓到灵魂出窍一般缩成了一团 见御云飞像是不对劲 庸人上前询问 怎料他突然疯了一样跳了起来并大叫 不要碰我 另一边下美琴则抱着头 喃喃自语 我男朋友是伯真龙 我男朋友是伯真龙 他不会放过你们 只见伯真龙匆匆赶来 云飞 美琴 不用怕了 你们回家了 文言两个女人才呆呆抬头看向他 看了好一会 两人不约而同投进伯真龙的怀里 云 真龙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伯真龙紧紧抱住两人 随后低头看向两人 还有些疑惑 你俩身上真的没什么莫名其妙的刀口 毕竟以伯望平日里的作风 至少得少个甚 夏美琴摇了摇头 表示那群人就是恐怖分子 居然把他们丢进了蛇灵 伯真龙连忙安慰 没事 以后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地旁的欲云飞叹 不过伯真龙偏爱夏美琴 他立马打断两人对话 真龙 绑架我们的人都是戴着连衣帽和白色面具 不知道什么来路 伯真龙一听描述 就立马想到了活死人这个组织 就在伯真龙正要准备大发雷霆之际 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少爷受伤了 众人错愕抬头看去 只见陆之灵扶着伯望缓缓走来 伯望短发凌乱 一张俊俏的脸上 满是血和瘀青 身上的衬衫也被割了数不清的口子 大厅里的所有人同一时间傻眼 这什么情况 绑架犯比两个肉票伤得还惨烈 陆之灵把伯望扶到了一旁的单人沙发坐下 转头看了看玉云飞和夏美琴 玉仪和夏姨没事就好 也不枉伯望丢了半条命 全场鸭雀无声 像看神仙一般看着他 只有伯望懒洋洋往沙发依靠 兴致伯勃看着陆之灵演戏 自己却霸演了 可此时的神助攻怎么还没登场 片刻后陆之灵露出了迷之微笑 原来丁玉君和薄清凌终于来了 看到浑身西瓜枝的伯望 丁玉君眼睛不禁一红 朝伯望飞奔而去 伸手轻抚着他伤得有点重的脸 伯望 你怎么伤成这样 就算救人也要保护好自己了 要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叫我跟你爷爷怎么办 丁玉君说到动情之处 狠狠摸了摸他的伤口 一抹乌子的颜料无声无息粘在他手上 伯望没什么情绪看着他 没死 放手 真的一家子都是戏精 这是一场妥妥的豪门财争争夺大戏 细精老婆跟细精奶奶联手打得众人措手不及 封批老公却在一旁躲青闲看热闹 丁玉君的哭戏演的那是一个精彩 我可怜的大孙子 突然有人忍不住问道 老太太 您刚说的救人是什么意思啊 丁玉君擦了擦眼泪回头看向众 怎么 你们都不知道吗 云飞和美琴能回来多亏了伯望 他只身闯蛇林 差点丢了命 玉云飞沉默了 夏美琴也不再哭唧唧 回想了一下 这剧情怎么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只知道突然被绑去了蛇林 又突然被送回来 博望什么时候出现救人的呀 博真容没出声 有人听得凌乱说道 可云飞和美琴说 绑架他们的是活死人 文言丁玉君干脆对了回局 这活死人跟我们博望有什么关系吗 是博望申请了专利的吗 老太太这套强词夺理的本事太深得陆之灵的心 虽然丁玉君表演的声泪俱下 但博真容依旧怀疑博望并讽刺道 你会为了救他们完命 博望懒得搭理直接撇过了头 见状陆之灵挡在博望身前 凌亮的双眸平静看着博真容 父亲 说实话 博望不是为了救他们拼命 而是为了自正亲白拼的命 陆之灵扫视屋里所有人 御仪和下一亿出世 大家想都不想都认为是博望做的 我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来到的逻辑 夏美琴不爽陆之灵口口声声维护博望 他冷冷道 逻辑就是你沉江 然后我们才出世 明显是博望为了帮你报仇才出世 陆之灵吃笑了一声 那么说大家都认为我的沉江跟御仪和下一亿有关哦 夏美琴又蹦不住 别忙解释 别胡说八道 我干嘛把你沉江 我儿子又不是博家最受宠的 夏美琴这话里有话 御云飞听着反而很淡定 像极了成熟的长辈对待胡闹的晚辈一般温柔 之灵 你觉得御仪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 陆之灵表示我和博望当然相信二王 可家里人好像不怎么相信 全场鸭雀无声 陆之灵又将视线投回博真荣身上 他替博望不执 多年来 别人对博望有偏见 他都能挺 可父亲明对他有偏见 他受多少伤都很难挺下来 随后陆之灵对江福生使了个眼色 只见江福生在他面前扔出了个铺团 他立马跪下 众人傻眼 陆之灵恳请博真荣将博望和他母亲的名字从祖谱中划去 他不忍看着博望在博家受尽委屈 至少这样子做大家对博望的偏见就会少的 文言博真荣脸色黑如墨汁 他怒斥道 你在胡说什么 他心底对七血的感情很是复杂 就算七血成了鬼 也休想离开自己 既然大家觉得博望不配这个位置 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觉得是博望在当坏事 那么只要博望不再是博家长子 大家才会安心 可博真荣认为是博望自己不争气 而且既然觉得委屈 那便承担起博家长子该有的责任 听到这丁玉君也出来帮枪 不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如此 真荣 那就让博望进财团历练历练吧 夏美琴突然傻眼 终于明白了他们搞了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让博望进财团 他绝不允许 他立马将博望那些年亏损几十个亿的事情都不出来 下一秒博望一个死亡眼神杀 夏美琴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 怒之灵顿时猛了 毕竟在博望的陈年故事里没有听到过这一则 风批大佬把整个家族闹得鸡飞狗跳 自己却淡定做等好戏上演 玉云飞看向丁玉君笑着表示 我手底下的酒店和娱乐公司经营的都不错 博望过去就可以轻松管理 您看给博望选一个怎么样 丁玉君一脸不悦 毕竟这些都是财团的边缘产业 他立马看向博真荣想给博望争取个更好的位置 结果博真荣脸色阴沉看向博望 就娱乐公司吧 你过去全面接管 两个月只要你做出成绩 这家公司股份全部归宁 玉云飞没想到拿起石头砸到自己脚趾 这公司重头股份都在他手上 博望一个空降兵万一做出成绩 他将要把辛苦劳动成果拱手相让 尽管他心里有气也不敢在博真荣面前表露出来 此时陆之灵沉默了 不过他明白第一步让博望从低做起也许是好事 他同意就这么办吧 随后将服升服他站了起来 玉云飞突然皮笑肉不笑开口 太好了 有博望帮我分担 那我有时间飞去看看博堂和博元 一旁的夏美琴一下子就看出玉云飞的狡诈 先将自己置身事外 接下来如果家里再发生点什么事 博望也追究不到他头上 夏美琴的大嗓门搞得全世界都听到他说的话 细经陆之灵开始演起来了 立即劝道 夏宁 千万不要这么说玉云 他不是这种人 夏美琴一听心情更不美丽了 难道你被玉云飞收买了 这么喜欢替他说话 你都不看看是谁的好带盯着博家继承人的位置 这明显的意犹所指 突然勾起了陆之灵破案的冲动 夏宁 你这么笃定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 玉云飞真害怕夏美琴这个大嘴巴 说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 假惺惺喊冤道 夏美琴 你一向好斗 我都不跟你计较 可你不能劳往我身上泼脏水 而且谁能保证你好无二心啊 说不定是个一身二鸟的好计谋呢 玉云飞这反击也是绝了 三言两语又把屎鹏扣回了夏美琴头上 夏美琴彻底怒了 玉云飞 你别再喊抓贼 我和真容真心相爱 我不在乎长不长子 不像子 真容都已经跟你分手了 你还舔着脸留下 你图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薄真容终于忍不住怒吼道 吵够了没有 顿时两人都不敢出声 并有些惧怕看向她 平时薄真容都不怎么爱管束自己的女人 今天居然发火了 突然两人不约而同看向陆之灵 像是明白了什么事了 平时温顺的人 没想到玩得一手好挑拨离剑 只见陆之灵面容淡定从容 依然不卑不可 啪啪啪 突然清脆的掌声响起 陆之灵回头一看 只见伯望一脸讥讽笑了笑 沾满鲜血的手狠狠拍了几下 精彩 陆之灵不仅心底一颤 瞬间明白了伯望这个变态 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的 根本没心思放在夺权上 不然这个时候怎么敢挑衅伯正容 丁玉军也慌了下立马出来打圆场 之灵你怀着宝宝呢 赶紧陪伯望回房休息 秦医生快到了 闻言陆之灵配合地扶起了 浑身是伤的伯望 正要离开之际伯望向 御云飞和夏美琴投去 一个凌厉的眼神 二位受累了 已经为二位准备了补品 下一秒一大盆蛇羹被摆上桌 蛇被大卸搭块 中央的蛇头尤为触目惊心 御云飞和夏美琴瞬间吓得灵魂出窍 浑身发抖 气得伯真容火冒三丈怒斥伯望逆子 随后让人把蛇羹拿走 只见伯望薄唇微钩 眼神里略过一缕玩味的戏剧 两位好好享用 这可比羊汤不 陆之灵都有点担心伯望这么一高 会不会到手的机会就飞了 怀孕娇气一见到风批老公就想出 风批老公怀疑他对男人过敏 陆之灵和伯望安全回到了房间 刚进屋伯望就已经脱下了上衣 雷手就将破烂不堪的上衣丢进了垃圾桶 布满伤痕的躯体看上去 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梦 伯望朝浴室走去 陆之灵把他拦了下来 表示得先卸妆再洗 不然化妆品残留要伤害身体 伯望一大佬爷们嫌麻烦拒绝 陆之灵虽然可惜他帅气的脸 妖娃的妖 但还是无奈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伯望一把拉过陆之灵的手臂 你给我擦 没等陆之灵反应过来 伯望就拽着他往浴室走 随后伯望往浴缸边上一坐 两手搭在边上 双眸死死盯着陆之灵 陆之灵见他满身鲜血 有些无从下手 便让他先冲洗一下 就这样吧 不用脱了 他立马拿着吸了水的毛巾走到伯望身边 给他擦脸 伯望甚是配合 没有乱动 只是直勾勾盯着他 伯望抬眸凝视着他白皙的脸 目光落在他抿着的红唇上 忽然开口 你的戏眼的不错 三言两语就将我塑造成委屈的要死 还要英勇救人的形象 让伯家对我进财团提不出半点质疑 陆之灵一边替伯望卸妆一边道 他也是效仿当年大哥进财团时的作风 总之 用魔法打败魔法才爽 他说得正起劲 下巴突然被一只冰凉的大手死死捏住 伯望紧紧逼近他的眼 他谋色深得像是能把人吞进深潭 对我演过了吗 陆之灵不禁心底一颤 这变态原来在这等着 他故作镇定低头委屈反问道 我今天这样很心机girl 很不讨喜是吗 伯望见他彷徨而不知所措 便松下了手 无所谓道 你想玩就玩 只要不玩到我头上就行 否则就等死 听到这陆之灵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心想要是让他知道他早早就玩到他头上 那真完蛋了 他尴尬笑了笑 继续为他擦拭脸上的伤痕 一点点擦拭干净 接下来你自己则 陆之灵换了一条洗脸巾 弄湿以后递给他 可伯望没有接 我说了 我嫌麻烦 陆之灵深呼吸一口气 硬着头皮帮他擦拭结实的胸膛 只见伯望身体绷紧 胸膛起伏得有点厉害 无忽 我们旺哥紧张了害羞了 寂静的空气里 男人的呼吸声成了唯一明显的动静 突然陆之灵被拦腰抱起 他一抬眸就撞进伯望危险的目光中 糟糕 难道这个男人又想那个什么 下一秒他灵光一闪立刻做出偶突撞 见状伯望反应极快捂住他的嘴 眉头拧得厉害 你他妈对男人过敏 一碰就吐 哈哈哈哈 旺哥 咱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紧紧对你过敏 陆之灵一脸无辜看着他 接着被伯望无情丢出了浴室 陆之灵离开后伯望起身走到淋浴房 打开冷水全方位浇了下来 绝对不能给这女人勾引的机会 能看不能吃 真要命 怀孕数月的妻子终于要和变态老公开启正式的同居三 老公却一脸惆怅 陆之灵被伯真龙请到书房谈话 只见伯真龙一脸严肃坐在书桌前 伯真龙早早就看穿了他跟伯望演的那出戏 还好陆之灵也没有打算骗他 父亲说的对 伯望的伤的确是假的 是按照上次南阳陆寿的伤化的 陆之灵有点厉害 必真见血 伯真龙顿时无话可说 毕竟伯望为伯家受伤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大家怎么诟病他 他始终没有对不起我 更没有对不起伯家 随后伯真龙告知陆之灵 伯家继承人为止能者拒之 没有长不长子的说法 陆之灵感谢伯真龙肯给机会伯望 伯真龙不懈道 我儿子我清楚 你这根老太太眼里的套狼绳牵不住多久 听到这陆之灵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套狼绳这是什么鬼比喻 虽然伯真龙气场两米八 但陆之灵也不弱 根本没在怕 他自信表示伯望能不能胜容 要试了才知道 见陆之灵并没有气馁 伯真龙似乎有点满 也没多说什么就让他离开了 陆之灵一下子就明白 伯真龙这番话表面是打压 实际是激发他的斗志 果然他对伯望的感情很复杂 并不是一位厌恶 而他这次的目标就是伯望 下午陆之灵正式搬进帝江亭 布置好一切后 他坐在南向的大露台透气 心想终于离伯望更近一步 就在此时他收到丁玉君的信息 丁玉君说他给伯望请了很多明示 安排了课程 但陆之灵很清楚伯望的尿性 一下子让他接受这么多课程 他恐怕要发飙 于是他给伯望发去信息 另一边夜深人静的夜场 这儿竟是静歌热舞 声音震耳欲聋 此时伯望坐在角落沙发上假性睡觉 只见他满脸不耐烦 就是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吵得他无法入睡 半傻 他拿出了手机 看到陆之灵11分钟前发来的信息 家里收拾好了 回来看看吗 他忽然全醒了 这女人要陪他坐上继承人的位置 还像强盗一样入侵了他的空间 现在还邀请他回去看看 好吧 这就回去看看小强盗 伯望站了起来要离开 见状寂静大海 旺哥 去哪 太吵了 走了 闻年寂静差点把82年的饮料都喷了出来 旺哥不正常 平时不就好这口 今天怎么还闲吵呢 半小时后 伯望回到地江亭 推门那一刻他怀疑走错门了 平时漆黑的客厅此刻亮得跟大白天似的 进门就是植物盆栽 还有一个大鱼缸亮着光 小鱼儿们在欢快地游来游去 活物 伯望整个人都傻掉 什么时候他的房子居然养活物了 此时一个愉悦的声音传来 你回来了 他转头就见陆之灵朝着他缓缓走 这些吧 可能刚才吃水果吃得高兴 陆之灵嘴角还残留了点酸奶 伯望盯着他的嘴唇 按捺不住心动 侯杰不由自主滚动了下 好一会他伸手用指腹给他擦拭这嘴角的酸奶 你这小强盗抢得还挺彻底的 这房子我都快不认识了 暴力很辣的男人也会抵挡不住女人的柔情似手 旺哥你快点承认你爱上了芝芝吧 陆之灵不解 我到底抢了什么 伯望不发一语深情看着他 认了这个强盗 伸手去拿他手里的水果叉子 陆之灵下意识缩了缩手 你也想吃 我给你拿一个新的 这是我刚用过的 话都没说完 伯望抓住他的手往嘴里送去一块 伯望吃完甜了甜腿 太甜了 伯望这有意无意的疗人 实在太妖念了 陆之灵害羞到转过身 你饿了吗 我给你留了碗饭 听到这伯望神情复杂 这女人太爱我了 还给我留饭 陆之灵将她领到了餐厅 给她端上了饭菜 伯望什么都没有说 拿起筷子一口一口吃着 陆之灵坐在一旁看着她 突然问道 我可以跟你聊聊 关于SG娱乐公司的事吗 伯望示意她说 就继续低头干饭 陆之灵有点意外 居然感受到伯望前所未有的乖顺 不过这正是跟她沟通的好机会 她提醒伯望玉云飞已经飞去国外 但她只是单纯想撇清关系才走 肯定会在公司埋下手脚 我们得小心 只见伯望淡淡的 我要汤 陆之灵一边勺着汤 一边说 抵挡那些手脚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做出点亮眼的成绩 这样等你进入财团 才能短期内受到重用 伯望胃口似乎很好 一直忙着干饭 根本没空反驳陆之灵 这关顺也就维持了18秒 当陆之灵问她觉得怎么做 才能比玉云飞管理的时候 收益更好时 旺哥还是我们旺哥 毫不犹豫就蹦出俩字 帮人洗钱 这叶子真的越来越有盼头了 陆之灵都惊呆了 果真是个邪魔外道的人才 但她依然保持微笑 SG是你进入财团的跳板 这一仗我们要打的光明正大 不能让人抓出一处痛脚 想起丁玉军的短信 陆之灵决定试探一下伯望 其实奶奶找了一些前辈 要不我们明天约过来谈谈 你可以留下来吗 文言伯望脸色大变 失笑了一声 又是讲课 老太太没告诉过你 老子不喜欢吗 偌大的房子里顿时一片死寂 陆之灵对经心底一颤 老太太这要坑藏我了 突然伯望抬起手 冰冷的大手捏住陆之灵的下巴 语气里透露着一股玩味的戏血 你要想把人叫过来也行 但我不保证他们会不会缺胳膊勺筒 陆之灵知道保命要紧 立刻认错 伯望没有动 陆之灵怕她继续发 连忙勺了一大勺水果 味道伯望唇边 吃点新鲜的水果吧 伯望漆黑又深邃的双眸 直勾勾钉了她半腿才张开阻 好像又不生气了 果然大直男都逃不过女人撒娇这一套 陆之灵微笑着继续喂她 好吃吗 伯望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享受着陆之灵的头胃 水果吃完伯望转身离开没有发飙 陆之灵深知伯望还有好多她不知道的阴影 她得好好查查 随后陆之灵在客厅翻阅各种资料 发现伯望刚回伯家那时被对家坑了千错合同 最终导致博士财团亏损了十几个亿 而且丁玉君给伯望请的都是业界数一数二的大帽 怎么伯望就抗拒学习呢 陆之灵是越想越不明白 还有几份合同 看起来明显的问题 伯望怎么直接跳坑里呢 就在此时一个清冷又低沉的嗓音响起 你又在干什么 陆之灵抬头看去 只见到伯望那乍眼的十八块腹肌 好害羞啊 伯望你穿成这样干什么 夫妻俩在商讨重要大事 却被女仆无情撞解 封踢老公想杀的女仆的心都有 伯望穿着一条家具长裤 光着上半身 毛巾盖在湿漉漉的头发上 陆之灵以前是瞎子 他敢肆无忌惮也算了 如今他看得见 陆之灵强行将目光从他的十八块腹肌上离开 紧紧抱住手中的资料 伯望走到他身旁坐下 伸手指了指他手中的资料 你看这些干什么 陆之灵神情复杂看向他 你说不喜欢听人讲课 我来找找原因啊 伯望深邃的严死死盯着他 两久才开口 你说是为什么 陆之灵一眼就看穿 因为你被人算计了 合同里个别错别字 藏在句子里读得通 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 伯望 你是不是认识的文字 不太多 陆之灵你胆子太大了 我都替你捏了把汗 这你都敢问 但是伯望居然没有发飙 只是静静看着陆之灵轻笑了一声 一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 你觉得会认识多少个字 旺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莫名好心疼 陆之灵难以置信看着他 下一秒伯望轻身靠近陆之灵 冷峻的脸庞几乎贴近他的脸 语气危险 是不是后悔陪我了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陆之灵明示着他非常凌厉的眉 忽然想起了动物纪录片 里面一头满身是血的牢 即使到了冰死的状态 仍然张牙舞爪 摆出最凶狠的姿态 他伸手捡起毛巾 在伯望阴沉的目光中 将毛巾盖到他头上轻轻揉擦 伯望顿时身体一僵 静静看着他 陆之灵一边温柔替伯望擦拭头发 一边安慰道 我觉得你挺厉害的 明明基础不好 但很用力看这些资料 就因为用心看了 所以才会掉进陷阱里 只见伯望薄唇微勾笑了笑 这也叫厉害 陆之灵 你哄三岁小孩呢 伯望在我离开之前 我会把你当小孩一样宠着 陆之灵盯着伯望的眼睛认真说道 闻言 伯望的眼神一按 抬手就按住他的后脑 低头一点点逼近他 目光紧紧锁住他的唇 热气拂过他的脸 即将要吻上他的唇 之灵 你还没好吗 很晚了快睡吧 一个睡意惺忪的声音传来 伯望立马扭头看去 就见江福生像阿嫖一样在游走 视线对上那一刻 江福生见鬼似的 大叫了起来 天啊 他这是撞破了什么 会不会被灭口啊 伯望一整个人破防了 转而看向怀里的女 恶狠狠质问 他怎么在这里 他一直都在 晚饭就是他做的 随后陆之灵立即表示 伯生跟他住一个屋 绝对不会打扰伯望 伯望此刻心里肯定在想 这小女佣居然又来抢我老婆 当才陆之灵还说啥来着 把她当孩子一样宠 转念一想也对 谁在床上宠孩子 是他想多了 不过江福生不能住着 让他滚 伯望语气冷到能杀人 听到这江福生慌得一批 拔腿就想跑 陆之灵粗了醋眉 帮江福生求情 不行 大半夜 一个女孩子回去不安全 明天再让他走行吗 陆之灵压根没有想到 江福生的存在 会让伯望生那么大的气 陆之灵你也太迟钝了 伯望仔那是吃醋了呀 上次的黄玫瑰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伯望狠狠瞪了他一眼 陆之灵连忙伸手 抱住伯望的脖子撒娇道 就一晚 好不好 好啊 难不成我伯望还求着你 放心 以后你还真的要求他 真想看你打脸 说吧伯望起身离开 只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 陆之灵和江福生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即使伯望这样 陆之灵似乎觉得他有点可爱 知知其实也开始 有点喜欢旺子了 由于怀孕娇气太可爱 封批老公居然想 把他绑起来关进房子里 清晨伯望趴在床上正睡着 被子随意搭在腰间 露出了性感的妖姬 忽然传来了悠扬的音乐声 他睁眼听了好一会 随后起身寻声走了出来 最后在南向的露台 见到坐在古墩前的陆之灵 阳光洒在他身上 举手投足间 都有种让人说不出的美 伯望几乎看着迷了 陆之灵谈了一会 突然停了响 他回头看向伯望 早上好呀 就见伯望眸色深沉 直勾勾盯着他 陆之灵打量着他 无可挑剔的身材略显无奈 这家伙是对上衣过敏 还是在家穿衣犯法 于是忍不住好心提醒 伯望 今天有点凉 小心感冒 伯望看了一眼 陆之灵身后的古墩问他 谈这个做什么 奶奶送的 我就随便谈谈 是打扰到你了吗 伯望沉默并直接转身 陆之灵立马跟上 他让伯望先洗漱 他去热早餐 待会一起吃早餐 伯望懒懒应下走进卫生间 片刻后 两人开始安安静静吃早餐 陆之灵包了颗白煮蛋 很自然地递给了伯望 伯望看着一桌的早餐心情复杂 这些都是你做的 福生做的 做完就回去了 同时他留意到餐桌上的鲜花 不得不说这房子里 突然闯进了 从来没有过得活着的气息 他白胆焦急 半小时候早餐吃好 陆之灵邀请伯望玩个游戏 伯望一脸疑惑与不情愿 还是接过了陆之灵的手机 这是什么 伯望话音未落 手机就响起了罗莉音 小朋友 请点击你听到的文字 伯望一整个的尴尬又无语 陆之灵这是在羞辱老子吗 只见他眼神掠过一抹杀一死死 盯着陆之灵 陆之灵你找死啊 我可以成全你 毕竟我很好心的 陆之灵顿时心底一颤 连忙解释 这是个测试资料的软件 可以清楚掌握你现在的十字程度 见伯望十分抗拒 陆之灵双手合十撒娇道 你就玩一下嘛 毕竟文盲是无法当上家族继承人的 伯望看着面前温柔似水的女人 把玩着佛珠手串 望歌乐趣味上线 要我测试也不是不行 你给我学个猫叫吧 陆之灵听完鸡皮疙瘩掉一地 硬着头皮喵了一声 伯望满意看向陆之灵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就在伯望认真欣赏陆之灵的盛世美颜之际 他早早就尬到能抠出个不达拉宫了 伯望一副老婆太可爱舍不得挪开眼的表情 内心想着要拿根绳子把他绑在家里 不 绑在床上 一定更有意思 伯望小朋友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哦 尊都假都 没有上过一天学的霸祖 居然认识一千四百个字 简直太厉害 伯望直勾勾盯着刚猫叫了一声的陆之灵 主打一个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许久才回过神 在屏幕上点了起来 手机里一口一个小朋友 伯望点的那叫一个飞快 一大堆题终于做完 手机里的罗里音都欢快了些许 小朋友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答题 你的十字量在一千四百左右 继续加油哦 加油你妈 伯望小朋友不能抱错 伯望气得想砸手机 陆之灵机灵鬼立马上线 满心满眼的崇拜 原来你认识的字有一千四百那么多 不是没上过学吗 你好棒哦 陆之灵这菠彩红屁我给满分 伯望不发意语死死盯着他 陆之灵一定知道优秀的孩子是夸出来的 于是他不留余力夸赞伯望 你那么厉害 打击处对你来说小事一桩了 文言 伯望站了起来 一手按在桌面 俯身逼近陆之灵 眼神阴冷 陆之灵 你很喜欢吹彩虹屁吗 果真旺仔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自己几经几两 陆之灵这是在讽刺他 陆之灵十分诚恳回应他的事情 十字不厉害 但是你无视自通啊 所以我挺佩服你的 他看上去真真的 一点不像说假话 果然伯望阴冷的脸忽然缓和不少 并后退了0.08呢 陆之灵继续鼓励是教育 以你的能力 只要随便学一下 十字量一下子上去了 再也不会吃那些暗亏 不过我记得你也是15岁后就辍学了 哈哈哈哈 半文盲教权文盲 真的谁也别瞧不起谁 听到这 陆之灵眨了眨眼睛 点头承认 没错 我学历确实不高 黑大少年班没上完 这怎么听出了一股凡尔赛的位置 不过在伯望的认知里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少年班 他拿起手机查询什么是少年班 查完 卧槽 我老婆居然是个学霸 陆之灵见博望没了先前的抗拒 赶紧先下手为强 拿出了一些字帖 我觉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你就练起来吧 看着桌面的儿童学习材料 博望整一个沉默 陆之灵则极力吹跑 我本来想拿小学课本练的 但又想你那么厉害 应该可以跳截了 所以把SG的一些业务内容做成字帖 这样 你可以一边练一边熟悉SG 陆之灵你也太用心了 说不喜欢博望都是骗自己的吧 博望看着眼前沉重的学习任务 他差点以为写不完不能吃晚饭 而陆之灵只是让他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还细心为他准备了零食 饮料 电影 还有按摩饮 博望哥你出来 我替你写 博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真的跟哄三岁小孩一样 见鬼吧 不过算了 既进那一套早就完腻了 就陪他玩玩吧 旺仔你是动了情 掉进了温柔陷阱里了 博望全神贯注在写作业 打架都没这么认真过 可是由于常年的暴力 连拿笔的力度也多了几分力气 陆之灵看不过去 立马伸手握住博望的手 写字不需要这么用力 要放松一些 陆之灵手把手交博望练字 博望的内心泛起了一朵朵浪花 这女人的手怎么这么柔了 旺仔 咱说能认真点步 博望似乎爱上了这种学习氛围 不不不 你其实是爱上了这个女人 就这样在陆之灵的细心教导下 一个上午博望就完成了十几页字帖 陆之灵甚是满意 果然这家伙是聪明人 不枉费我的努力 内心窃喜着 人吗 总是在称赞中迷失自我 就连博望也逃不过 怀孕娇妻只说了两个字 封批老公就对他打开心扉 看来旺哥才是恋爱吗 博望在陆之灵的手把手教学下 完成了十几页字帖 陆之灵打算跟他讨论讨论SG的业务 博望 我在想 我们应该用两个月时间独立策划一个热效应的项目 电影不行 筹备时间太长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你觉得哪个好 你想做电视剧 果然旺仔是懂老婆的 陆之灵很意外博望怎么知道 只见博望漫不经心盯着手中的资料 这字帖里电视剧占比比综艺众多了 陆之灵有点佩服博望敏锐的洞察力 甚至他自己做资料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 现在很多国内电视剧都是边拍边播应该够时间 博望薄纯微勾倾笑的声音向陆之灵 就算顺风顺水 两个月最多也就播出一集 关键是这两个月就赌第一集播出爆 陆之灵 我没发现你还是个赌 陆之灵再次意外 博望不仅猜出他的机会 甚至还算好了制作周期下播出几集 不由想起丁玉君说过博望小时候特别聪 十字段文不在话下 在经济 政治方面也有强大的天赋 要不是那场车祸 他估计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陆之灵原以为丁玉君夸大其词 没想到博望确实如此 现在只要好好教导 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想试试 博望 陆之灵信心满满 博望神情复杂看向陆之灵 他刚才说的是我们 从前他受尽各种灵悟 背叛 不被待见 他以为自己早早就放弃这种有人在乎的感情 直到陆之灵一次次的靠近 对他好 他内心感动但也害怕失去 此时陆之灵走到他旁边 铺开了长长的宣纸 一口气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 闲胆欺兵 来日方长 陆之灵想激励博望 可望在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见他死死盯着七字很久 忽然开口嗓音极其低沉 我以前有另一个名字 陆之灵疑惑看向他 就见博望阴沉的脸略带几分认真 阿唐 陆之灵正在想 唐字有哪些能激励人的诚语 便听到博望道 叫一声 陆之灵问了下 还是相当观顺唤了一声他的名字 阿唐 软绵绵的很动听 博望眼眸突然深邃 随后陆之灵有些不解问道 你喜欢以前的名字吗 不喜欢 陆之灵搞不懂 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名字呢 博望就是个怪人 但陆之灵细细一想 博妻 是博争荣深爱妻血的证据 博望 是妻血被判博争荣的证据 至于阿唐这个名字没意思 但唯一属于这个男人自己的名字 他好奇问道 哪个唐 这个名字太久没有人提起了 博望甚至都忘了那段悲惨的过往 封批老公一言不和化身狗子 把怀孕交气咬了 还让不懂厨艺的他给他做法 陆之灵问博望哪个唐 太久没人提起这个名字 博望甚至快要忘记那段惨痛的童年 当年车祸后他流落在乡下 一个小男孩给他送了一颗糖 让他发现人间还有如此美味 还告诉他糖子怎么写 于是他便默默许下了以后 也想过甜的日子 天天吃糖 但是后来他过的15年 都是苦涩的人间地狱 随便你想叫哪个糖 说着便一把拉过陆之灵的手腕 这处不及防让陆之灵 直接跌坐在他的腿上 他不由分说地俯上他的脸颊 博望动作霸道强势 陆之灵根本正脱不开 在你眼里 我真的那么好 值得费尽心思 博望眸光深沉阴暗逆向陆之灵 他送他生日礼物 为他甘愿沉浆 对抗族人 为他布置房子 手把手教他写字 陪他管理公司 都不敢告诉博望 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陆之灵的阴谋 博望一边猜疑 一边沦陷 只见陆之灵笑了笑 想正开博望的手 反而被他钳制得更用力 下一秒博望狗子上线 陆之灵一个不留神 就被博望咬住了耳垂 疼得他立马缩了缩身体 这个变态又怎么了 说得好好的 怎么又动嘴咬人了 属狗的吧 博望察觉陆之灵的痛 他舔了舔他的耳垂 陆之灵一股羞愤 瞬间涌上了脸 毕竟白掉的馅饼 不吃白不吃 他阴雅的声线 仿佛贴着他的耳膜 他的唇贴着他的耳膜 慢慢转移向你 连呼吸都透着欲望 令月心颤 就在此时 忽然博望将他推开 做饭给我吃 我饿了 陆之灵无论反应不过来 博望难道就不想 做点别的事 想到这他都觉得 自己被博望欺负太久 脑子都嗅痘了 居然还期待 不不不 这想法太危险了 陆之灵回过神想起 福生不在 他也不会做饭了 他尴尬笑了笑 我给你点外卖吧 你想吃什么 只见博望脸色不太好看 你去做 陆之灵只好无奈硬下 心想虽然没下过厨 但平时看福生 做菜像是很简单 网上找个教程 照着做应该不难 博望在桌前 将笔转的派要起飞 薄唇微微勾了勾 期待着陆之灵 给他做的爱心午餐 突然砰 一声巨响传爱 博望眸色一沉站了起来 朝厨房走去 一脸紧张嬉戏吼道 陆之灵 怎么了 豪门变态恶哨 居然还会做饭 博望满脸紧张冲进厨房 陆之灵 怎么了 傻眼了 只见灶上开着火 锅子跟大帝来了个亲密接触 灶台上还有一条 梅瓜铃的鱼在疯狂起舞 油花四溅 陆之灵脸色惨白站在一旁 眼睛里竟是恐惧盯着锅 见到博望他用手中的锅铲 指了指灶台上的鱼 刚刚 死掉的鱼突然跳起来攻击我 哈哈 原谅我差点被笑死 博望满脸玩味的戏血 来了断单口向上 他就没向你锁个命什么 陆之灵被说得有点难堪 见状博望莫名又被取悦到 他笑了笑 会骨针会书法 不会做饭 陆之灵大写的尴尬看了眼博望 只见他走得过去将锅提起来 放到他面前 首先 鱼需要刮铃 陆之灵更尴尬了 食谱攻略上没说要刮铃 第一步都是起锅烧油啊 博望偏了一眼食谱图片调坦道 那你猜猜为什么图片上的鱼肚子是打开的 哈哈哈哈 莫名戳中笑点 旺哥这波对的有点漂亮 陆之灵顿悟了 对呦 鱼下锅之前还要去掉内脏 射死 陆之灵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站一边去 博望霸气发言 看来要准备露一手嘛 陆之灵乖巧边上铐 只见博望熟练的瓜鱼鳞 取内脏 这动作主打一个行云流水 这时陆之灵默默上前为博望挽起袖子 博望顿了一下却没说什么任由他帮忙 随后博望重新开火 油下锅加热 葱姜蒜放下去煸炒 香气瞬间四溢 看他挥锅铲的动作驾轻就熟 陆之灵几乎看着迷了 不一副功夫 三菜一汤出来了 荤素搭配 色香俱佳 陆之灵加了一小块鱼肉放进嘴里 口感微辣 肉质软嫩 入口即化 太好吃了 没想到博望还有这么好的厨艺 见陆之灵默默不说话 博望有意见了 平时都是彩虹屁吹得那么轻 今天这鱼怎么入不了你的眼了 陆之灵看着博望却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他想起了博望不堪的童年 做菜是他求生技能 陆之灵不禁心疼他 真的没有办法违心夸他 见博望似乎很期待他能说点什么 陆之灵只好道 做菜太累了 其实现在外卖很健康也很方便 或者让福生回来做 再不行 我住这的时间 我学一下吧 文言 博望谋色变得暗着 半晌才开口 这么心疼我呀 我不想你勉强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说得很好 不过你学什么 雪炒鱼鳞给我吃啊 博望这家伙恐怕要将陆之灵这段黑历史写进他的小本本里 陆之灵顿时射死 吃饭吧 不聊了 博望没听老婆的彩虹屁事不罢休的模样 你还没说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 他这是彩虹屁中毒了吗 陆之灵认真夸了起来一点也不敷衍 外脆里嫩 香味浓郁 特别好吃 比起江福生呢 博望这是要逼死孩子吗 还要分个高低 对不起了福生 我得先要活着呀 我更喜欢你做的菜 味道可口 层次丰富 还有形象附加分 刚才你烧菜的样子特别帅 福生哪里比得上 博望眼中的愉悦度明显攀升 你会再给我写四个字 我挂起来 什么 色迷心窍 陆之灵无语有点后悔就不该夸后半句 东西总裁和文婉小秘书双双上弦 上班第一天就干掉了敌人的狗腿 SG娱乐公司秘书办公室 八卦秘书们对博望走马上任的是议论纷纷 据说玉云飞一走 很多老油条跟着找借口消失 大家对这位大少爷避之而不及 我倒想看看跟着太子爷混 将来会不会是博士的老功臣 突然一个凉嗖嗖的声音传来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原来是玉云飞的狗腿子秘书琳达 这位大姐一上来就吐槽不忘名声唱 私生活混乱 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指望她能管理公司 别搞垮公司就偷笑了 还太子爷 博士太子爷是育夫人的儿子才懂 就在此时有人敲门 众人转头 就见门外站着一个眉目清丽的年轻女 你是博总秘书 陆芝林 麻烦各位 通知各部门二十分钟后开会 同时将今年的财务报表 和所有项目策划交到我手里 众人有点慌 毕竟时间仓促 琳达立马不满 瞪向陆芝林质问道 为什么不提前说 突然要 我们还要去各部门拿资料 哪里来得及 陆芝林可不惯着她撒饮 博总特意等了几天才到公司 我以为各位都是有专业素养 会明白该准备好什么资料的 众人被陆芝林一句话对的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可琳达却说自己做不到 我们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猜上司的心思的 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 既然要搞事 陆芝林才不会给你机会 下一秒陆芝林笑着让她滚蛋 既然没这个能力 那请你去财务结算一下 你的遣散费 琳达这回彻底炸了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是玉夫人的秘书 陆芝林想都不用想给她答案 就凭你工作能力不够 琳达气急败坏 你不要太嚣张 SG的大股东是玉夫人 我总只是暂时带管 玉夫人不说开除我 谁也不能动我 那你报警吧 陆芝林笑着继续说 要我把报警电话写给你吗 说完 她便懒得李琳达 直接转身往外走去 同时琳达站不住脚 开始破口大骂 很快两名保安走了进来 非常客气地请琳达 去财务部结算 随后陆芝林也来到 总裁办公室 刚打开门就听到 身后有动静 她回头看去 只见博望面无表情 朝她缓缓走了 身后还跟着几个保镖 博望依然将衬衫西装穿得 随意而性格 博望抬眸朝她看了 陆芝林推开门 低了低头微笑道 博总 您的办公室准备好了 随后博望走进了办公室 并在办公桌前坐下 扫试了一圈办公室 似乎都被玉云飞收拾得干干净净 突然博望抬起手 拿起了陆芝林兄前的工作牌 总裁秘书 自己给自己做的牌子 我想陪着你 总得有个名头 总不能到处宣扬我是总裁夫人吧 陆芝林笑了笑 想将牌子抽回 可博望并没有放手 反而更用力一扯 陆芝林一个不留心 差点跌进博望怀里 她连忙扶上她的肩膀 怎么了 博望直勾勾盯着她 我看看我的秘书 娃娃 气氛有点暧昧 是读者期待的办公室练情要上演了吗 片刻后 陆芝林站了起来表情略带严肃 博望 你觉得这个办公室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 博望薄唇微钩 怎么可能 叫外面那些保镖进来 继续拆 不到五分钟 一大堆针孔摄像头 窃听器被保镖们一举拿下 好 辛苦了 你们先出去吧 只见博望一点也不意外调侃到 欲云飞都把办公室当摄影棚了 360度无死角监视监听 就在此时陆芝林提醒博望该去会议室开会 却发现博望没打领带 不过不要紧陆芝林早早做备好 于是他贴心为博望寄上领带 今天你到SG的第一天 必须十全十美 这是我见过最疯癖的霸子 不仅在会议室看了两小时恐怖片 还让人当众上厕所 眼看陆芝林记起领带非常熟练 博望老醋曾经捉住陆芝林的手 给几个男人打过领带 面对男人突如其来的发作 陆芝林有些莫名 给我大哥打过 就他一个 博望声音冷的刺骨 不是 还有 陆芝林巴巴巴一口气说出了一整个陆家的男兵 博望算了算 自己排第九 他直接将领带扯了下来 不计了 笑死 妄宰你这个醋精 连芝芝家人的醋也诗 陆芝林无奈只好游着他 毕竟这位大少爷不可能走稳重路线 很快两人来到会议室 果然不出所料 来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人 偌大的会议桌上空空落露 半晌也不见博望发言 本来就冷清的会议室变得更猛 博望林立短发下一张冷军的脸 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无边框的影迹 手机置在支架上 正播放着恐怖片 故事还传出尖叫和阴森的音乐声 陆芝林坐在博望身边 没有出声 低头专注翻着策划 四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博望福禄里卖什么样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博总 我去上个厕所 博望根本没理会 依然盯着手机屏幕 正当那人转身想出去之际 被保安拦下了 直接就递给他一个大红弹鱼 那人直接傻眼 转头看向博望 博总 您这是 博望伸手挡在陆芝林眼前 随后漫不经心道 上吧 最后那人只好憋了回去 乖乖坐回坐位上 只见陆芝林露出了迷之微笑 此时四人疯狂用眼神交流 什么意思 博望是要把人耗死在这里吗 大伙都后悔没找借口出差去 留下来被博望当出头鸟打 一想到博望恶名在外 大伙都瑟瑟发抖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此时博望手机里传来了阴森的音乐声 要做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掉他全家 这似乎像是提前警告一般 也不知道刚才尿急那位有没有尿裤子 只见四人全部僵硬坐直 后背直冒冷汗 下一秒博望随手将电影关掉 转头看向陆芝林 各位老总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在这里 博总 陆芝林将资料递给博望 博望蛮蛮往后依靠 翻着资料 黄总 龙凤胎 儿女双全 好福气啊 被点名的黄总顿时脸色惨白 腿依然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陈总听说你老婆是公司签的艺人 你挺会玩的 萧总驻何田路 我去过那边 风景不错 挺适合杀人埋事的 资料被博望一读下来 四个人脸色找不出半点血色 博望看过去低笑一声 怎么了 一个个脸色这么难看 陈芝林立马出来打圆场 几位别紧张 博总只是简单了解了下各位的情况 随后拿出手中一叠策划案 放在四人中央 让众人选出最适合一个月内执行的企划案 原本这些人都是欲云飞翼派的 如果没有前两小时的铺垫 肯定都会随便打哈哈 现在有了博望的震慑 恐怕就会好好说大实话 博望薄唇微钩看向众人 说不出来吗 没事 慢慢想 我不急 博士大少爷上班第一天就大榜热搜前三 只因他要吃巨资拍电视剧 博望抬了抬眼睛 似笑非笑看着众人 怎么了 说不出来 没事 慢慢想 我不急 萧总率先站了起来 博总我实话实说了 这里每个项目前景都一般 博望讽刺般笑了笑 那你们还闭上来 是等着我给你们刷掉吗 然后四人赶紧将没问题的策划拿出来 并争先恐后保证能赚钱 这回大伙都明白 明面上绝对不能得罪这个火炎王 只见博望薄唇微钩 我相信各位的实力 一定能让公司赚到大家口中保证的数字的两倍 四人内心慌得一批 毕竟为了糊弄博望 大伙都是把预计收益网大的乱血 现在博望让他们翻两倍 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博望眼神凌厉死死盯着众人 怎么 办不到吗 随后转头看向陆志玲 漫条四里开口 陆秘书 一会找个餐厅给各位老总订份全家福套餐 为公司办事 不能怠慢 是 博总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四人坐在原地同款死亡表情 恨不得甩自己两大嘴巴子 后悔乱甜的数字 陆志玲时在佩服博望这一套 关键时候还真的管 各位老总现在是服服帖帖的 让他们也不敢再乱了 于是他便随手将那些没用的策划书丢进垃圾桶 他告知各位老总 接下来博望将亲自成立一个S加级别的电视剧项目 并且公司的90%的流动资金都会为这个项目服务 文言众人都持反对意见 并不看好电视剧行业 陆志玲则劝各位无需操心 只是通知大家 并不是征求大家意见 会议终于顺利结束 博望也好奇问陆志玲 下一步怎么安排 引爆舆论 为你造势 当天 全公司就收到一封五星级别S加项目正式启动邮件 公司内部率先炸了 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报 瞬间博望空降SG的消息就罢绑了热搜 夏美琴坐在沙发上刷着消息 读着标题笑了起来 博望和陆志玲还是太年轻 声势造那么大 也不怕最后打脸 听到关于大哥的消息 博真一个箭步飞了过来 哇塞 我大哥终于开始搞失业了 太帅了 夏美琴一脸不爽自己的儿子怎么就不争气 提醒他博望和博唐都是他的对手 博真听到这话稚气的脸上多了几分冷意 那上次陆志玲沉浆是你干的吗 夏美琴面色沉了下来 你一个小孩不该你管的别管 博真直勾勾盯着自己的妈妈 你是我妈 你做的坏事 将来有可能报应在我头上 夏美琴信心满满表示不会让博真遇见 只怪儿子太过杞人忧天 人间清醒小博真既然劝不动妈妈 只能放下狠话转身离开 你就做吧 别将来抱着我的尸体哭 另一边在国外的御云飞正和几位老总开着视频会议 博望和陆志玲在SG第一天做的事都被告知了御云飞 特别陆志玲还把她的得意狗腿子铃打开住 他没想到陆志玲竟然还有这么大能力 居然把博望拿捏住了 那几位总找御云飞求救 可御云飞却让他们尽量去帮助博望 四人全都傻眼 不明白御云飞意欲何为 只见御云飞一脸狡诈 博望既然想拍电视剧 那就好好联系那些好导演好演员 别让博望太费心了 懂吗 言外之意就是让这些好导演好演员不要参与 这女人真的太恶毒了 举伯闻名的豪门变态恶少居然爱上了书 硬拉着怀孕小娇妻手把手叫她洗字 楷书如历 讲究一丝不苟 端正平衡 不过我觉得你更适合大气一些的心态 博望不由的视线落在陆志玲的唇上 目光带着忧深的占有欲 随后她清了清嗓子 那就再试试心态 明显望哥醉翁之意不在酒 老婆手把手教学就是像 陆志玲没发现博望的一样 正打算继续叫 就在此时电话震动了下 自从他们发布S家电视剧后 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忙起来 剩下的都是不堪重用的烂剧导演或者新人 此时博望脸色一尘把玩着佛珠手串 漫不经心道 一定是那几个老总贤的黄 看来得赏赐他们一份全家福套餐 行行 知道你最喜欢全家福套餐了 陆志玲缓缓走到他身边 拿出早就备好的资料摆在他面前 上面是一份履历 五娜 三十岁 K国人却在替国发展 导演 编剧 非常有名 还获得过一些国际奖项 我想邀请他带他的团队来拍摄 陆志玲表示已经联系过了替国那边 可那边却说古岛暂时没有回国发展打算 不过又听说古岛和季家二小姐寄慢失事同学 这周末季二小姐大婚 他肯定出席 我想当面找他谈 所以需要一份情节 文言博望看了他一眼 这不简单 只见博望拿出手机拨通了寂静的电话 变化那头的寂静语气狗吐 旺哥 有什么吩咐 博望冷冷道 你姐婚礼的请柬拿一张给我 卧槽 季静蒙圈了 旺哥居然要来参加我二姐婚礼 二姐的婚礼不吵啊 旺哥睡觉恐怕找错地儿了 让你拿就拿 博望耐心有限 请柬早就送到博家了 还有您来就行 哪需要什么请柬 到时候我去接你 要不 我让我二姐把婚礼搞成摇滚风 夜店风 二姐真的会谢你哦 亲弟弟 季静兴奋的在电话那头盘算了起来 博望没空听季静瞎叨叨 直接就挂断电话 陆之灵好意提醒博望也看看简历 博望却说随便他玩 果然霸气 下一秒他朝陆之灵招手 来 过来教我写字 见状陆之灵也不好打压孩子学习的热情 只好观顺把手搭在他的手上 一笔一画交起来 周末季曼师婚礼当天 五娜正帮季曼师挑选婚礼首饰 季静却在一旁碎碎念 他希望帮二姐把婚礼打造成全明星阵容的大party 还有男模跳蜡舞 季曼师只想把这个亲弟弟打成大party 季静立刻就把话挑拧 旺哥要来参加婚礼 文言继二小姐差一回头 连忙让季静安排人好生伺候 万万不能怠慢这位博家大少 五娜也好奇问到是不是全是熏天的博家 正是 当年如日中天的陆家早就成为了过去时 随后季曼师还提醒季静工资化眼 让他别搞事情 经过上一次拍卖行的事 季静跟他彻底撕破脸 他怎么好意思来啊 季曼师却表示 他不是冲我们技家 是冲茶楼老板陆之灵来的 不然咔嚓一声香水瓶四分五裂 两人回头看去 只见古纳连忙摆手 抱歉 我手滑了 此时古纳心里浮现了不少往事 陆之灵 熟悉的名字 是记忆里的那个他吗 这个人畜无害的女人只是参加了一场婚礼 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陆之灵一袭水绿色长裙 站在人群中尤为显眼 他四处张望似乎在寻什么人 陆老板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陆之灵回头便见骚理骚气的季静朝着他招手 他笑了笑 不对 现在该叫陆秘书了 季先生 陆之灵礼貌性问好 旺哥呢 我本来想去接他 他挂我电话了 季静往后一看 没见到伯旺 只见到两个冷着脸的保镖 季静疑惑这事 陆之灵解释 今天来是想找古导谈谈 这两人是伯旺拍给我的保镖 他没有过来 是吗 看来旺哥最近挺喜欢你的 伯旺持巨资拍电视剧的消息都上了热搜 季静肯定知道 于是他给陆之灵指路 古娜姐在三楼化妆间 谢谢 说吧陆之灵沿着铺满浪漫白玫瑰楼梯上楼 他刚走到三楼便见到一位气质不凡的女人 靠着墙享受着灵星的寂寞瞬间 他就是古娜 古导 闻声古娜抬眼望去愣了一下 只见陆之灵友好伸出手 你好 我是SG娱乐公司博总的秘书 陆之灵 古娜低头留意到陆之灵手上的千年老姐 他有些错愕 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 陆之灵毫不避讳解释 因为之前失明 难免磕磕碰碰 古娜一脸难以置信看向陆之灵 你失明过 陆之灵从古娜的语气里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在意 不对啊 古岛 我们是在哪里见过吗 只见古娜冷淡低下头 没见过 陆之灵马上表明来意 希望跟古岛进行一次深度合作 话音刚落就被古娜以不想回国发展直接拒绝 完了他转身就走 表示他现在要去参加婚礼 不想谈公事 陆之灵跟上前去表示待婚礼结束 想请古岛吃饭 古娜回头眼神凌厉语气强硬 让陆之灵不要再继续跟 他要去换伴娘服 陆之灵只好无奈停住脚步 但从古娜对他的态度 他不难猜出古娜似乎对他有偏见 可他想破头也没从记忆里捞出这好人类 此时藏在暗处的公资话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一见到陆之灵他便气不打一出来 经过上次拍卖会议时 他不但被家人骂得狗血淋头 还被关了禁闭 看着陆之灵摇身一变成了博望的秘书 越想就越来气 恨得快把后牙槽都咬碎 为了阻止陆之灵跟古娜谈合作 他满肚子坏主意浮现脑海 婚礼即将开始 会场上弥漫着浪漫气息 可是陆之灵却看不到古娜的身影 陆之灵回头询问保镖 有没有见过普岛 保镖表示没有见到 陆之灵立马意识事情不对劲 明明就是换个衣服而已 过了那么久也没见到人 于是他让保镖赶紧去找人 怀孕娇气也外遇险 疯批老公却在家感叹睡眠质量太好 陆之灵和两名保镖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陆之灵打算回去问季二小姐 就在此时草丛上的一块黑色布料上 灵性的亮天亮起 他一眼就看出那是古娜的衣服 保镖想伸手去紧 但被陆之灵拦住 别动 说不定上面有指纹 他心想古娜很有可能出事 他私下观察着 忽然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 救命 救命啊 陆之灵立即转头 看向深不可测的森林 那声音不停在呼救 细听是古娜的声音 他在里面 人家两个保镖一点问好 毕竟声音太小他们应该没听到 就在三人犹豫之际森林里又传来了声音 蛇 救命 有没有人 救命 呼救的声音越来越乱 来不及了 陆之灵立马让保镖跟上进去救人 就这样三人直接往深不可测的森林冲 循着声音三人来到了森林深处 终于见到了古娜 他被绑在了树上动弹不得 脸色惨白 更可怕的是他头上还有一条小青蛇在吐射心 鼓倒 闻声古娜猛的抬头 本来已经绝望的眼透露出了难以置信 随后一个保镖拔出匕首 三下五十二就把小青送去投胎 同时匕首也把绑住古娜的绳索切断 绳子一松 古娜整个人都往地上载 陆之灵连忙伸手扶住 你还好吗 古娜看见陆之灵一脸错愕 怎么是你 我生怕你跑了无法合作 所以一直关注着你 见你不在宾客中有点奇怪 就出来找你了 随后古娜冷漠撇过你 我没事 多谢 你怎么会被人绑在这里 古娜皱了皱眉 我准备换衣服参加婚礼 刚进更衣室就被人敲晕了 醒来就在这里 闻言陆之灵有些许不安 准备换衣服 古娜也表示并没怀疑她 古娜说完便知愣起身子离开 保镖打算上前帮忙却被拒久 陆之灵看她走得一瘸一管的 想必脚是受伤了 于是她机智捡起了一根树枝 递给了古娜 我们一起走吧 走着走着古娜突然停了下来 神情复杂看向陆之灵 从她的眼神中 陆之灵感受得到 她似乎是通过自己再看另一个人 古蹈 怎么了 古娜立马把视线从陆之灵身上收回了 没什么 累了休息一下 另一边递将停博望卧室 博望睡眼惺忪躺在床上 两久她坐了起来 看着陆之灵发的信息 她说去参加婚礼 叮嘱博望要好好吃饭 博望心里乐开花 这女人真的太爱我了 忙里忙外还不忘关心我 既然这么关心我 怎么不回来亲自给我喂饭 于是博望打通陆之灵电话 可是想了许久 都无人接听 这是男人最生气的一次 甚至扬言要把兄弟家的婚礼变葬了 只因老婆在婚礼上失踪了 博望拨通陆之灵电话 可是许久都无人接听 她眸光忽然暗响 拨通寂静的电话 旺哥 您吩咐 我随时待命 叫陆之灵听电话 博望声音音哑哑冰冷 却听到那头寂静说没看到陆之灵 不知道是不是离开了 一旁工作人员却告知没有宾客离开过 没走 但不见了 新疆的水流动在身上的感觉没有完全退去 她心底一颤 感觉有点不妙 只见她紧紧攥紧手机 寂静 我的人在你们机家少一根寒毛 你们机家就别办婚礼了 改葬礼吧 文言电话那头的寂静都吓声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另一边陆之灵几人在回去的路上 也在暗中观察到底是谁绑架了 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有人来 难道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陆之灵知道这事情应该跟电视剧合作有关 她跟古纳道歉 古岛这一次可能被我们博总连累了 古纳靠着树休息着 你这么说 就不怕我不合作 陆之灵笑了笑 合作的前提是真诚 不管古岛最后同不同 我都得事先告知 我家内部关系复杂 这是个烫手的活 古纳看着陆之灵沉默了一会 我知道你 江南陆家七小姐 千金小姐还出来打工 古岛常年不在国内 有些事情不知道 我家已经呆了 人早就没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人 古纳一听郑主 那你这五年怎么过的 陆之灵奇怪 古纳对她的关心不像是陌生人该有的 她问她 古岛 你是不是认识我们家里人 听到这话 古纳连忙躲开陆之灵的眼 声音恢复冷淡 没有 我不认识陆家人 可是陆之灵细想了一下 大哥生前为了学摩托车改装 特意到学校上了半年专业课 古岛 你那时好像就住学校附近 文言古那瞳孔猛的一锁 像是应激反应脱口而出 我不认识陆景成 话落 她呼吸制住 陆之灵也明白了 她跟大哥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那虚脱蹲下 国内外这么多导演 你为什么非要找我 陆之灵解释道 因为这次的拍摄 希望用古岛毕业做平导的那种黑暗风格 陆之灵记忆里 当年大哥了 拉着他看了无数遍的一部大学生毕业电影 现在想来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古那听到关于陆景成的事 她忍不住泪水在眼眶打转 陆之灵再次向古那伸出橄榄枝 希望她能认真考虑合作 只见她扶着树缓缓站了起来 她要是知道你现在过成这样 睡在盒子里都能跳起来 陆之灵却高兴表示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好吗 在她眼里 你但凡靠自己赚一分钱 那都不较好 陆之灵想那也是 毕竟以大哥对她的万分宠爱 怎么可能让她自己出来赚钱 就在此时远处一声巨响 吓得两人都回头望去 婚礼上怎么会有枪伤 上一秒男人还扬言要把婚礼变葬了 下一秒当老婆出现 马上变成了小乖乖 就在当台勃望打不通陆之灵电话 于是火急火燎赶到了婚礼现场 参加婚礼的公家人 已经像人皮灯笼似的被吊了起 一个个连连尖叫 泪流满面 而一旁的公姿化被拽住了头发 痛苦挣扎着 陆小姐被你弄哪里去 公姿化如同丢了魂 满脸惊恐呆滞 我没弄她 我真的没弄她 也不知道她去哪里 伯望信你个鬼 公小姐 我劝你老实交代 别让你的家人动着 公姿化惊恐万分看向伯望 她搞不懂伯望怎么知道 她针对陆之灵 但是她确实不知道陆之灵在哪里 眼看伯望为了一个陆之灵 闹得鸡飞狗跳 寂静脸色铁青上前 旺哥 要不这里交给我 毕竟今天是我二姐婚礼 闹出人命不好收场 伯望送她一个眼神沙 语气冷得可怕 我就没打算好好收场 下一秒她毫不犹豫 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直接对准公姿化 公姿化下的无脸尖证 在场的所有宾客也都惊慌失措 只有伯望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仿佛下一秒就要扣下班机 伯望 一个熟悉又轻烈的声音传来 伯望猛地转眸 眼底心红 血丝猙獰 只见陆之灵朝她大步走来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伯望的视线从上往下 打量了一番陆之灵 确认了她完好无损 她缓缓将嘴里的香烟抽出 接着漫不惊心道 没什么 以为你死了 再给你报仇吗 你去哪了 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闻言陆之灵心里一惊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古岛被绑在林子里 我去救人 可能林子里没信号跑 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 伯望为了自己 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陆之灵受宠若惊 她连忙拉住了伯望 低声道 我没事 你睡醒过来找我 你吃饭了吗 面对老婆的关心伯望的火气 都下去了一半 她低眸盯着她白皙的手 没有 那我们回去吃饭吧 闻言伯望抬眸看向陆之灵 开始自我攻略 我老婆眼里心里只有我 她只关心我有没有吃饭 她对公家一点恨意都没有 目不是个傻子吗 就在伯望沉默之际 陆之灵拉起伯望的手往前走 走 不吃饭对身体不好 伯望没有反抗 低沉回应了一个恩 目睹了一切不可思议的画面 寂静瞬间傻眼 陆之灵一出现 旺哥的戾气都降下去 这可不像随便玩玩的女人了 寂静好傻好无辜 有谁愿意告诉她真相了 伯望回头一个眼神 是一伙死人的收工 便牵着陆之灵的手 准备离开婚礼现场 不许走 谁都不许走 此时公家老太太冲了出来 并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伯望 陆之灵 你们欠我们公家一个交代 我们是来恭贺继二小姐的 结果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天杀的 我们公家哪里得罪了你伯家大少爷 让开 伯望嗓音低沉开口 握住陆之灵的手紧了紧 下一秒公老太立马眼上了 哎哟 哎哟 我这头疼了 一把年纪还被人欺负 陆之灵一脸比一看着公老太拙劣的演技 肯叹他为老不尊 还想碰瓷 伯望却一脸狠立 眼神里带着杀气 你敢倒 我就敢从你身上踩过去 听到这公老太吓得瞪大了眼珠子 心底就不相信伯望感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老绿茶 居然主动要求男人杀了自己 陆之灵在婚礼上消失 伯望就欺心切 把公家人折磨得人魔鬼样 傲娇的公老太太从未受过如此大的虚乱 于是她不管不顾扯着嗓子喊 来呀 你就从我这老骨头身上踩过去 让全国人都知道你年轻力壮虐杀白发老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爹生没娘养 话音未落 伯望就伸手将蹬住的鞭子取了下来 无分说地勒上了她的脖子 随后她的扶口收紧将鞭子锁死 今天我就送公老太太一程 公老太太瞬间吓嗓 腿直哆嗦 整个人都贪软往下坠 志灵健壮立马上前扶了一把 担忧抬眸看向伯望并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能这么做 老人家动不得 舆论会压死人的 而且我搬的救兵就来了 这是交给我 伯望虽然生气 但还是很听老婆话 她停下了所有动作 陆志灵用力掰开了她的手 拿掉鞭子 随手把下傻掉的公老太太 还给公家人 公老太太 你有空在这胡搅满产 不如问问你的好孙女 干了什么好事 也以为在这指责别人的家教 陆志灵淡淡说道 毕竟伯望绝对不会 无缘无故针对公家 他肯定知道 这是跟公字化脱不了干系 所以他才敢这么做 说罢他把手中的鞭子 丢在地上 我们走吧 伯望没有说话 被陆志灵牵着 从公家人中穿过 众人就这样看着 两人堂而皇之离开 剧烈响声 不然人听诈开 夜空骤然大亮 陆志灵回头 便见城堡上方燃起了 一大片烟花 美得令人窒息 就在此时在漫天的烟花中 一片白纱随着婚礼的 浪漫音乐飞了下来 正好落在了陆志灵头上 照住了他整个人 伯望站在那没动 直勾勾盯着陆志灵 他肯定后悔 自己婚礼缺席了 看不到陆志灵穿婚纱的模样 陆志灵透过白纱 看着伯望棱角分明的领袍 此刻或许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两人婚礼的场面 随后陆志灵想都没想 将白纱扯下来 走吧 可身后的伯望似乎若有所思 两人离开后 宫老太太终于又活了 开始避避伯望的不是 不到明天 全城人都会知道 国家如何嚣张无奈 突然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 等等 今天的事是得有个说法 不然传出去 倒显得我孙子很毒把握 闻生公家人 纷纷错愕抬头看去 只见丁玉君气场失足 缓缓下楼 我一直在楼上跟孙老太太酗酒 那你怎么不阻止伯望 阻止什么 阻止我孙子救人吗 什么 救人 难道不是杀人吗 丁玉君立马理直气壮警示 陆志灵是我大孙子的秘书 他代表伯望前来恭贺 却撞见古岛被绑架 情急之下向伯望求救 伯望也是救人心切才逼问各位 丁玉君将陆志灵发来的信息 一字不差读了出来 可龚家人明显不满账 没证据伯望就把锅甩到龚家身上 这是无理取闹 就在此时 古纳站了出来 谁说没证据 我就是人证 我还要感谢陆秘书救了我 而且我刚拜托施曼看了监控 打晕我的证是你们龚家的保镖 这回证据确凿 龚家人敢怒不敢言 此时丁玉君还上前添薄 龚家是想阻止伯望跟古岛合作 顺便把季家也拉下水 到底想干嘛 季老太太也忍不住 龚家之前诋毁我家拍卖行 现在又来破坏我孙女的婚礼 你们龚家到底安得什么心 此时此刻 龚家彻底被推到风口浪尖 甚至解释都像是在掩饰 今晚过后 龚家要成为整个江北的笑柄吧 就可惜了你的婚礼 要不弟弟给你重办一场 龚家会不会成为笑柄我不知道 但今晚之后 整个江北都会知道 有个叫陆志玲的女人惹不起 疯批老公一想到缺席自己的婚礼 见不到老婆穿婚纱的模样 就忍不住抢吻了老婆 回到地江亭 陆志玲接到了丁玉军的电话 他告诉他事情半头了 就算闹到伯真龙面前也不怕 陆志玲顿时心头大石落下 那么伯旺搞定SG竞财团的事也就稳了 此时伯旺神情复杂看向陆志玲 随后他薄唇微钩 过来 陆志玲无语极了 伯旺每次都这样 能整点新鲜玩意儿吗 但是陆志玲也只好乖乖绕着餐桌走过去 伯旺等不及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将他拉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大手摁住了他的后脑勺 陆志玲没有防备 头一低 就亲上他有些凉的薄唇 伯旺有些肆无忌惮加身这个吻 他的吻带着强烈的轻占性 陆志玲长节微颤 乖顺迎合这个吻 静溺的房子里 两人凌乱的呼吸格外明显 片刻后两人停下了 伯旺的眼神太过不轻满了 陆志玲被吻的身体微微发颤 只见伯旺温热的指腹 轻轻划过陆志玲的嘴角 这就不行了 没这样亲过 陆志玲按捺不住的脸红心跳 并如是回答 毕竟这法式舌吻 伯旺以前也没这样亲过 这才到哪 接着伯旺的指腹 沿着他的嘴角往下游走 划过他的细节 在他小巧的锁骨上来恢复着 陆志玲只觉浑身酥软 意识到伯旺可能要做出格的事 下一秒他立马伸手 撑住他的肩并转移话题 今天真的谢谢你 静静听着 没有说话 陆志玲看着眼前俊俏的脸庞 浑身不自在 但又不敢轻举妄动 你那天的婚纱是什么样子的 伯旺漆黑的眸盯着他 妄仔你这是后魂了吧 准备追起火葬场了吗 婚纱 被问的突然 陆志玲震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你说婚礼那天吗 好像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婚纱 因为是模特定制款 所以我穿着也不合身 那天换下来以后就没见过 文言伯旺紧紧抱住了他 依偎在他怀里 我那天不在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想娶我 看到这莫名的心酸 但是陆志玲却一脸淡然笑了笑 明显就是毫不介意 突然陆志玲的电话震动了起 秀星来了 陆志玲顺势从他腿上下来 我接个电话 你先吃饭吧 他拿起手机迅速离开 分为离谱的餐桌 走向露台 是古纳来电 舞蹈 不好意思 今天走得急 没来得及和你说一声 话音刚落伯望从后面抱住了他 他瞬间愣了一下 这家伙不吃饭跟过来做什么 但是古纳那边正在说话 他也没有太在意 古纳拒绝了合作 明天早上的飞机回替国 陆志玲继续往回 古岛别着急 如果你担心人身安全 国总这边可以派人保护你 只是明显古纳并不是因为这件事不想留在K国 陆志玲一下子明白了 是因为我大哥吗 如果这样的话 陆志玲似乎也没有立场要求古纳留下 既然这样 古岛 那祝你一路顺风 陆秘书 我也祝你想尽万千宠爱 说吧古纳先挂断了电话 陆志玲一脸不疑 刚才古纳那句奇怪的祝福是什么意思 还有古纳和大哥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忽然有一天 封批老公成了宠气狂魔 你想要的 那就都是你的 伯望从后面紧紧环抱住陆志玲 怎么说不动了 陆志玲淡淡回答 随后回头看向背后的男人 没事 好事多魔 我们再找其他好导演和好编剧 我们不会输的 听到我们这话伯望沉默了 片刻后他宠一般开口 不管人或者我 只要你想要的 那就是你了 一日陆志玲一大早就收到古纳短信 连忙赶去了茶楼 陆志玲刚进门就见古纳坐在椅子上 眼睛还蒙上了黑布 手上死死攥着机票 他不声不响 脸上尽是冷意 这么看 短信不可能是古纳主动发的 江福生站在一旁解释 刚才有辆车停在门口 把古导送了下来 陆志玲走了过去 帮古纳摘下眼睛的黑布 四目相对 太尴尬了 古纳眼神冰冷 陆志玲无奈笑了笑 如果我说我没有绑你拍电视剧的意思 你信吗 你也替你背后的伯总保证吗 文言陆志玲一下子清晰了 原来昨晚伯旺说的 你想要 那就是你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故作镇定为伯旺洗白 也许有人故意嫁祸伯总吧 古纳摆明不相信 抬眸瞥了他一眼 整个江北 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相信他是纯良的好人吧 其实他内心也没那么心 但还是硬着头皮站在伯旺的一边 没有证据的是真的不好说 古纳看着他一阵无语 还真的死心塌地 不过看在你昨晚救我的份上 就算了 陆志玲看了看古纳手中的机票 明显已经超时了 他劝他留下来喝杯茶 古纳直接拒绝 正要踩着高跟鞋要走 扶声 把门打开点 大少爷的车拿回来了 风阵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文言 陆志玲立刻将大门打开 一辆重型摩托车赫然出现 风叔 你辛苦了 先推到后面的房间吧 此时陆志玲回头看向古纳 只见他站在茶楼门口 双眼通红死死盯着摩托车 眼里透着强烈的恨意 嘴唇紧紧抿着 抿得毫无血色 陆秘书 你不是想找我TSG拍戏吗 我可以答应你 有要求 陆志玲一眼看穿 是 砸了他 我就拍 古纳指着摩托车咬牙切齿的 陆志玲脸色骤变 既然说到这里 那就干脆把话说开 武导 我不知道你和我大哥发生过什么 如果他欠你什么 我替他还 文言古纳冷笑了一声 你替他还 你怎么还 拿什么来还 欠钱还钱 欠命还命 陆志玲回答的斩钉截体 古纳被他的干脆吓得顿住 两久才开口 那欠情呢 你准备怎么替你大哥还 你我一身孤独 换你想尽万千宠 女人看到照片后当场吐了血 秦宅陆志玲没法替大哥还 你大哥当初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 我恨他 大哥 谈恋爱都不跟家里报备 太缺德了 陆志玲看着古纳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 古纳继续冷冷道 反正人也死了 你留着这车也没什么用 用他来换我给你拍戏 很值 听到这 陆志玲长劫微颤 古道 先进去喝杯茶 我给你买非替国的机票吧 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你不珍惜 怎么和你的博总交代 古纳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但是家人的东西 无论谁用什么理由都不能碰 甚至比我的命还要重要 一番交锋 两人陷入了承认 古纳看出了陆志玲的强硬 他打算转身就走 却被陆志玲叫住 古道 大哥从来不让我坐这辆车 他说 这辆车不能坐第二个女孩子 古纳的步子僵住 骤人回头恶狠狠看向陆志玲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说好要娶我 转身又去认识联姻对象 这车坐过又怎样 一点也不影响他当初分手的结局 还说我软弱配不上他 不要再缠着他 陆志玲错愕 这说的是我大哥吗 他有那么渣吗 他走到摩托车旁 伸手摸了摸 一个极小的暗格突然跳了出来 里面有一个卷起来的纸条 他小心翼打开 上面是一个笑得非常幸福的女孩 底下还有一行字 陆志玲认出了那是大哥的自己 以我一生孤独 换你想尽万千处来 陆志玲瞬间明白了什么事 连忙收起纸条 但已经来不及 古纳一把夺过了照片 打开那一刻 他崩溃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古纳一脸难以置信 却又伤心欲绝 泪水也逐渐模糊了他的双眼 陆志玲不知所措望去 只见古纳死死盯着那几个字 下一秒一口老血从他嘴里噴 舞蹈 陆志玲立马冲过去 扶住已经晕绝了他 风疏 扶声 快来帮忙 风疲老公太黏人了 老婆只是出门一天 他就迫不及待追到他工作的地方 古纳吐血倒地被陆志玲送到医院 你刚才为什么要把照片藏起来 我想替大哥守住他的秘密 闻言 古纳笑了 泪水也从眼角躺下了 你和他说的一样 聪明 温柔 善良 总是用心温暖身边的人 陆志玲心里五味杂陈摇了摇土 毕竟他再好不是谁也没能留住吗 我曾经和他说过 羡慕你得到万千宠爱 于是他说 他也会帮我实现 当年他甩我的时候 我刚毕业找不到工作 很迷茫 还好有一些朋友陪着我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后来得到出国的机会 我努力让自己优秀起来 以为这就是狠狠打脸前男友 他说着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马拿起了一旁的手机 拨通纪曼师的电话 曼师 我问你一件事 我们同学四年 为什么在最后一年才成为朋友啊 是有人让你这么做事吗 你都知道了 娜娜 虽然是受人之托 但我是真心把你当好朋友的 陆锦诚 古纳颤抖说出了这个名字 纪曼师沉默了片刻 是陆锦诚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古纳声嘶力竭 泪流满面 纪曼师表示也不清楚原因 只记得当时他求了很多人 听到这古纳彻底崩溃了 手机也从他手中滑落 他痛苦蜷缩成了一团 见状陆志玲连忙上前安慰 不倒你还好吧 武纳抓住陆志玲的手腕 为什么 为什么他给我安排了这一切 却要抛弃我 陆志玲摇了摇头 可能因为当时家里面临破产 他不想连累你 武纳哭得更加撕心裂肺 陆锦诚 你这个傻瓜 折腾一天的陆志玲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归期楼 只见他进门那一刻像是见了鬼似的 原来博旺已经恭候多时 他面无表情 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陆志玲尴尬不是礼貌笑了笑 博旺 你怎么来了 晚饭吃了吗 总觉得你要死了 就来看看 旺仔你明明关心人家之知 却口是心非 活该你追气火葬场 大佬不能得罪 陆志玲微笑表示歉你 博旺嘴上不饶人 与其让别人干掉你 我亲手送你上路 省得担心 博旺这脑回路 担心就不能好好说吗 陆志玲解释 我刚送古岛去了趟医院 他状态不太好 我就多陪了一会儿 才这么晚回来 陆志玲在说话 博旺的视线 却落在了摩托车身上 那又是什么 那是我大哥生前的车 应该是我大哥 和古岛的定情信物 来了来了 博旺很会话重点 开始自我攻略了 陆志玲 你是打算将你家里人的 定情信物都买回来送我 陆志玲瞬间无语 说什么鬼话呢 我什么时候说要送你 下一秒回忆起 浮生在李明怀面前说过 他挣钱都是为了 给老公买礼物 Oh my god 博旺该不会一直记住这句话 太干荡 但陆志玲又不敢得罪博旺 你喜欢吗 最好他回答不喜欢 拜托了 博旺一脸不信 一辆老不懂 谁稀罕 陆志玲假装失望 那好吧 其实心里乐开话 退了 陆志玲顿时傻眼 不行 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 博旺眸光深沉看向陆志玲 陆志玲小心翼翼表示 古岛对我大哥的误会解开了 或许这车他要的话 我考虑送给他留个纪念 听到老婆买礼物送别人 博旺十万个不乐意 陆志玲像哄孩子一般告诉他 我会给你挑更好的礼物 封替老公促经上身 忍不住亲吻了怀孕娇妻 博旺听到陆志玲要把大哥的摩托车送给我 露出了一股玩味的笑 那你送 我看他有没有命想 这家伙轻奇的脑回目 还真不能得罪 陆志玲想保留最后的倔强 那我自己留着 只见博旺若有所思死死盯的摩托车 梁九终于开口 你那次在展览馆被绑架 为的就是这破车 陆志玲肯定点了点头 博旺又陷入了自我攻略 既然他为了送我 命都不要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 陆志玲瞬间傻眼 什么鬼 我真的没有要送你的意思 当然陆志玲也不敢表现出来 一小时候摩托车被博旺带回了地江亭收藏了起来 只是陆志玲被胆头疼 几个月下来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暧昧不清 也不知道离婚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这些收到的礼物归还 想到这陆志玲不禁常叹了一口气 忽然一个奇长的身影出现 老子已经收了 你叹什么气 还舍不得吗 博旺脸色阴沉 眼神能杀人 陆志玲根本不敢说真话 哪怕说错一个字都能血见当场 机智的他立马转移话题 我买了桂花糕 海棠酥 和花酥 来 乖乖张嘴 看来陆志玲真当博旺三岁小孩 然而博旺并不讨厌 他微微张嘴咬上了鱼耳 掉进了陆志玲的温柔陷阱 随后他把持不住一把抓住陆志玲的手腕 拉进自己的怀里 一道冰凉柔软的触感 猝不及防落在陆志玲的唇板 为了活命 女人主动亲吻了男人 博旺一把拉过陆志玲直接放倒 二话不说吻上他的唇 博旺最近怎么回事 竟然爱上了亲戚 陆志玲还在猛圈之际 便觉博旺的吻式愈发肆无忌惮 他吻向他的伯格 温热的呼吸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游走 陆志玲不禁身体一将就听到博旺冷冷道 搬到我房间去 旺仔开窍了 可陆志玲却拒绝得很彻底 孤男寡女住一个房间 难免擦枪走火 只见博旺脸色忽然暗沉死死盯着陆志玲 糟糕 大佬又生气了 陆志玲脑海里飞快划过一推拒绝的理由 博旺你这是给我得寸进尺的机会 万一我赖上你怎么办 陆志玲以为以博旺这种身份 不可能被一个女人缠上 结果却传来了疯批大佬的一阵清晓 你还想着赖上我 床都不敢上的人 你确定 陆志玲继续胡说八道 那是因为我现在清醒 不过你给我幻想空间 我不敢保证 文言博旺一脸玩味笑了笑 你幻想什么 当然幻想你会愿意和我不一辈子 白头偕老 陆志玲在演戏的路上那时越走越远 阴落 博旺谋色凝了凝 一辈子 在她的人生字典里 根本不存在这几个字 她没有任何人生规划 更没想过人生半年 陆志玲很会察言观色 见博旺沉默 她自嘲地笑了笑 所以 请你给我一点 可以尊严退场的余地 旺仔怒了 这女人每次都是这种话 时间不多 该退场了 陆志玲你就那么迫不及待 想离开我吗 陆志玲内心就是想着 带上陆家的东西安全退场 可是她求生欲很强 这些话绝对不能对博旺说 陆志玲伸手俯上博旺的肩 偶尔吧 我只要看着你 就想不到别的了 博旺脸色忽然缓和了 露出一抹温柔的笑 下一秒 陆志玲主动亲吻上眼前这个男人 第二天 SG娱乐公司秘书办公室 陆志玲磨着了 还在为昨晚博旺轻轻的事情烦恼 博旺的吻太郁了 陆志玲都怕自己招架不住 现在甚至做梦也跟博旺纠缠不清 就在她回味梦境之时 古娜来了 古岛 你来了 看着古娜神采奕奕的模样 陆志玲虽然开心 但也疑惑之好的也太快了 毕竟情商商人于无形 然而陆志玲还没反应过来 古娜却表示已经同意跟SG合作了 陆志玲一脸诧异 我能问问原因吗 只见古娜眼神充满了爱 语气里竟是宠溺 因为你是小七 是陆锦诚最喜欢的小妹妹 陆志玲有点恍惚 小七 这个称呼已经有五年没听过了 她心里五味杂陈 古娜得知真相后 她不恨陆锦诚了 所以她也愿意留在这个 有她身影的国 陆志玲意外 你放下了 成年人 放下不难 怎么样 还欢迎我来指导吗 最终两人达成了协议 合作愉快 身价千亿的博家大少 根本不关心誓言 她心里只想得有女人陪她睡觉 陆志玲把古娜带进了博望办公室 看着陆志玲能随便进出博望办公室 古娜一脸好奇与心疼 她听了很多外界的传言 十分担心陆志玲 忽然她拉起陆志玲的手 看着她无名纸上的戒指 小七 如果这戒指你是戴着玩的话就摘了吧 这些风言风语对你名声不好 这是我的婚戒 文言古娜一脸震惊 那不是谣言是真的 她真的做了博望的情人 那坚信陆志玲不是那种人 肯定是被博望强迫的 于是她撸起袖子 就想帮陆志玲讨回公道 陆志玲连忙拉住古娜 古岛 你误会了 其实我结婚的对象就是博望 太意外了 古娜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她开口 你怎么看上凶声恶煞的活颜王 要是陆锦诚还在 肯定被气死 对于这件事古娜的态度跟其他人截然不同 她更多的是站在家人的角度 对陆志玲的同心 陆志玲很是欣慰 不过她还是想替博望说好话 博望对我也不成 她救过我 又在季家婚礼替我出头 古娜想想也是 她能让整个江北都知道你陆志玲不能乌 说明你在她心目中很重要 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怎么跟她在一起 陆志玲无奈笑了笑 因为有了身孕就自然而然结婚 听到陆志玲怀孕了 古娜更不爽 国家太过分了 你怀孕了还让你出来打工 陆志玲却表示是自己愿意陪在博望身边 接下来半小时 陆志玲把差点沉浆的事告知古娜 并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重要性 古娜也懂了 陆志玲除了帮博望在财团争回一席之地 还想趁机把幕后主谋揪出来 陆志玲不想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只好主动出击 不过时间有限 只有两个月 她把所有的要求都告诉古娜 其他的任凭古娜发挥 古娜看完企划书一脸诧一看向陆志玲 你确定要拍这样子的内容 陆志玲很肯定回答 没错 陆志玲 你孤注一掷 我古娜 绝对奉陪到底 同时古娜承默 这部电视剧会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 此时此刻的古娜万万没想到 这也将会是她的一作 两天后陆志玲心花怒放拿着电视剧剧本来找博望 从休息室走出来的博望不发一语 神情复杂看向陆志玲 并漫不经心地扣着衬衣上的扭扣 睡觉了 陆志玲好心关心博望的睡眠情况 却换来了她的虎狼之词 要是有女人陪着睡更好 陆志玲尴尬笑了笑 想必她肯定后悔多问了一句 博望 你先看看古娜发来第一集的剧本 我看了一下 人物性格和剧情张力都把控得很厉害 完全没有可挑剔的地方 什么时候开拍 起码要两周 所以我想给古岛半个试镜会 挑选合适的演员 博望没什么意见 毕竟她志不在此 也是陆志玲想玩 她就让她随便玩 随后陆志玲表示剧本很重要 顺手就将剧本锁进保险柜 怎料 当晚 剧本就到了玉云飞和夏美琴的手里 两人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谋划 往剧组里安插自己的人 女人只想喝杯纯净水 却遭到下头男的图谋故 试镜大会如火如荼进行中 陆志玲感叹现场帅哥美女真度 陆志玲相信古纳晶晶火眼 可以看出谁是妖魔谁是鬼怪 陆志玲太会说话 难怪能把博望拿捏得死死了 试镜会正式开始 演员们一个接着一个登场 古纳一下子就看出了 大部分人明显排练过多次 等着被选上 看来大家族的斗争还真的细节到没处 下一位 只见一位脸淡白皙 身穿古风如裙的女孩上场 各位老师好 我叫陈雪然 今年22岁 古纳低头靠近陆志玲 有点古怪 她的穿衣风格和你太像 陆志玲淡淡一笑却没有太在意 毕竟演技上她确实碾压了其他人 那你的意思是想选她 舞蹈全权决定 两人相视而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经过了两小时的事情 陆志玲疲惫不堪 只想到茶水间喝杯水 忽然身后传来了一个男生 陆秘书 原来是刚定下的男主演乔阳 陆志玲疑惑她怎么出现在这 乔阳上前故作熟悉跟陆志玲打招呼 我叫乔阳 刚才试进我们建築 你好 陆志玲打完招呼正想转身离开自己 乔阳居然顺手把茶水间的门关上 陆秘书 你这颜值放在娱乐圈绝对大红大紫 怎么来给人打工呢 下一秒乔阳走到陆志玲面前 迫不及待捉住了她的手 陆秘书 我来帮你接吧 陆志玲二话不说 直接甩开她肮脏的手 随后台谋恶狠狠警告 不用了 乔先生 请自重 乔阳笑容一僵 我只想帮忙 怎么扯到不自重呢 陆志玲冷笑不说话 眼神里尽是厌恶 什么心思 自己狗肚子里不知道吗 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娇软的声音 博总 您好 我是豪门这部剧的女主角 陈雪然 请多多关照 博望 陆志玲有点恶然 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怎料乔阳这个下头男 居然反过来贼喊捉贼 陆秘书 别这样 你别拉我 我们才当认识 陆志玲几乎瞬间明白了乔阳的意义 他就是想让他后退 形成壁咚的假象 好让博望误会他 挑拨他跟博望的关系 风批大总把十八线影币把费 只因他想请他老婆喝咖啡 乔阳向陆志玲扑过去 陆志玲机智低声闪了过去 他直接撞到墙上 痛快 撞不死你这个下头男 陆志玲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 正当想要攻击下头男之际 通一声门突然被踹开 只见博望站在茶水间门口 漆黑的双眸死死盯着里面 纹身散发着沙印 陈雪然气喘吁吁追上了博望 一脸错愕看去 只见陆志玲将瓶中的水泼到乔阳的脸上 别再纠缠我 随后立马冲到老公身边求救 博望 他想占我便宜 换掉他吧 文言博望脸色顿时阴质 嗓音极了 被摸了 望仔上来就这么直接真的好了 他的确有这个意图 幸好我躲开了 陆志玲委屈巴巴说道 博望听着转眸看向里面的乔阳 他怒了 他怒了 博梗上的青筋若隐若现 剑撞乔阳慌的一匹 双腿抖得厉害 语无伦刺便急 博博总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没站稳 不是 是陆秘书主动倒在我怀里 他还扒了我领口 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 绿茶影帝真会演 我没有 博望 陆志玲边说边钻紧博望的衣袖 眼里对博望充满了依赖 心想博望应该不会相信他的鬼扯吧 乔阳还打算挣扎一下 真的 博总 他说喜欢我的电影 是我的影迷 还让我在他胸口签名 编 让你继续编 自古反派死于话多 下一秒博望拿开陆志玲的手 陆志玲有些慌浪 连忙摇头 我真的没有 我眼里除了你不可能有别的男子 重要关头之之还不忘博望在 难得博望也被情话迷得七昏八速 他伸手揽过陆志玲的肩膀 将他推至门外的墙上 你在这里站一会 陆志玲猜不透博望的想法 却听到博望温柔在他耳边说 乖乖在这等着 闲吵就把耳朵捂上 博望在他的颈侧轻轻抚摸了一下 随机抬脚走进茶水间 门被他两米的大长腿直接踢上 下一秒 乔阳凄力吞叫响彻天际 博望这是下狠手 也不知道乔阳厚不后悔 片刻后 乔阳的惨叫声逐渐消停 门被拉开 一股血腥未传出 只见博望慢条四里擦拭着手中的血迹 是 博望一把牵过陆志玲的手离开 路过办公区域 只见大火都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抬头 陆志玲被博望强行带到办公室 博望猛地停了下来 陆志玲直接就撞上了他结实的背 陆志玲跟博望解释 乔阳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来分化两人之间关系的 他感谢博望及时赶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博望冷冷回头看向陆志玲 眼神里充满了很力 茶水间是不是有监控 旺仔 你这是不相信之之吗 明明是女孩受了委屈 却还要想尽办法哄男人小 女孩的所有卑微只为活到能回家的那天 博望忽然打断陆志玲的话 茶水间不是有监控吗 陆志玲从博望的眼神中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含义 你不相信我 把监控掉出来 博望与气冰冷 陆志玲却一动不动 忽然博望拉起陆志玲的手 嗓音温柔得有点可怕 乖 去把监控掉出来 下一秒陆志玲被按坐在办公桌前 博望的掌心带着鼻翼在他的肩膀上妈撒 语气强硬 不掉吗 陆志玲 心虚 旺仔追七火葬场 敬请期待 陆志玲深知斗不过变态 他只好打开电脑 将茶水间的监控掉了出来 博望面无表情坐下盯着电脑屏幕 陆志玲全身心的无奈撇过头 听着监控里的声音 乔阳要摸他的手 他躲开了 乔阳要擦他的裙子 他也躲开了 乔阳扑向他 他低声闪了 博望看着眉间的利益渐渐散去 他随后站了起来紧紧抱住了陆志玲 没事了 陆志玲内心好痛 你没事 我有事 看来这一段又被支支写进小本本里 陆志玲庆幸没有发生让人误会的画面 否则跳进青江也洗不清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不相信我 为什么答应要跟我试试 不信你 可让你玩有什么冲突吗 说着博望大掌捧上陆志玲白皙的脸 他死死盯着他 在这个世上 我谁也不信 所以陆志玲 你最好永远别让我找到你背叛我的证据 否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博望字字句句都透露着残忍暴露 陆志玲心里有着被怀疑的憋屈和恼怒 明明不是他的错 他却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扎心了老体 博望从前受到的伤害 为什么要在支支支发泄呢 陆志玲虽然想发火 但是为了活着 他不得不像躲兔丝花衣服着博望 他伸出双手紧紧抱住眼前暴力的男人 试图抚平他长久以来的伤 怎么 害怕了 博望看着怀中的人淡淡的 没有 我就是想抱抱你 当一个人本能就是怀疑别人的时候 应该不好受 明明受了委屈的是自己 还要安慰他 支支也太难了 博望瞬间身体一僵 又开始自我攻略 这女人真的爱藏我了 这时候还替我着想 不知道那个能让你全心全意信任的人 什么时候出现 没有这个人 博望笃定 会有的 你一定可以变更好更开心的 博望看陆志玲就像个单纯的呆子 他忍不住揉揉他的头发 陆志玲勉强微笑 后背直冒冷汗 此时此刻他真的 真的好想回家 疯疲老公的三出现了 怀孕娇妻却不哭不闹不思议 只因他从来没爱过 乔阳被博望走进医院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国外玉云飞耳朵 他嘲笑下美情的人无能 同时他也感叹陆志玲是个了不起的人 毕竟送过去的帅哥半个都没派上用场 还好留了后手 男人不行那就上个女的 玉云飞一脸阴险的笑 等搞死了博望 我的堂儿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郑荣一定会娶我为妻 另一边 豪门正式开拍 一个多月来陆志玲忙前忙后 几乎都住在剧组 陆小姐 别晒着 乔阳的事情过后 SG突然换了一家保安公司 前来交接的是李明淮 陆志玲瞄懂 好了 这回还是逃不过博望的监视 志玲 拍摄太顺利了 第一集剪得差不多了 有时间一起看看 古娜笑着说道 陆志玲微笑点头 忽然古娜拽了一下陆志玲的手艺 示意她看正要坐车离开的陈雪人 怎么了 只见古娜冷笑了一声 她真的挺奇怪的 一般主角都是没戏份的时候 就在车上或者酒店休息 然而她却频频往SG打他 明显目的不纯 这种是我在圈子里见多了 打着公事的名义 做最误会的事情 古娜提醒陆志玲防着她 陆志玲瞬间明白 病淡淡一笑 博望不经常去公司 更何况博望想干嘛 她也控制不了 见陆志玲一脸无所谓 古娜急眼了 捏了捏陆志玲的小脸蛋 娘娘 怀孕还整天跟着剧组连轴转 博望一直肃着吧 你真的要小心啊 为了让古娜放心 陆志玲只好立马回SG 很快陆志玲带着李明怀 来到总裁办楼层 刚出电梯 就飘来的闲言碎语 天啊 陈雪然天天来 耐性其次 手段超群 是想趁陆秘书跟走 她见缝插针 还以为博总对陆秘书是真爱 为了她闹得满城风雨 转头又被个女演员勾住 一位金发大姐还举起手机 你们看 昨晚有人撞见了陈雪然 和一个男人去酒店 据说男人是博总 话因为落手机被一把夺过了 陆志玲恶狠狠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男人确实是博望 就是那个模糊的背影看不清 但他手上的佛珠 化成灰陆志玲也能认出 下一秒陆志玲直接删掉照片 随后警告道 在总裁办公室外面聊博总闲话 你们是有几个脑袋啊 几人弱弱低头道歉 把该说的话说完 陆志玲便转身回总裁办公室 跟在身后的李明怀心里感叹 不愧是嫂子 真大气 就在两人刚拐弯就撞见 衣衫整齐的陈雪然 从博望办公室出来 看他那样可想而知发生了什么事 陆志玲停住了脚步不发一语看着他 李明怀倒吸了一口气 要打起来了 要撕了 要扯头发骂婊子了 哈哈哈哈 保安哥哥果然随了望哥爱脑补 疯批大老听说怀孕娇气哭了 他居然笑得比狗还开心 陆志玲默默看着陈雪然在装丝 他都不好意思拆穿 只见陈雪然对上陆志玲视线是有些错误 然后笑了起来 陆秘书回来了 我一会还有两场戏 就先走了 陈雪然故意在陆志玲面前整理掉落的肩带 跟没事人一样从他身边离开 目睹一切的李明怀一脸懵圈 这就结束了 难道不干一家吗 陆志玲抿了敏唇 犹豫要不要提醒一下博望 陈雪然一看就是被安排进剧组 万一闹出点什么桃色新闻 吃亏的是博望 陆志玲站在门外犹豫了好意 会便伸手敲门 推门进去后 意外的是博望不是在休息室 而是在办公桌前练子 看来望仔很用功吗 果然是吱吱的好大 博望将当写好的一页递给陆志玲 陆志玲接过认真看了看 练得真好 闲着没事干才随便写写 望仔有点反尔赛呀 发音刚落博望站了起来 忽然伸手将陆志玲抱住 低头靠在陆志玲的紧握 他灼热的呼吸 让陆志玲不禁身体一僵 陈志玲不是刚出去吗 低沉音哑的嗓音 在陆志玲耳边响起 又去剧组泡着了 你练字也辛苦了 我去给你准备点心 陆志玲不自在 将头往一边偏去 博望硬是把他的头 扭了过来面对自己 陆志玲没来得及撤 博望的吻就落了下来 很快陆志玲正脱看了 不要 此时此刻陈志玲方才的模样 忽然浮现脑海 在他恍神的瞬间 就见博望试探性的吻 向他小巧的耳朵 三个多月可以了 陆志玲瞬间傻眼 博望胃口好大呀 接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笑了笑 秦医生说我贫血 情况比较特殊 最好不要 这已经是博望被拒绝的 第888次 博望真的要气死 难道你要让我活活人十个月 陆志玲紧紧抱住 他的脖子沉默不语 忽然手机震动了下 就醒来了 他连忙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垃圾短信 是古倒 剧组那边还有点事 我得过去一下 听到陆志玲又要走 博望不耐烦 不就拍个电视剧而已 怎么还把老婆陪进去 陆志玲看出了博望的小心思 爱他爱到发疯的人设 又上线 博望走 那边事情本来就多 我是因为想你想到不行 才回来看看 要不我给你煮杯茶再走 又听到老婆的深情告白 博望心情瞬间360度好转 安抚完博望 陆志玲从办公室离开 李明怀立马跟上 陆志玲忽然停下 若有所思回头看了一眼李明怀 李队长 麻烦你帮忙派人暗中保护博总 最近可能有人不怀好意 跟踪博总的私生活 陆志玲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李明怀报告博望 所以他就想借李明怀的嘴提醒博望 交代完陆志玲故意上厕所 把时间留给李明怀告状 果不出所料 李明怀把事情151事报告给博望 博望慵懒靠在办公室上 神情复杂 他以为我跟那个女演员有一头 还要你帮忙清理跟踪的眼睛 有些红 说了两句就去了洗手间 哭了 博望苗懂 这女人为我哭了 看来真的爱藏我了 旺仔好可怜 真不知道以后知道真相了 该怎么面对曾经那么爱脑补的自己 只因怀孕交气太过乖巧懂事 气得疯批老公怒杀意投出泄粉 黑桃会所谋包厢 博望安静坐在角落 面无表情看着他们勾肩搭背 群魔乱舞 许久 他拿出手机 11点 李老婆催我回家还有一小时 就在此时寂静的大嗓轮在吵闹中特别刺烂 你是不是蠢 女人对你百依百顺就是不爱你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熟悉 博望抬眸撇去 只见其中一个男人哭成狗 我踏马地以为他太爱我 所以乖 谁知道 呜 兄弟 算了算了 就当花钱买教训 博望恶狠狠看了一眼寂静 寂静立刻屁颠屁颠凑了过来 旺哥 有什么吩咐 在说什么 说丁周呢 他前段时间泡了个女人 他要睡他 他巴巴送上门 丁周要找别人 他还能做好爱心大餐送过去 不吃醋不闹脾气 舔得丁周都感动了 打算收心认真跟他在一起 结果人家把钱一卷逃到国外去 这是兜城圈里一大笑话 寂静自顾自说着 根本没注意博望脸色突变 要我说 丁周就是自己蠢 女人要是爱你 不可能没有脾气 博望顿时想起陆志玲那张温顺乖巧的你 眼中掠过一抹灵链 你很懂啊 博望忽然站了起来直接往外走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寂静 到底说错了什么了 得罪了这位大佬 一小时后递将停 忙碌了一天的陆志玲终于回到家 可等着他的却是一脸阴沉的博望 看他架势似乎等了好久 陆志玲故作轻松凑近 博望 你可以在等我吗 只见博望眸色里充满了寒气 直勾勾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顿时浑身僵硬 看样子大佬今天又不愉快了 还是狗命要紧 陆志玲立马关心道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去买点海糖素回来吃好不好 陆志玲只想逃离这冰冷的空间 怎料下一秒博望却说要给他亲自下厨 哈哈哈哈 陆志玲内心慌得一瓶 你这个样子像是要做饭吗 做人肉叉烧包还差不多 于是他赶紧破博望 我不想你下厨那么累 还是我去买吧 不吵不闹 听话懂是照顾备质就是不爱 博望想到这语气突然强硬 我说我做 说吧 胖一声 博望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块大排 重重扔到砧板上 跟后台谋恶狠狠看向将在原地的陆志玲 坐过来 房子安静地向凶暗现场 只见博望取出一把凶器 不不 是菜刀 下一步他挥起菜刀重重剁了下去 干净利落 没个十年刀工绝对无法胜任 果然是屠宰场长大的 忽然 陆志玲脸颊疼了下 他僵硬抬手摸了摸 脸已经被划了一道小口 鲜血渐渐渗出 我到底是哪里惹到这位杀神 怀孕娇气一哭 疯批老公立马破防 陆志玲慌得一瓶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去拿一瓶水 博望雨气冰冷 继续坐着 博望像发疯似的对着那扇排骨 狠狠跺了又躲 陆志玲瑟瑟发抖 这场面随便一个人进来都觉得是凶暗现场 不行 得开解开解他 博望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一起解决 哼 博望跺得更努力了 排骨有什么错 求放过 陆志玲好想逃 越远越好 但他知道那样死得更惨 他压抑住内心的恐惧 再次尝试跟博望沟通 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很担心的 到底什么事 你说出来吗 怀疑老婆不爱我 你要博望怎么说呢 大佬肯定不愿意低头 只见他把刀狠狠插在砧板上 低眸深深凝视着陆志玲 一字一字开口 昨晚寄进组楼的局 一堆女明星进了酒店就往我怀里扑 好家伙 望仔都学会撒谎啊 陆志玲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家伙说这个干什么 见陆志玲无动于衷 博望薄唇微勾露出一抹完威的邪向 我觉得陈雪然不错 准备包了他 不影响你们拍摄吧 陆志玲看着七零八岁的牌骨 他慌得不知道如何开口 他低下头 暗暗想着对策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聪明的陆志玲很快就知道了问题所在 原来博望认为 以他现在的人设不吃醋是有问题 所以想方设法再试探自己 抬起脸看我 我问你话吗 大佬爆发边缘 陆志玲秒声一记 哭就完事了 他缓缓抬起脸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泛着红 水汪汪的溢了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眼泪 让博望不禁心底一沉 陆志玲哽咽的嗓音还故作从容 不影响 只是陈雪然这个人 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进来的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留意他有没有给你下套 当然如果你对他是认真的 我会让公关部发声明 你们英系结缘 正常交往 奔着结婚去的 这样一来把影响降到最小 只见博望冷笑了一声 你这个博家大少奶奶倒是很大方 我有不大方的资格吗 他倔强对上博望漆黑的双眸 反正不管怎样 只要你开心就好 陆志玲这演技再加上湿润的眼眸 博望果然精准被拿捏 原来的那股愤怒降了下去 只是声音有点冷 你觉得不重要你红什么眼 陆志玲反博 我又不是石头做的 怎么可能做到无动于衷 要不是你把话放到我面前 我也不会这样 这话一出他又觉得不懂 像是在指责博望 于是卑微扭过头并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 博望沉默了 看来又再次相信老婆是挨自己 见状陆志玲不忘 最后再扑了一次旺仔 我累了要回房休息了 你也别做饭了 坎得手疼 我会心疼的 晚安 说吧 陆志玲一溜烟冲进了房间 回房间哭去了 好家伙 旺仔又开始自我攻略了 他不一样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气静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 然而回到房间后的陆志玲 惊魂未定地松了一口气 博望太难伺候了 没想到向来不懂浪漫的爸子 红旗老婆的手段都这么骚 居然三更半夜出动了直升机 可老婆并没有感动 只有尴尬 凌晨两点 陆志玲被博望闹得根本睡不着 他来到了露台 目光凝视着江南的方向 想起了爸爸说过的话 我希望小气能活得肆意洒脱 然而现在的他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 一步小心很可能掉下万丈深渊 心想真的能活着回到江南吗 还在哭 低沉的男生忽然在他身后想起 陆志玲猛地回头 眼睛红得厉害 苍白而可怜 博望靠在落地窗上 黑眸深邃看着他 有那么委屈吗 半夜不睡跑来露台哭 完美 博望又误会了 那就只能飙演技了 没有 我就是有点饿了 想吃海棠酥 饿哭了 博望正脑回路 难怪追七火葬场 陆志玲沉默了 博望语气温柔 想吃哪家的海棠酥 陆志玲一脸诧异 大佬这是要给我买吗 不了不了 他立马告诉博望 我常去的那家店 十二点关门了 怎料博望继续追问 哪一家 陆志玲无奈回答 中山路那家 不过现在却肯定买不到的 你废话 跟我走 忽然博望上前 牵起他的手腕往外走 陆志玲虽然茫然 但还是乖乖跟着走 很快两人来到了 陆志玲说的那家店 但他家真的关门了 博望没有理会 便拿出手机 文达 你还没到吗 要不要我去接你 他的嗓音透着几分散漫慵懒 十分钟后 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文管家疯狂招手 少爷 我们来了 陆志玲顿时傻眼 这是什么情况 我作为陆家大小姐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为所欲为伯 半小时候 只见文管家大汉淋漓 带着一个点信师傅 从厨房出来 今天的主角海棠酥 也闪亮登场 此刻陆志玲已经尴尬到 能用脚趾抠出个陆家老子 但他还是笑着跟师傅道歉 不敢不敢 见他那么客气 师傅差点跪下给他行李 博望的一番心意不吃 他又得发飙了吧 随后他只好拿起海棠酥 吃了起来 谢谢你 博望 你真好 芝芝又开始颇旺子了 博望坐在他对面 直勾勾盯着他 见状陆志玲 左手拿起一块地给他 你也吃一块吧 博望抬手捏住他的右手腕 拉过来 就着他咬过的地方 咬了一大口 黑魔始终盯着他 嗯 不错 你吃吧 最后陆志玲顶着博望 让人窒息的目光 狂炫了三大块海棠酥 这回不吃饱了 海烟 见到老婆吃开心了 不哭了 眼睛也不红了 博望站起身伸出手 走 我们回家吧 陆志玲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乖乖把手放进他的掌心 博望一把握住他的手 食指向扣 牵着他离开糕点店 博望临走前 还不忘叮嘱文管家 把这个师傅招进博家 让他每天做点点信 送到地疆亭 文言师傅内心 几十万只草泥马在奔腾啊 旺仔今天走的是 妥妥的霸走风 博家大哨的桃色绯闻被曝光 全世界都疯了 只有怀孕娇妻依然选择相信他 遗憾的不是因为他爱他 时光如梭 终于到了豪门首播日 面对各种的流言蜚语 古娜开始担心陆志玲 陆志玲请古娜放一百个心 他相信博望 更何况现在更需要关心的是 首播能不能顺利进行 就在此时工作人员推门而进 不好了 陆秘书 古岛 博总的传照被爆出来了 文言两人一口同声质问 什么 似乎都在怀疑自己的二人 很快陆志玲的手机微博提示音响起 收到各种吃瓜营销号的信息推送 图文并茂 女人一眼就看出是陈雪然 至于男人虽然模糊不清的背影 但是任谁也能猜出是博望 陆志玲一脸平静看着手机屏幕 古娜则是已经火冒三丈 说时迟那时快 他已经卖着六斤不认的步伐往外走 势必要找博望算账 陆志玲连忙拉住了他的手腕 古岛 你这是做什么呀 古娜见他面容平静 更加生气 小七 你怎么了 你准备忍气吞声 为什么 就为了个博家上奶奶的位置吗 古娜越说越激动 你别忘了 你是陆家极万千宠爱下长大的妖女 你受一分委屈 都是对你大哥 对陆家长辈的侮辱 听到这话陆志玲顿感酸涩 他强压下去 冷静开口 无道 我不是准备忍气吞声 只是这个时间点 这种新闻被曝光 你不觉得巧合吗 分明有人故意设计的 我相信 这只是开始 还会有更劲爆的炸弹随时等着我们 要是这个时候我跟博望闹烦 不就郑重了有心之人的圈套吗 此刻吱吱的头脑清晰 更看出了他真的不爱望子 古娜总算听出来了 传照是屁的 假的 当然是假的 也只能是假的 那也是 一张博总的正面照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博望 随后陆志玲嘱咐古娜盯好剧组这边 他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陆志玲拨通了博望的电话 可是一直无人接听 首播倒计时六小时 传照正如陆志玲预想 传播速度那可是做了火箭的 公关部已经哭成狗 陆志玲却一如既往淡定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留言 距离首播四小时 丁玉君来电话了 他那边火急火燎给陆志玲传话 国真楼那边已经炸了 扬言准备要飞太子 如果这次危机处理不好 他就没有机会当继承人了 陆志玲语气平淡安慰丁玉君 并表示他能处理好 担心陆志玲误会博望 丁玉君还替博望说话 志玲 你要相信博望 他回家这五年 我也一直盯着 他清清白白的 甚至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天天泄斗 被打坏了男人的机能 闻言 陆志玲哭吃笑出了声 奶奶果然是轻生的 最后陆志玲保证 一定会帮博望争取到财团的入门时 书把他挂断电话 随后一副运筹帷幄的模样 好了 该收网了 某夜总会包厢 几位SG娱乐的高层开心 开着红酒庆祝 博望还是太年轻 真以为拍个电视剧就能进财团 房总说的是 干杯干杯 敬房总 小雪然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只见房总油腻腻的大手 抱住了陈雪然的肩膀 你可是大功臣啊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晚上采访的时候装委去点 最好提前弄几道伤口 暗示博望有那方面的暴力倾向 陈雪然靠在他怀里勉强微笑印象 就在众人玩得欢快的同时 大门碰一声被推 众人错愕抬眸看去 只见陆之灵闪亮灯 几位老总在庆祝什么呢 房总最先冷静下来 轻了轻嗓子 陆秘书 你怎么来了 陆之灵视线直接投向陈雪然 陈小姐 我想和你聊聊 陈雪然意外瞪大眼睛 指向自己 女人狠起来确实没有男人什么事 从传照曝光至今 封批老公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怀孕娇妻独挑大两首次造谣者 陈之灵霸气直接闯进 SG高层的庆功现场 李明怀等人很快也拿下了房总的众多狗 大门喷一声被关上 陈雪然被带进了另一个休息室 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跌坐在沙发上 陆秘书 你想做什么 有什么你去找领导 我只是个小演员 我想请陈小姐帮个忙而已 豪门的首播会三个小时后开始 我想请你在首播会上向大众做澄清说明 你和博总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替人做事造谣的 闻言陈雪然先是愣住 又开始装作什么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照片不是我留出的 我也是受害者 见陈雪然脖子也够硬的 陆志玲放狠话 陈小姐 名人不说暗话 事实怎么样你我都心知肚明 但陈雪然依然打算装傻道子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了 对方是不是给了什么好处 或者他们用你的家人威胁你 如果这样 博总可以帮你解决 如果要用钱 陆志玲直接入正题 陈雪然眼神闪烁 明显她动摇了 果然猜得没错 陆志玲看着她 眼神里淡漠了几分 直接了当的道 我不会给你加高价 陈小姐你前途无量 却选择这种捷径赚钱 就像刚才有人把闲珠手 都伸到你身上了 你甘心吗 文言陈雪然眼底掠过一抹软看 心想不甘心又怎么样 那些人开出的价格 是我当一辈子演员都赚不到 陆志玲 你这么没诚意 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陆志玲再次强调 绝不会用钱来成全她的隐心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见陆志玲不改变主意 陈雪然直接不耐烦黑脸 还扬言要报警抓她 输到这份上陆志玲 自认人之意境 于是放陈雪然离开 只希望她不要后悔 距离首播不到两小时 国旺一直联系不上 他按下语音键给她发去语音信息 国旺 陈雪然不肯站在你这一边 道歉 我保不了她了 心里暗暗希望国旺 不会因为这事生气 信息刚发出 李明怀举着手机冲了进来 陆秘书 又出事了 他接过手机 但定点开视频 豪门第一集 从骗花到骗舞 全是正片 没有一点虚的 现在公司已经乱套 公关部问要不要停掉首播会 看完视频陆志玲 异常平静将手机还给李明怀 不停 首播会照常举办 距离首播会15分钟 金币辉煌的大厅 整齐有序的椅子 现场众说纷纭 博望的黑亮 豪门提前流出 SG股价跌入谷底 就在此时陈雪然带着一身伤出血 记者蜂拥而上 陈雪然 你今天很漂亮 陈雪然 你和博望在一起了吗 你身上的伤是博望打的吗 听到这陈雪然连忙捂住手臂 故作稳屈 没有没有 不关博总的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好一招欲盖弥彰 记者还想问 却忽然听到有声音传来 古岛和陆秘书到了 媒体们再次骚动起来转身 陈雪然也跟着转头看去 只见一身女士西装的古纳 和一身中式长裙的陆志玲 并肩缓缓走 两人有说有笑 似乎毫不受留言的影响 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吸人气场 婚礼事 新郎居然掏出枪对准了新娘 万众瞩目的豪门首播会终于开始 当主持人宣布主演上台时 陈雪然自信满满的抬头正准备起身 却忽然被人用力摁压做了回去 他错恶回眸 便见李明怀一张阴沉的理 嘉宾不要破坏首播会的进程 什么叫嘉宾 我是主演 从现在起 你不是了 陈雪然被摁着根本起不来 再往其他主演的位置看去 跟他一样都被人摁住 这回陈雪然真正慌了 忽然磅礴的音乐响起 两位穿着华丽 珠光宝气的中年女演员 缓缓从楼梯走下来 这不是妥妥的豪门贵妇 走到了现实中吗 全场一片哗然 拿过白石奖的合力 和拿过国际金灯奖的沙门 天啊 这两位不是退圈了吗 陆志玲则满心欢喜 欣赏着台上的表演 欣赏那些豪门里的勾心斗角 和阴暗全都会成为薄望的垫脚石 两位国际影后从台标记 全场陷入一片死寂 制造床罩 掀起舆论热潮 好算计 这件事是谁做的 身为豪门长子 想玩死我的大友人在 可能是我叔叔 也可能我敬 也可能是你 我漂亮的未婚妻 最后一声枪声响起 男人不在意笑了笑 无所谓 有一个解决一个 豪门里怎么会有真正天真的人 我不过是在静静看你们表演了 豪门并不是一部灰姑娘 嫁入豪门的脑残天局 而是豪门利益厮杀的爽局 霍曹 全员恶人 好待感 太期待播出了 台下的媒体嘉宾无不震惊 还有那段台词 有意无意暗讽国旺 和陈雪然的绯闻是被陷害的 接下来请各位媒体记者 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问我们的导演 兼编剧《古纳古道》 此后一名记者立马站了起来 福岛 之前豪门的女主不是陈雪然吗 怎么突然换人了 豪门从来未对外发不过任何消息 有人自称主角也要拿出证据 文言陈雪然气得厚槽牙都要咬碎 但她确实没有证据 因为之前剧组要求保密 所以签的合同都是以未定二字命名 陈雪然不甘心 并已把夺过记者的话筒 怒气冲冲指着陆之灵 陆秘书好计谋啊 明明我才是豪门主角 为了赶走我 居然另外拍了一部剧 陈小姐言重了 我们剧组怎么会用诗的艺人呢 古纳话里话外意有所指 就在陈雪然想大闹现场之际 大屏幕上出现了两名熟悉的声音 陈雪然和她的助理 助理好心劝说她认真拍戏 不要整日去找伯望 陈雪然反过来警告她少管闲事 助理真想大 说是找伯总 可看到了其他几位老总 频频从你房间里出来 结果陈雪然恼羞成怒 给助理甩了狠狠一巴掌 还威胁找人抢了她 太恶心了 明明自己蓄意勾引 还反过来说伯望对她抢取豪躲 这种人不配当演员 赶紧封杀吧 现场骂声一片 陈雪然已经无力贪坐在原位 完了完了 钱没拿到 就声名狼藉 她现在才明白陆志玲之前 劝她是给她最后的退 只可惜一切都晚了 贪婪害人不浅 失联了18个小时的 疯癖霸总终于联系怀孕娇气了 哪怕她差点被人赶了腰子 豪门首部会上 陆志玲一个眼神 几位标情大汉 直接将陈雪然撵出了会场 豪门证据开始播放 旁边还实时记录着收视率 40% 众人被狠狠惊到 毕竟去年的巨王也就25% 本以为会高开低走 没想到10分钟后 收视率直接飙升到50% 甚至各大热搜前世全是豪门 首播会结束 古娜和陆志玲上台羡慕 赢得了哄堂掌声 下面是采访时间 记者冲着陆志玲一拥而上 都在询问她跟博望的关系 还有怎么看待博望和陈雪然的绯闻 陆志玲一脸茫然 今天首播大家不是更应该关注作品吗 都跑来问这些算什么 更何况博望对陈雪然的态度暧昧不明 我也不好替她回答 就在此时她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 陆志玲拿出手机滑开了微信对话框 博望发来的信息 我来了 办公室 片刻后 陆志玲来到办公室 里面黑漆漆空无一人 隐约一股血腥味传出 陆志玲走向休息室 此见博望浑身是伤靠在沙发角落 不怕死的她还在品尝着82年的某饮料 陆志玲先是愣住 随后大步来到博望面前 拖 博望抬眸看向陆志玲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随后大口干了杯中的饮料 然后大手一挥乖巧解开了衬衣扭扣 看来伤势也不太重嘛 陆志玲心里窃喜 紧接着蹲下并细心为博望检查伤口 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 博望声音有些许阴雅 更像是没休息好的疲惫 陆志玲满脸大血的无语 变态 受伤了都不安分 不用 我现在视力很好 好一挥她缓缓开口 你就不好奇我怎么受伤的吗 闻言陆志玲手中动作顿住 豪门成功了 你不再需要为了博家豁出性命了 忽然博望头往后眼 根本不敢看陆志玲 明显望仔对芝芝的爱已经上升到隐忍克制了 陆志玲继续为博望擦药水 博望的声音又传来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座乱七八糟的大山里 一辆摔得面目全非的车 听到这陆志玲忍不住看了一眼博望 博望不愧是自我攻略界的鼻子 无论陆志玲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觉得他爱惨了自己 最早的记忆四一座乱七八糟的大山里 一辆摔得面目全非的车 有个满头是血的女人 把我从车里推了出去 还不断挥手赶我走 而我就像是中了鞋一般拼命往前跑 直到身后一声巨响那一刻 我明白了他为了让我活着才打我走 不然我也得被一起炸死 博望缓缓坐置身体 我欠他一条命 给他把遗产从他不喜欢的男人手里拿回来 算还他了 此时此刻 陆志玲终于明白 博望为博家办事都是为了还母亲的恩情 随后陆志玲柔声道 母子之间不是这么计算的 一起遗产 我相信母亲更希望你能健康幸福活着 文言他神情复杂逆向陆志玲 陆志玲劝他不用着急 等他拿到财团花式权 想拿回遗产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博望薄纯微钩露出一抹不明所以的笑 半晌开口 我看了豪门直播了 我的女人就是牛 今天网络一天的节奏都是他带飞的 博家那些人估计要被气死 看博望都说到这个份上 自己的绯闻总得解决一下吧 于是陆志玲大胆开口 让博望撇清跟陈雪然的关系 听到这我们亲爱的望哥又开始自我攻略 老婆肯定吃错了 紧接着他意味深长道 我要是不能 见状陆志玲只好跟他解释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陆志玲一口气变了一篇八百字作文 但是博望根本没听进去 他能get到的是 老婆果然太爱我 不愿意放手 陆志玲长叹了一口气 这一波确实对牛弹琴了 就在他收拾好医药箱准备转身之际 一双冰凉的大手拉住他的手腕 博望抬眸撒娇道 过来一下 陆志玲整一个大写的无语 这位大佬 火烧没毛了 怎么就偏偏对这个事情上心 陆志玲有些无奈 看着他那张帅气又可怕的脸 算了 为了狗命也没说不得权利 随后陆志玲只好乖乖上前 两人四目相对了0.08秒 陆志玲低下头 想到陈雪然跟博望的照片 他犹豫了 最后只在他的喉结轻轻点了下 博望万万没想到事情是这个走向 他瞬间瞳孔地震 吓了吓唬 博望终于公开陆志玲是他老婆了 博望和陆志玲穿过长长的走廊 陆志玲越想越不放心 万一这家伙心血来潮死活保陈雪然怎么办 他不禁看向他 你是要去媒体面前澄清的吧 博望漫不惊心走在他旁边 闭双眼一直盯着他 笑而不语 明显他非常享受看见陆志玲吃醋的模样 到了 陆志玲满脸大写的无语逆向博望 脑补是病点痴 算了算了 不管他闯什么祸 我都能圆回来 不然博望捉住了他正要按电梯的手 强烈的压迫感从后方包围过来 陆志玲还没来得及开口 便听到博望一声轻响 陆志玲 你就这么怕我和陈雪然有一头 当然怕 毕竟这会影响他的名声和首播会的效果 但是总觉得博望的话是另一层意思 于是他没有回答指导 我们不出去吗 博望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就放过他 他继续追问 你还没回答我 陆志玲只好无奈表示 当然希望你和陈雪然没有任何关系 明显这个答案深得望仔的喜欢 他愉悦低笑了一声 陆志玲 是个吃醋惊 哈哈哈哈 望仔的自我攻略真的从来没让我们失望吗 看博望的状态 陆志玲隐隐觉得有些不同 他转身推开了他 好心提醒道 博望冷静 这里有摄像头 博望薄唇微勾 你觉得我在乎吗 阴落 他勾起他的下巴吻上了他的唇蛋 这一切似乎是博望有预谋的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另一边 古纳在一众记者的包围下 根本脱不开身 大家关注的话题都是博望的绯闻 古纳机智道 各位这么喜欢狗血剧情 不如让我们提前看一下豪门第二集的预告吧 请大家看大屏幕 此时大屏幕出现的是一男一女你蒙我蒙的侧眼 在场的观众纷纷黑人问号里 紧接着镜头捕捉到了两人的证明 现场炸开了锅 卧槽 这不是博总和他的秘书吗 博望牵起陆志玲的手 深情稳向他的守备 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 老婆 此刻在场所有人的沉默正儿欲怒 这位冷酷无情的封批霸总 绝对是宠妻界的天花板 凡是得罪过他老婆的 都被他抓了起来当食材 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 老婆 博望突如其来一声老婆 陆志玲错愕看向他 难道刚才喝的82年饮料过气了 博望低笑了一声 在他白皙的脸蛋上捏了捏 说着他搂住他的西腰推门走进会场 两人刚登场 就见扛着机器的媒体记者 正两眼放光盯着他们 陆志玲正住了 大家这奇怪的眼神什么意思 古纳立马凑到陆志玲耳旁低声道 你跟博望刚才在走廊接吻了吧 陆志玲手心一紧 你你怎么知道 刚才你们全都被监控拍下 直接投在了大屏幕上 陆志玲瞬间恍然大悟 猛地转眸逆向一脸得意的男人 博望绝对是故意的 接着记者一拥而上 两位是隐婚吗 一直没公开 那个 秘书 关于你和陈雪然互私的传闻是真的吗 下一秒 博望将陆志玲直接护在身后 给刚才问问题的记者 送去一个死亡眼神杀 他有名字 陆志玲 不会采访我教你 防止博望血洗当场 陆志玲立马远程 时间不早了 还请各位问些有意义的问题 此时有眼尖的记者询问 博望下巴是不是受伤了 只见博望摸了摸下巴 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轻狠了 又不敢让人看见 文言陆志玲下的眼睛比嘴的大 大佬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算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公关确实不错 于是陆志玲上前搂住博望的手臂 配合他上演一对恩爱夫妻 博太太 能说说嫁进豪门是什么感受吗 两位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文言陆志玲冷冷看了一眼那位记者 我姓陆 江南长林区陆家 陆志玲 听完陆志玲的介绍 现场顿时炸开了波 家破人亡的就是被搬上了台面畅谈 甚至有人质疑他嫁入博家的意图 博太太不考虑感性吗 这位记者没事吧 看不见一旁的博总脸色不好看吗 陆志玲想都没想直接对道 不敢 说完他转眸看向身旁的男人 我深爱我先生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但我认为姓氏该由父母商定 伴随一生 因为我的生命 我所受的教育都出自于他们 是他们培养了我 才让我以最好的状态遇见我的先生 此处应该有掌声 这就叫做语言艺术 阅读理解一百分的博望 听到他深爱他之后 连忙感动到揉住他的细腰 凑到他耳边表示 看你今天这么乖的份上 待会送你一份领域 晚上十点首播会结束 博望把陆志玲带到了公司的小黑屋 看他精心准备的领域 不到几平米的房里全是人 守在外面的活死人 坐在角落里发疯尖叫的陈雪乃 跪在地上苦苦哀嚎求放过的SG高层 只见博望露出一抹玩味而戏谑的微笑 才一天的功夫 你们就把绯闻推到风口浪尖上 很能搞事情吗 既然这么喜欢嚼舌头 就用他们的舌头做盘红烧舌尖 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傻了 陆志玲沉默看着博望冷峻的背影 他说要送我礼物 难道就是在替我出头 男人是风批又变态的大龙 却唯独对女孩一人温柔 看着博望在为自己出头的路上越走越远 陆志玲忍不住叫住了他 博望 放掉他们吧 别脏了大家的手 闻言博望冷不丁回眸扫了一圈活死人 你们嫌脏吗 不嫌 众人脱口而出 陆志玲有些无奈解释道 他们供出了御云飞基本死路一条 到时候看狗咬狗不是更有意思吗 更何况今天他们要是挂了 御云飞还抓住这点反咬你一口 我不希望你有事 闻言博望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 老婆果然爱我 好吧 那就听你的 不过命可以留下 想安然无恙却不可能 只见他拿出一叠文件用打火机点燃 狠狠丢进小黑屋 不许扑灭 不然就真的活不了 屋内瞬间火光四射 一群人疯狂吓尿了 回到总裁办公室 陆志玲累到动都不想动摊 坐在沙发上 博望则一声不吭刷着手机 心情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陆志玲看了过去忍不住问道 你是故意让人放出监控 不是你要澄清吗 但我也不知道你用这种方式澄清啊 这种效果最好 博望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骚操作 但是陆志玲听后沉默了 博望也察觉了什么 视线从手机上转移 随即瞥了一眼陆志玲 语气自带一股寒意 怎么 你不高兴 陆志玲尴尬笑了笑 我那时替你担心 毕竟我们俩是协议夫妻 到时候怕影响你第二段婚姻 文言博望唇角微钩轻笑了一声 陆志玲 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替我着想 我只是想我离开后 你不需要解决不必要的麻烦 博望一双黑毛死死盯着他 眼中的温柔越来越低 怕什么 说着他伸手俯伤他的脸 渐渐逼近 解决麻烦不容易 那解决一个人还不简单 你都见识过我折磨人的手段了吧 博望语气透露着一股变态的唏嘘 陆志玲被吓得不敢多说 紧接着博望警告他不要动不动就说要离开 他不喜欢 博望到底怎么了 难道对他暂时感兴趣 不想让他离开 还有什么想说的 陆志玲鼓起勇气最后一次问道 你真的没有碰过陈雪人 博望满意笑了笑 老婆吃醋真可爱 下一秒他牵起陆志玲的手 他动作温柔 但又像是一只捕到猎物的脑 正在漫条寺里检查着对方的敏味 随时准备咬下一口 没碰过 我现在只想睡你 陆志玲安静坐着 垂眸 眼前几乎看不到光 他知道 博望没必要撒谎 说没有碰过大概就是没碰过 奶奶给我发信息 让我们明天回神山 好 博望欣然答应 正好他回去找找戒指 博望对陆志玲的爱事越来越霸道 甚至在家人面前也毫不避讳 傍晚神山搏家 丁玉君笑得和布隆嘴迎上陆志玲 他感激他为博望诉出的一切 陆志玲谦虚表示都是大家的功劳 博真荣正面无表情 坐在那看着金融报纸 投板赫赫几个大字 SG公司一跃成为了三大娱乐巨头老大 虽然SG娱乐是财团的边缘产业 但这一炮足够让博真荣长脸 好不容易脸上挂了点笑容 好好做SG 我不希望年底还能看到成余这家公司 可博望愣是没搭理他 丁玉君把陆志玲拉到餐桌前夸奖了一反 还不忘暗讽那些背后下黑手的东西 嘴巴逼脑子快三步的夏美琴 立马就接住了话场 把矛头直指玉云飞 玉云飞虽说已经被气得牙痒痒 但还保持着表面的端庄大务 哪里的话 别忘了当初是我主动提出 把公司给博望管理的 夏美琴不依不饶冷笑一声 那是你想看博望丢更大的脸 结果阴沟里翻了船 玉云飞满脸委屈又无奈垂谋 那些人自作主张 不过现在这些人已经被博望开除了 紧接着陆志玲又告诉他 现在SG的最大股东就剩玉亦和博望 文言玉云飞眼珠子都差点掉了下来 还要假装镇定表示 说的是 一帮拖后腿的人留着也没用 见时机正好 丁玉君立马让玉云飞兑现之前的承诺 只要博望做出成绩 他就把股份转让给他 玉云飞尴尬又不是礼貌微笑答应 其实内心几千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丁玉君乘胜追击 继续帮博望争取财团的位置 博真容看了一眼博望答应考虑一下 毕竟接下来把博望安排去哪 事关重要 已晚饭时间还走 一行人前往家中的剧院看歌剧 陆志玲回眸便见博望随意坐在那 一双深邃的黑眸死死盯着他 视线撞上 陆志玲冲他笑了笑 温柔如水 博望看着他唇角微勾 两久他朝他勾勾勾手指 陆志玲只好无奈走到博望身边坐下 低声道 恭喜你 博望看着台上的演员扯着嗓子 没什么兴趣问道 演了什么 经典歌剧 福士德 陆志玲以为他真的敢兴趣 便耐心讲解中 忽然猝不及防地吻落下 陆志玲一跤 但没有退开 博望很满意他的顺从 伸手搂住他的腰 陆志玲连忙推开轻声道 别 大家都在前面 望仔开始抱怨吱吱每次都这样 吱吱赶紧解释我怀着运动 说着他低头看了一眼要大不大的肚子 可博望哪能听进去 下一秒他歪头啃了一口陆志玲的耳朵 随后阴雅而中的嗓音响起 今晚住着 有个风踢又病胶的老公是什么体验 洗完澡陆志玲一身红色睡衣走出来 进去就看到博望已经睡着了 博望乖巧的睡颜让陆志玲不知不觉着迷 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讨厌博望 而是害怕他 从结婚到现在他从他身上得到的已经太多了 丁玉君也说了 很快陆家老宅就是他的 时隔五年再次见到陆家老宅 陆志玲难掩内心的酸涩 陆志玲对博望的关心也许已经超出了他原先的几乎 渐渐的他对他似乎不一样 他细心为他带好了被子 随后他也安静在他旁边睡下 背对着他缓缓闭上眼睛 就在他睡一见浓之时 肩膀忽然凉嗖嗖的 原来博望没有睡着 他语气里带着一股玩味的戏血 陆志玲 你就不怕你的肠子留一床啊 好一个浪漫终结者 望哥会不会说话呀 见博望渐渐逼近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陆志玲劝他要及时刹车 随后触不及防地吻落下 芝芝 低迷阴雅的嗓音落下 陆志玲神情复杂看向博望 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自己 好像还不错 见状博望毫不吝啬在他耳边喊起 芝芝 陆志玲瞬间满脸通红 一月他站在镜子前认真端向着自己 感叹着自己和博望的关系堪比真悉平 身后传来动静 他立马把睡衣穿好 只见博望睡眼惺忪坐在床上 深邃的双眸死死盯着他 过来 陆志玲顺从走了过去 博望一把将人搂入怀 陆志玲轻声问道 晚上豪门庆宫宴你有时间去吗 文言博望薄唇为勾 你要去 肯定要去 毕竟这次拍摄大家都很辛苦 尤其不倒 不去犒劳一下 也太说不过去了 还有你这位大总裁过去给他们发一轮红包 大家肯定高兴死 博望低谋看向他 那你这位秘书要不要红包啊 陆志玲立马表示 自己就不需要了 因为他已经从老太太那得到他想要的 下一秒博望大方道 玉云飞的那一份给你 陆志玲不禁挣住 SG的股份都给我了 博望打从心底开始接纳我了 陆志玲真厉害 把满身力气的博望哄成了小奶狗 转身又和漂亮大姐姐跳起了华尔兹 陆志玲拒绝了博望给的股份 还不忘POA的 我不想工作 我只想好好陪在你身边 平时只要陆志玲这么一说 博望必须给拿捏的死死 今天却傲交了起来 你想陪我 我就得让你陪啊 好吧 你不想让我陪 那我就远远看着你 博望唇角微钩 黏人惊 说着博望轻轻亲了一下陆志玲 晚上我晚点去 好啊 我等你 陆志玲微笑着道 仿佛眼里只有他一人 豪门庆宫宴在江北最贵的酒店进行 陆志玲很认真询问江福生 夏美琴有没有找他麻烦 江福生表示多得陆志玲的安排 夏美琴不敢对他怎么样 小七 福生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两人转头 就见古娜缓缓走来 闭头短发换成了棕色长发 跟以往干练女强人的模样大相径庭 陆志玲和江福生同时正读 随后陆志玲忍不住上前夸赞他今天太美了 谢谢 聊聊 两人来到了露台 古娜轻摇着杯中的酒微笑道 我以前就是这种风格 你大哥甩我的时候说我太柔弱 我当真了 所以把自己彻底改变了 陆志玲若有所思默默听着没有回应 怎么 不想聊 古娜回头看陆志玲 一眼看透他 怕我难过 豪门拍摄以来 两人的交谈都是以工作为主 陆志玲以为他还没走出来 没想到今晚古娜竟然主动提及大哥 而且他表示他已经不恨他了 当年大哥虽然没有正面说过你的事 不过他让我看了数百遍你的毕业作品 他还耗光三伯母花园里的花 他送我了 某一天他房里的床垫不见了 那个也是送我了 那时候我为了拍摄毕业作品累到腰痛 他说睡他的床垫就不会 非给我送过来 回忆起过往种种古娜挺后悔的 两人争吵的时间有点多 而且知道了他是大财团长子后 还一度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后来为了参加陆家舞会苦练了十几个小时的华尔兹 可最终陆景成没有看到 古娜一杯酒饮下 苦涩说道 其实大哥有一段时间也在疯狂练华尔兹 我会跳他的部分 闻言古娜目光一颤 转眸看向他 陆志玲后退了两步并伸出手 古小姐 能否赏脸同我共舞一曲 古娜呆呆看向他 这一瞬间他看到的仿佛不是陆志玲 而是那个记忆里高大英俊 风度翩翩的陆景成 博望到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音 陆志玲举手投足间温柔迷人 笑容灿若星河 隔着一层玻璃 博望顺着他的步子往前走 视线始终落在他的笑容上 他见过他笑 每一次都不像现在 他停在玻璃前 目光幽深盯着他 忽然他意识到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陆志玲 以往在他面前的都是一张面具 女孩三分真心 七分演技 剩下的九十分全靠男人的自我攻略 庆功宴上陆志玲与古纳翩翩起舞 博望从来没见过陆志玲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真实 他错了 还有点小生气 古纳敞开心扉 跟陆志玲谈了好久 关于陆景成的往事 同时陆志玲也希望 他能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 于是陆志玲代替大哥 陪他跳着最后一支舞 回忆如树涌上心头 他想陆景成的情绪一下子上来 他紧紧抱住陆志玲止不住的抽气 泪水也不由自主滚落 陆志玲轻声安慰道 古岛 博望的奶奶帮我买下了陆家老宅 到时候带你去看看我大哥的房间 看完之后 你就放下吧 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他抬手给他拍了拍背 就见博望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一脸阴沉看着他们 怎么了 大佬又不高兴 陆志玲尴尬笑着跟博望打了个招 魂言古纳时去退到一点 半字抹泪 你们聊 陆志玲快步走向博望 主动挽起他的臂弯 眼底近视温柔 聊过去聊到抱在一起 旺哥吃醋不分男女 陆志玲一脸无语 随后他告诉博望 他只想博望走出来 所以替大哥陪他跳最后一支舞 一个女人有什么好替的 说着他牵着陆志玲往里走 陆志玲还有些许担忧回头看向博望 只见他微笑着向他招手 示意自己没事 两人紧接着来到了宴会厅正中央 陆志玲朝博望道 我们敬大家一杯吧 见状已经喝高的众人纷纷起过 大喊着交杯 现场BGM也很给力 婚礼进行曲不请自然 此时此刻博望看着这群酒鬼 没风上扬 有意思 今晚总算有何老子心意的 陆志玲今天心情也特别好 为了配合大家 陆志玲亲自将酒杯递给博望 自己端着果汁 在众人的注视中绕过男人的手臂 随着两人缓缓喝下了杯中的饮料 现场傅茂声顿时更醒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是两人的婚礼 古纳站在角落里看着两人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许久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 转身离开喧闹 回去的路上 陆志玲坐在副驾上哼着小曲 想着古纳口中的大哥 想着大哥做的那些幼稚的事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连博望这个钢铁大直男 都能看出来问他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了 陆志玲回眸看他 开心的张嘴 今天又是和你在一起的一天 不值得高兴吗 博望害羞的方向盘都没问我 车子晃了一下差点就车祸了 博望连忙踩死刹车 扭头像是痴人的眼神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 以后不准在我双手没空的时候勾引 哈哈哈哈 这位霸子 单手开车了解一下 通梯大佬被娇气一聊就脸红 甚至连车都不会好好开了 陆志玲今天太开心了 连TOA博望都是那么得心应手 博望被聊得差点失控 随后死死踩住了刹车 过来 他没有手但也不想放过他 陆志玲解开安全带凑了过去 温柔吻上他的唇 博望瞬间身体一降 瞳孔微缩 下一秒陆志玲见好就收退了回去 走吧 我们回去 博望喉结不由滚动了下 看陆志玲的眼神瞬间不纯洁 下一秒他狂踩油门 车速明显比刚才快了好多 陆志玲轻按着太阳许 真是的 嘴快干什么呢 这车速回去恐怕要被吃干抹尽了 这么想着 他努力想把他那股冲上去的荷尔蒙往下压 你说 父亲接下来会让你去哪 博望压根没理会 继续开车 陆志玲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头 不管去哪 玉云飞和夏美晴都不会消停 这次我们运气好过关了 下次不好说 说到一半陆志玲忽然僵住了 博望这才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陆志玲忽然发现这次赢得太顺利 有点诡异 按道理 玉云飞不止陈雪然这一颗妻子才对 还挺聪明 博望伸手握住他的手开口告诉他 两帮人都找过补纳 原来博望明面不关心这次豪门拍摄 暗地里却派人紧盯着 生怕出内部 陆志玲不得不承认 博望想得比自己周全 听到这 博望眼底掠过一抹刺骨的冷 是你低估了人能恶心的程度 陆志玲回想这两个月发生的事 他猜想古纳没有答应任何一方 可博望却告诉他 古纳两边都答应了 陆志玲顿时呆住 这不可能 古纳不可能背叛陆锦诚的妹妹 因为这个事情 博望应该早早就找过古纳 只是他告诉博望 他想为陆志玲救出害他的人 所以他故意在两人中周旋找出证据 陆志玲看向博望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为什么要阻止 我只要确认他没有背叛我们就行 陆志玲醋眉 他这么做太危险了 博望却面无表情表示与我无关 就这样两人安静了好一会 陆志玲的心忽然悬了起来 他开始担心古纳的安危 于是他立马拨通古纳电话 可电话里传来的是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华应交期即将失去在这世上唯一的情缘 封批老公却在一旁冷眼旁观 陆志玲拨打着古纳电话 一遍又一遍 依然无人接听 他顿感大事不妙 于是让博望掉头去找古纳 博望冷冷看了他一眼 神经 陆志玲瞬间被心慌吞没 顾不上那么多 他伸手大力拍打着车窗 那你让我下车 我自己去 这是陆志玲第一次对博望发脾气 只见博望眼神里掠过一抹凌冽的光 一脚踩死油门 陆志玲 我没义务替你拆解 有本事自己跳下去 陆志玲没有办法 只好卑微把手搭在博望手臂上请求他 带他去看看古纳 车速渐渐慢下来 博望扭头看向他 明明刚刚还笑得很开心 现在却一脸苍白 不经醋眉 不就是你大哥以前的情人吗 你大哥都死了 旺仔你真的扎心高手哦 活该你追气火葬场 从小没被爱过 也没爱过的博望 确实不懂古纳对陆志玲意味着什么 陆志玲不敢触怒他 只是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一遍遍哀求着他 果然大佬吃软不吃硬 他妥协地并扭转方向盘掉头 车子在公路上高速奔驰 很快来到了古纳的住所 陆志玲自己下车来到了古纳家门前 更凭他狂按门铃 愣是没有人回应 他更慌了 于是他推开密码门锁的概念 但又不知道密码 他冷静想了好一会 古纳最在意的人 大哥 他毫不犹豫按下大哥的声音 大门成功被截 此时屋内的两名保镖似乎已经睡死过去 糟了 陆志玲下意识看向二楼古纳房间的位置 另一边伯旺在车里肆意抽着烟 一双眼死死盯着走进去的陆志玲 心里的粗意渐渐一出 大哥的旧情人也要管 还把我当司机 就在此时一声尖叫把伯旺的眼珠子都吓掉 他担心陆志玲出事 连忙抓起手枪从车上下来 吐掉烟直直往里走去 陆志玲进到古纳卧室那一刻他崩溃了 坐大的床上 古纳穿着晚宴上的那件白色高定礼服躺在那 一身过去 按在他脖子上 还在跳动 他还活着 陆志玲连忙握住他还在流血的手腕 鼓倒 醒醒 醒醒 陆志玲试图将人从床上扶下来 但是他力气不够 远远不够 他大声喊起了伯旺 伯旺慢悠悠从门外走了进来 见到一身血的古纳他没觉得意外 神情冷漠至极 我抱不住 你抱他去医院 他还活着 不用去了 他活不成了 陆志玲坐在那 用尽全身力气搂紧古纳 一双眼瞬间湿透 救救他 我求你 他声音颤抖地哀求着眼前的男人 伯旺低谋看着他 眉头微眠 第一次见他焦急到无所适从 他心里莫名不好受 仅剩一个的家人在女孩怀里死去 女孩是那么无助 封批老公不安慰反而吃醋 寂静的夜里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 伯旺单手开着车 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只见陆志玲一只手握住了古纳流血的手腕 另一只手正在拨通丁玉军的电话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请求丁玉军帮忙安排医院 丁玉军听出他的焦急立马应响 挂了电话陆志玲低头就见古纳一脸难受 古道 大嫂 大嫂醒醒 我是小七 陆锦诚的妹妹 陆志玲连忙呼唤他 闻言古纳艰难睁开了眼 震惊而迷茫看着他 声音苍白无力 你刚才叫我 什么 你是我大哥认定的人 是我大嫂 陆志玲挤出点笑容 继续鼓励着古纳 医院快到了 你那么坚强会没事的 古纳眼里蒙了一层水 吃力道 我一直在等 为什么你现在才看 陆志玲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他觉得大哥不在了 没必要用这种称呼绑架他 陆志玲万分懊恼 他后悔让他回国 把他置身于危险 古纳也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安慰他 小七 你别自责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虽然知道你哥心里有我 但我就是不想活下去 陆志玲拼令摇头 不 大嫂 我就剩你一个家人吗 你就当替大哥陪陪我好不好 闻言伯望眼眸里略过一丝冷冽的光 什么玩意 什么叫 就只剩下一个家人 这种情况下还吃醋 旺哥你真的没事吧 古纳用尽全身力气触碰着陆志玲的你 让他好好活下去 对不起 我失言了 没办法陪你回江南 小七 要想尽万千丑 最后一个字没说出古纳便不上了双眼 车子停在医院大门 车门被拉开 大家都愣住 陆志玲呆呆抱住古纳 脸上 身上都是血 看着触目惊心 他怀里的人已经没有了动静 伯望回头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古纳 把人交给医生 看看是自杀还是他杀 就当医护人员伸手之计 陆志玲一个死亡眼神杀 吓得人把手收了回去 他死了 你抱着只会让他身体烂在你怀里 臭在你身上 伯望冷冷看了一眼医生 那医生吸了一口凉气 鼓起勇气从陆志玲怀里抢的 陆志玲坐在那没有动 就那样眼睁睁看着鼓纳被送上担架推走 车门自动合上 看着陆志玲失魂落魄 伯望忍不住头 怎么 你还想留下来给他守个灵 陆志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便由着伯望把车子开得越来越远 陆志玲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 他忍不住开口 伯望 我想下车走走 可以吗 只见伯望冷笑了一声 还真把我当司机 没有 我只想下去透透气 你先回去吧 我晚点打车回去 伯望很不熟 就一个大哥的旧情人 怎么跟死了自己的情人似的 陆志玲目光空洞 眼睛里没有了光 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他不一样 他原本可以是我的家人 女孩从未感觉到如此绝望 浑身是血的他走到了跨江大桥上 陆志玲眼里不再有光 他低声道 他原本可以是我的家人 闻言伯望冷笑了一声 从小没感受过家庭温暖的 他自然不懂家人的深远含义 那只是曾看不见的关系 到死都是个放个的补灰 虚伪 陆志玲忽然全身寒战 这该是多冷血无情的人才说出这话 陆志玲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他拼命拍打车门 伯望 停车 让我下车 他语气强硬反复喊道 伯望耳朵被吵得不行 下一秒重重踩下刹车 由于惯性 陆志玲直接就撞上了前面的椅背 便见伯望回过头瞪着陆志玲 眼底里竟是凶狠 滚 老子不伺候了 随后陆志玲毫不犹豫推门下车 伯望坐在驾驶座上狠狠瞪着车外他的身影 一股无名火冲进胸腔 紧接着一脚踩下油门扬长而去 江北的夜色格外浓郁 路上车水马龙 路边行人匆匆 浑身是血的陆志玲犹如一抹幽魂飘荡在夜里 忽然他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下 他拿出手机一看 是古纳的信息 陆志玲指尖颤抖地划开信息 小七 已经不知道这是我第几次设置定时发送了 如果你收到了 就表示对方终于下手了 我已经不在了 古纳本来早就打算结束生命 但是为了帮助陆志玲他强撑了下来 从古纳的绝笔信里可以看出 他应该早就猜到国家两方势力会对自己出手 他甘愿用自己做而引出幕后黑手 并留好了证据 这么做都是为了让陆志玲在国家能立足 字里行间都是古纳对陆志玲的爱 这一刻他再也指不住泪泪 拿着手机的手也指不住颤抖 恨陆景城的时候他可以活着 一旦不恨了 他再也找不到支撑他活下去的人 古纳不希望陆志玲在承受一礼头 所以不允许陆志玲参加他的葬 他委托了曼师将他的骨灰制成对截 等将来陆志玲回江南时 便带回去放在陆景城的墓碑下 就当他陪着他 信默 他希望陆志玲一家三口好好活着 看完所有文字 巨大的绝望像黑洞般朝他吞没下 他抱着膝盖蹲在路边 想大声叫喊 却连一个音都喊不出来 看着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这一刻陆志玲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渐渐旁边传来了路人的关切 陆志玲根本没理会 他缓缓抬头看去 是一座闪着无数斜线的跨江大桥 跨过去就是江南 等将来你去江南的时候 帮我把戒指放在陆景城的墓碑下 小姐 我知道你最想做的就是回江南 莫名的念头冲进脑海里 陆志玲整个人一片空白 前方似乎出现一道光指引着他 走过去 走过去就到家 就能见到家人了 他站了起来 在周围人错愕中 头也不回走进车流中 一辆大货车从他身后急驰而过 吓得路人连连尖叫 远处的路边一辆车静静停在那 车内的男人脸色阴沉望着他 真不要命了 很快陆志玲来到跨江大桥上 尽管身后无数路人好心提醒他威胁 但他依旧不管不顾往前走 忽然手腕被一股狠狠的力量拽扰 朦胧的白光消失 只剩下夜晚依旧炙热的风 以及身后脸色铁青的男人 这是我见过最丧心病狂的男人 他居然想把怀孕娇气从桥上推下去 博望残忍低笑了一声 下一秒像抱个孩子似的将陆志玲抱起 放在桥的栏杆上 陆志玲被吓得正中 呆呆看着博望 只见博望眼底露出一股玩味的戏许 想通了 准备陪我一起死了 陆志玲一只手紧紧握紧手机 他看着面前的男人彻底清醒 他摇头 他不想死 他只是想回家 博望往陆志玲身后的江面看了一眼 还是喜欢沉江 行 我现在松手 你马上就可以下去 说着博望便松开了手 吓得陆志玲一个机灵 连忙死死拽住博望 通红的双眼不安看着他 不要 博望真的是魔鬼啊 还想陪陆志玲一起去见阎王 博望的笑坏到骨子里 像是巴布的他厌世一样 陆志玲泪眼模糊 使劲摇头 双手还住博望的脖子 他在祈求他抱抱他 博望双手撑住了栏杆没有动 但眼中的邪命渐渐退去 陆志玲慢慢靠近他 最后紧紧抱住他 博望我想回家 我只是想回家 哪怕什么都不做 就待在老宅里就好 两久博望把陆志玲 从栏杆上抱了下来 我带你回去 他抱着他转身 往自己的车子走去 陆志玲缩在他怀里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他 随后博望将他放在副驾上 转身上车 启动车子 居然不顾周围交通强行掉头 好一个法外狂徒 陆志玲猛地扭头看向窗外 瞬间明白 原来他说的回家不是指江南 不过陆志玲在期待什么呢 他一个连家人意义都不懂 能懂家是什么了 忽然 一股剧烈疼痛席卷陆志玲整个身躯 他痛得忍不住捂着肚子缓缓靠到一边 博望斜眸腻去 你怎么了 肚子疼 好疼 下一秒博望立马踩死刹车 见陆志玲脸色惨白 博望下意识拉了拉他的裙带 只见鲜红一片 博望恐恐猛地紧缩 别怕 我现在马上带你回神山 那里有最新的医疗设备 最优秀的医疗团队 陆志玲已经痛到脸部表情扭曲 双眼虚睁 憔悴痛苦 博望单手握住方向盘 另一只手捉住他的手柄 陆志玲 你撑着点 博望一刻也不敢耽搁 飞车回到神山 四个月见红 有流产迹象 发烧有炎症 需要马上进行详细检查 先推进房间 快 一群人围在陆志玲床前 抽血的抽血 凉血压的凉血压 丁玉军关心陆志玲的安危 提醒医生道 他有中度贫血 流产会要他的命 贫血 会死 这话对博望犹如当头棒 尽管陆志玲告诉过很多次 他身体不好 博望也没有太贼 这次这位大佬终于清醒了 博望一把抓住医生的手 嗓音冷得可怕 他会死吗 大少爷 少奶奶出血见红 胎心也有些弱 我们经历保胎的 很明显医生的回答 没能让博望满 他双眸近视寒意 与其冰冷到极点 怀孕娇气生命垂危 博望死死攥着医生手臂 恶狠狠瞪着他 他会不会死 医生被瞪得被挤凉嗖嗖 强作镇定解释 大少爷 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一切都不好说 最坏的是什么情况 博望咬牙切齿的 医生如是回答 流产 孕妇大出血 闻言 博望彻底慌了 胸口莫名一阵弯心的头 就在此时丁玉军将医生拉走 叮嘱他不管孩子怎么样 千万要保住陆志玲 低声点头应下 陆志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现场安静的只剩下一气 在滴滴滴紧 博望抬手想摸他的脸 却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鲜血 他看着第一次觉得 这鲜红的颜色让他心慌 下一秒他抬脚就走进浴室 使劲搓起着手上的血紫 恨不得将皮搓掉一层 他忽然发现 他不想他死 不止不想 自从陆志玲搬进地将停 自己也没想过死了 想到这他不禁觉得自己可笑 一个活着跟死了没区别的人 居然想好好活着 希望旺哥想清楚 小七其实是你的救赎 另一边丁玉君一直站在门外 生怕打扰医生救人 文达也匆匆赶来 今晚割腕的人查出来了 是豪门导演骨骂 大少爷已经吩咐人做尸检了 文言丁玉君脸色骤变 尸检 那就是怀疑他杀的 丁玉君智商还算在线 大概猜到是跟哪些人有关 气得他立马开始整顿后宫 快 去把他们给我叫起来 还有蒸容 志玲没有醒来之前 谁也别想睡觉 一直昏睡的陆志玲终于有了动静 随着体温降下来 仪器上的各项指标也慢慢趋于稳定 健壮医生常常舒了一口气并交代 接下来必须卧床保胎 不能受刺激 更不能有任何剧烈运动 此时站在浴室里的伯望忽然跌坐在地 双腿几乎麻木 看来是给旺仔吓傻了 差点就没老婆了 丁玉君坐在床边看着满头是汗 浑身是血的陆志玲 心疼丁主浮生道 赶紧给他擦擦身体 换一身干爽的睡衣 好 此时博望脸色阴暗不明走得出来 嗓音阴雅低沉 我来 你们出去 闻言 丁玉君错愕看着他 你来什么 来刀子还是手雷 博望看过去 眼神幽冷 丁玉君瞬间明白 在江湖声的搀扶下立马退出 房门被带上 博望用毛巾擦上他的脖子 一点点往下擦着 从未有过的温柔体贴 陆志玲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他闭着眼低声呢喃着 博望躬身凑近 听到了他细微的声音 想吃海棠酥 海棠酥 说着他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博望先是愣了一下 好家伙 刚保住胎就惦记上吃的 随后他帮陆志玲换好了衣服 不一会 一盘新鲜出炉的海棠酥 被江湖声送了进来 丁玉君实在没忍住又跟了进来 他坐在床边 用勺子将海棠酥一点点味道陆志玲嘴里 可海棠酥刚进嘴里 陆志玲就全部吐了出来 见状丁玉君甘心疾问 怎么不吃啊 不是说要吃海棠酥吗 是不是没有尝出什么味 要不我再来喂一点 阴落只见博望在床头坐下 扶起了陆志玲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拿起一块海棠酥咬了一口 随后低下头就贴着他的唇味进去 丁玉君和江湖声立马被吓出同款表情包 这绝对是全剧最爽的一幕 女孩终于给了疯批老公一个狠狠的大逼动 仅仅因为他要为他吃东西 见过嘴对嘴毒药的 博望你简直疯了 竟然要这样喂海棠酥 感受到莫名压迫感的陆志玲狠狠挣扎反抗 哈 昏睡中的他抬手就甩博望一巴掌 丁玉君和江湖声再次被吓出同款表情包 求生欲极强的湖声连忙撇不透 我什么都没看见 博望错愕无脸看着陆志玲 他是万万没想到平时娇滴滴的人 生病了还会打人 见状丁玉君立马上前替陆志玲解释 他病糊涂了 你别往心里去 文言旺仔将嘴里的桃花酥狠狠嚼碎 我自己吃不香吗 对于陆志玲要吃海棠酥却又不吃的一系列表现 在场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丁玉君建议再做点别的江南点心 却又无从下手 就在此时江湖声响到了风筝 半小时候 风筝被接到博家 刚进门看到病得迷迷糊糊的陆志玲 他眼睛不经通火 他猜想他应该是想念太太做的海棠酥 那时太太做了一盘味道奇怪的海棠酥 小姐怕太太难过 一边吃着海棠酥 一边不停夸赞太太的手 后来太太就一直按照那样做给小姐吃 听到这丁玉君懂吗 这哪里想吃海棠酥 他分明就是想妈妈了 说着他眼眶瞬间湿润 这孩子心里得苦成什么样 才会连生病都不敢喊医生妈妈 博望低眸看了一眼床上的人 抬脚就往外走去 跟我过来 他冷冷的 风筝先是愣了下 才意识到博望适合自己说话 连忙跟了上去 随后两人来到了厨房 风筝一脸茫然 大少爷 你叫我过来 是 只见博望拿出一大袋面粉扔到桌面 紧接着他撸起袖子 看那架势是要准备亲自下出红老婆 风筝瞄抖 立马将海棠酥的步骤整理给他 整整六个小时过去 真的难为风筑一大把年纪 熬了个大夜给博望当小白鼠 浮身看着都心疼 连忙劝风筑去医院看看 风筑却表示 要等陆志玲醒了再去 天亮了 苍莲被拉开 光线朦朦胧胧照进卧室 陆志玲仍昏睡中 博望掰下一小块 亲自做的海棠酥味道陆志玲唇边 吃吧 海棠酥 听到声音陆志玲微张嘴 将海棠酥含进嘴里 下一秒 一滴泪水无声从他眼角落下 梦里 陆志玲仿佛见到了妈妈 但是任凭他大声呼喊 妈妈最后还是消失了 妈妈 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陆志玲在床上激动地挣扎着 见状博望一把将人紧紧抱进怀里 试图安抚他受伤的身心 不知道折腾了多久 陆志玲终于在博望温暖的怀里安稳睡着 博望也困到合上了眼睛 却忽然又听到一丝微弱的声响 粥 要吃粥 博望虽然心里觉得麻烦 但是还是没忍住关心到 什么粥 山药一米粥 半天过去陆志玲终于醒来 睁眼的瞬间被屋内的阵仗吓到 连忙询问江福生发生什么事 你差点流产 医生叮嘱你要卧床保胎 不能劳累 陆志玲脑子一片空门 好一会才回过神 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鲁娜死了 是被杀的 也是自杀的 无限的自责瞬间侵蚀她的大脑 原本好不容易有点光的世界就在这一刻再次谈她 没流产又怎样 最后我还不是谁也留不住 生病的女孩只夸了一句老公厨一号 结果被强行塞了一晚粥 陆志玲回过神让江福生把手机拿给她 她伸手接过手机 果然各大新闻头条 全是古那身亡的消息 并且网友都在猜测她的真正死因 更有一部分网友说 她拍摄的豪门得罪了资本 才会被杀身亡 看着一脸单纯的江福生讲起这些 陆志玲心里不禁发毛 在SG娱乐这场斗争中 夏美琴和于云飞都曾暗中出手 把福生留在身边恐怕下一个出世的人就是她 陆志玲想都不敢想 于是她语气冷淡告诉江福生 以后就好好待在老太太身边 她已经不需要她了 闻言江福生立马蹲下 祈求陆志玲不要赶她走 陆志玲态度决绝 说什么也不同意她留下 就在此时伯望端着一碗粥进来 出去 她语气冰冷 江福生伤心抹泪起身离开 陆志玲只能默默看着 眼里的光渐渐消失 伯望低眸看了看陆志玲脸色一沉 仿佛又看到那个人不忍鬼不鬼的陆志玲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身体还有些虚弱 陆志玲说着抬眸看向伯望 细看着男人的黑眼圈也有点重 昨晚你没睡好吧 确实没睡 还为你搓了六个小时面团 可是傲娇的男人却一声不吭 下一秒伯望把粥递到陆志玲面前 吃吧 陆志玲顿时愣住了 居然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山药一米粥 只见伯望少起一小口在嘴边吹凉 没想到疯批大佬也有细心的隐秘 随后喂到陆志玲嘴里 陆志玲一下子就尝出了那是记忆的味道 他忍不住问伯望 粥很好喝 是请了江南菜系的厨师吗 文言伯望脸都绿了 这是老子做的 醋了醋了 厨师做的能有我做的好吃吗 陆志玲错愕看向伯望 良久 他开口夸他 你的厨艺真好 听了老婆的称赞原本黑脸的伯望瞬间羞红了你 好了 别说了 好吃快吃 在伯望的拼命投胃下 陆志玲干掉一大碗粥 结果脸色难看捂住肚子 健壮伯望关心道 你又怎么了 胃里难受可能吃太多了 谁让你吃那么多 很明显是你自己喂的呀 陆志玲尽管难受也不忘POA旺仔 你亲手煮的粥 温热的大掌猝不及防护上陆志玲的腹部 并顺时针轻柔了起来 陆志玲下意识身体一颤 伯望将人搂着更紧 别动 越动越不舒服 陆志玲不再乱动 任由他揉着自己的胃 伯望 谢谢你 片刻后 陆志玲转身搂住伯望的脖梗 在他脸上蹭了蹭 干什么 你帮我查一下 最好将我大嫂的别墅控制起来 我怕他安排的监控被人拿走了 伯望冷笑了一声 眼底掠过一丝玩味的戏许 陆志玲 抱一下就想让我伯望给你做事啊 从低伯少医生反骨连奶奶的话都不听 又强行亲吻了怀孕娇妻 陆志玲抬眸看向伯望 伸手俯上他的脸 你帮帮我 好不好 下一秒伯望俯下身稳住他的唇 陆志玲顺从迎向他的吻 志玲 你可忠于醒 丁玉军激动万分推开房门 话都没说完就看到床上吻得难舍难分的两次 顿时下出了大号表情包并连忙阻止两人 秦医生叮嘱过 志玲现在要静养保胎 不能剧烈运动 伯望你快放开他 闻言陆志玲害羞到将被子照过头 伯望被搅了好事 面色愈发难看 一字一字道 只是亲两下 亲两下也不行 这容易让他激动 昨晚不就受了刺激才会差点流产吧 紧接着丁玉军提出 让陆志玲住到梧桐院 他亲自照顾他 帮他保胎 听到这伯望眼底 绿过一缕凌冽的杀气 你做梦 眼看大孙子态度决绝 丁玉军继续苦口 伯心劝说 半晌过去愣是没能说服伯望 我的老婆 谁都休想抢走 伯望这边行不通 丁玉军转头征求陆志玲的意见 陆志玲从被子里看出半个脑袋瓜 他十分纠结 他想住吴桐院 又怕跟伯望关系搞僵 忽然头顶上方的被子被掀开 他抬眼便撞上伯望漆黑的双眸 他死死盯着他 嗓音低沉此信 说 你想跟谁 明显这是一道送命题 陆志玲看了一眼他 又看了看对他充满疼爱的丁玉军 此时伯望不明 所以的笑音忽然响起 没事 你想跟谁都可以 我不勉强 我外边又不是找不到你 陆志玲明示他的眼沉默了几秒 坐到了伯望身边 怪顺抱住伯望的臂股 有些歉意看向丁玉军 奶奶 我还是想和伯望在一起 伯望一脸得意看向丁玉军 多少有点小人得志的模样 丁玉军气炸了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小两口愿意待在一块 他也不好拆散 只是他必须叮嘱两人注意 不准激烈运动 不准亲吻 最好连肢体接触都不要 伯望一脸不悦 却听到陆志玲欣然应响 丁玉军关门离开 伯望迫不及待捏住陆志玲的脸颊 重重的稳落下 这么怕我在外面找其他女人 他近距离盯着他语气中 带着些许威胁 陆志玲内心根本不在意这些 但不得不应付他 不怕 你说过要把我得到守候在想变的 只见伯望直接凑到陆志玲耳边 那我要是改变了主意呢 风批大佬居然还是个恋爱脑 一心想让怀孕娇气吃醋 结果被娇气精准拿捏 陆志玲长节微颤表示 那我也没有办法 闻言伯望脸色阴沉逆想他不发音 紧接着陆志玲缓解释 我对你最大的期望从来不是占眼 而是希望你能开心自在地活着 将来能护好我们的孩子 年人 伯望闭眼思考了一会 等着 我去给你查 闻言 陆志玲目光动了动 深深看向他道谢 伯望心里分明担心陆志玲 却嘴硬警告他 下次别露出不人不鬼的模样 看着烦 闻言陆志玲直接误会 以为伯望只喜欢他围着他转 好 他安静应想 行了 睡吧 伯望一手扶着陆志玲的脑袋 慢慢放到枕头上 一手贴心为他盖上被子 毕竟他要保胎 不能玩得太过火 陆志玲卧床一周 状态恢复算不错 这天际曼师和寂静来探望他 并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陆志玲缓缓下楼 便见寂静抱着个断面盒子 讨好般笑着问好 下一秒单膝下跪 闭口一个嫂子 闭脸产妹只为保命 这是价值连城的发廊双耳屏 请嫂子笑呢 陆志玲看着他大写着无语 谢谢 你先起来吧 对了嫂子 旺哥呢 他去处理SG股份的事 听说你病了 奶奶要我和寂静 一定要过来看看 随后陆志玲招呼寂曼师坐下 寂曼师和陆志玲不数 也就没有任何寒暄 直入主题 从包里拿出一个酒红色融合 这个 给你 陆志玲接过来打开 是一对光彩夺目的婚戒 这是古娜的古灰之城的一对婚戒 陆志玲看着戒指沉默 见状寂曼师劝他无需自责 娜娜的死与你无关 他太爱你大哥了 他从没真正放下过 他心甘情愿殉情 好过什么都不知道死去好 闻言 陆志玲一下子握紧盒子 握得很用力 良久 他握着盒子站了起来 朝纪曼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 纪小姐 谢谢你这些年陪在我大嫂身边 大嫂 纪曼师先是这么做 然后渐渐地释怀了 真好 娜娜知道陆家认可他 一定很开心 姐弟俩坐了一会便离开 陆志玲静静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 在回江南之前 他必须先解决国家内部的那些事 于是他想先找博真荣谈谈 闻管家却告知 先生回来的时间不固定 陆志玲表示不急 他可以等 女孩诚斥受尽万千宠爱的豪门千金 却因一场大火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然而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亲人又被杀害 今天他决定与博家背后的两股恶势力正面刚 陆志玲安静坐在沙发上 这一坐就到了晚上 博真荣终于到家 身后还跟着玉云飞和夏美清 陆志玲立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礼貌朝三人问好 并表示有重要事情找博真荣谈 文言博真荣冷冷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陆志玲拿出平板 并点开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西装男正在恐吓乔杨 夏夫人让你去试镜 小事也办杂 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否则 乔杨是受了夏宜的指使 故意挑拨我和博望关系的 被当众揭穿 夏美清立马恼羞成怒 瞪向陆志玲 正要发难之际 陆志玲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 这是夏宜跟福生打探我和博望关系 并让他偷剧本的录音 夏美清脸色煞白 瞬间有了要对付江福生的想法 聪明的陆志玲立马看穿 冲着夏美清笑了笑 福生单纯 不懂这些勾心斗角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可想而知是谁干的 文言夏美清差点从沙发上跳起 陆志玲 你什么意思 志玲是怕你杀福生灭口 玉云飞看热闹不嫌是大 紧接着火上浇油 我望去管理公司 我连公司都让出去了 你却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算什么长辈啊 博真荣冷漠看了过去 夏美清吓得连忙解释 我这么做仅仅是关心两人 并没有恶意 可博真荣没理会他 随后转谋恶狠狠盯着陆志玲 你还有什么话 一次性说完 既然这样 那就连玉衣那份也一起算算 文言玉云飞故作镇定 看向陆志玲并表示自己谈谈当的 陆志玲不慌不忙拿出SG娱乐 几位老总的认错书递给博真荣 并一字一句道出 陈雪然怎么勾引博望不成 改栽赃陷陷害的过程 玉云飞却依旧从容不迫 他质疑陆志玲的证据 毕竟没直接证据证明是他指使的 但至少可以说明 玉衣你之前在SG管理队言 用人不善 不见棺材不掉泪 陆志玲接着放大招 陆志玲将古娜的死亡监控视频放出 视频里古娜跟黑智男谈判 可对方杀气十足 明显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古娜恳求死前知道要他命的人是谁 博士一个大高层 临场舞 看到这博真容和玉云飞脸色顿时一尘 这时视频里的黑智男已经站了起来 他递给古娜一瓶安眠药并冷冷的 你来 还是我来 古娜身无可恋接过罐子 我自己来 再看一次视频 寒意还是充斥陆志玲全身 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坏人得到惩罚 忽然夏美琴转眸震惊向玉云飞 你疯了 你沾人命 淡定的玉云飞再也不淡定 他大声反驳 与我何单 夏美琴肯定不放过好机会 继续连环炮 我看陆志玲沉江也是你干的 玉云飞立马装可怜找博真容哭诉 表示自己被栽赃陷害 说完他又转头看向陆志玲 表示他愿意去警局和他们对峙 对峙不了 临场舞忽然中风成了废人 话都说不清楚了 而那个杀手也死在了出租屋里 话音刚落 只见博真容脸色凝重 玉云飞和夏美琴都是一脸错误 仿佛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不非财阀掌权人 趁儿子不在家想对付而喜 结果下一秒儿子霸气登场夫妻 眼看所有线索都断了 陆志玲看向博真容 镇定而冷静 他请求他务必要为他主持公道 文言 玉云飞含泪上前解释 真容 相信我 我真的不会害博望 博真容把手中文件放下 脸色阴沉 嗓音冰冷 显然他要护短 毕竟警察都查不到 陆志玲并不想轻易放弃 明知道博真容不爽 他还是要开口 父亲您是博士财团最高决策人 谁做了什么事 相信瞒不过您的眼睛 好大一顶高帽落在博真容头上 他似乎不领情 反而还怪起博望办事不力 没资格做博家继承人 面对博真容的冷血无情 陆志玲毫不畏惧 我爷爷说过 即使用狼性思维来管理一个家族 也不能忘记狼群团结才是最重要 牵扯人命就不再是良性竞争 而是人性丧失 这样的大毒瘤留下来 迟早会传染吞没所有人 忽然被小辈教育起来 博真容脸色瞬间铁青 你爷爷要是真有本事 你陆家也不会只剩下你一个人 博真容这话深深刺痛了陆志玲 他紧紧攥紧拳头 随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反驳 我年纪轻 确实不懂管理家族 但是我认一个脸 做坏事就应该付出代价 既然父亲不愿意给我一个公道 那我就让K国民众来评论 他打算将查到的所有资料都捅到网上去 听内顿时一片死寂 夏美琴和玉云飞自知理亏 也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但是陆志玲给国家抹黑这种行为 博真容最深恶痛绝的 他们也在等着陆志玲自讨没趣 果然博真容脸色已经不是铁青 而是争鸣 嗓音冷至冰点 是博旺让你来要挟我的吗 是我自己要来讨个公道的 这时陆志玲确实没跟博旺商量 你还真当自己是这个家的少奶奶呀 博真容身上的怒气越来越重 来自一个上位者的死亡凝视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博真容瞪着面前的人一字一句道 你真的敢吗 我敢 陆志玲回答得毫不犹豫 毕竟他不能让古纳死得不明不白 他有什么不敢 有嚣张的声音同步传来 众人错愕转头 便见博旺靠在门口 邪里邪气看着屋内 陆志玲有些意外看了过去 他怎么来了 博旺往里走过去 一只修长的手搭在他的肩膀 他身后是我 有个不怕死的疯子给他撑腰 他有什么不敢的 旺哥这次上大分 为你疯为你狂为你 框框撞大墙 冷屁日情的风批大哨 为了一个落魄千金 不惜要毁掉家族 甚至愿意搭上自己的命 即便如此 他始终没有承认他心疼他 爱他 听到博旺说出这种大逆不道德 博真容怒气冲冲质问他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博旺昂首跟博真容对视 知道 我保证热度一直维持最高 他还扬言要将自己的黑料填进去 保证博家天天挂在热搜榜衣 文言在场所有人背脊发毛 不敢发意语 博真容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儿子为了个女人居然真的疯 陆志玲顿时正主 他不想博旺把自己搭进去 博真容看着博旺那张疯狂的脸 许久他冷笑了一声 好 好的很 一个两个都很好 说着他站了起来 桌起面前的平板狠狠砸到桌面 随后转身头也不回往书房走去 文管家跟了上去 玉云飞和夏美琴都吓得面色惨白 现在博旺和博之玲揪着不放 恐怕博真容对他们自然也被生厌烦 就在此时文管家出现来传博真容的话 即日起 夏夫人暂停手上所有职务 慈善坐满半年再恢复 夏美琴下傻了 至于玉夫人 从明月起 罢免她在财团的一切职务 并且明天立马搬出神山 自己另找住处 文言玉云飞呆住了 贪坐在沙发上 陆志玲看向两个女人 彷徨的脸冷笑了一声 恨我吗 恨我就直接点 直接来对付我 只要我活着 你们动一下 你们就别想你 玉云飞和夏美琴 被陆志玲的气势震慑到 愣在原地无法反驳 随后博旺带着陆志玲 来到了室内花房 他低谋死死盯着她 陆志玲本想解释今晚的事 却被博旺一个眼神堵了回去 只好低着头好好听着她训话 陆志玲 你居然背着我一个人对峙他们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还敢要挟博伯真容 文言陆志玲目光暗了暗 我只是不甘心 这么便宜他们 那就悄悄弄死他们 跟博真容直接杠上 你有多少条命啊 陆志玲不傻 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虽然他知道古纳的死 不一定跟玉云飞有关 更不可能跟夏美琴有关 既然这样博旺表示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大 陆志玲却表示 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博旺脸色忽然阴沉 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 只有身在漩涡中心 才能真正看清楚漩涡到底长什么样 这么一想 博旺怒意更甚 伸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躬身靠近 眸光绿过一抹凛冽的杀意 陆志玲 你很想死吗 陆志玲抬眸对上 博旺漆黑的双眸 他眸中泛起了丝丝血红 脆弱不堪 我只是想快点要个真相 要真相 连命都不要忙 男人说着我 舍不得别人伤你分毫 自己却伸手掐住女孩的脖子 博旺眼神充斥着力气 陆志玲任由他掐住自己的脖子 声音微哑 他担心他这次得罪了国争龙 财团地位不保 都醒醒 陆志玲还在为博旺着想 话音未落 博旺轻松拉过他的脖子 强势的吻狠狠落下 陆志玲顿时愣住 眼睛瞪得像铜铃 他高大的身影完全笼罩住他 鞦韆来回摇晃 身后的花被脸得飘散一地 许久他将握紧他的脖梗的手改成了抚摸 老子用不着你考虑 旺哥的自我攻略从未让我们失望 陆志玲看着眼前气场极强的男人 他沉默了 不是替他考虑 只是不想攀扯他 得先和我说 陆志玲淡淡道 我不想让你担心 只见博旺漫不经心拨弄着陆志玲乌黑亮丽的秀法 我没担心你 我就是觉得你死在别人手上 还不如死在我手里 嘴硬的旺仔 等着你追七火葬场 陆志玲懒得跟大佬扯淡 他安静坐着并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才能把男人送进财团核心 一日陆志玲被丁玉君请到吴同院 丁玉君得知昨晚陆志玲威胁伯征荣的事 他虽有责备陆志玲之意 但更多的是心疼他 见状陆志玲立马低头认错 并表示以后做事一定三四二后行 可你也不后悔是吗 陆志玲抬眼看他 轻声道 我就是后悔把伯望牵扯进了 他担心伯望进财团的是受阻 看到陆志玲逝世以伯望为先 他心为笑着让陆志玲别担心 他会把伯征荣的爱好整理给他 投其所好 必定是半功倍 再说于云飞撤职了 财团就有空缺 这么一来 伯望就有机会 陆志玲笑着谢过丁玉君 接下来一周 陆志玲忙前忙后讨好伯征荣 伯征荣天天让他吃壁门羹 第七天 卧室里伯望还在睡梦中迷里呼呼的 他骨节分明的手往旁边摸了摸 空荡荡 下一秒他醒了立刻从床上坐起身 揉了揉蓬松的短发 看见寂静的卧室莫名一股烦躁 是女人 该不会又用他那厨艺去读伯征荣 都告诉他多少次了 没必要 根本没必要 伯望穿上衣服便往外走 庸人见他出来便迎上去 大少爷 您醒了 这是大少奶奶吩咐厨房为您准备的甜糖 您要现在用吗 伯望低眸看了一眼 嗓音低沉 他人呢 大少奶奶被先生叫进了书房了 文言 伯望眉头一米 伯征荣终于要试毒了 哈哈哈哈 笑死 伯望仔不愧是你爹的好大儿 伯望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离不开陆志玲 当他偷听到他说要离开自己那瞬间 他炸了直接将人摁在墙上 伯望来到伯征荣书房门外 房门虚掩着 陆志玲的声音传了出来 他在为了伯望扶地坐小向伯征荣道歉 伯望却慵懒靠在墙上 一边享受着老婆准备的甜糖 一边听着老婆说最美情话 心里多少有点得意 书房里伯征荣冷冷看着陆志玲 一个落魄千金 竟能把我伯征荣的儿子拿捏得死死 为了你不惜绑架了玉云菲和夏美琴 甚至要毁掉伯家的名声 陆志玲将咖啡端到伯征荣面前 恭敬官顺道歉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跟伯望没关系 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 伯征荣只冷笑了一声 有你在 我也不敢让他担起伯家 他现在这么拼命话 一旦上位 伯家不就等于你来做主吗 伯征荣与其愈发冷冽 眼底甚至掠过一抹杀意 陆志玲沉默了半赏才敢开口 他承诺在伯望上位前会离开 只求再给伯望一次机会 听到这伯征荣端起咖啡的手顿主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这话谁都会说 伯征荣抬眼不屑逆向陆志玲 只见陆志玲眼神坚定没有意思退去 仿佛赌定自己肯定会离开 为此还可以写保证书 就在此时外面那位喝着甜汤的朋友 顿食汤都不停了 陆吼道 陆志玲 你给老子滚出来 陆志玲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朝伯征荣低了低头 便转身快步往外走 当出门手就被人攥了过去 伯望怒气冲冲将他一直钻到走廊镜头 把他抵在墙角 五只手指用力死死收紧他的肩膀 陆志玲疼得身体缩了起来 抬眸弱弱看向他 只见伯望脸色阴沉瞪着他 两久他勾起薄唇冷笑了一声 来 说给我听听 保证书要怎么写 陆志玲连忙解释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害你进不了财团 闻言伯望低下头渐渐逼近 漆黑的双眸狠狠看进他眼里 我做博家继承人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并且才能好好护好他们的孩子 更重要的你有事情做了 就不会有厌世的心 陆志玲的高情商发言听得伯望一愣一愣 开始了自我攻略 原来他自自为我 句句念我 擅长打打杀杀的疯批大佬 居然也想成为事业批 仅仅因为怀孕娇气一举 你成为继承人才能保护我们的孩子 他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 你保护好孩子我便放心离开你 陆志玲把一切都说得那么动听 伯望正在疯狂自我感动中 可下一秒陆志玲眼神坚定 态度强硬表示 他愿意付出代价换取这么多好处 文言伯望快要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不明白 说到底陆志玲还是想离开 就在他要扬起手爆发之际 陆志玲忽然冲进他怀里 紧紧还住他的腰 把脸埋进他的胸膛 伯望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害你和父亲弄成这样 已经很难受了 小气不愧是高手 把我们望仔拿捏得死死的 他的手盾在半空久久没动 陆志玲接着给伯望画大笔 伯望 我想看你成为人上人 想看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你的臂部下 无忧无虑地成长 说着陆志玲嗓音带着几分梗孽 我不是真的想和你分腿 这种情况下我也是逼不得已 阴落他抱得更紧了 心想大佬别打我 伯望目色发沉 良久他的手慢慢垂下 在他眼里 我只有成为伯家继承人才能保护他 做过财阀之手千金 就认为只有财阀之手才够强悍 行 伯望心里有了决定 他拉住他的手 看他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许多 你先回房等我 你要去哪里啊 伯望将陆志玲轻轻揽进怀里 轻揉着他的发丝 听话 我一会就回来 好 我等你 片刻后伯望来到伯真荣的书房 抛一声房门被用力推开 伯望镜子走到了伯真荣对面的椅子坐下 直奔主题 我要进财团核心 文言伯真荣没什么表情看向伯望 许久 他问他想进哪里 传运 伯望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伯真荣脸色一变 很意外地看向他 你开始也有野心了 你给不给 伯望没有半句废话 可伯真荣却开始质疑伯望的办事能力 毕竟他打打杀杀在好 正经生意做得来吗 伯望毫不犹豫立下军令状 亏一分钱 折一笔战 我就滚出伯家 伯真荣沉默 伯望从来没放过这种狠话 不过身为伯家长子 确实该有这份野心 可想到伯望这么轻易被陆志玲拿捏了他十分不悦 不过既然他没有要留在伯家的心思 暂且多留他点十日 想到这伯真荣忽然站了起来 双手按在书桌上看向伯望 好 我成全你的野心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得到想要的 伯望是一刻也不想要 他站起来就想走 却被伯真荣叫住了 他提醒他 成为继承人关键两点 一是能力 二是以伯家利益为首位 与此相左 任何都应该舍弃 伯望顿住脚步 伯真荣必须将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下次再做出拎不清的事情来 我会让你尝到后果 伯望冷笑了一封回眸 眼神里竟是凛类的杀意 那你就试试 伯真荣的面色一尘 伯望随即放出狠话 你敢碰他一下 伯家 一个都别想活 说罢伯望笑了笑 笑容极尽冷血残忍 哇去 旺哥又帅我一脸 男人明明是K国第一豪门的长子 但而他居然不会用电脑板子 陆志玲从文达口中得知 今后伯望将全权管理传运业务 他惊讶万分 他好奇伯望到底跟伯真荣说了什么 也好奇伯真荣怎么想的 他并没有让他写保证书 就同意伯望进入财团核心 陆志玲轻轻推开书房门 就见伯望坐在书桌前 鼻梁架着一副无眶眼睛 本就棱角分明的脸 透着一股清朗的性感 伯志玲不子轻盈走进书桌 便见伯望骨节分明的两根食指 在键盘上一通乱戳 这怎么有点像隔壁老头 忽然迷上网游 真是字也不会用电脑的罢络 打个字还嫌麻烦 陆志玲站在他旁边轻声问道 你要打什么字 我来帮你打 或者你用影音 伯望慵懒往以背一口 抬眸看向陆志玲撒娇 说那么多话 我嗓子还要不要 陆志玲不解看着他 你要打很多字吗 伯望却不发意 陆志玲好像有点明白 所以你是要学打字 我来教你吧 说着陆志玲靠了过去点开搜索引擎 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 随后将笔画输入法口诀打印了出来 下一秒伯望伸手一捞 陆志玲跌坐在他大嘴上 伯望立马将人圈在怀里 随后伸手直接把纸拿了过来 示意陆志玲继续 你拼音没怎么学 打字就用笔画输入法了 陆志玲指着那张纸道 所有文字都可以拆解成几个部分 只要牢记多打 就能学会 上面有口诀 渴望哥学习的动力 就是和老婆贴贴 他撒娇般要求陆志玲亲手教 陆志玲不敢有意义 便把纸张放在电脑前 然后抓起伯望的右手往键盘上放 食指放在锥上 中指在K 无名指在奥 陆志玲一边温柔耐心说着 一边把他的两只手都固定好在键盘上 就在此时陆志玲忽然觉得他被圈得更紧 伯望贴在他耳边问 然后呢 陆志玲极力想端正他的学习态度 他只能继续道 你只要熟练这个姿势 以后忙打就不会出错 伯望视线一直在陆志玲身上 根本都不在意姿势什么的 打一个 镜片后的双眸越来越深 他微微眯起眼 再打个陆志玲 哎呦喂 旺哥这是想和老婆的名字挨在一起吗 很快陆志玲手把手带着伯望一格一格敲了起来 紧接着陆志玲的名字出现了 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密码 有点难 但是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学会 彩虹屁必须先走一波 话音刚落伯望就渐渐敲了起 没有一丝停顿反弯 很快文档上就出现了两人的名字 这学习效率确实惊呆了陆志玲 陆志玲看了一眼他的手道 学得挺快的 你自己再练练就好 他边说着边起身 伯望双手正规矩打字中 陆志玲无奈笑了笑 伯望你先让我出去吧 忙着打字 自己出去 这明摆着就是不准你出去 就在我怀里待着 很辣分批的男人在娇气的温柔宫视下活成了羞狗 一会要听情话一会又要领 伯望将陆志玲锁死在怀里 陆志玲试图逃脱 下一秒他刷一下在伯望的大腿间蹲下 见状伯望抬了他眼睛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陆志玲 我要是让你这么权虚权疑走出这个书房 是不是对不起你这一顿 陆志玲被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解释 他没有任何奇怪的想法 只是单纯想离开 好让他安心打字 伯望根本没听 笑得更诡异 紧接着他捧起他的脸蛋 轻柔地稳随之落下 伯望进入船运上班的第一天 陆志玲一整天都提心吊板 担心某些人会对他暗中使唤 伯望下班 陆志玲连忙上前询问他情况 只见伯望直接上前将人紧紧拥入怀 直知 要是我在船运被人搞了 上不了为了怎么办 陆志玲震惊 难道担心的事发生了 他猝了猝眉表示 我们去找奶奶想想办法 话音刚落 便听到大佬矫情撒娇道 要是我一无所有了 陆志玲瞬间明白 原来他是要听情话了 没关系 我还有一家茶楼 我可以养你 陆志玲现在说起情话都不用过脑子 当然也不过心 伯望一下就被取悦到 唇角微勾 你养得起吗 陆志玲表示 自从公开他博家少奶奶身份后 龟气楼生意特别好 所以伯望不要飞机大炮的话 肯定养得起 随后两人来到床边坐下 伯望将iPad递给陆志玲 示意有个东西要给他看 紧接着伯望的指付在屏幕上 飞快点来点去 哇 小朋友 你的十字量已经达到五千字以上了 熊猫姐姐无法计算更多 陆志玲难以自信瞪大了眼睛 伯望居然在短短两个月就认识了这么多字 而且还有许多生辟字 你是怎么做到的 伯望挑眉一脸凹娇 很难吗 很难啊 旺哥你是不是忘了两个月前你还是的文盲啊 就在此时伯望忽然伸出手 那给我吧 这没头没尾的话让陆志玲摸不着头脑 便听到伯望笑了笑 你多久没送我礼物啊 陆志玲一整个大写的无语 这个身高两米的男人怎么像的三岁小孩似的 做得好还要礼物奖励 陆志玲微笑看向伯望 最近没有挑到合适的礼物 等挑到再给你 伯望俯脸倾笑 怎么 你家没定情信物让你买了 伯望的情敌出现了 而且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看样子又是一个巅工 陆志玲有些无奈看着伯望 幸好古娜的戒指被藏起来的 要是在闹乌龙被他抢走 那就麻烦了 伯望忽然躬身走近 买不到 找到也行 伯望语气像是暗示什么 但遗憾陆志玲完全没听懂 其实伯望心里想的是和陆志玲的婚戒 早前他就让文达带人找 可一直都没有找到 紧接着他告诉陆志玲自己要出差几天 后天才能回来 陆志玲温柔硬下 还承诺会买好礼物等他回来 一日陆志玲缓缓下楼 文达迎上表示 老夫人安排了老中医 为他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 刚下楼陆志玲就看到佣人们进行大扫 陆志玲淡淡一笑问道 今天这么大阵仗啊 二少爷和三小姐这几天就回来 所以提前把家里打扫一下 文达口中的二少爷和三小姐 是玉云飞的大儿子伯涛 小女儿伯源 陆志玲笑了笑没说什么 镜子走向宝剑室 据说二少爷这次回来是定居国内 陆志玲心想也对 这次玉云飞被赶出去 国王又正是掌管国家核心 这两人是该回来了 不过这么一来 国家的风向就会有些微妙的变化 一楼宝剑室不大 洁白亮堂 摆着两张按摩床 陆志玲在沙发坐下 拿着一柄小小的刺绣纱面团扇 轻轻扇着风 大少奶奶 中医到了 女佣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文言 陆志玲正要从沙发起身 一条灰蓝色的帕子 从她头顶上方缓缓落下 遮挡了她的视线 不用起来 男人温润如玉的嗓音 在她耳边响起 说话的同时 一只手轻握上她的手腕 陆志玲想都不想缩回了手 并掀开了帕子 这声音 这触感 怎么可能是老中医 她睁眼看过去 就见面前一个面容白皙的年轻男人 浅蓝衬衫配黑色细裤 她看着陆志玲嘴角微勾 眼神中更是过分的亲密 姐姐 你不记得我了吗 听到这话 陆志玲沉默了半声 试探地问道 你是博唐 你记起来了 博唐的眼瞬间亮了起来 欣喜至极 却听到陆志玲说没有 猜的 毕竟长相年轻 还能让家里的女佣帮着谎称忠一蓝 也就只有她了 听到陆志玲说不记得自己 博唐秒变失落了 以前我们在江南的一场聚会上见了 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陆志玲努力回忆着 终于渐渐将她和记忆中的人对上了 其实她就比博唐大十来二十天 既然她喊她一声姐姐 陆志玲就以姐姐姿态跟她寒暄几句 你比以前长高了不少了 得到赞赏博唐重新开心起来 是吗 姐姐也更漂亮了 谢谢 你刚从国外回来 就好好休息吧 说着陆志玲便站起身 冲她点了点头离开保健时 看着她头也不回的背影 博唐的眼暗淡下去 她低头看向手中的帕子 两久 她拿起帕子放到鼻尖 闻了闻上面多出来的一抹清香 姐姐 我们来日方长 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致命的帅气 他是怎么做到一边干着狠事 一边跟老婆电话贴贴的 龟七楼正进行一场拍卖会 陆志玲提着裙摆网离子 小姐 不好了 风阵见到她立马迎上前告诉她 之前她想拍的那幅江南山水图 被别人拍走了 没想到错过了 不过她想知道拍下她的人花了多少钱 她好重新从那人手中买回来 两个亿 风阵就着没到 市价五千万的话 怎么有人特意花两个亿买走了 陆志玲也觉得蹊跷 但是转念一想 也许是像二哥那样的自画发烧游 也是有可能的 陆志玲没说再多便直接上楼 风阵紧随其后 两人来到休息室 陆志玲正跟风阵讨论茶楼今后的发展记录 就在此时房门被敲醒 风阵上前开门 西装阁履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锦盒站在门外 风阵一眼就认出男人就是刚刚拍下江南山水图的人 陆志玲抬眸看去 就见男人站在门口恭敬弯了弯腰 我受人之托将江南山水图赠于陆老板 还请笑呢 陆志玲虽然吃惊 但依然淡定从容站起身 请问先生是受谁所托 男人笑了笑 没有正面回答陆志玲的问题 蜈蚣不受禄 还请先生替我转大感谢 见陆志玲干脆利落 男人有些甘大 陆老板不是想要这幅画吗 只要您点头这幅画就是您的 陆志玲淡淡一笑 直接就拒绝了 男人见陆志玲态度坚决也没有做过多纠缠 直接离开 在这个街骨眼上 陆志玲还是保持该有的警惕 说不定又是什么有心之人拉拢或者陷害 等人离开后 陆志玲拨通了伯望的电话 他准备铃声响个两下就挂掉 但对方秒接了 陆志玲 怎么了 伯望慵懒的嗓音响起 陆志玲轻声问道 你那边还好吗 有麻烦吗 没麻烦 伯望站在船甲板上 一手漫不经心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抓着一个人的脑袋狠狠按在护栏上 得知伯望无恙 陆志玲便安心坐下 他也告诉伯望他这边的情况 毕竟刚才有人花了两亿买下一副画送他 他担心有人在暗中布局对付伯望 所以打电话来问问 听到老婆担心自己 伯望又开始疯狂自我攻略 他笑得简直不要太开心 陆志玲 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你不如直接点 其实他如果说想他 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陆志玲盯着电脑屏幕道 我身上无力可图 唯一一点就是我是你的妻子 你刚进财团核心 就有人来巴结 很难不把两件事联系起来 是吗 伯望摆明不信 靠着富兰又道 我明天回来 好 陆志玲挂电话前还补了剧 我等你 你注意安全 等他 伯望一下子被取悦了并勾了勾勾唇 随后他挂掉电话并将其放进口袋 转时看着被摁在地上的一群人 眼神掠过一抹凌冽的海 众人吓得连忙求饶 只见伯望缓缓走了过去蹲下 命都只有一条 机会凭什么能有两次 风吹吓辣哥哥 并将乃狗弟弟 陆志玲谁都不爱 只想活着离开 众人面对伯望的死亡眼神杀一个劲求饶 甚至有些人当场吓尿了 伯望笑着 眼底一丝温度都没有 正要开口之际 电话又震动了起 屏幕亮着支支两个字 只见伯望猛得起身 怒斥众人闭嘴 伯望一声令下 活死人立马将所有人的嘴吾 伯望秒遍温柔脸接通电话 陆志玲的声音传来 我给你买了一支钢笔 你喜欢吗 文言伯望多少有些失望 他想要的其实是两人的婚结 之前暗示的难道不够明显吗 这钢笔 又是你家谁的定情信物 面对大佬阴阳怪气的问候 陆志玲只好无奈表示 不是 这是我亲自给你挑的 听到这话 伯望笑得那叫一个春心荡硬 还凑合吧 他说完这一句便挂断了电话 请起为首之人的脑袋狠狠摁在地上摩擦 并慢条私里开口 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遵守我伯望规矩的当然会相安无事 要是非要搞事情 我就把你们剁了喂鱼 是是是 我们一定给大少爷挣大钱 一群人跪在地上拼命磕头 伯望站起身来 接过李明怀逼过来的纸巾擦手 李明怀有些不紧 这帮人都是传运的老油条 差点要了旺哥的老命 他怎么轻易放过他们呢 伯望将血迹斑斑的纸巾扔到李明怀胸膛 做人 慈悲一点 别动不动打打杀杀 李明怀顿时沉默了 我的旺哥变了 自从戴上那条佛珠手看后 另一边神山伯家 陆志玲收到了丁玉君的信息 丁玉君将在明天安排一场家宴 介绍伯唐和伯元给陆志玲认识 陆志玲踩着楼梯上楼 伯唐单手捧着戏长的锦盒 居高临下注视着他 眼神温和 姐姐不喜欢这幅画吗 陆志玲态度淡然 以礼物太贵重俱收 两个亿而已 只要姐姐喜欢不算什么 听到这天价 底下吃瓜庸人下的目瞪口呆 纷纷猜测着嫂子和小叔子的不寻常关系 陆志玲忽然问他你给伯望送了吗 伯唐听着 眼底一抹黯然一闪而逝 勉强保持着笑容 送了 大哥掌管船域 所以我准备了一艘帆船祝贺他 闻言 陆志玲浅一笑 那就够了 我和伯望是夫妻 你送给他就是送给我 多谢 说吧他就想走 可伯唐却叫住了他表示 他没有恶意 只是听说了他在收集陆家的旧物 所以才满下来 成全姐姐的私家之情 陆志玲回头 没想到伯唐还知道挺多的 不过他态度依旧坚定 说什么都不肯说 见他这般决绝伯唐冷笑了一声 姐姐 是希望大哥帮你收集这些陆家旧物吧 我还不够资格是吗 在伯唐面前 陆志玲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只低头往下看了一眼 站在楼梯下方的几个庸人急忙转身离开 陆志玲才淡淡开口呢 你是我先生的弟弟 称呼得改 过线的话也不要随便乱说 听到这话 伯唐的面容顿时僵硬 柔弱的内心仿佛被伤害到 女孩自从怀孕后 变成了全家人的重点保护对象 可小姑子却不管不顾打了她一耳光 今天是家宴的日子 一家人坐在大厅闲聊 伯唐跟伯真荣在谈论一些国际时事问题 看着父子两相谈甚欢 被特地叫回来吃饭的 玉云飞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 伯唐得到小道消息 帝国将会发动战事 想必对伯家传运发展有一定帮助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眼看自己的儿子这么优秀 玉云飞更是嘴角都翘上天花板 虽然罢免了植物赶出了伯家 他相信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夏美琴投去了不屑的目光 心想有什么了不起 伯真荣靠在一旁的沙发上 手上无聊盘着两个河头 显然对伯唐的提议很是满意 便示意他将事情跟伯旺提一下 毕竟现在这些归伯旺无理 伯唐欣然硬下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夏美琴 坐在那阴阳怪气头 哎哟 伯唐真是个好弟弟 这么重要的情报都透露给伯旺 是打算帮他在公司立威吗 文言伯唐看过去 温和无害笑了笑 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彼此 只要赚的钱是伯家的就行 这话一下子就说进了伯真龙的心态 让他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慈父微笑 要是你大哥有你一半懂事就好 而陆志玲正在一口一块炫着西瓜 丁玉君则关切道 西瓜粮 少吃一点 就在此时一个漂亮明艳的年轻女孩 从外面快步进来 伯元 十八岁 伯真龙唯一的女儿 从小娇虫长大 圆圆 玉云飞一见到宝贝女儿立马站起来 伯元也迫不及待飞扑到她怀里 两人好一番寒暄 伯元忽然捧起玉云飞的脸 开始茶言茶语 妈 这才过去几天 你怎么都受脱象了 没事 妈看到你和博唐好好的 妈就开心了 玉云飞哽咽的 伯元松开玉云飞 没有和其他长辈问好 转头一双眼狠狠盯上陆志玲 下一秒他大步朝陆志玲走过去 丁玉君见状刚要给他们介绍 伯元眼底扶起厌武 扬起手就朝陆志玲的脸上狠狠甩了过去 啪 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反应过了 只见陆志玲白皙的脸蛋上根根红衣 伯元你干什么 丁玉君顿势惊呆 伯元低头恶狠狠看向陆志玲 陆志玲算个什么东西 竟敢赶走我妈 我们博家还轮不到你这个不伦不类的大少奶奶当家做主 陆志玲没有无脸 只抬眸冷冷看向她 心里捣鼓着该不该打回去 就在此时一声惨叫响起 就见伯元被一个古董花瓶狠狠砸倒在地 男人站在楼梯口 眼神里掠过一抹阴冷的杀意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伯旺 伯旺回来了 伯元该不会一出场就领饭盒了吧 风批大佬想杀了她唯一的亲妹妹 只为给心爱的怀孕娇气出一口恶气 就在刚才伯元首剑打了陆志玲眼光 伯旺抄起花瓶把她给狠狠砸了 此刻伯元坐在地上无脸 结果摸下一手洗 顿时吓得连声惨叫 剑状欲云飞一个剑步上前 立马蹲下抱住伯元安慰的 别怕 妈妈上教医生 随后抬头看向伯旺 连愤怒都含了泪光 伯旺你想杀了你亲妹们吗 文言 伯旺低笑一声 嗓音格外冷血 好主意 说着她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伯元吓得直往御云飞怀里钻 御云飞也吓懵了 伯旺时来真的 见情况不妙 伯旺立马挺身而出 打起亲情牌 大哥 我们都是一家人 伯旺冷冷失笑一声 谁他们要跟你一家人 接着掠过伯旺再次冲到伯元面颈 你不是要玩吗 起来 装什么缩头乌龟 伯旺手中的玻璃碎片渐渐逼近 伯元一边后退一边 发出颤抖的求救声 爸 妈 救救救我 伯真龙脸色铁青站了起身 冷冷瞪着伯旺 逼吼出来 够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程度 伯旺低眸看着伯元轻描淡写开口 当然是要闹出人命 伯元再次失声尖叫不要 伯旺面色一僵 并立马上前阻止 大哥 伯元是小孩子 不懂事 我让他给大嫂道歉 可伯旺却冷笑着回应 语气里竟是玩味的唏嘘 能向活人道歉 就能向死人道歉 见他这阵仗 欲云飞下的魂飞魄散 紧紧把女儿护在怀里 生怕伯旺冲出来 伯真龙见状立马吼旁边的文管家 赶紧把伯旺拿下 文管家应下 陆志玲从沙发站了起来 上前轻轻握住伯旺的手臂劝他收手 毕竟事情闹大对他没好处 伯旺低谋看去 只见陆志玲冲他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你手腕还疼不疼 说着从他手里抽走那块尖锐的玻璃碎片 伯旺看着他脸上的红印又开始自我攻略 这女人自己受伤还来关心我 真的爱藏我了 紧接着他身上的戾气渐渐淡了下去 顺势撒娇道 疼 陆志玲笑着表示 那我给你揉容 在场的人集体目瞪口呆 伯真龙都没劝住的亲儿子 居然被陆志玲三两句哄好 此时文达上前告知医生道 玉云飞连忙扶起伯源头也不会逃跑 伯旺这边没有阻止 只想把老婆带走好好安分 可伯真龙却不想就此罢休 你这个孽障 给我跪下 毕家之主的怒火彻底烧了起来 为了一个女人居然敢对自己的亲妹妹吓死手 听到这话伯旺停下了脚步 回头一个眼神杀 语气极为讽刺 您可真有意思 您上个床 我就得跟着认个亲啊 男人明明是为了保护怀孕娇妻 却被扎爹罚跪三小时 伯旺讽刺笑了笑 您可真有意思 您上个床 我就得跟着认个亲啊 伯真龙听到这话红着的脸顿时又溜 恶狠狠盯着伯旺 有种你再说一遍 怎么 年纪大了 耳朵不中用啊 伯旺拒绝对的伯真龙无话可说 见状伯堂连忙上前做起合适了 劝伯旺别说了 陆志玲明白 这结果眼上跟伯真龙闹僵 相当于把没到手几天的船运拱手送人 想了想他挡在了伯旺面前 父亲 子女做错事 长辈当然应该小成大戒 不过我想问一下 只罚伯旺一个人贵吗 陆志玲毫不畏惧对上伯真龙怒不可遏的事情 声陷沉静 如果是 那以后在伯家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打我耳光 伯真龙顿时更生气 伯旺只是打了你一耳光 可伯旺却差点闹出人命 陆志玲没有半分挑衅的意思 说话温柔似水 毕竟他现在顶着的是伯家少奶奶的头衔不是吗 一针见血 伯真龙被赌得没话说 丁玉君心力交瘁看着这一切 半赏给众人一个台阶 伯旺手剑在先 伯旺手中在后 既然如此 要么不罚 要么一起罚 伯真龙咬了咬牙 压着心中怒火道 两个人都给我跪着 这晚饭就别吃了 说罢便甩手转身离开 伯旺的谋色瞬间暗沉下来 钻井拳头差点就冲了上去 幸好陆志玲及时握住了他的手臂 他抬眸看着伯旺 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冲动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流星划过夜空 伯旺和伯旺跪在了泳池边上已经许久 玉云飞准备了晚餐给伯旺送来 伯旺向玉云飞抱怨道 我都受伤了 爸爸还要罚我 玉云飞今天分外苦口伯旺心劝说 知灵是你大嫂 更何况他怀着伯家重长孙 你不应该动手的 伯旺显然不服 即便如此 那他凭什么把你赶出伯家 伯旺心聊起眼皮 逆向两名 漫不经心开口 凭他是我的人 今天他就算是要了你们的命 也有我兜着 一听到他的声音 伯旺怕得要死 连忙往玉云飞那边靠近 伯旺 你妹妹还是个孩子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伯旺正想开口又说什么致敬 玉云飞立马给他喂上一口饭 堵住了那能说会到的小组 玉云飞总算看明白 伯旺是个疯子 他得让伯旺远离他 好了 别生气 还要跪三个小时 吃点东西 玉云飞心疼地继续喂女儿 伯旺能眼看过去 视线落在那餐车上 眸色有些沉 他也没吃晚饭 玉云飞都知道陪着 陆志玲这女人 正想着 另一股香味飘过来 他抬眼看去 就见陆志玲带着两个庸人从里面走 他手中还端着伯旺爱吃的水果酸奶 伯旺 跪那么久累了吧 他冲伯旺软软一笑 伯旺的心瞬间融化 只勾勾地盯着他 你刚刚没跟着过来 就是去准备这些东西 兄妹二人被扎爹罚跪 妹妹跪得膝盖淤青 哥哥却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 陆志玲搬来了凳子坐在伯旺旁边 随后端起水果酸奶 烧起一口味到伯旺嘴里 怎么样 好吃吗 陆志玲闪亮的双眸看着伯旺 你问的好像是你做的似的 他那点厨艺早就被旺子试过 文言陆志玲笑了笑 我帮忙到的酸奶 伯旺内心 我只能说 你真的很厉害 国员正郁闷着 就听到那边两人在打气骂俏 他气不打一处来 连忙喊人将他的位置挪远点 他不想被狗粮撑死 焦纵惯得他发起大小姐脾气 愣着干嘛 快点 是 三小姐 陆志玲默默看着 一抬眼便看见丁玉君从屋里走出来 大概是不放心吧 来不及多想 他就伸手在伯旺的屁屁拍了拍 往前用力一推 伯旺被推得跪直起来 闭霜漆黑的眸瞬间悠悠的钉向他 占我便宜 陆志玲尬到眼神闪烁 生怕被伯旺生吞了 连忙靠到伯旺耳边低声解释 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 是看到奶奶来了 想帮你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 看着丁玉君越走越近 陆志玲来不及做过多解释 只小声让伯旺跪得认真一点 而伯元则站在那 不耐烦大骂着为他准备垫子的拥有 顿时丁玉君脸色一沉怒吃道 伯元 你在做什么 你都十八岁了 一点都不懂事 他们是来我们家工作的 不是来给你当奴才的 闻言伯元和玉云飞双双错恶回头 玉云飞一把扯下伯元 伯元煞白的脸跪在地上 哭嘰嘰嘰给丁玉君认错道歉 玉云飞护女心切走到丁玉君面前 把过错懒到自己身上 是我不好 是我对伯元管教不严 知道错了 那就加贵两小时 丁玉君冷声说道 闻言伯元和玉云飞双双傻也 伯元心想 我早知道就不认错了 此时便见伯旺还跪在那 陆志玲站在一旁冲他淡淡笑着 尊敬又有礼貌 丁玉君立马走了过去 拉着陆志玲的手心疼道 你怎么能在这陪着呢 还不快回房间 没事 奶奶 陆志玲摇了摇头 低头看了一眼伯旺 情深浅全 我现在一个人回房也睡不着 伯旺抬眸看他 眸子深得不见底 想必美丽的误会又产生了 丁玉君听得直簇眉 那不行 孕妇可不能这么熬着 说着他连忙将伯旺扶了起身 让他带陆志玲回房早点休息 眼看伯旺才跪了半小时就被放走 伯旺差点原地爆炸 憋屈看了过去 奶奶 您怎么能偏 话没说完被丁玉君一个眼神杀毒了回去 你大哥认罚态度比你好 我让他少跪一会儿 怎么了 说吧丁玉君就拉着陆志玲带着伯旺一同离开 伯旺这妥妥的富贫子贵 伯旺刚要反驳 就被玉云飞一把按住 玉云飞盯着他不允许他说话 还看不出来啊 陆志玲伴猪吃老虎 把你奶奶哄得团团转 我们说多了 反而你奶奶不喜欢 伯旺只好忍了 暗暗瞪了陆志玲一眼 等着吧 他迟早要这个女人好看 男人才25岁就得了传说中的老寒豚 而男人明知道自己有病 还要替老婆受罚 深夜 陆志玲因为口渴忽然醒来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转头 只见黑暗中的床空空如也 伯旺不在 去哪了 陆志玲困得睡眼惺忪 又架不住口渴 陆志玲回头望去 楼梯处坐着一个身影 是伯旺 他正在仰头给自己灌酒 远远看着脸色有些苍白 状态不太好 伯旺 陆志玲没忍住出身换他 似乎没想到他出来 伯旺猛地回头 一张脸哪是苍白 分明是一点血色都没有 陆志玲来到他身边询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事 伯旺目色暗了暗 低下头 手指紧紧捏着酒瓶 紧接着仰头继续喝 陆志玲醋眉 拦住他的手臂 劝他别再喝了 有问题就陪他去找秦医生 伯旺丢下一句老毛病 就直接拒绝了陆志玲的好 喝酒不能治病 陆志玲把酒瓶夺过放下 就扶起了伯旺 伯旺刚一站起来就跌坐了回去 额上渗出秘密冷汗 陆志玲有些错愕看去 便见伯旺死死按在自己的腿上 疼得他呼吸都在颤抖 你腿疼 看着状态跟他爷爷的腿疼有点相似 陆志玲大胆猜测 伯旺 就有了这个毛病 居然猜中了 陆志玲更是错愕看着他 家里人不知道吗 只听到伯旺轻斥了一声 毕竟这个家的人向来对他是不闻不问 怎么会知道吗 陆志玲太知道这种无数只虫子蚕食骨头的痛 他继续劝伯旺去看医生 不想去 伯旺眼底没有笑容 冷冰冰的 浑身透着一股自暴自弃的腿懒 伯旺越是这样 陆志玲越是不忍 毕竟他腿疼复发 是因为自己 于是他提出帮伯旺抛警 伯旺抬眸看了他许久 却不发意 卧室里寂静 伯旺坐在床边 将双腿抛进了木族桶里 陆志玲伸手 帮他挽起裤管 接着捏住他的小腿都慢慢揉捏 完全凭着零碎的记忆 因为小时候他奶奶就是这么给爷爷捏过 伯旺坐在那里不说话 只是默默看着他 陆志玲专注而认真摁着 还不时关心伯旺的感受 试问这样的关心 谁能不迷糊 忽然他的下巴被人抬起 陆志玲有些莫名看了过去 博旺单手托着他的下巴 英俊的脸上稍稍恢复一些血色 他低眸凝视着他的脸 细细打两盏 十岁男孩被关进狗笼 但他不哭不闹不逃跑 只是大火烧到龙边 他不得不逃 时隔多年男人第一次说出了真相 果然真相总让人扎心 博旺深深盯着陆志玲 视线在他白皙的脸上游走 还伸手为他剥了剥额前的发丝 动作温柔而小心翼翼 陆志玲心疼博旺 年纪轻轻就一身伤痛 叮嘱他这老寒腿的毛病冬天得注意 平常要寄冷 不要跪在地上 他边说着手劲温柔 替他按摩着小腿 你盯着不就行了吗 此时博旺肯定想跟陆志玲 在一起一辈子 以后你管着我就好 但是陆志玲并不这么想 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 要离开博家 离开博旺 泡完脚 两人躺在床上 陆志玲没有睡意 他心里暗响了许久 终于开口问博旺 这毛病什么时候有意义 博旺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好像一直都有 听着这话 陆志玲目光顿了顿 抬起脸看向他 该不会你小时候在屠宰场就 博旺看着他 难得回头想了想 我跟条狗一样睡在笼子好几年 风霜雨雪都在里面 毛病可不止这一样 陆志玲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好一会儿他没忍住 还是问出口 屠宰场那场火是你放的吗 不是我 屠宰场起火 是因为电气短路造成的 博旺谋色很深 可语气仿佛一切 又是那么云淡风轻 我那时候早就习惯待在笼子里 怎么会想逃呢 要不是火烧到笼子边 我也不会逃 这个答案比他放的火 还让人震惊 陆志玲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为什么父亲和奶奶都不知道 他们没问过你吗 博旺沉默了 他心里明白 他们在乎的人太多了 不像陆志玲 心里只容得吓他一眼 黑暗中博旺拉过陆志玲的手 他蜷缩起身体靠近他 陆志玲正着 转眸看向他 只见他闭上眼 眉头浅浅拧着 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痛 他这样的身体恐怕需要长期调理 之后还是得带他去看医生 晚安 不忘 一日 陆志玲又来保健室打卡 老中医已经为他简单按摩完毕 并叮嘱他多注意休息 保持心情愉悦 还有晚上大少爷不在家 最好找个女佣陪在身边 老中医叮嘱完便离开 而陆志玲并没有着急离开 就在此时敲门声响起 陆志玲回头 就见一身休闲装的伯唐 抱着粉色礼盒站在门口 他脸上依然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声音轻烈 姐姐 好家伙 昨晚伯望在的时候叫大嫂 结果现在又 为了避嫌陆志玲提出把保健室让给他 可伯唐却笑着走进陆志玲 并表示他是来替伯元赔礼道歉的 而且昨晚他已经教育过伯元了 说着将手中的粉色礼盒递给陆志玲 陆志玲接过礼盒打开一看 褐色的瞳孔微颤 这 这是 一件真情的女孩意外成为自己的大嫂 他偏执并交为了得到她 不惜花重金送礼离间割扫关系 伯唐打开粉色礼盒 这是你三哥陆景业二十岁时研究出来的第一款掌上捏机器人 知道你喜欢就买下 伯唐将盒子递给陆志玲 陆志玲短暂沉默后开口 我觉得道歉应该本人来更合适 虽然他看到家里人旧物就想要拥有 但不至于失了神志 然而以他小叔子的身份送他 怎么说也不合适 另一方面更担心伯旺知道 陆志玲的巨人之千里之外让伯唐很是受伤 姐姐这是在防着我吗 那时候姐姐怕人欺负我 会带着我玩 会保护我 但是现在你甚至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多说 伯唐可怜巴巴看着陆志玲 但陆志玲目光清冷 语气冷静表示 他现在是他大嫂 希望称呼上他能注意 成年人之间基本的分寸感希望他能保护 闻言伯唐抱着礼盒的手镜都加重 隐忍多时的话脱口而出 大哥根本配不上你 他连你们的婚礼都没有出席 而且手上至今也没有带婚结 伯唐抬眸看向陆志玲再次挑拨离间 就说昨天他难道不知道砸了伯元后 被父亲盯上 你在伯家的处境更难吗 陆志玲听着轻笑了声 可他砸下去那一瞬间 我确实很爽 这就够了 闻言伯唐好看的面容顿时僵主 以后我们就当陌生人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更不要挑拨我和你大哥的关系 陆志玲言尽于此 也没有什么再说的 正要走 伯唐却忽然来了一句晴天霹雳 可我一直以为 你会嫁给我 这是你亲口说的 不是吗 听到这话 陆志玲呼吸一致 表情管理几乎控制不住 随后他回过头冷冷看着他警告道 敢把这话捅到伯望呢 我绝对不放关 伯唐看出了陆志玲的担忧 故意刺激他 你是害怕大哥知道我们的过去 没想到陆志玲立马霸气反驳 我们没有过去 那只是儿时的一句戏言 伯唐被他眼里的绝绝伤到 笑得有些苦涩 你到底是怕大哥伤心 还是怕大哥的手段 陆志玲再次沉默 两久 伯唐笑了笑 闭双眼深情看着他 姐姐 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害你的 陆志玲没有放松表情 默然转身离开 一直到房门口 他的心都提着 他以为伯唐早就把那段过去别忘了 没想到还会在他面前提起 当年在江南的某次宴会上 长辈们起哄要给他选为分足 争先恐后的为自家的孙子儿子拉票 当时他为了堵住大家的组 就随口一句玩笑话 我喜欢像伯唐一样温温雅 如果非要嫁人 我就嫁给他 可陆志玲不知道 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话 从此伯唐认定了他 以至于后来他扭曲的爱 如果这件事伯唐知道 那么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陆志玲深呼吸几次 正要推门 房门被人从里边拉开 他抬眸便对上伯唐深邃的双眸 心虚到冷汗都冒出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该不会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 旺仔你是什么鬼神吗 这都知道 错了错了 伯旺吃错了 只因看到老婆和亲弟弟一起弹奏乐器 陆志玲抹掉额头的嘘汗 勉强露出一抹微笑表示没事 最后以身体有点泪搪塞了过去 果然 伯旺没在追问 只是搂过他的腰病轻扶着他的脸颊 眼神宠命 语气温柔 你在家好好待着 等我回来 陆志玲轻声应下 看着伯旺离去的背影 陆志玲担心伯唐的事 如果贸然告诉伯旺恐怕弄巧成桌 于是决定走一步看一步 三个月后 计家办宴会 邀请了都是江北哥大家族里年轻一辈 陆志玲也在受邀之列 刚到门口 就见一身浅色西装的伯唐一面走 立马冲他热情打起招呼 大嫂 你是一个人来参加宴会吗 陆志玲低谋压根没想搭理他 上次分明说得那么清楚 他怎么还死沉万把 就在此时人群里传来了一个吃惊的声音 这么大的双面秀 我还是第一次见 听说这是陈奇先生的一座 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文言陆志玲目光一动 便对上那熟悉的屏风 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爷爷奶奶送给他的15岁生日礼 他记得当初全家人瞒着他下了许多工夫 整整准备了三年的生日礼物 上面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的心绪 技嘉管家站在屏风前说道 我们先生为了感谢各位参加技嘉宝贝性别揭秘宴会 特意取出这幅名为小鹿少女的屏风 谁能用乐器赢得最大的掌声 屏风就归谁 话音刚落 伯唐就立马上前报名参加演奏 陆志玲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 无非又想用屏风来逼他就反 他暗想一定得拿下 于是陆志玲也上前表示他也要试试 伯唐有些错愕看向他 而后温润一笑 大嫂 你怀着身孕不太方便 还是我赢了就把他送你 陆志玲已经听够他这一套了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是我自己争取的好 说着他走到古城前 此时寂静带着狐鹏狗友从楼梯走下来看到这一出 我去 嫂子逗小书 真他喵有意思 另一边腿长两米的伯望从一辆黑色轿车下来 见状继父笑着迎娥过去 伯望是直 里边坐里边坐 随后继父亲自领着伯望往里走 忍不住一阵寒暄 可伯望只是冷冷看了一眼技家大拳 陆志玲呢 听到陆志玲在跟伯唐斗乐器 伯望谋色一沉 抬脚便往里走去 继父和一众人等被晾在后面 跟都跟不上 继父无奈摇了摇头 有其父必有棋子 父子俩都是恋爱闹 伯望一进去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楼梯口处 陆志玲和伯唐分别坐在鼓针和钢琴前弹奏着 伯唐赢得不少年轻女孩的芳心 伯二少爷果然又帅又有才华 更有人称赞两人的配合堪称玩猛 可伯望一双漆黑的眼死死盯着陆志玲 内心翻滚的醋意油然而生 十岁男孩被关进狗落 但他不哭不闹不逃跑 只是大火烧到龙边 他不得不逃 十个多年男人第一次说出了真相 果然真相总让人扎心 伯望深深盯着陆志玲 视线在他白皙的脸上游走 还伸手为他剥了剥额前的发丝 动作温柔而小心翼翼 陆志玲心疼伯望年纪轻轻就一身伤痛 叮嘱他这老寒腿的毛病冬天得注意 平常要寄冷了 不要跪在地上 他边说着手劲温柔替他按摩着小腿 你盯着不就行了吗 此时伯望肯定想跟陆志玲在一起一辈子 以后你管着我就好 陆志玲没有睡意 他心里暗响了许久 终于开口问伯望这毛病什么时候有 伯望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好像一直都有 听着这话 陆志玲目光顿了顿 抬起脸看向他 该不会你小时候在屠宰场救 伯望看着他 难得回头想了醒 我跟条狗一样睡在笼子好几年 风霜雨雪都在里面 毛病可不止这一样 陆志玲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好一会儿他没忍住还是问出口 屠宰场那场火是你放的吗 不是我 屠宰场起火是因为电气短路造成的 伯望谋色很深 可语气仿佛一切又是那么云淡风轻 我那时候早就习惯待在笼子里 怎么会想逃呢 要不是火烧到笼子边 我也不会逃 这个答案比他放的火还让人震惊 陆志玲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为什么父亲和奶奶都不知道 他们没问过你吗 伯望沉默了 他心里明白 他们在乎的人太多了 不像陆志玲 心里只容得吓他一人 黑暗中伯望拉过陆志玲的手 他蜷缩起身体靠近他 陆志玲正中 转眸看向他 只见他闭上眼 眉头浅浅拧着 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痛 他这样的身体恐怕需要长期调理 之后还是得带他去看医生 晚安 伯望 一日 陆志玲又来保健室打卡 老中医已经为他简单按摩完毕 并叮嘱他多注意休息 保持心情愉悦 还有晚上大少爷不在家 最好找个女佣陪在身边 老中医叮嘱完便离开 而陆志玲并没有着急离开 就在此时敲门声响起 陆志玲回头 就见一身休闲装的伯唐 抱着粉色礼盒站在门口 他脸上依然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声音轻烈 姐姐 好家伙 昨晚伯望在的时候叫大嫂 结果现在又 为了避嫌陆志玲提出把保健室让给他 可伯唐却笑着走进陆志玲 并表示他是来替伯元赔礼道歉的 而且昨晚他已经教育过伯元了 说着将手中的粉色礼盒递给陆志玲 陆志玲接过礼盒打开一看 褐色的瞳孔微颤 这 这是 一件真情的女孩意外成为自己的大嫂 他偏执并交为了得到她 不惜花重金送礼离间歌嫂关系 伯唐打开粉色礼盒 这是你三哥陆锦掖二十岁时研究出来的第一款掌上捏机器人 知道你喜欢就买下 伯唐将盒子递给陆志玲 陆志玲短暂沉默后开口 我觉得道歉应该本人来更合适 虽然他看到家里人旧物就想要拥有 但不至于失了神志 然而以他小叔子的身份送他 怎么说也不合适 另一方面更甘心伯旺知道 陆志玲的巨人之千里之外让伯唐很是受伤 姐姐这是在防着我吗 那时候姐姐怕人欺负我 会带着我玩 会保护我 但是现在你甚至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多说 伯唐可怜巴巴看着陆志玲 但陆志玲目光清冷 语气冷静表示 他现在是他大嫂 希望称呼上他能注意 成年人之间基本的分寸感希望他能保 闻言伯唐抱着礼盒的手镜都加重 隐忍多时的话脱口而出 大哥根本配不上你 他连你们的婚礼都没有出席 而且手上至今也没有带婚戒 伯唐抬眸看向陆志玲再次挑拨离间 就说昨天他难道不知道砸了伯元后 被父亲盯上 你在伯家的处境更难吗 陆志玲听着轻笑了声 可他砸下去那一瞬间 我确实很爽 这就够了 闻言伯唐好看的面容顿时将主 以后我们就当陌生人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更不要挑拨我和你大哥的关系 陆志玲言尽于此 也没有什么再说的 正要走 伯唐却忽然来了一句晴天霹雳 可我一直以为 你会嫁给我 这是你亲口说的 不是吗 听到这话 陆志玲呼吸一致 表情管理几乎控制不住 随后他回过头冷冷看着他警告道 敢把这话捅到伯望呢 我绝对不放关 伯唐看出了陆志玲的担忧 故意刺激他 你是害怕大哥知道我们的过去 没想到陆志玲立马霸气反驳 我们没有过去 那只是儿时的一句戏言 伯唐被他眼里的绝绝伤到 笑得有些苦涩 你到底是怕大哥伤心 还是怕大哥的手段 陆志玲再次沉默 两久 伯唐笑了笑 闭双眼深情看着他 姐姐 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害你的 陆志玲没有放松表情 默然转身离开 一直到房门口 他的心都提着 他以为伯唐早就把那段过去给忘了 没想到还会在他面前提起 当年在江南的某次宴会上 长辈们起哄要给他选为婚妇 争先恐吼地为自家的孙子儿子拉票 当时他为了堵住大家的组 就随口一句玩笑话 我喜欢像伯唐一样温温雅 如果非要嫁人 我就嫁给他 可陆志玲不知道 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话 从此伯唐认定了他 以至于后来他扭曲的爱 如果这件事伯妄知道 那么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陆志玲深呼吸几次 正要推门 房门被人从里边拉开 他抬眸便对上伯妄深邃的双眸 心虚到冷汗都冒出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该不会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 旺仔你是什么鬼神吗 这都知道 错了错了 伯妄吃错了 只因看到老婆和亲弟弟一起弹奏乐器 陆志玲抹掉额头的嘘汗 勉强露出一抹微笑表示没事 最后以身体有点泪搪塞了过去 果然 伯妄没在追问 只是搂过他的腰并轻扶着他的脸颊 眼神宠溺 语气温柔 你在家好好待着 等我回来 陆志玲轻声应下 看着伯妄离去的背影 陆志玲担心伯唐的事 如果贸然告诉伯妄恐怕弄巧成桌 于是决定走一步看一顶 三个月后 计家办宴会 邀请了都是江北哥大家族里年轻一辈 陆志玲也在受邀之列 刚到门口 就见一身浅色西装的伯唐一面走 立马冲她热情打起招呼 大嫂 你是一个人来参加宴会吗 陆志玲低谋压根没想搭理她 上次分明说得那么清楚 她怎么还死沉烂打 就在此时人群里传来了一个吃惊的声音 这么大的双面秀 我还是第一次见 听说这是陈奇先生的一座 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文言陆志玲目光一动 便对上那熟悉的屏风 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爷爷奶奶送给她的15岁生日礼 她记得当初全家人瞒着她下了许多工夫 整整准备了三年的生日礼物 上面的一针一线都是她们的心血 技嘉管家站在屏风前说道 我们先生为了感谢各位参加技嘉宝贝性别揭秘宴会 特意取出这幅名为小鹿少女的屏风 谁能用乐器赢得最大的掌声 屏风就归谁 话音刚落 伯唐就立马上前报名参加演奏 陆志玲一眼就看穿她的心思 无非又想用屏风来逼她就反 她暗想一定得拿下 于是陆志玲也上前表示她也要试试 伯唐有些错愕看向她 而后温润一笑 大嫂 你怀着身孕不太方便 还是我赢了就把她送你 陆志玲已经听够她这一套了 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是我自己争取的好 说着她走到古城前 此时寂静带着狐朋狗友从楼梯走下来看到这一出 我去 嫂子都想输 真他喵有意思 另一边腿长两米的伯望从一辆黑色轿车下来 见状继父笑着迎娥过去 伯望是直 里边坐里边坐 随后继父亲自领着伯望往里走 忍不住一阵寒暄 可伯望只是冷冷看了一眼技嘉大拳 陆志玲呢 听到陆志玲在跟伯唐斗乐器 伯望谋色一沉 抬脚便往里走去 继父和一众人等被晾在后面 跟都跟不上 继父无奈摇了摇头 有其父必有棋子 父子俩都是恋爱闹 伯望一进去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楼梯口处 陆志玲和伯唐分别坐在鼓针和钢琴前弹奏着 伯唐赢得不少年轻女孩的方形 伯二少爷果然又帅又有才华 更有人称赞两人的配合堪称完美 可伯望一双漆黑的眼死死盯着陆志玲 内心翻滚的醋意犹然而生 妻子怀孕七个月 而老公对于他肚子里的孩子却一无所知 别人为了揭秘宝宝性别还特意举办了长宴会 而伯望只是在机缘巧合下顺便知道了自己孩子的心理 异曲终了 没有响彻全场的掌声 但胜负不言而喻 啪啪啪 激烈的掌声忽然传来 寂静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拼命鼓掌 嫂子弹得太好听了 牛叉叉 屏风归你了 伯唐从钢琴前站了起来 看向陆志玲温润一笑 开始极力表现对陆志玲的赞声 陆志玲礼貌点头泄波 在众目魁魁下给足了他面子 随后他缓缓走到屏风前 看着屏风他百感焦急 回忆涌上心头 正想着他忽然感觉如芒在北 宿志玲迅速转头 便见伯望站在不远处 一双漆黑的眼睁直勾勾盯着他 明显的不高兴 紧接着伯望走到陆志玲身旁一把握住他的手 低眸看了一眼鼓睁 嗓音极低 怎么忽然跟伯唐斗起乐器 陆志玲单手扶着屏风淡淡道 我想赢这个 这是我爷爷奶奶送我的15岁生日礼物 伯望搂过陆志玲的腰 复发一语 握住他手腕的力道却加重了 此时伯唐朝两人走了过来 大哥回来了 大嫂今天的确厉害 文言伯望回眸一个眼神杀 丝毫不给这位亲弟弟留情面 语气冰冷 以后少自取其辱 仪式要开始了 技家管家前来提醒 并告知屏风会包好 等宴会结束就帮忙送上车 好 那就麻烦你了 纪曼师是个喜欢梦幻风的人 揭秘仪式在草坪上举办 现场弥漫着堪比婚礼的浪漫气息 纪曼师挽着霍凡宇站在台上 感谢着宾客的到来 霍凡宇徐徐讲起了 他和纪曼师的恋爱故事 说到动情处 还泪眼汪汪 夫妻俩人抱在一起 现场宾客都被霍凡宇的深情感动 纷纷鼓掌 陆志玲跟着拍了两下手 伯望不明所以看了一眼陆志玲 这有什么好鼓掌的 陆志玲微笑告诉伯望 因为他们很兴奋 大家都被他们感动了 但是对浪漫过敏的伯望完全没懂 他甚至觉得今天 就是来听别人讲爱情故事的 伯望你怎么这么可爱呢 今天是人家接二小姐 特地为揭秘宝宝性别举办的一场仪式 陆志玲小声为伯望现场解说这场仪式 现场气氛已经抵达白热化 伴随一声李炮声 霍凡宇直接公布了宝宝的性命 是个小公主 现场再度一片方夫 伯望转眸看向身边的人 那我们这个仪式什么时候举办 对于伯望这一问陆志玲有些错误 伯望学习能力有点强 寻思不是都要办这种仪式吗 陆志玲这才明白不禁笑了笑 不是所有人都会办这种仪式的 企二小姐是喜欢仪式感 所以才办的 听到老婆委婉地拒绝 伯望一双眼顿时暗沉了下来 视线随后落在她隆起的肚子上 你不想办 陆志玲很明确告诉她 不用了 毕竟她已经怀孕七个月 早就错过了办这种仪式的时机 更何况孩子的性别她也知道 伯望的眼忽然略过一抹忧伤 她不知道 她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么说来 她一直以来都没有关心过她的孩子 陆志玲却笑着淡淡道 是个男孩 我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知道的 陆志玲的话 再次像尖锐的刀刺进伯望的胸口 你知道了 为什么没告诉我 女人怀孕七个月 男人一直不闻不问 却忽然心血来潮 要给孩子办一场 全国最盛大的满月宴 只因别人有的 她的女人也要赢 当伯望得知自己有个儿子 反而不高兴 因为陆志玲没有提前告诉她 在陆志玲的角度来看 博望从来没过问过孩子的事情 当然也不会主动告诉她 博望此时的眼里竟是冷意 陆志玲察觉她的心情不好 连忙解释道 你这两个月太忙了 我不想让这种小事烦你 更何况男孩女孩都一样 她的确不在乎男女 但是莫名的心里有些恼火 别人揭秘宝宝性别 特意搞个宴会 她自己有个儿子 还是顺便知道 见她这样 陆志玲心底有些发怵 你在生气吗 只见博望忽然站了起来 我没地方发 她转头看过去 就见寂静坐在位置上 乐得跟个傻子似的 冲旁边的人道 我有外甥女了 老子要做舅舅了 寂静 过来聊聊 寂静正在兴奋头上 只觉一股寒意从头而降 腿都开始发颤 随后弱弱看向陆志玲 似乎要找她求救 陆志玲低下头 心想看来董辉又得哄她 寂家偏听 门被关上 寂静一脸懵逼坐在沙发上 默默看着面前的博望 博望身上气息凌厉如沙 一双眼冷冷盯着她问道 现在流行举办揭秘宝宝性别仪式 文言寂静更懵了 老实回答 对 对啊 前几年从国外流行过来的 这种仪式为了表示 对怀孕妻子的重视 也是对孩子的期待 更是个大家族之间的交际手段 一般在孕妇怀孕四个月 就能知道孩子性命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寂静字字句句 都像一把刀扎进博望的心脏 毕竟她是个连常识 都不知道的家务 寂静越说越兴奋 上次二姐的婚礼不顺利 我就想弥补一下遗憾 所以今天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博望笑了 笑得分外讽刺 有这种仪式 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孕妊被她笑得毛骨悚然 声音都颤抖 旺 旺哥 你没问啊 这话没毛病 但就像尖锐的刀子 接二连三扎进博望的胸口 刀刀致命 她没文化 难道就没有人能给她主动上上课吗 也是怪可怜的 博望抬脚就想送走孕妊 孕妊吓得连忙跪下 还承诺为博望的孩子操办满月宴 文言博望动作顿了一下 满月宴 这又是什么新的知识 果然这题对博望而言又超纲了 见她不动 寂静大松了一口气 抬头小心试探看过去 旺哥 我看嫂子的肚子已经这么大 估计快要生了 到时候满月宴就交给我吧 你只要准备一个礼物给嫂子就行 礼物 博望重复着这样的字 是啊 一个女人十月怀胎 给你生的孩子 在鬼门关走一遭 作为丈夫的 当然得准备一份谢礼 只见博望沉默了 心里暗想着 别人有的 陆之灵也得有 紧接着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就要往外走 走之前放下话 让寂静做份满月宴计划书 寂静乖乖硬下 然而博望不只要江北最盛大 寂静苗董 放心旺哥 我一定给你的孩子 担一场全国最盛大的满月宴 另一边仪式都要结束了 陆之灵却还没等到博望回来 就在此时 寂家管家匆匆忙忙 朝陆之灵跑来 博太太 不好了 屏风不见了 陆之灵正住了 什么 不见了 老公生气躲进了书房 怀孕娇气半夜不睡 坐在地上上演哺肉机 结果老公早就把自己疯好了 寂家管家一脸愁容 敢来告知陆之灵屏风不见了 陆之灵先是正住 而后又陷入了沉思 想必这件事肯定又是个什么阴谋 但是由于上次寂寞师的婚礼 已经闹得不愉快 这次他选择先稀释明远 好让宴会圆满结束后再查 管家替接二小姐 感谢陆之灵的通情打理 并承诺一定找回屏风 避回神山 博旺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晚饭都没吃 凌晨三点 他终于走出书房 便见陆之灵靠墙 坐在地面上的软垫 白皙的脸略显憔悴 博旺在地上半跪下来 伸手轻轻拍了拍陆之灵的脸颊 陆之灵贴墙 眼波脆弱凝视着他 手指小心翼翼钻了钻他的衣服 坐在这里 陆之灵连忙解释 怕你生气不敢打扰 又怕你饿了 所以刻意准备了晚餐 博旺看着这张渲染玉器 小心谨慎的脸 眸色愈发深沉 两久他开口 我在书房是要处理 后天财团大会的事 毕竟他不给博征荣 交一份满意的答案 又怎么坐稳 博家继承人这个位置 那陆之灵就不能安心 其实博旺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陆之灵 听完博旺的话 陆之灵长出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啊 心想这苦肉计白眼啊 随后博旺伸手 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推着餐车 两人往卧室方向走去 生完孩子 你想要什么 博旺问得有些突然 陆之灵有些莫名看向他 寂静说 你们这些千金小姐 生了孩子都会收到礼物 你想要什么 我好提前准备 她是我博旺的太太 怎么能比别人得到的少 其实也没有必要 她不抢她的东西 就谢天谢地了 陆之灵想着 嘴上则道 不用麻烦了 我在你身边什么都有 博旺文言逆向他 谋色忧深 似是犯着冷逆 一时不要 礼物也不要 陆之灵察觉他的不悦 立刻转化口风 我的意思是 能用钱买到的东西 我没那么需要 那你要什么 他要陆家旧物 要所有的旧物归于江南陆家 陆之灵的视线 落在他腕上的佛珠手团 想了想抬眼看向他 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画八 如果有一天你能重新画画 你画一幅画给我好不好 画 现在的博旺压根不会画画 博旺这是故意的 他知道博旺很久没有画画 短时间应该画不出什么 因为他不想跟博旺之间 又增添牵绊 但博旺竟然一口答应了 就在此时 陆之灵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继漫师发来了信息 他把查到的屏风信息 一告知陆之灵 原来屏风是一位 叫花瓶的临时女佣偷走了 已经报警处理了 花瓶这个熟悉的名字再次出现 陆之灵知道了这件事 应该跟风潮脱不了干系 果然下一秒 就收到了风潮的勒索信息 陆之灵表现得很淡定 仿佛一切他都不意外 后天就是财团大会 这个结果眼上 突然整了这么一出 还真有意思 代产孕妇险些被害 救下他的竟然是仇人之子 难道这又是一场阴谋 风筝找到了翡翠湾 直接逼问逆子风潮 让其把屏风还给陆之灵 风潮忤逆他老子表示 他就要珠宝 更何况陆之灵 现在的身份是国家少奶奶 找他要点钱也不过分 文言风筝悲愤地 仰起尖锐的匕首 就想把风潮送走 就在此时身怀六甲的 陆之灵赶来了 他阻止风筝做傻事 为了风潮这种人渣不值得 身穿黑西服的保镖 一拥而上拉住了风筝 风潮呆了下 把腿就跑 风筝懊恼自己 没有把儿子叫哟 会对陆之灵 与其让这个逆子 继续胡作非为 倒不如他这个父亲 亲手了结了他 保镖追了上去 风潮大声喊道 陆之灵 屏风你不想要了吗 先停一下 文言保镖停了下来 风潮气喘续续 抱住了一根废弃电线杆 用匕首一通乱滑 指着陆之灵道 给我二十亿珠宝 就给你屏风 陆之灵冷淡望着他表示 可以给他钱 但前提他要说出幕后之缘 陆之灵不是傻子 就凭花瓶和他这两株脑子 是不可能干下这一票 这么高明的偷窃案 被逼几眼的风潮疯狂 挥着手中的匕首 威胁陆之灵 废话少说 赶紧拿珠宝来赎回屏风 小姐 不能把钱给这个畜生 风阵在一旁扯着嗓子喊道 这一刻 他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儿子 见状陆之灵想先把风潮稳定下来 再套套话 于是答应给他拿珠宝 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陆之灵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陆之灵转头 便见面容争鸣的花瓶 手握匕首朝他扑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身影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 直指挡在陆之灵身前 抬手一来 锋利的匕首狠狠刺了过来 陆之灵错愕看着面前修长的身影 伯唐缓缓转过身来 只见他一只手扶着鲜血淋漓的手臂 袖子顿时被染的鲜红 此时此刻他还不忘关心陆之灵有没有事 大少奶奶 风潮跑了 陆之灵转头看去 风潮已经不见踪影 趁乱逃跑了 轰 闷雷声忽然从天而降 很快大雨便落下 借过伯唐的救命之恩 这没有什么好些的 只要你没事就好 伯唐忍着痛笑道 但此刻陆之灵也有个疑问 你怎么会出现在翡翠滩 毕竟这里荒废很久 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 伯唐看向他 语气极为温和开口 我是跟着你来的 我赌一车也猜 这是伯唐自导自演的英雄救美 看似人畜无害的男人其实是个大变态 为了得到亲大嫂 甚至连亲妈都出卖 陆之灵对于伯唐突然出现在这荒废的翡翠滩很适应 伯唐注视着陆之灵的眼睛 十分真诚解释 因为明天财团大会有点紧张 想去茶楼喝茶缓解一下情绪 结果看到了匆匆赶来的陆之灵 随即又听茶楼员工说 风阵接了风潮电话就赶往翡翠滩 还带了刀 一路口土芬芳离开的 陆之灵想到风阵这是想跟风潮同归于尽 为了阻止风阵做傻事 于是立马带上保镖赶往翡翠滩 伯唐表示看了陆之灵表情不大对劲 有点担心 所以就跟了过来 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原来是这样 陆之灵淡淡点头 没有质疑什么 便又听伯唐为自己辩解 虽然我的行为有失妥的 但庆幸我跟来了 陆之灵笑了笑 没说什么 他回眸看了一眼被捆成大闸蟹的花瓶若有所思 屏风 风潮 花瓶 伯唐 同一时间全都出现在翡翠滩 还真是巧啊 就在此时远处的天空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名保镖前来报信 大少奶奶 二少爷 不好了 因为暴雨的关系 我们唯一的出口被泥石堵住了 然而整个翡翠滩一点信号都没有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既然都这样陆之灵冷静发话 大家安静待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 等雨停了再想办法 陆之灵找了个距离博塘远远的角落坐下 时间一分一秒划过 一直到天黑 雨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夜间气温变得更低 大嫂 这是我刚从车上拿下来的毛毯 博塘将毛毯递给陆之灵 夜里冷 你先拿着他披在身上吧 谢谢 陆之灵没有矫情接过了毛毯 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个阴谋 博塘看着陆之灵忽然开口 闻言陆之灵缓缓抬起脸 语气平静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明天就是财团大会 这个时间点突然发生这种事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博塘好一招先发制人 祸水冬雨 完了还不忘内涵勃忘 大哥知道你被困匪催摊 一定很着急到处找你 万一我们明天都出不去 大哥还有心情参加大会吗 陆之灵听出了博塘的言外之意 不动声色看着他访问 所以这一切都是冲着博望来的 我认为可能是下一座的 也有可能是我妈 博塘分析着种种可能 陆之灵有些意外 博塘不惜出卖亲妈 跟她说这些 博塘目光深邃看向陆之灵表示 不想瞒她任何事 况且以她的聪明 早就想到这些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妈做的事与我无关 我是永远不会害你的 文言陆之灵沉默了 分别五年 彼此都长大了 她看不透她 紧接着博塘叹了一口气 故意挑拨陆之灵和博望的关系 你和财团大会 对大哥来说都很重要 不知道她怎么选呢 原来哥这等着我了 陆之灵抬眼看向她 眸色火光闪现 语气坚定 不用她选 我来帮她就好 博塘有些错愕看向陆之灵 她这话 是什么意思 疯了疯了 博望要杀人了 只因听说老婆和亲弟弟私奔了 傍晚 忙碌了一天的博望回到梧桐院 刚回家就被告知陆之灵不在家 旺仔明显不悦 丁玉君却乐呵呵表示 之灵今天跟老同学酗酒 如果结束太晚就直接住同学家 而且临走前还交代了 好好照顾博望的晚餐 博望越想越不对劲 平时都是围着她一个人转的 怎么突然就去找老同学 就在此时博望的手机震动了几下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陆之灵发来的信息 字里行间无不关心着博望 博望博望却冷眼看着 看到那张无比开心的自拍照 她顿时错了 待在别人家就这么开心啊 她终于按捺不住正要打电话过去 屏幕又被陆之灵的信息占据了 她手机没电了 电话拨通 但是很久都无人接听 博望转身就往外走 博望 你去哪里 外面马上下雨了 丁玉君无奈看着她 黑沉沉的夜空滚来几声闷雷 她停着 漆黑如墨的毛子猛的一阵 不对 明天就是财团大会 陆之灵那么在意她能否成为国家继承人 这个接骨眼她不可能离开的 片刻后 主楼偏厅里 有仆人急匆匆往里跑 边跑边喊道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少爷找了一帮人把家里的路都堵死 而且他们手上都有枪 听到这消息偏厅里的所有人无不人心惶惶 就在此时博望迈着两米的大长腿走进来 博真容看了过去一问道 博望 你这是做什么 只见博望唇角微勾露出一抹邪魅的笑表事 要给他清理门户 玉君得到消息也急急忙忙赶 他是何等睿智的人 一看这阵仗便猜到一二 博望 是不是知灵出事了 他也出事了 博元眉头眉脑脱口而出 这个也自很让人生意 丁玉君立马看向博元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玉云飞红着眼一脸焦虑低谋向众人交代 博堂今天午后突然不见了 电话也没人接听 明天就是财团大会 这么看两人的失踪都是冲着明天来的 丁玉君也同意玉云飞说的话 毕竟知灵出事了 博望就不可能安心工作 此时玉云飞一招过水攻击 明天如果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不了财团大会 那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夏美琴没想到这炸弹突然引到自己身上 是炸毛 瞪着玉云飞吼道 你神经病啊 有能耐拿出证据 说我害你儿子 我还说你儿子和陆之灵私奔了呢 夏美琴这嘴巴在前面跑 脑子在后面追的 完了完了 博望的眼底彻底没了温度 直接拔出腰侧的手枪对准了夏美琴 开了保险 食指抵在扳机上 夏美琴的尖叫声响彻神山 夏美琴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风批霸总放弃千亿身家为爱暴走 不料却目睹了老婆和亲弟弟手牵手 丁玉军见博望杀气腾腾 慌忙站起来 怒斥夏美琴胡说八道 夏美琴已经被博望吓尿了 连忙把底牌翻出 我有证据 说着他小心翼翼拿出了一叠照片递给博望 博望收回手枪面无表情接过照片 照片全是各种角度的偷拍 主角是陆之灵和博棠 那天博棠回国后 我就看到他鬼鬼祟祟站在保健室外 后来他进去好一会 就见陆之灵从里面出来 今天博棠也去了陆之灵的那个茶楼 两人是前后脚离开的 而且好端端一个小叔子跟着大嫂做什么呢 闻言博言乍毛冲到夏美琴面前维护起自己的亲哥 可夏美琴却表示早就看出博棠看陆之灵的眼神不纯几 两人一顿争吵也没愤出高下 博望站在原地 修长的手指一张一张翻过照片 心脏像是被人挥了一闷泉一样 窒息至极 两久才开口 之后他们又去哪里 夏美琴表示不知道 就在此时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博棕容忽然开口 行了 你的人我会派人去找 明天财团大会 你赶紧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博望无视他老子的话抬脚就往外走 气得博棕容跳起来警告道 你这一走就意味着 你放弃博家继承人的位置 为了一个女人知道吗 听到这话博望回头一个死亡眼神杀 陆之灵没事以前 这里的人谁也别想离开神山半步 博棕容瞪向他 难道你还想软禁我 博望不屑一顾笑了笑 也许是灭门哪 阴落 博望转身走进滚滚眉声中 智梦感席卷着整座神山 另一边 翡翠滩废弃花房内 陆之灵裹着毛毯躺在椅子上休息 博棠在旁边静静守着 对于方才陆之灵说的会帮博望去 他始终不懂他的意思 于是他忍不住问他 陆之灵闭着眼淡淡道 没什么 博棠在为大哥着想 其实陆之灵也不单纯为博望着想 他是在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曝露 毕竟只有博望当上这个继承人 才能天下太平 见陆之灵没有半分关心 自己博棠忽然开始作妖 撕 他发出疼痛的低音 陆之灵看过去 就见他伸手握住自己受伤的手臂 面色惨白 血水又渗出 出于人道主义 陆之灵提出帮他再重新包扎一遍 博棠很听话把手臂伸了过去 陆之灵之前就给博望包扎过无数次 所以还算是熟练 很快就给博棠包扎好 此时耳边传来暴雨中的一点异性 像是大雨又拍打了什么 陆之灵下意识地抬起 这一眼 他魂差点没了 雨声如雷 灰蒙蒙的能见度十分低 可就这么低了 雨中站的两个身影也存在感激强 博望 他来了 他从暴雨中走来 男人拿枪顶着怀孕娇气的下马 只因他为了他命都不要 他却跟别的男人有说有笑 博望和活死人在暴雨中走来 两道身影格外鬼魅 陆之灵猛地站起身 吓得手中的绷带都滚落在地 博望站在倾盆大雨中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深邃的双眸死死盯着他 陆之灵顿时傻眼 并深知事情复杂了 另一边博棠看见博望出现茶里茶气开口 大哥 这么恶劣的天气你怎么过来的 博望根本没理会他 直接从窗户跳了进来 同时立声开口 都给我滚出去 顿时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保镖时区地赶紧把花瓶拖走 风筝看出不对 转头看向陆之灵 甚是担忧 陆之灵故作镇定冲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到附近的店面闭移 风筝只好答应 这在此时博棠忽然挡在陆之灵面前解释道 大哥 我想你误会了 我和大嫂在这只是一个意外 大嫂差点受伤了 博望显然没有心情听他废话 直接拔出枪对准了他 听不懂人话呀 博棠沉默了 但依然挡在陆之灵面前 你先出去 陆之灵先开口 毕竟这是他的事情 他自己解决 见陆之灵表情冷漠 博棠失落离开 结果没走出两步 博望抬起那两米的大长腿 就一脚踹过去 光一声 博棠摔了个狗啃 紧接着博望冷冰冰交代下一句 拖走 活死人冲出来 一把将博棠拉走 陆之灵冷静站在原地 看着男人举着枪渐渐逼急 为什么要骗我 博棠是你的老同学吗 陆之灵淡定的脸再也不淡定 他已经开始头脑风暴 但依然没找到完美答案 他下意识后退 我可以解释 却听到博望一声冷笑 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我把博家的路疯了 把博真容软禁了 文言陆之灵瞳孔地震 这男人疯了 也太乱来了 夏美琴说你跟博棠私奔了 说时迟那时快 博望已经走到陆之灵面前 将冰冷的枪口顶住他的额头 陆之灵身体一僵 我没有 只见博望苦笑了声 笑自己太傻了 因为他的几条短信 他不管不顾要求他 结果短信是定时发送的 他没有受到血泊 是自己主动出去的 博望把枪顶在陆之灵的下巴 语气冰冷自嘲道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女 怎么会突然骗我呢 可怜的望仔开始怀疑人生 可事实就是这么残忍 亲眼看到的事情难道有假 我冒着生死一线爬过一线天 却看到你在替他包扎伤口 有说有笑 深情对视 你是爬过来的 陆之灵难以置信看向他 声音都有些发抖 博望真的疯了 万一不小心就真的落地成河了 博望的脸忽然逼近他 近距离注视着他 想不到吧 我不止找到你们 还能杀到你们面前来 说着他的枪顶在陆之灵的脑袋刮上 陆之灵连忙解释自己跟博唐没有任何关系 之所以骗他是因为 话未说出口便听到博望说 那是因为你们自小就有婚约 就算你们私奔出来 也只能算旧情复然 对吗 闻言陆之灵心脏收到疑一点暴击 他万万没想到博望连这个都知道 一向温顺可人的怀孕娇气打了丈夫一个大耳光 只因丈夫太爱自己 博望知道陆之灵和博唐曾经有婚约的事情 陆之灵震惊万分 他连忙将心理盘藏好的借口道出 那只是儿时的一句戏言 而且那时候我以为博唐是博家长子 你知道的 我一直倾慕你的话 这看似完美的解释 博望根本不相信 他眼神里已经透着对陆之灵的失望 紧接着他一声冷笑 偷情的地方也不好好找 他边说着边环顾四周 这里破破烂烂的 连张床都没有 怎么你们是想在野外 闻言陆之灵顾不得眼前的枪口 他扬起手 啪 博望潮湿的脸硬生生挨了一巴掌 红意明显 博望怎么也想不到陆之灵会动手 他死死盯着他 面容猙獰 脖子上青筋奔张 一只手死死抓着枪 陆之灵冷漠看向他 死刑犯都有申诉的机会 可我一句话都没解释 你就判了我死刑 博望 你这样有意思吗 博望笑了 笑得有点苦涩 笑得眼睛浮起水光 你们都一样 背叛了人都有无数理由 无辜 可怜 无可奈何 他往后一步 一滴泪滑下脸庞 将枪对准他 食指慢慢抵住扳机 吱吱 以下辈子记住 要么别骗别做别背叛 要么别解释 不要 风阵在暴雨中声嘶力竭喊出来 不顾一切往里冲 保镖门一把逮住他 博汤也想要冲出来 结果被活死人死死按住 陆之灵表情僵硬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若有所思 看向伯旺自嘲道 我们相处了那么久 原来你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我 伯旺 你的痛苦 你的疑心凭什么要我来买单 也许之前的话都是骗伯旺的 但陆之灵这句话绝对真心 伯旺从来没见过陆之灵火气那么大 他有点动摇了 紧接着陆之灵将这段时间 对伯旺的好金属道出 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记在你一个人身上 我哪有多余的心力分给另一个男人 他一字一句用力说道 眼眶渐渐泛红 突如其来的真情剖白击中伯旺 他站在那里 目光晃了下 陆之灵紧接着表示 你瞒他来翡翠潭 只想他安心参加明天的财团大会 文言伯旺的心底不惊一尘 他是为了我 计价宴会上 我赢的屏风被风潮和花瓶偷走 后来风潮发来了勒索信息 风书之道后独自来了翡翠潭 我担心就跟了过来 至于伯旺 他说他去茶楼喝茶 看到我神色不对 担心出事就跟了过来 陆之灵一口气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可以听到伯旺的名字 伯旺的眼里略过一抹利器 他担心 用得着吗 有这么巧吗 负义爆发的男人被怀孕娇气 疼狠咬了一口 可他却心情忽然好了不少 陆之灵抬眸逆向伯旺自嘲笑了笑 伯旺 我自认就算担不起你的深情回应 也担得起你同我的好聚好散 伯旺忽然觉得他的笑十分刺意 他将在原地半心半疑看着他 陆之灵豁出去了 他朝他走过去 让枪口重新对准自己的额头 既然走到这一步 你不信任我就动手了 我们就停在这 陆之灵眼神里没有半丝的犹豫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因为结果都一样 可不忘顿时就慌了 不假思索拿开了枪 他脸色煞食惨白 没有一丝血色 呼吸沉重 他不明白什么叫停在这里 内心在怪陆之灵到这波翡翠瘫来 才导致两人关系恶火 陆之灵默默看着他 拧了敏唇 不动手吗 不是不动 是动情的男人 动不了手吗 陆之灵见他没动 便把自己的节奏带到的 那以后你不听我解释 再怀疑我一次 你就是狗的 阴落伯望一把拉过他的手 握住他的后颈 低手附上他的唇 汹涌的 放肆的 这猝不及防 让陆之灵莫名产生疑火 这到底怎么回事 此刻他心里还对他存着怨 他挣扎了下眉症脱开 便张嘴用力咬了下去 淡淡的血腥味 在唇齿间弥漫开 许久结束了 只见伯望抬手 擦掉唇上的血迹 黑眸直勾勾盯着陆之灵 你脾气真是简长 我没碰你一根寒毛 你倒是又打又咬 陆之灵看着眼前的男人 故作期盼问道 你信我了吗 闻言伯望不发一语 只是冷冷打亮着他 陆之灵继续解释 你可以问丰树他吗 我跟伯唐有没语举行为 我为他包扎纯粹出于人道主义 说着陆之灵走到了伯望面前 恢复了平日的关切 你累了吧 要不先把羽衣脱下来休息一下 说着他伸手 替他脱下厚重的羽衣 挂到一旁的墙上 陆之灵望向外面倾盆大雨 开始担心伯望明天 无法参加财团大会 看到他这个时候 还奠记着财团大会 伯望又信了他几分 或许这一次是他太过激了 随后伯望也走到了窗边 看向外面的大雨 声线低沉 开始关心起陆之灵 为什么以身犯险 陆之灵已经分不清 这是真心还是试探 他只能如实回答 蜂巢如果要杀我 大可在茶楼附近动手 没必要大费周章把我骗到这 那这样他们的目的就很明显 就是想利用我把你困在这 参加不了明天的财团大会 伯望看向他 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表情 陆之灵转身淡淡道 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怕 索性就跟来看看 想说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那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陆之灵千算万算 唯一没算到的就是伯唐的忽然出现 又是这个碍眼的家伙 你怀疑他 伯望恶狠狠盯着陆之灵 眸色愈发阴沉 上一秒还喊打喊杀的风批大老 下一秒却因老寒腿发作晕倒 这有一定的演戏嫌疑 陆之灵说他怀疑伯唐有问题 伯望没说信 也没说不信 于是陆之灵努力将话题引开 其实我帮伯唐包扎是想试探的 结果什么都试探不出来 是吗 伯望嗓音低沉的 脸色冷俊 一双眼死死盯着窗外 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气氛太压抑 陆之灵不想呆了 便已给伯望找吃围有往外走 刚走出两步 他就听到一声痛苦的闷哼 陆之灵回头看去 只见伯望半弯下腰 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膝盖 痛色染上眉梢 腿又疼了 伯望没有回答 忽然整个人都往地上栽去 昏死过去 陆之灵立马冲过去扶住了伯望 他慌了 连忙喊道 快来人 伯望晕倒了 陆之灵用纸巾擦拭着伯望脸上的鱼水 大哥没事吧 伯唐从外面走进来 陆之灵抬起脸 就见伯唐满身狼狈站在他面前 衣服湿搭搭 整条胳膊都染上触目惊心的红 脸色比躺在地上的伯望都难看 你去隔壁找封书包扎一下吧 伯唐却表示不急 他有事找他说 我刚才在隔壁听到了你跟大哥的谈话 原来你为我包扎伤口 只是在试探我 事已至此 陆之灵坦然承认 嗯 伯唐眼里明显受伤 甚至有着一丝不被信任的愤怒 为什么怀疑我 为什么怀疑我又不表现出来 既然伯唐自讨没趣 陆之灵只好实话实说 我只是觉得 你困在这 伯唐在财团大会就是独一份的荣耀 文言伯唐脸色煞白 一脸委屈表示 如果是他做的 为什么放弃财团大会 追来翡翠摊 他这点小伎俩 陆之灵早就猜破 你在房地产做得不错 但是没有伯唐的雷霆手段 压不住武术公那一派的人 再加上你资历上亲 父亲根本不可能把继承人位置给你 与其在财团大会当小丑 倒不如跟我困在这 好来个一时三秒 利用我困住伯唐 给自己洗脱嫌疑 最后将事情栽赃到夏美卿身上 伯唐听完苦笑了一声 原来在你心目中我是这样子的人 陆之灵平静低谋表示 如果我猜错 你大可憎恨我 伯唐沉默了许久 陆之灵见伯唐的脸也擦干净了 要站起来 见状伯唐伸手想去扶他 可陆之灵下意识伸手一挡拒绝 伯唐的不怀好 伯唐 请你记住 以后就算我死在你面前 你也不要来救我 陆之灵一字一句都在跟他撇清关系 伯唐懂他的意思 语气更加受伤 你觉得我给你添麻烦了 是 你丝毫不在意我恨你 是 陆之灵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 一双眼就这么沉浸看着他 仿佛将他整个人都看透一半 他忽然就懂了 他在断了他对他的心思 伯唐看着他 严重压抑着痛苦 泪水毫无欲叫地落下来 划过苍白的脸 细经夫妻加起来1600的心眼 老公装晕试探 老婆试破后将计救济狂飙演技 打发了伯唐后 陆之灵在一旁的椅子坐下 身心俱疲 他闭眼深呼吸 心想回江南就好 小姐 你没事吧 风震一脸担忧走了进来 陆之灵勉强笑了笑表示没事 风震听了陆之灵和伯唐的对话 他觉得他刚才有点过了 毕竟伯家二少还为他挡刀了 有点忘恩负义是吗 陆之灵苦笑着抬眸看向风震 风书 我没得选择 在伯家的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今天这种情况 不管伯唐怎么想 他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可是伯大少爷性子太独 手段太狠 今晚差点要了你的命 风震看了一眼躺在那里的伯望愁得直叹起 陆之灵跟着看过去 却发现伯望这睡相过于平静 他心脏仿佛被狠狠击中 不对 伯望之前老寒腿发作睡觉 那眉头皱的夹似几万只苍蝇 可现在他却全然没有痛苦的表情 瞎话 他是装的 意识到这点 一股冷衣漠然穿透了四肢百骸 陆之灵冷的想发动 可风震没在意他的异常 自顾自的说道 小姐 实在不行就 投靠伯唐那一边 后半句没说出口陆之灵立马打断 好险 风书差点就打在伯望手中 怎么了 风震不解看向他 陆之灵努力调节自己的呼吸 开始飙演技了 实在不行我也不会离开伯望 除非他不要我 王才此刻旺仔自我攻略 老婆真的好爱我 只有风震一个人在局外傻眼 我亲爱的大小姐 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 随后陆之灵甩给风震一个 意有所指的眼神 伯望还在这呢 风震会议过来 装晕 伯望你这个老六 差点把风书吓走了 陆之灵站了起来朝伯望走去 风震机智接话 小姐 你太痴迷了 见风震明白自己的意思 陆之灵暗暗松了一口气 为伯望的冷血暴力找好借口 伯望只是遭受的背叛太多 他不是故意怀疑我 我不怪他 还有我对伯唐没有一点心思 但是这个人善恶看不透 远离才是最好的 陆之灵这些话明显是说给伯望听的 希望伯望能把自己攻好 为了彻底打消伯望的疑虑 陆之灵还把归七楼的业务全全交给风震 他回去以后就在地江亭安心养开 风震心疼看着他 明明是极万千宠爱长大的千金小姐 却卑微到只为一个男人 没事 是,我爱他 甘之如疑 陆之灵笑着倒 但眼底却没有一丝笑 风震知道这会也说不了什么话 便转身离开 陆之灵低眸看着伯望那张好看的你 身体里的血液冰了 两久 他在他身旁躺下 枕在他手臂上 装作缠绵 依恋 伯望忽然睁开眼睛 清明 深邃 怀孕妻子差点成了丈夫的枪下亡魂 而丈夫却想用一碗爱心鱼汤糊弄过去 伯望低眸看向怀里的人 他乱分傲怒 虽然怀疑一个这么爱自己的人 同时想起他刚才无微不知的招呼 还有他对风震说的那一句 他爱他 甘之如疑 也不断回荡在他耳边 伯望大概可能也许被感动得一塌糊 终于觉得是自己错了 他俯过他的脸 指腹轻轻压在他的唇上 真的因为他伤痕累累吗 他不是故意的 下一秒他忍不住心疼地将陆之灵紧紧抱在怀里 芝芝 我以后都相信你好不好 睡梦中 陆之灵被抱得有些难受 不禁挣扎了下 伯望说完这句话觉得浑身轻松了 也许潜意识里他并不是在怀疑他 而是希望自己能早点相信他 他不会怀疑他了 再也不会了 一日清晨陆之灵从睡梦中惊醒 你醒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他立马坐起身 便见伯望在熬汤 陆之灵看他那样应该已经被他昨晚的精彩表演拿捏了 不过他也是挺厉害 昨晚拿枪指着我 今天竟然可以若无其事 陆之灵静自走到伯望面前询问他的老寒腿好点没 嗯 已经没事了 当然没事 因为他装的 说吧伯望将汤递给陆之灵 这是刚熬好的鱼汤 来 快趁热喝了吧 陆之灵接过汤差一看向伯望 这鱼是你抓的 我不抓 难道这家伙自己爬到锅里啊 陆之灵心里虽然感谢 但是自从怀孕后他在饮食方面就比较讲究 所以对于这个来历不明的鱼汤他似乎有些抗拒 看到陆之灵看鱼汤的表情不寻常 我往黑眸深邃的盯着他 怕什么 死了有我陪你 话刚出口他才意识到陆之灵不喜欢听这种话 于是话风一转 你是我的人 我不会让你死的 说着他亲手勺了一口汤味到陆之灵嘴边 陆之灵有些奇怪看着他 他不止殷勤 他今天好像 更像是在讨好的 难道知道错怪他 可是 有些事并不是一碗鱼汤就能轻易过去 他做了很长的噩梦 一直在他的枪口下亡命逃跑 陆之灵想着低头喝下一口汤 味道怎么样 嗯 很好 就在此时两名保镖跑了进来 喘着气道 大少爷 我们抓到风潮了 他躲在了一个很窄的山洞 闻言陆之灵连忙站起来 除了风潮 有看到屏风吗 没有 保镖摇头 陆之灵脸色顿时一白 心里开始担心屏风会不会被风潮扔下来 见状伯望牵起陆之灵的手 表示带他过去好好审审风潮 找出屏风的下落 好 陆之灵欣然应下 博望霸气夫妻 暴揍渣男剑女 风潮被活死人狠狠往地上一扔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在一旁休息的国堂 他迷迷糊糊看过去 只见风筝激动地询问风潮屏风的下落 风潮还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他恶狠狠瞪着他老子表示 没钱免谈 哪怕他死在这里 想死还不简单 阴沉带着诡异的笑音传来 风潮听了顿时摊坐在地上浑身寒湛 火炎王博望 此时博望和陆之灵手牵手走了进来 借着花瓶也被活死人拎了出来 狠狠扔在地上 他没有风潮的胆小 依然狂妄威胁道 你们敢杀我 只要我出事 我朋友会报警说是博家大少奶奶干的 闻言博望给花瓶送去一个死亡眼神杀 居然把心思冻在我老婆身上 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博望贴心为陆之灵安排位置坐下才开口 这个问过了 陆之灵表示已经问过 他应该不知道幕后之人 大概是受了蜂巢的捕惑才去偷屏风的 听了老婆的话 博望觉得花瓶更没有必要留下 他抬眼看了看活死人 活死人收到信号后 走到花瓶身后抬手劈了下去 花瓶瞬间趴下昏死过去 见状蜂巢更是慌得直喊爸爸救命 博望坐在陆之灵旁边 亮出一把正亮的匕首 语气冰冷询问蜂巢 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老实交代 蜂巢已经被吓上了 腿软到战斗站不起来了 见蜂巢迟迟不回答 博望有些不耐烦了 能动手的他绝不动口 胳膊泻了 下一秒活死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将蜂巢的胳膊泻了 蜂巢一声惨叫响彻整个翡翠滩 国堂看到这一幕后 皱了皱眉装起了好人 劝说博望不看僧面看佛面 毕竟蜂巢是大嫂中仆的儿子 我用你教我做事啊 博望冷冷看了他一眼 另一条胳膊也泻了 旺哥好霸气 爱了爱了 绿茶弟弟 送你远处传来风笛 文言蜂巢跪在地上老泪狂飙 疯狂求饶 并表示愿意说实话 技嘉宴会前两天 有人给我30W现金 让我想办法偷走屏风 然后我就找了花瓶合作 那人还说了把陆之灵引来翡翠滩 再给我70W 蜂巢打着两边都赚情的心思 干的这一条 陆之灵沉默了 这渣男想的倒是挺美的 佛望看向蜂巢眼神里 掠过一抹阴冷沙语 只是你的那家伙长什么人木狗呢 那人年纪不大 应该不到30岁 西装革履 大白天戴着墨镜 最有印象的是 他手上的那块有点过时的银色手朵 没看清长相 但是总感觉跟陆家三少爷陆景叶很相似 文言陆之灵顿时正主 三哥 三哥还活着 一向沉稳淡定的女人这一刻彻底崩溃 只因为仇人在自己眼前活活被烧死 陆之灵脸色瞬间煞白 家人是他的底线 他不相信三哥会是幕后之人 他双眸透出凛冽的杀气 风潮 你最好说实话 否则你将交代在这 风潮也许被这样的陆之灵吓尿了 赶紧交代他所看到的更多细节 那块银色的手表 里面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听到这 陆之灵彻底呆住了 那块手表是他亲手做给三哥的生日礼物 叶子取的是三哥陆景叶的叶鞋音 我在那天三哥还戴在手上 想到这他身体不禁摇晃了下 好在伯望从后面拦腰将他扶住了 他说这种鬼话 你也相信 你三哥要是活着能不来找你 陆之灵再仔细想了想 也对 那场大火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都葬身火海 陆之灵已经没好气低谋 并逼问风潮屏风的下门 风潮表示不知道 是花瓶藏起来的 随后勃望下令让人交醒花瓶 三桶海水下去 花瓶清醒到不能再清醒 还不断口吐芬芳 火死人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打算 直接用枪对准了他的脑袋挂 说 屏风在哪 花瓶慌得一匹答应带人去找 一行人跟着花瓶来到了海边的一处奇怪视讯处 花瓶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紧接着花瓶拿出一桶液体倒在了屏风上 刺鼻的气味瞬间扩散开 伯唐立马喊道 快阻止他 那是汽油 只见花瓶已经拿出了打火机威胁了 你们都不要过来 陆之灵立马看出花瓶的心思 他杀不了他 就打算毁掉屏风 花瓶已经疯了 他打算跟屏风同归于尽 不惜用自己的命毁掉陆之灵珍惜的东西 下一秒打火机落下 我一下子窜得很快 花瓶却悠悠笑了心 像个鬼魅一般 陆之灵无故一切要往前冲 我的屏风 却被博望死死抱了回来 你疯了 都烧成火人了 还敢去 大火中 花瓶尖叫了两声后又开始响 笑得撕心裂肺 有恐怖至极 陆之灵 我诅咒你 诅咒你这辈子无亲无爱 靠近你的人都跟你父母亲倦一样死于非命 你穷困潦倒 兄弟脖子上 只因他说他心爱的妻子坏话 陆之灵整个人颤抖而破碎 这句身体已经再也找不出一点力量 要不是博望他早就倒下 一次又一次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得到这样的暴露 许久 他靠在博望手臂上 眼泪不由地滚落在他手臂 博望低眸看着怀中的人 勒紧的手臂慢慢放松 上一次他这么失魂落魄 是古纳死的时候 他的脸上也是一样 毫无生智 别哭了 我让人再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屏风给你 陆之灵双眼黯淡无光 没有了 烧了就没有了 再打造一个也不会是原来那一个 就这样想着陆之灵晕了过去 这时空中传来了轰隆隆的声响 博望安排的直升机到了 他一把抱起陆之灵往外走去 活死人追了上来 旺哥 博塘要一起带走吗 博望边走边凉薄的逆去一夜 怎么 我们的飞机很多空位吗 不多 很紧 活死人心领神会 一小时后 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停机坪 有早已经准备好的四人飞机等候 换成 陆之灵坐在靠窗的位置 手里攥着一个蓝色盒子 里面是屏风被毁后 唯一留下来的几根惊喜 小姐 别难过了 风阵担忧安慰道 风阵按照陆之灵吩咐 留了两个保镖给博塘 博塘让他转告陆之灵 他会帮忙查陆景业的事 风书 我不靠他 陆之灵是人间清醒 他不想跟博塘扯上任何关系 大少奶奶不好吗 只见一名黑皮保镖急匆匆跑进客舱 风朝他 他死了 闻言 陆之灵和风阵同款震惊表情包 换机的时候 保镖把风朝给锁在一个小房间 房门被推开后 便见风朝双手双脚被绑着 整个人以一种特别争鸣扭曲的姿势倒在地上 保镖表示一直在外面守着 结果进来送个水 就见他猝死 陆之灵沉默看着地上的风朝 说不上是什么情绪 他怀孕嫁进博家不久 死了一个张叔 SG娱乐公司战争刚打完 古娜死了 现在财团大会没开始 风朝又死了 伯家还真是个痴人不吐骨头的地理 风一声 风阵一个亮枪跪在了地上 他自责没有交好风朝 不配当一个父亲 陆之灵看着这样的风阵 心底没有来一阵慌 他上前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风叔 你别这样 不是你的错 比起自己的难过 风阵更担心陆之灵在伯家这种痴人的地方受伤 连忙劝他离开 陆之灵表示 只要伯旺当上继承人 他把孩子生下来 便可以离开了 另一边 伯旺站在料理台前削橙子 随后不经意地开口 查伯唐 文言 李明怀暗暗叹气 看来旺哥还不能完全信任嫂子 旺哥 我也觉得嫂子和伯唐同时出现在翡翠滩太巧 嫂子明明怀疑他 他却为嫂子说话 要是他俩没关系 我还真 话没说完 他脖子上就被顶上一把橙香浓烈的水果刀 你再为嫂子一次 我就宰了你 伯旺骨节分明地手指握住刀笔 双眸悠悠盯着他 力气横生 只查他 我的女人看不上他 懂吗 李明怀没想到拍马屁拍马嘴上都被吓死了 僵硬点头 是 旺哥 是我多嘴了 把陆志玲沉浆 古纳割腕 蜂巢猝死三件事连起来一起查 这些事搞到现在 也该有个结果了 伯旺正是成为内定继承人 最大功臣居然是老人痴呆的爷爷 博士集团里 一群黑漆漆的保镖大哥将会议视为的苍蝇都进不去 伯旺和陆志玲被拦了下来 伯旺目光凛冽盯着保镖满脸不悦 这是什么意思 保镖被伯旺的两米气场吓到只能老实交代 先生安排的 说大少爷既然是财团大会为吾 那就准备接受惩罚 文言伯旺气得想上前打人 却被一只手紧紧攥住 陆志玲摇了摇头示意伯旺冷静 这个结果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随后陆志玲转了转眸 将伯旺拉到一旁 踮起脚腹到他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原来陆志玲早就和丁玉军谋话好 要请伯老爷子出山 毕竟的老年痴呆前 他是财团里无人不服的第一把交椅 庞大的会议室内 博士财团的大佬们齐聚一趟 博征荣坐在主位上 气氛相当紧张 许久都无人发言 伯家武术公左右看了他 无奈叹气道 这俩孩子还是太年轻 连财团大会这种场合都敢吃到 此时支持伯唐一派开始为他说话 佛堂年纪轻轻还是挺能干的 只是听御夫人说 他遭人算计被绑架的 不是故意迟到 这话一出 被博望收服的大佬自然也有话说 你这话就逗了 那么大少爷就是故意的吗 我怎么听说是大少奶奶遭人绑架 大少爷跑去救人了 有些人为了争权 孕妇都不放过 两派人你一句我一句争吵了起来 二叔公坐在那听着脸色愈发难看 向来喜欢找存在感的他 轻了轻嗓子道 两个孩子都迟到了 干脆让他们从底层坐起 进场子拧罗斯 就在此时 康医生会议室被打开 我倒要看看 谁敢让我薄清凌的孙子 进场子拧罗斯 一个气势十足的嗓音忽然传来 众人震惊地转头 只见一头银发的薄清凌 脸上没有半点笑容 薄真容也愣住 立马起身迎了上去 把主位让给了亲爱的老父亲 薄清凌压制着怒意环顾众人 老爷子气场全开 众人也只能缩着头 坐在位置上静静听着 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 薄家的规矩不会改 长子有长子的责任 弟弟妹妹也各有肩负 没什么可争得地方 说着薄清凌狠狠拍了拍桌 薄望 进来 卫议室的门打开 薄望走了进去 老爷子立马宣布 从今天起 薄望正式成为总裁助理 听到消息的夏美琴和玉云飞脸色顿时煞满 毕竟这个职位就是跟内定继承人无异 玉云飞得知薄堂当继承人无望后 更是恨得后曹牙都要有碎 门外陆之灵小声提醒丁玉君 要笑时间快到了 丁玉君连忙让保镖进去请薄清凌出来 陆之灵听着会议室里传来 薄望做船运陈述的声音 他现在已经跟过去种种切割开了 希望他能走出一条阳光大道 薄清凌在保镖的搀扶下沉着脸走出会议室 随后一脸孩子气道 玉君 我演得好不好 你答应我的可不能忘 下一秒又迷糊了 到底答应我什么来着 你旁的薄园气得快要跳起来 原来是你窜多爷爷奶奶搞鬼 看我不拆穿你 我哥才是继承人 男人为了老婆拼尽毕生所学才赢得的继承人 万万没想到那是成了老婆离开他的跳的 薄园还没扑到门口 就被保镖拦了下来 丁玉君命保镖把玉云飞和薄园请到休息室休息去 薄园急眼怒吼道 奶奶您偏心 文言 丁玉君表情顿时一尘 冷冷看向母女俩 薄家的规矩不是今天才定下的 以前以为薄堂是长子的时候 你还不是天天把规矩挂嘴边 怎么现在反过来说我偏心 薄园快要气哭了 委屈巴巴表示自己就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那就再想想 说吧丁玉君陪着薄庆林走向另一个休息室 留下心机母女俩在原地无力反驳 神山薄家 陆志玲坐在床边静静思考着 距离真相越来越近 可是寻找真相的过程好像是在一寸一寸用刀凌持着他 三哥真的还活着吗 还是又是一个引他入局的女 就在此时 卧室门被推开 薄望回来了 薄望一把抱住了他 低词音哑哑的嗓音随后响起 开心吗 老子给你把继承人挣回来了 开心 陆志玲温柔应声 你现在就是博家最有权威的你 以后博家上下所有人 都不敢再给你脸色看 文言陆志玲抬眼看向薄望 他能感受到他明显的喜悦 但同时也猜不透他 在他这种笑意背后都不知多少猜忌 见陆志玲神情复杂 他询问原因 结果被陆志玲一个微笑打了 你今天累了一天 我来给你贴的要高吧 贴完我们就搬回地江亭 博望低谋你的 想起他在翡翠摊上说的话 他不想怕怀疑他 于是尽量减少外出 少跟异性接触 博望瞬间心情好了不少 在他的头上揉了一把 好 为了船运发展 博望有意想学外语 陆志玲建议请四个翻译在身边学习四门外语 博望拒绝 比起专业翻译 他更愿意让陆志玲教 陆志玲没有说不得空间 他点了点头 随后便到书房给他整理资料 明天就开始上课 陆志玲离开卧室后 博望给陆志玲的黑皮保镖打去电话 他是觉得陆志玲今天有点反常 想弄个明白 刚开始保镖支支吾吾的 最后还是老实交代 我听到大少奶奶说 他要离开博家 当时您忙于财团大会 我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此刻博望漆黑的双眸顿时一尘 不经意掠过一丝寒意 他要离开博家 离开我 女人见到自家老公 居然怕到瑟瑟发抖 只因老公给他送了一把枪当领 博望得知陆志玲要离开 心情瞬间跌进谷底 交代完保镖案 原计划保护陆志玲 博望挂断电话 说好的把他当孩子宠 怎么忽然就说要离开呢 博望怎么想都没有答案 就在此时电话再次响起 电话那头寂静兴奋地 跟博望汇报满月宴的劲 博望沉默了半场才开口 陆志玲要离开博家 文言寂静一脸难以置信 那嫂子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博望表示他没说 只是从翡翠滩回来后 他感受到陆志玲对他的态度 明显冷淡敷衍 问了他身边的保镖才知道的 那在翡翠滩 发生了什么事吗 博望回忆了一番 不禁咒了咒眉表示 他误会了他跟博唐的关系 差点对他开枪了 此时电话那头响起一个激动的女生 拜托 差点开枪把人给赶了 换做事我也离开啊 寂静冲济漫失去了一声 他说寂静只好把手机放到桌面 打开扩音 于是寂静师毫不客气 开始数落了起来 博家大少爷 你是知灵的丈夫 你拿枪指着他 你有没有想过他当时有多害怕呀 跟一个要杀自己的人在一起 多少有阴影吧 所以离开你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初还真敢说呀 寂静在一旁 为全家上下几十口捏了把汗 生怕被灭口 正当他想开溜至极 手机又传来博望阴气沉沉的笑 那要怎么做 事已至此 你得先消除他的阴影 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他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一直将他禁锢在身边 听着博望也不断回忆起 这段时间陆之灵为他所做的仪器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在迁就他 他好像也没有为他用心做过什么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静曼氏一并将陆之灵 有一回江南陆家的事告知了博望 他建议博望可以带陆之灵回去看看 不想迎年早逝的寂静 连忙上前打圆场 旺哥 你也别太着急 也许嫂子没有真的想要离开你 那只是一时气化 你想想心爱的人 拿枪对着你 肯定伤心 伤心了想起家人很正常 嫂子最近在收藏陆家旧屋 你往这方面想办法弥补一下 行 我知道了 博望这个不值钱的样子 真想让大家都看到 一日地将停 陆之灵已经将四门外语的资料准备好 正准备交博望 就在此时 博望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 一把黑色的手枪赫然映入眼灵 陆之灵一个机灵连忙后退 紧张感贯穿四肢百骇 说好的信任哪 大脑反悔了吗 博望低谋看着他的脚 果然是因为这个 他沉生道 不是翡翠摊的那把 那把我让人处理了 说着他站起来把枪递给陆之灵 陆之灵看着他一脸懵 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男人交老婆开枪 杀的居然是自己 陆之灵不明所以看了一眼国 陆姐问道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开枪 只见陆之灵被博望强行拉着双手扣动扳机 下次有人在用枪指着你的脑袋 你就开枪打爆他的狗头 陆之灵无奈至极 如果再有下次 你就先杀了我 阴陆 他就 扣动扳机 砰一声 打出了空枪 陆之灵心脏跳得有些慌乱 回眸差异看向身后的男人 眼神迷茫 你说什么 博望深邃的双眸直勾勾看着陆之灵 语气真挚而严肃 再有下一次 你先杀了我 闻言陆之灵有些恍惚对上他的事情 他是认真的 但是很快他就清醒过来露出一面浅浅的威胁 博望 我永远不会把枪口对准你 我以后也不会 博望接上他的话 嗓音辞性 字字利落 半个月后 度假村里 玉云飞气地将手中的报纸扔到了桌面 他万万没想到 博望的婚姻状态也给他带去相当正面的风景 风头一时无两 玉云飞身边的庸人见不得主人失事 便大胆开口见你 让二少爷谈一个家世背景都很厉害的女朋友 这样或许继承人的位置还有些希望 不用了 我没打算找女朋友 一个淡漠的嗓音传来 博唐从里面走出来 向来温和的脸上此刻没有任何表情 随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见儿子不争气的模样 玉云飞气不打一处来 把责任都归结于陆之灵 博唐 你清醒点 陆之灵已经是你大嫂了 博唐坐在那里 只静静看着那张报纸 像是听了 又像是没听 两久 他缓缓开口 之灵和大哥结婚 迎出了多少路 玉云飞面容一僵 心虚收回视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博唐早就知道真相 下药的虽然是风潮 但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是玉云飞 玉云飞处心积虑 就是为了斩断博唐和陆之灵之间的瓜葛 但他万万没想到 他瞧不上陆之灵姑女的身份 而陆之灵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博妄从污泥中拉了出来 还站在他们头上 博唐逆向玉云飞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国家造成现在的局面 你可曾厚 玉云飞的眼底掠过一抹难堪 他当然厚 毁得肠子都清了 不过妈妈这么做事为了 五年前 你明明答应我 只要我成为继承人 你就让我取之灵 陆家已经倒了 我也是为你好 我不需要您这种好 国堂讽刺笑了笑站起来 将桌面的报纸扫到地上 一脚踩了上去 眼神里竟是扭曲与力气 既然如此 那儿子以后的陆就无需你操心 文言玉云飞的心狠狠颤了下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恐慌 距离女卿私奔车祸死亡真相 只有一不知遥 男人却毫不犹豫放弃追查 只因他想陪在老婆身边缠子 地江亭里陆之灵正认真 教着伯旺学习英语 伯旺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接通电话 那头一个男生响起 旺哥 我们找到张千玲了 但他坚持要见你本人 才肯说出车祸真相 还有医生说了老爷子 可能熬不过几天了 好 知道了 伯旺面色凝重挂断电话 陆之灵没想打探他的隐私 于是起身抬脚想往外走 然而下一秒却被伯旺叫住 芝芝 你知不知道我当初 为什么突然答应和你结婚 陆之灵有些差一台谋逆想男人 难道不是因为爷爷奶奶 已死相逼的吗 因为这个 伯旺将手机递给他 陆之灵看着他手里的手机 上面是一个还没有点开的视频 视频是丁玉军派人偷拍的 视频里一个年轻女人 从豪华别墅走出来 是七雪 伯旺的母亲 她朝里面的人挥了挥手 不用送了 我们还要去找她 说完她转头看向小旺仔 露出温暖的笑容 阿七 该走了 他们说我以后叫伯旺 不叫伯妻 那是你父亲乱改的 不要听她的 我们走吧 伯旺表示当初老太太 就是用这个视频 作为交换条件 逼迫自己结婚的 老太太事后 也把视频给了伯旺 只可惜 她也只有这一小段视频 看完视频 陆之灵把手机还给伯旺 同时脑海里 也飞过许多想法 所以说车祸不是意外 伯旺是想通过当年的真相 找回五岁前的记忆 没错 伯旺不想到听途说 她要亲自查明真相 半个月前 她就查到了母亲 那天见的人 是她曾经的老师张千玲 那场车祸后 这位老先生也跟着失踪了 刚才的电话 就是派去找的人 来消息说人找到了 在阑山区阳厅州那边 这个地方离江北很远 以老先生的身体状况 恐怕经不起长途跋涉 你想知道真相 只能亲自过去一趟 此时伯旺的视线 落在陆之灵的肚子上 虽然她也清楚这一点 但是比起真相 她更不放心 把陆之灵一个人留在家 陆之灵笑着凑到伯旺面前 为她系上衬衣的纽扣 她不想伯旺错失 知道真相的机会而后 她可以去梧桐院住几天 等她回来 伯旺沉默了片刻 收回视线拧了拧 算了 那老头子能称几天是几天 称不过就算了 陆之灵不解 为什么 人已死 那岂不是什么线索都断了 对我来说 现在你更重要 说着伯旺双手搭在陆之灵肩上 陆之灵忽然震了一下 便对上一双深邃的眼死死盯着她 那种感觉就像森林里的藤蔓 试图缠上她 黏住她 让她困于里面一生一世 下一秒 她听到她说 我要看着你生我才能彻底安心 陆之灵怎么也猜不到 她是在关心她的安危 她原本以为她只是疑心众 怕自己一走 她又跟伯旺纠缠不清 可现在她为了自己 连母亲死亡的真相都放弃追查 陆之灵不愿意做这个罪人 只见伯旺宠医 清除了一下陆之灵的脑袋挂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说罢便转身走向卧室 原本还只想着随便劝劝 但现在伯旺必须要去 因为她不想背这个伯旺 于是她继续劝说伯旺 一定要亲自去找一趟张老先生 在很多人眼里 母亲是个出轨 私奔还害自己儿子流落在外 十几年的罪魁祸首 但我知道母亲在你心里 不是这样子的人 她是在那场事故里救了你的人 她把你往外推 让你走 你才活了下来 说着陆之灵府上伯旺的脸颊 你去吧 我一定等你回来再生宝宝 伯旺近距离凝视着 眼前白皙的脸白感焦急 陆之灵轻轻地笑了笑 伯旺 我希望你能去找出真相 解开你的心结 男人明知道 寻找真相的路上有生命危险 却毫不犹豫 把所有保镖留下来 保护心爱的妻子 陆之灵轻抚着伯旺的脸庞 微笑劝说 伯旺 我希望你的人生圆满 不留遗憾 陆之灵的善解人 一直接倒进了伯旺的心 只见他温柔握住了陆之灵的手 那你等我回来 嗯 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带人手 一座庄严的寺庙 活死人排成了几排 这是活死人这个组织成立以来人最奇的一次 伯旺双手插都站在台阶上 抬眸淡漠地扫了一眼全场 嗓音凉凉开口 我准备独自去阑山区一头 而你们要做的 就是守在陆之灵身边 拿命保他平安 闻言众人担心伯旺独自一人太危险 纷纷想誓死追随 刚成了内定继承人 伯家某些势力肯定虎视眈眈 伯旺冷眼看过去 眼底森寒 语气凛冽 怎么 听不懂吗 要是陆之灵受了一点伤 我回来把你们全都杀了 一个不留 伯旺伸枝 陆之灵快生了 伯家水深 不得不防 全场寄进了两秒 头埋得更低 是 夜幕降临 伯旺也来到了南山区 阳廷州张千玲的住所 伯死人将伯旺领进了一个房间 老先生 旺哥来了 伯旺往里面走 便见一位白发斑斑的老人躺在床上 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看着上方 气息非常虚弱 见到伯旺老人有些激动 你你真的是七血的儿子 来 走近点 让我好好看看你 伯旺淡漠看着他 并没有走近 你知道些什么 现在可以说了 听到这话 张千玲虽有些失落 但能见到伯旺对他而言 已经是天大的惊喜 他必须把一切都告诉这个孩子 其实 你母亲并没有私奔 那天他只是想来见我 外界传他私奔 全是那个女人搞的鬼 说着张千玲将脖子上的玉牌 扯下来交给伯旺 并表示真相就在里头 阴落 枪身划破寂静 张千玲心脏重弹当场病例 远水在门外的活死人 也为幸免拟难 对方人数众多 伯旺自知不能硬钢 下一年 到玻璃破费的声音 原来伯旺已经机智 冲破窗户打算跑路 伯旺一路逃到了一次悬崖上 后面的人群追不死 为得避枪林待命 伯旺纵身一跃 扑通一声 他消失在海水里 另一边神山无童院 陆志玲正在交集等待伯旺的信息 见状丁玉军劝说他不用太担心 当年他爷爷刚成为继承人 也是一旦忙起来 一天都没个信 陆志玲笑笑没再多想 随后两人便一起去客厅 等着享用水果 晚上十点半 陆志玲依旧没收到伯旺的任何信息 按照伯旺的信息 不管多晚应该会回消息 就凭这点陆志玲猜想伯旺应该出事了 伯旺失踪半个月 陆志玲依然内心平静 直到听说伯旺给活死人下了死命 淡定的他再也不淡定 伯旺失联了一整天 陆志玲找来了李明怀 让他派人去蓝山去找人 但李明怀却以人手不够拒绝 那你把我这边的人都派出去找了 陆志玲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 因为事情怎么想都不对劲 李明怀没想到陆志玲突然冷冷 便装模作样答应安排人去找 说着他递给陆志玲一个平安符 说是伯旺领走前 特意为陆志玲在寺庙里求的 希望他安心在家等他回来 好 知道了 陆志玲接过平安符 伯旺一直失联 渐渐的 伯家也察觉不对劲 开始派人去找 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 半个月后伯旺失踪 已经成了全程关注的交道 媒体报道铺天带地 都是伯旺被一次枪杀的消息 伯正荣也急了 他平时虽然对伯旺急言利死 但是不管怎样 他也是他伯正荣的亲儿子 他绝不允许自己儿子在外面出事 因此 他放下手中所有事物 亲自去往南山去找 另一边李明怀这些天也急了 他一开始以为伯旺正常失联 后来发现不是 可他也不能去找 陆志玲偏眸淡漠看向他 我提醒过你派人去找 你派了吗 李明怀因自责死死攥紧拳头 你以为我不想 要不是旺哥下了死命名 他让我们寸步不离守在你身边 就算死也要死在你前面 文言陆志玲震惊不已 你说什么 就在此时风阵急匆匆赶来 没等陆志玲从上一个爆炸信息缓过来 风阵又告知他一个更爆炸的消息 他看到了三少爷陆景叶 陆志玲整个人一讲 定定看着风阵 你确定是我三哥 你和他说上话了吗 他知道我在这吗 风阵被他一连串的问题问住 顿了几秒才到 没 没说上话 风阵欲言又止 看了一眼李明怀 李明怀失去离开 风阵接着道 最近有个收藏家出手一幅百里坡的字画 我想的那是二少爷最爱的字画便去拜访一下 结果却被告知已经被一个名叫陆景叶的人埋走 当时我一听就立马追了出去 看到了那人的身形分明就是三少爷 还有他手上那块叶子的腕表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那人很快就开车走了 我没追上 陆志玲听出来了 风阵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证明 他更有理由相信那是一个圈套 不过风阵表示没关系 三少爷明天还要再去那位收藏家那边一趟 我们也去就能见到人了 不去 说吧陆志玲一个冷漠的转身 风阵还一脸蒙留在原地 不去 为什么 陆志玲亲口承认喜欢上了伯望 为了他甚至放弃追查三哥的下落 风阵对于陆志玲此番的无动于衷表示不紧 陆志玲淡淡解释道 五年了 故事人非 你觉得二十八岁的身形和二十三岁的身形能一模一样吗 然而风潮和风阵仅凭身形都能一眼就认出那是陆景叶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的正面 这件事本就蹊跷 风阵虽然认同这个解释 但是他依然觉得宁愿相信 毕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陆志玲轻抚着肚子表示 在伯望失踪这个结果眼上 他不能轻举妄动 还有快到预产期了 这个时候三哥突然出现 这个耳 他不敢咬 他低眸看着手中的平安符 想起了伯望 他现在只想顺利生下孩子 等伯望回家 文言风阵皱了皱眉 小姐 这是一个能讨兄妹团圆的机会 你真的不要了吗 语气莫名有些失望 为了伯家大少爷 你真的放弃这次机会 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 面对风阵的一连串发问 陆志玲目色变了变 垂下眼睫遮挡住太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见陆志玲没有反复 风阵更加激动 因为陆志玲已经变了 现在他眼里只有伯望 风阵再次震惊 小姐 你难道真的对伯家大少动胆情了 也许是吧 陆志玲的回答在意料之外 他自从嫁进伯家一直想离开 谁都没想到 他会让自己喜欢上伯望这个疯癖 风阵沉默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陆志玲回忆起过去种种 起初他惧怕伯望胡作非为 没有底线 所以为了狗命他选择欺骗他 但是渐渐他发现 他并不像外界传的那样不堪 在被小姑子欺负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 为了他他学习不擅长的事 郑德继承人 在他沉浆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救他 在他每次遇险 他都拿命护他 而这一次 他为了保护他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 把身边所有人都留给他 说不动心都是假的 所以风阵 我真的 了解过后风阵都感动了 一个生人无尽的活颜王 能为你做到这份事 可想而知他真的在乎你 风阵最后选择 尊重陆之灵的决定 陆之灵听着长节微颤 薄薄的水光迎在眼眶 风书 谢谢你 另一边 某个郊区仓库内 粉毛男正在跟某人会报道 二少爷 陆小姐这两天 一直待在神山没有出去 就连身边的风书 也没有去收藏家那边 果然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就是国堂 他不明白问粉毛 你都这么像陆景叶 陆之灵居然不上榜 粉毛被问得莫名 但他敢保证没露出任何破绽 至于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国堂顿时明白了 陆之灵现在心目中 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生下来 就在此时有人来传消息的 陆之灵要生了 文言伯堂瞳孔地震 心想要是陆之灵生下伯望的孩子 那他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一向温润如玉的 他忽然眼神里略过一抹阴冷的杀影 他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 二少爷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直接杀进去 国堂彻底疯了 他下命令打掉孩子 留下陆之灵 众所周知女人生娃相当于滚门关走一遭 但陆之灵也太生猛了 刚卸完货就一枪打掉神秘杀手 神山小楼里 李明怀带人将整座楼围的像铁土似的 江福生在默默祈祷陆顺利缠子 忽然碰一声枪响打破了瓶颈 李明怀命令所有的活死人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好好守住陆之灵 此时数十名黑衣杀手一拥而上 冲破了大门 开门的瞬间一阵枪林带 激烈奋战了七七四十九分钟 死伤无数 回首的寸头看准时机 立马命人往二楼冲去 见状李明怀死守在房门口 一枪一个准 伏生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由于对方人数众多 李明怀广不敌众 寸头捉到机会大步往前走 他一把推开手在门外的江福生 随后凶狠抬起腿踹开房门 结果房间里鬼影都没有一个 气得寸头口吐芬芳冲了出来 深井冰 人都不在你们眼的这一出 誓死户主给谁看 只见李明怀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做戏做拳套 不然怎么将你们这群渣渣困在这 寸头被自己的智商感动到傻眼 你你说什么东东 其实一切都是在陆之灵的计划中 他早就猜到了有人会对自己不利 所以提前转移了生产地点 而且还让李明怀放出 他在神山小楼生产的消息 安排活死人和江福生死守小楼 制造出他在神山生产的假象 这样子至少能为他生产争取足够的时间 李明怀毫不避讳透露了陆之灵的完美计划 并嘲笑一群傻子般的杀手 就在他得意之际 寸头怒了 举起手中的枪朝李明怀冲去 赶耍老子 去死吧 子弹以肉眼捕捉不到的速度飞出 下一秒只见寸头动弹当场毕命倒地 江福生一脸差一看向枪打出的方向 石之灵 只见陆之灵头发凌乱 裙摆满是鲜血站在那 双手死死攥紧手枪 女人刚生亡娃不好好坐月子 竟独自出门找一个疯子算账 只为就回失踪大半个月的老公 寒风中陆之灵只穿了一件纯白色长裙 裙上血迹斑斑 一头无法湿透 江福生看着十分担忧刚生亡娃的他落下病根 连忙将身上的泥子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 陆之灵却淡定表示没事 随后又冷静处理了一地伤者 此时李明怀一双被血染的眼看向陆之灵 大少奶奶 这次我们低估了对方的丧心病狂 而且我感觉这些人不像来杀人灭口 更像是 是来抓我的 对吧 陆之灵接上他的话 毕竟如果杀人灭口 以对方的火力 直接炸了小楼就足够 没必要进屋以命相搏 根据夏美晴和玉云飞以往的做事风格 可以直接排除这次嫌疑 所以幕后黑手只能是他 伯唐 闻眼李明怀一点也不惊讶 只有江福生一点震惊 陆之灵询问伏生伯唐的下落 二少爷手臂上的伤口复发 今晚就在海州医院那边治疗 听到这陆之灵迫不及待要去找伯唐算长 江福生一张脸几乎皱扒起来 不行 之灵 你身体太虚弱了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陆之灵没听劝执意要出门 他回眸冷冷腻了一眼李明怀 你不想知道伯望的下落吗 李明怀一下子被问猛了 他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他知道些什么 我现在就替你们去问 海州医院这边伯唐收到了手下 发来任务失败的信息 他气不打一出来 正想发飙之急 病房的门被忽然推开 一张意外又苍白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他先是正了一下 下一秒装模作样关心陆之灵 姐姐 你刚生完孩子 怎么跑出来了 陆之灵没心情跟他寒暄 直接挑明来意 我望在哪 文言伯唐不解看着他 温良无害的眼里全是疑惑 姐姐 你觉得大哥的事 是我做的 陆之灵双眼泛起悲愤的泪花 范雅的嗓音干脆利落 你做的何止这一招 你今晚滥杀多少无辜的人 你知道吗 为了得到一个我 你血洗神山 世人命如草剑 你真的太可怕了 伯唐的眼神治了下 定定看着陆之灵 下一秒只见他低谋嗓暗轻笑的声 姐姐真会说笑 我一直都在医院疗伤 这些奶奶都知道的呀 伯唐 你就别装了 自从陆家倒了之后 太多人嫌我是个累赘 今晚搞那么大阵仗 又想我活着的人就只有你 伯唐错了错眉 抬起无辜的大眼睛 看向陆之灵 想做最后的辩解 陆之灵却没有耐心听他废话 直接就拿出了手枪 对准伯唐的脑袋瓜 伯唐 今天你要是不交出伯望 要么你死 要么我死 伯唐压根没想到陆之灵 会用枪对着自己 脸上掠过一抹黯然痛往 向来温润如玉的小叔子 终于露出真面了 千军一发之际 封批老公及时赶到 海州医院里 陆之灵正用枪对准伯唐 他眼神里掠过一抹忧伤 没想到从前说要保护自己的姐姐 这回居然要打了自己 而且他刚生完娃 不顾自己的身体 仅仅为了那个疯癖又多疑的老公 你就真的那么爱他吗 他盯着他的眼睛问 声音散发着寒意 陆之灵轻笑了声 你终于不装了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想让你看到我最真实的一面 陆之灵早就看穿伯唐这张虚伪的嘴脸 还敢拿喜欢他当幌子太冷气了 陆之灵彻底怒了钻井手中的枪对准伯唐 哈哈哈哈 伯唐笑得那么讽刺 恶心 总比你心里没我好 说着伯唐轻而易举 从一个刚生完娃的产妇手中夺过枪 丢到了一旁 陆之灵自知道无力抵抗 也不意外 不挣扎 最多不过是死 伯唐逼着他后退 陆之灵被逼到床边 姐姐 我喜欢你 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 那时候国家没有博望 伯唐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被当成博家继承人培养 从小就像木偶一般任人摆弄 喜欢的任何东西都被迫放弃 从此对生活也失去了希望 直到遇见了陆之灵 他是他的帮 他的一句喜欢 值得他用一生来守候 为了娶她 他答应了玉云飞的任何要求 可是望望没想到亲爱的母亲大人被刺了自己 撮合他心爱的女人和他眼里无能的大哥 也许从那一刻起博堂已经渐渐走上了绝路 他想利用古纳扳倒博望 可古纳选择了做个双面人 最终他就派人暗杀了他 无奈一死 玉云飞被赶出神山 他求着他回国 博堂也终于有了正当理由回到博家 好家伙 博堂已经疯到连亲生母亲都算起 回到博家的第一时间 他就拼尽钱财讨好陆之灵 可没想到陆之灵一心只想跟他划清界限 博堂从来没意识到这份爱已经扭曲变形 为了跟陆之灵独处 还制造了翡翠他那件事 想让博望误会两人的关系 在财团大会上发飙 从而失去继承人资格 可最后他失散了 博望居然抛下财团大会 不顾一切去找陆之灵 他的愚蠢计划反而让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好 所以最后你一气之下的风潮感 对吗 陆之灵声音颤了颤 下一秒只见博堂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他并没有否认 他该死 是他害你怀上博望的孩子 你才那样对我 闻言陆之灵恨得咬牙切齿脱口而出 博堂 你真是个疯子 听到这博堂恼羞成怒腐身 将陆之灵愣在床上 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我是温润如玉的人 现在怎么就变成疯子了呢 说着他凑到陆之灵耳畔轻笑道 姐姐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呢 你是不能反悔的 男人痛得低嚎了一声 陆之灵手里抓着一把手术刀 直接扎进博堂受伤的手臂 他一双眼欲发梁博盯着博堂 废话少说 博望在哪 博堂见他字字句句离不开博望 恨得后槽牙都要咬碎 他已经死了 你不要再想他了 那就让我看到尸体 就在此时 砰一声俱响 病房门被踹开 便见男人一双漆黑戴着梁义的眼恶狠狠盯着屋内 好兴致啊 博堂